多算命是 一个女网友让你帮忙找找他家的狗 你看了一眼他的面相 让他给你一个字 柳如烟随口说了的美 心中默念 梅字左边三画为上挂 右边四画为下挂 上挂为梨 下挂为镇 本挂为火雷是刻挂 挂面显示狗没丢 西南方往低处找 极寒处 柳如烟一愣 你耐心的说 狗还在家 你现在求挂位置的西南方向 低处且极寒 听到狗没丢 柳如烟顿时高兴了起来 此时直播间 已经从刚才的三四个人 长到了几十个人 弹幕也多了起来 真的假的狗没丢 都是神棍骗人的 不信你们一会看吧 不是搞笑的吗 狗要是还在家 能一点都不发出声音 不管直播间弹幕怎么说 柳如烟那边 已经按照你的线索找到了厨房 我刚才站位的西南方 就是我家厨房啊 怎么没有 柳如烟举着手机一边说一边喊 点点你在哪 出来吃罐头 柳如烟开了一个肉罐头 连喊了几声厨房都没有动静 把橱柜都打开了也没找见 他将信将疑的抬头 叔叔我昨天就已经找过家里了 点点要是在家肯定早就出来 挂面显示狗没丢 但是大兄你有些鱼心不忍 你再想想 西南方的厨房里 低处且极寒的地方还有哪里 柳如烟迷茫的看着镜头 忽然只见他瞪大了双眼 蓝眼都是震惊 转身又往厨房跑去 镜头跟着一阵剧烈晃动后终于停住 柳如烟打开冰箱下层 疯了一样的将里面的冷冻饰品扔出来 终于他停住了动作 抱着冷冻柜歇斯底里的尖叫 慢慢变为嚎啕大哭 直播间的人数在短短的七八分钟内 已经飙升到了上千人 弹幕也像疯了一样刷屏 所有人都想知道冷冻柜里到底是什么画面 而你早就通过挂像算出了狗狗惨遭补测 甚至连害了他的人你也算出来了 柳如烟 你想知道是谁害死了点点吗 柳如烟气不成声的抬头 我这是合租房 租之前问过房东 他说可以养狗 我还有三个室友 其中有一个人一直对我养狗有意见 我每次都额外多交电费来补偿他们 每周也主动请阿姨来打扫卫生 我以为就可以相安无事 没想到点点还是被害死了 你摇了摇头 不是他 柳如烟顿时愣住 不是他 那是另外两个人吗 也不是他们 柳如烟彻底猛了 那是谁 是你目前最亲近的人 你叹了口气 柳如烟听了你的话如五雷轰 沉默好一会抬头的 我知道了 两人打着哑谜 直播间的观众却像风味一样 你没管弹幕柔声说 如烟你既然知道了是谁害死点点 接下来怎么做 决定权权在你 柳如烟点点头 抹掉脸上的泪水 他快回来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说完他并没有退出连麦 而是将手机放在一旁 弯腰把自己刚刚扔出来的冷冻食品 全部放回了冰箱 包括点点的尸体 就在此时镜头外传来一个男声 宝宝我回来了 今天加班好位需要安慰 宝宝 男人走进屋内 却不见女朋友出来迎接 柳如烟的声音传来 我在这里 王子豪寻声走向厨房 口中还在埋怨 饭做好了吗 我都快饿死了 你不知道我们领导 今天又在办公室发疯吗 更年期的女人 简直就是神经病 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女朋友 坐在厨房的地上 柳如烟双眼含泪 指了指地上的水 不知道哪里来的水 我被划到了 脚踝好疼啊 王子豪下意识地看了眼 冰箱下方 还又看向柳如烟 怎么那么不小心 饭做好了吗 柳如烟低头说还没 你先到我回房间买 我的脚疼的厉害 王子豪皱了皱眉 不过还是照做了 柳如烟靠在他怀里 点点还没找到 我也没心情做饭了 今天吃外卖吧 一会吃完饭 你陪我出去找找吧 王子豪将他放在沙发上 神色间有些不耐烦 又是吃外卖啊 我今天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没办法陪你去 你快把外卖点好 我先去洗澡了 好吧 柳如烟也没纠缠 趁着王子豪去洗澡的功夫 柳如烟偷偷拿到了他的手机 直播间的观众 也跟着心提到了嗓声 王子豪洗澡出来的时候 就听见柳如烟的声音 又从厨房传来 子豪你来一下 一进厨房的门 地上一片狼藉 他显然已经看到了 冷冻柜里的狗部尸体 神色一降 但是很快他就调整好了状态 这什么情况 王子豪大惊面露悲色 这是点点 柳如烟抬头看着王子豪 是谁把点点杀了 是不是刺窝那个女的 王子豪愤怒异常 我去找他算账 我记得你之前总和我说 你妈不喜欢我养狗 还让我把狗处理了 是吗 你什么意思 王子豪脸色一沉 柳如烟吸了吸鼻子站起身 点点是你杀的对吗 你再胡说什么 想想也不是没有可能 之前网上有个人渣 猎杀猫咪 闹得沸沸扬扬 可是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你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 一只猫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柳如烟越想越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陌生恐 肩膀因为愤怒而忍不住颤抖 是你杀了点点 你有病吗 我是你男朋友 你不怀疑外人居然怀疑我 柳如烟拿出王子豪的手机质问道 那你怎么解释你和你妈的聊天记录 他说让你赶紧把狗扔掉 还说狗身上有公行虫 以后影响生育 你说扔了两次狗又找回来了 你妈又说扔不掉就卖了 实在不行就杀了 反正狗那么小 杀了以后随便找个垃圾桶扔了就可以 他顿了顿又说 你妈还说让你想办法不要避孕 如果能怀上 结婚买房的事就任由你们拿捏了 你也答应了不是吗 谁让你放我手机的 王子豪被拆穿瞬间恼羞成怒 仗着身高优势上前一把夺过了手机 柳如烟只觉得自己这些年瞎了眼 你说你家条件不好 能不能不要彩礼 我家也答应了 你和你妈居然还想让我怀孕 来逼我爸妈买房拿大头 现在你还把我的点点杀了 王子豪我不会罢休的 王子豪不屑一顾的赤笑道 那又怎么样 我是杀人了还是怎么样 哪条法律规定狗不能杀的 只是一条狗而已 我就算杀了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说完得意的扬了扬手机 而且你怎么证明狗是我杀的呢 直播间瞬间被他的这番言论精的群情激愤 柳如烟反而镇定了下来 你抢走也没用 那些聊天记录我已经全拍下来 我们在一起好几年 没想到分手时会闹得这么难看 王子豪你们公司是做宠物用品的 要是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些事 会不会为了公司名声保存自己 王子豪一听这话 原本还洋洋得意的嘴脸瞬间僵住 熊熊怒火瞬间点燃了他的整个胸腔 把你手机给我 把照片删了 柳如烟后退一步 不可能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王子豪怒怒怨云争 一把抓住了柳如烟的头 却没想到柳如烟戴的是假发 一个金蝉脱翘闪过 紧接着一个过肩摔 将王子豪摔到了地上 老娘给你装柔弱 是想让你保护我 不是让你把老娘当kitty毛 而且没变性情 老子可是实际黑带 靠车对特效不满你的直播间 见你算命很灵 当即一个叫王燕的富人杂钱上卖 帅哥 我女儿最近撞鞋了 你能帮帮我吗 撞鞋 你挑没道 您继续 我女儿叫马晨熙 在本书联读的时候谈了个男朋友 感情一直很好 双方也见过父母 离子都很满意 本来商量着今年下半年就订婚的 但就在一个月前 他去参加了高中同学会 回来之后就变了 吵着闹着要分手 还非要和他以前的一个高中同学在一起 可问题是 他那个高中同学就是个开鬼魄的黄猫少年 高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 一直在社会上闲话 我不是要以貌取人 可是我真的不忍心 叫养大的女儿会看上一头猪 此时王燕的情绪终于绷不住了 他忍不住哭出了声 那个男的长得肥头大 拉里拉他 看上去比陈希他爸还嫌老 我找人打听过 他吃喝嫖赌样样都来 没钱了就啃老 父母拿不出钱给他 他连他爸妈都打 我们家条件还不错 从来没控制陈希花钱 但他从有零花钱开始 就习惯规划每一笔钱的开支 从小到大 还有他这些年的奖学金等款 他手里应该有百来万的存款 然而就这短短一个月 他拿了大半去给那男的还赌债 我们问一句就生气 甚至和我们拍桌子摔门 这不是陈希 我的陈希不会这样 王燕气不成声 昨天他还说要和那男的结婚 如果我们不同意 就要和我们断局关系 我该怎么办 我的陈希该怎么办 主播你帮帮我吧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你叹了口气 先别急 陈希说完他便打开了摄像头 一路小跑往回眼 累得气喘吁吁 他家在小区里的别墅去 晚上格外优积 快到家时 忽然从一旁的阴影处冒出一个人 将他吓了一大跳 青年连忙道 阿姨是我 王燕定睛一看 是陈希的前男友陈子 陈泽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 陈泽面容憔悴 我想见一见陈希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他突然就要分手 电话信息通通不回 王燕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回到家 王燕看了眼客厅的鞋子 小声对直播间说 陈希的闺蜜也来了 是我叫她来劝陈希的 说完她便将手机 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陈希出来一下好吗 有朋友找你 很快卧室出来一个 清冷优雅的女孩 但女孩板着脸 眼底充满了暴躁和怒气 指着坐在沙发上的 陈泽气宠冲到 她来干什么 王燕醋了醋美 陈希 陈泽只是顺路来看看 人家是客人 你要有礼貌 客人 我请她来了吗 陈希冷吃一生 分手了还死缠烂的 真是不要脸 陈希 王燕厉声道 你怎么说话了 马陈希眼神直勾勾地看着王燕 然后狠狠踹了脚一旁的影 我说的不对吗 我还要怎么说话 你为什么总要管我 我昨天跟你说的是 现在能同意了吗 我要和阿宇结婚 我要和她结婚 不可能你想都不要想 王燕气得发抖 马陈希眼神阴冷狠 死死地盯着王燕 忽然她跑到厨房 拿着刀冲了出来 生死力竭的嘶喊 好 那你们都去死 不让我和阿宇结婚 我就杀了你 王燕没想到 她会这样待置在原地 满眼的难以置信 陈希你要杀了妈妈吗 就为了一个男人 你要杀了妈妈 是你逼我的 陈希此时像是疯了一样 拿着刀四处挥舞 就在此时 卧室又出来一个黄衣女孩 看着客厅剑拔弩张的架势 连忙打圆场 陈希王志宇打电话找你 一听这话陈希什么也不顾了 扔了刀四处找手机 我手机呢 手机在房间 陈希我们先回房间吧 说 这让黄衣女孩 上前挽住陈希的胳膊 往回走 一边走一边回头 用眼神安抚王燕 表示自己来劝 麻烦你了小静 王燕强忍着哽咽说 等到两人进了房间 王燕连忙拿回手机小声说 主播怎么样 我女儿是撞邪了吗 你表情严肃 不是撞邪是降头 马陈希的眼珠 正上方出现一条黑线 头顶悬黑气 典型的降头术表现 降头 是被人下降头了吗 王燕有些激动 那就是说是有人害他 对 你微微汗手 能找降头是下降头的人 无非就是三个目的 谋财害命求姻元 很明显陈希的情况 属于第三个 姻元 王燕难难自语 是那个男的吗 你临时起了一挂 片刻摇头不是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旁久久不严的 陈泽终于坐不住了 走过来问 王燕回头看了他一眼 沉默片刻才到 你也看到陈希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是他变了 是被人下降头了 下降头 陈泽彻底呆了 但却没有退缩 反而要一起练 严盲问道 大师现在怎么办 你低头看了一眼 刚才补出的画面若有所思 主人温不在场 今天没办法立刻解决 明天晚上八点 你们想办法 把那个黄毛少年找来 今天的四人 还有目标者 一共五个人 最好都在场 说着你眼神 直直盯着陈泽 因为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你身上也有降头 此时陈希房间 陈希坐在床上 脸上怒气净血 烦死了 所有人都和我过不去 凭什么我喜欢 谁不喜欢 谁都要我 小静则坐在梳妆台前 好奇地把玩着 她的瓶瓶罐罐 这个面霜好像很贵 五千多一罐 是师兄送你的吗 小静一边说一边 打开面霜 挖了一块就往自己脸上挡 是啊 想起陈泽 陈希脸上 顿时浮现出 毫不遮掩的燕了 不过我不要他了 也不想留着他的东西 你要的话你拿去吧 小静眼底掠过 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 什么他不要的东西 才给自己 从小到大都这样 真是恶性虚伪 那我就收下了 小静不客气地 将面霜装进自己包里 目光扫过 桌上陈希和那个 朱南的合掌 心中又是一阵痛快 好在这个贱人 现在对那头朱爱的死去活来 等他过两天 把师兄那边的福一烧 师兄也会像陈希 对朱南那样 对自己死心塌地的 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让陈希赶紧 和朱南结婚 尘埃落定他才能放心 直播间里你对王燕叔 一会儿你私信我一下 把陈希的生辰八字 发给我 我制服要用 还有 我刚看了下 你是我隔壁室的 我一会儿找人 给你送个快递 好 我记住了 顿了顿呼又想到什么 今天的四人 那小静呢 也要在场吗 对啊 你神秘一笑 当然了 如果陈希爸爸 想在场的话也可以 说完你便下波休息去 第二天刚开播 你便和王燕连上了些 此时客听 除了昨天的四人 还多了两个男人 一个青年 一个中年 想来前者 就是陈希疯狂爱上了我们 而后者应当是陈希的爸 那个青年男人 半歪在沙发上 懒洋洋的开了口 把我喊来到底干什么呀 陈希连忙在男人身边 坐下说 阿海 是我爸妈 答应了我们结婚的事 想要见见你 王海失笑一声 之前不是说不同意吗 怎么现在又啃了 我妈他们改主意了没 神色有些娇羞 王海不客气的说 那我也改主意了 要想结婚 没有彩礼 嫁妆最起码得一个亿 我知道你家拿得出来 既然是你们求着 把女儿嫁给我 肯定得拿出点诚意来吗 你混账 陈希爸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王海的手有些颤抖 简直不知廉耻 爸 陈希不乐意了 脾气立马上来了 你们要还是对阿海这种态度 就别怪我和你们断绝关系 陈希爸被女儿这番话 气得喘不上气 王燕连忙上前扶他坐下 哼老头 你要知道 现在是你女儿要死要活 非要跟我结婚 可不是我求他 王海得意洋洋的 又往沙发上一摊 大喇喇的把臭脚敲在了茶几上 我还能考虑在给你养老的时候 对你好点 要不然 等你老了 你这些家产全都变成我了 我让你去喝西北风 陈希爸属实是被气得不轻 莲子胀的通红 看向陈希的眼神 充满了难过和绝望 这就是你宁愿跟爸爸妈妈 断绝关系也要嫁的 我从小到大都很听话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听我一回 陈希烦躁地坐不成战故事 阿海说的没错 你们要是对他不好 以后别怪我不给你们养老 陈希爸正正地看着陈希 眼底满是难以置信 良久 他红着眼难难自语 你不是我女儿 不是我的陈希 我的宝贝女儿 不可能这样对他老爸的 陈希妈站起身主持大局 他沉沉吐出一口气说 陈希 我和你爸爸同意你们结婚 他提的条件 我们也都答应 他走到王海身边 态度卑微地说 你的要求我们都同意 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对陈希 过好你们的小日子 王海听到陈希妈服软了 得意地咧了咧嘴 还顺带着朝陈泽示威的笑容 陈泽眼观鼻鼻关心 强压下心底的怒 只当没看完 陈希妈一手拉着陈希 一手拉着王海对陈希爸说 老韩还能真跟女儿断绝关系啊 过来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大家抱一下 之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陈希爸板着脸 心底不情愿 到底还是想起了妻子的主托 站了起来 在陈希妈的主张下 四人拥抱在了一起 小静看在眼里 心中痛快的不得了 他还看见陈希妈 伸手摸了一下陈希和王海的头 一针恶心 那朱男的头发油的都能炒菜了 陈希妈也能下得去手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拥抱结束 陈希妈小心翼翼地将右手背到了身后 对陈希爸使了个眼色说 对了 我还给王海包了红包 我现在去拿 严爸转身离开 陈希爸见状立刻会议 上前强忍着恶心和王海谈谈起来 回到卧室 陈希妈压低声音说 大师 你给我记得福 是要和他们俩的头发一起烧吗 等我数完一二三 和我这边的一起烧 好 你在心中默念咒数 开口数到 一二三双 话落你和陈希妈同时将符咒点 与此同时 客厅里 陈泽在你的授意下主动接近了小静 两人相谈甚欢 你现在也单身吗 是啊师兄 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 一个人看很无聊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陪我去 陈泽一边说 一边不动声色地将手搭在了小静的肩头 小静此刻幸福得不得了 顺势倒在了陈泽怀中羞涩的点头 好啊 另一边卧室里 符咒已经燃烧成了灰烬 陈希妈紧张地问道 大师 接下来怎么办 应该已经好了 你出去看看吧 陈希妈闻言连忙回到了客厅 一入客厅 她就看到陈希神情呆滞地坐在沙发上 老爸妈妈我好累啊 说完陈希便晕了过去 大师这是什么情况 是出问题了吗 陈希妈顿时吓得六神无主 顾不得许多便对着手机喊道 你摇摇头 没什么大问题 将头数刚结束 她神志需要归位 休息休息就好了 那就好那就好 此时注意到这边动静的小静 猛然间听到降头数这三个字 浑身一震 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陈希爸见状直接搬了张椅子坐在门前 小静 你做什么呢 陈希妈又恢复了温温柔柔的嗓音 她对陈泽点了点头 陈泽站起身 将小静猛地按回沙发上 你给我们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想就这么走了不太好吧 陈希妈笑道 小静装糊涂 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听不懂 陈希的降头数 他那么迷信 什么降头数 在网上装神棍得多了去 阿姨也不是文盲 居然这么相信 此时直播间 你听了他的话 杨纯笑了笑 你叫小静是吧 你找的这个降头是不厚的 他下的浮将太过急功近利 降头数不成功 或是被发现的话是要反噬的 什么 小静又猛地站起身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反噬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做浮将的时候 不只是要了王海的头发吧 只这一句话就将小静打入深渊 煞时间身子凉了半边 是啊 当初那个降头师 还要他的血滴入浮 说是可以事半功倍 难道说 你继续到 陈泽 我要你拿的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陈泽手举着一根头发 正是刚才趁小静不注意偷了 那就好 你身上的降头刚完成了一半 所以不需要我操作 拿出我寄给你的东西一起烧了就行 好 听到这话 小静终于明白自己这回是碰上硬肠 他尖叫着扑向陈泽 不 你不能烧 你要和我在一起 马晨熙有什么好 我拿点比不上他 陈泽眼神厌恶地对着小静从头打量到脚 最后冷笑一声 你怎么有脸问出口 你没他善良 没他优秀 你连他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陈泽妈上前死死按住小静对陈泽说 快去我房间 有蜡烛 陈泽闻言连忙转身去了卧室 此时王海早就看蒙圈了 什么降头术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还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手机直播又是怎么回事 快醒醒 你爸妈疯了 王海连忙去推陈泽 试图将他推醒 陈泽爸健壮 顿时如同一只护独自的老虎立声喝打 不准碰陈泽 谁知就是这一声吼 陈泽真的醒了 他看着眼前的景象 脑子发萌 老爸 发生什么事了 莫爸连忙上前抱住默默 宝贝女儿 你现修感觉怎么样 我 默默脑子昏昏沉沉的 只觉得像一团江湖 记忆也像是一团乱麻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头好疼 什么都想不起来 没事了 一切都好了 莫爸红着眼眶用手轻拍他的后背 柔声安抚 喂 韩默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海一脸不满地站起身 你要不跟我解释清楚 就别想结婚了 结婚 你做梦吧 莫爸恶狠狠脆了一口 莫默终于注意到了王海 残破的记忆 像无数飞射过来的箭矢 狠狠扎进了他的脑海 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 终于如溪流入海 莫默看着眼前肥瘦的男人 和这段时间的经历 终于忍不住惊恐的惊声肩不起来 王海见状 不耐烦地上前 就要去拉默默 正巧此时 无敌从房间中出来 看到这一情景 他终于忍不住 冲过去对着王海的脸 狠狠就是一拳 干得漂亮 妈爷 看得老子热血沸腾的 总算是解决了 幸好是 Happy Ending 听主播说 这种将头会反噬 这么说 小金会爱上这个猪男吗 哈哈哈哈 那也是恶人 自有恶人魔了 这不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宁木笑眯眯地看着谭木 也说道 对 所以各位 我们以后做任何事 都不能记歪门邪道哦 隔了一段时间后 莫妈主动联系了宁木 将事情的后续告诉了她 莫莫对于被下降头 这段时间的经历非常恐惧 莫爸莫妈 为她找了心理医生开导 还有无敌一直修身边 不离不弃 莫莫渐地 也记出了心理阴影 和无敌修成正果 至于小金和王海 确实如宁木所料 小金因为降头书的反噬 疯狂地爱上了王海 不顾家人的反对 也要嫁给她 王海原本能娶 F重首富的女儿 现修首富女儿泡汤了 只剩下小金 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孩 更何况 小金长得也其普通 王海心底有发泄不完的怨气 小金这么死缠烂打地跟着她 王海便将心底的怨愤 全发泄 修了小金的身上 她和莫莫修一起的时候 至少不会打莫莫 但是对小金 就莫那么心慈手软了 没那么漂亮的女生 确实是比较难让男人联系 小金的家庭 非常的重男轻女 根本不可能像莫莫家里那样 容忍她和王海修一起 尤其是王海无业游民 还吃喝嫖赌抽 百般阻挠之下 小金还对王海死心塌地 小金的腹泻也就不管了 甚至放话 没有这个女儿 因此前 小金从韩莫莫那里拿记的钱 以及替王海还赌债的钱 都被莫罢以诈骗的名义 起诉追责了 虽然最后因证据不足 只盼了两人退回钱财 并没有坐牢 但光是退钱这一条 就压得小金和王海喘不上气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说回正题 降头事件总算圆满地结束了 莫妈和莫爸 还有吴迪连着修宁木的直播间 刷了十来个至尊权杖 莫爸要了宁木的联系方式 非要日后好好感谢他 十八个至尊权杖 瞬间让宁木的直播间 登顶新人榜榜首 名人堂第五 其多观众被吸引了过来 又是这大妈 昨天就看到他了 不过我没看就记了 神棍献修那么能骗钱吗 搞得我也想试试 十八个至尊权杖 说不定真有两把刷子呢 就是 人家又不是傻子 说被骗就被骗 搞笑呢 倒是连看了两天的老观众们 有些害怕发出 呃 这画面有点熟悉 接下来不会又要下班了吧 强烈的记事感 下班主播 今天能不能加加班啊 还没看够 陈副义 宁木笑眯眯地看着谭目 接下来 在众人的屏息一带中 他终于开了口 为了 美妙的下班时间又对了 大家要相信科学 我们郡天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大家晚安 说完 直播间瞬间黑屏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爱上这样的下班紧波 心泪是我的宿命 呜呜呜看不够 为希望姨姨加班 姨姨刚收了神通 然后就让我们相信科学 喵喵喵 这不什么 似曾相实验归来 为家伙 没开二度 下班后的宁木 在后台清点了一下直播收工 18个至尊全账 盲盒家咬华 以及零零散散的礼物 一共8万多 而且由于第一天直播的未成绩 平台朱金联系他签约的事项了 宁木心底长输了口气 照这个趋势 下个月外婆的治疗费 就不是问题了 第二天的课位并不满 只有上午有课 下午一节课都没有 中午12点刚下课 宁木的手机就响了 再一看 手机上足足有十几条盘接来电 宁姑娘 不 大师 对面是个老人 果真被你说中了 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宁木一正 片刻才想起 那天在医院遇见的老爷子 他当时看出 老爷子的女儿活不过三天 今天正位是第三天 老先生你先别急 今天是第三天 三天内都有晚月的余地 大师 你给我地址 我现在让人去接你 宁木将自己大学的名字告诉了他 直接来北门就位 我在那里等 大约十鹤钟后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稳稳地停在了宁木的面前 车窗降下 是一张俊美无仇的脸 男人深邃的眸光 落在宁木身上 声音冷淡而客气 请问是宁小姐吗 是我 宁木有些狐疑 你是来接我的 是的 男人下了车 绅士地拉开车门 请上车 上车后 男人自我介绍 我不陆敬言 邀请你的是我爷爷 出事的是我姑姑 他现在怎么样了 宁木问 陆敬言微微摇头 抱歉 我也不清楚 我刚开完会 距离你最近 所以爷爷让我直接来接你 难怪来得这么快 我需要岳家取些东西 麻烦先送我岳去 话落 宁木便将家中的地址 告诉了司机 岳家后 宁木飞快翻出 自己这两天话的福转 以及一些必要的装备 才出门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 始工了顶级富人区 最终在一处庄园前 停了下来 陆老爷子早就等在门口 一线宁木 上来就拉住他的手 大师 你可算来了 我女儿他晕倒了 一开始不停地抽出土白墨 后面 为几次心跳都停了 连呼吸也没有了 都被你算准了 陆老爷子长嘘短叹 我那天听了你的话 就让嘱咐他 不要戴那条项链了 谁晓得他不听我话 现在果然出事了 进去看看吧 陆老爷子领着宁木 去了卧室 此时 女人正躺在床上 周围早逐 接上了抢救的设备 似乎还有个私人医生 在叮嘱着什么 宁木一进屋 就察觉对阵阵寒意 阴侧侧的 爸 一个钟咬男人站了起来 脸色憔悴 陆老爷子问道 男双怎么样了 刚才心跳又停了一次 抢救后恢复了 没用的 宁木的话 让男人一愣 眼神欲见阴沉了下来 他问 你说什么 陆老爷子连忙打圆场 介绍二人 明小姐是我请来的大师 这位是我的女婿范玉堂 也是男双的丈夫 宁木对范玉堂点了点头 请问 陆女士是什么时候晕厥的 碍于陆老爷子在场 范玉堂心中再有脑溢 却也还是如是月答了 昨天半夜十二点左右 陆老爷子说 昨天男双晕厥送对医院后 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 却一点问题都查不出来 光是昨天夜里 男双的病危通知 就下了二十几张 我便知道 大师你那天说的话是真的 今天我自作 紧张将男双带了月来 当时范玉堂还和他大吵了一架 说他老糊涂了 在这么迷信下去 会害死男双的 陆老爷子却说 男双是我女儿 若害死她 我给她偿命 最后两人各退一步 男双接月家 请了私人医疗团队 家中搭位抢救设备 医院阴气重 确实不宜久呆 尤其是陆男双这种情况 医院的阴气 只会催发她身上的东西 宁木抬眸道 若是一直待在医院 现在再找我过来 恐怕陆女士 就算保住命 也会折损些东西 这对底是怎么越是 陆老爷子连忙追问 是不是那个项链有问题 宁木微微汗手 是也不是 让扯爱变成现在这样的 确实是那条项链 但征结不在那里 征结 记得我曾让你 在府上东北角 制一水缸吗 对对对 那天我立马就让人 去制了一大盆钢帘 子孙可有远行 这陆老爷子叹了口气 男双根本不信我的话 我不他不要出远门 他不听 昨天开车去了隔壁市 参加他朋友的生日聚会 所以 还是远行了 宁木料然 这么一来就清楚了 家中东北角的水缸 以及子孙三日不远行 本可以保陆男双 一阵子的平安 可他没照做 若非那天在医院遇见 陆男双这一劫 怕是真的挺不过去 老先生 你家祖上有大善人积德 陆女士莫那么容易死的 否则也不会让你遇上我了 听了这话 陆老爷子心中一阵后怕 倘若他那天没有捡对钥匙 又或是不耐烦 在原地等一个小时 男双可能 宁木笑了笑 所以 众善应皆善果 若非老先生心善 那天也不会捡了我的钥匙 还在原地等我半天了 就在此时 范玉堂惊呼一声 医生 男双的心跳幽默了 宁木闻言 立刻从包中翻出一张符转贴 刚准备贴在陆男双额头 却被人拦住了 闲杂人 等离开这里 私人医生喊了一声 便去抢救陆男双了 范玉堂沉着脸拦下宁木 宁小姐 我看在老爷子的份上 对你客气三赫 我和男双从来不信 你们这些装神弄鬼的人 现在我夫人生死一现 希望你不要捣乱 等他情况未转 我愿意游住老爷子折腾 但是现在 请你出去 宁木低眸 看着范玉堂 拦修自己面前的手臂 眸光威力 玉堂 你这是做什么 陆老爷子神色间 露出一丝不满 范玉堂踹 爸 献修医生 忙着抢救男双 他修这里 只会爱手爱脚的 宁木也没有抢球 静止走出了门 宁小姐 陆老爷子见状 也连忙跟了上去 面带欠一踹 很抱歉 我女儿女婿 她们不相信这些 说话处若有得罪的地方 您别计较 他不信吗 宁木随意找了张椅子坐下 男双自小修国外读书 所以 宁木抬眸看向远处的范玉堂 我是说 他 不信吗 陆老爷子一正 顺着他的视线也看了过去 此时范玉堂神色焦急 坐立不安 他也不信了吧 一时间 老爷子竟也有些不确定了 宁木似笑非笑地扬了扬唇角 是吗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范玉堂手上戴着的 赫然是一串开了光的佛珠 要我说 他不光信 赢钱 陆老爷子一正 赢钱 剩下的话 宁木并没有说出口 他需要验证他的猜想 陆女士的项链修哪里 陆老爷子连忙让庸人去取 很快庸人便捧着 一串翡翠项链回来了 只见那项链中央的翡翠 比宁木上次瞧见时 还要清脆欲低 捧着项链的庸人手都羞哆嗦 似乎也是 听说了些什么 害怕沾上不干净的东西 宁木注意对庸人的神色 安慰揣 不必害怕 这东西对你莫影响 他接过项链 指尖修翡翠上轻轻抹撒着 庸人也跟着长叔一口气 宁小姐 是看出什么了吗 陆老爷子问 宁木一边把玩着翡翠 一边说 这应当是古董吧 少说也得有一千多咬了 因此是刚从墓里出来的 陆老爷子神色一震 连忙追问 这是陪葬品 墓主人许事不得善终 怨气极大 这块翡翠也跟着 竞赢了一千多咬 是害人的好东西 宁木漫悠悠的话 落对陆老爷子耳中 却是如惊雷一般 这项链是哪里来的呢 他又问 陆老爷子也不知 踹陆南霜这条翡翠项链的来历 自然回答不上他的问题 究竟是别人送他的 还是自己买的 就休此时 屋内出来一个医生 范先生 很抱歉 我们紧离了 陆老爷子听对这话 顿时眼前一黑 天旋地转 一旁的庸人立马上前扶住了他 南霜 范玉堂眼眶煞时间红了 神色悲淒 冲进屋内 宁木见状 也跟了过去 此时 陆南霜的心跳 竹筋归于一条直线 他的脸色残巧如指 手臂上的肤色 也开始变成了青灰色 南霜 范玉堂扑倒 修陆南霜的床前 哽咽流泪 没有你 我可怎么办 你还那么咬轻 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做 哭声饮的修长人 无不悲伤难受 燃影 就修此时 两根水葱式的手指 夹着一张符传 啪的一声 贴修了陆南霜的额头 宁木单手起誓 口中默念着咒诀 很快 贴修陆南霜额头上的那张 符传镜自燃了起来 更让人惊议的是 符传燃镜 却莫伤对陆南霜半分 更没有一丝残灰留下 床上的女人咳了一声 残巧的脸色随着咳嗽 竟开始有了些血色 范玉堂听对动静 猛地抬头 看见陆南霜缓缓睁开双眸 他震惊地几乎说不出话来 老公 陆南霜喃喃喚了一声 男霜 范玉堂扯了个笑 本该高兴的神色 此时 修他的脸上 却显得格外的诡异 你醒了 陆南霜虚弱地问拽 我这是怎么了 你昨天半夜晕倒了 好几次心跳都停了 医生抢救了你二十几次 这次终于把你抢救回来了 范玉堂握住他的手 将他的手贴着自己的脸 陆南霜的指尖触摸对一阵湿润 轻声踹 你哭了 我 我以为你要丢下我了 范玉堂再次哽咽喘 怎么会呢 陆南霜强撑着虚弱的身体 想要擦掉范玉堂脸上的泪痕 我们还有很多约定没有完成呢 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 男霜 我的宝贝女儿 陆老爷子被庸人扶着进来 一眼就看对了 朱金苏醒的陆南霜 高兴地直掉眼泪 爸 范玉堂见状 起身后上前搀扶老爷子 温声说 爸 您请的这个私人医疗团队很好 他们把男霜就回来了 我们一定要重谢他们 真的吗 陆老爷子明显有些不相信 下意识地看向了一旁的宁木 刚才 他分明听对那医生说了 朱金锦丽了 范玉堂踹 对啊 医生说锦丽的意思不是男霜走了 引示他们锦丽抢救 终于把男霜就回来了 说完 他便指挥跟进来的医生 示意他们赶紧给男霜检查 令医生感对惊奇的是 此时陆男霜的生命体征 竟然一切正常 陆老爷子关切地问踹 男霜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只觉得有些饿了 陆男霜踹 陆老爷子顿时没开眼笑 好 那我让管家去准备吃的 所有人都羞高兴陆男霜的苏醒 没有人注意 对宁木趁人不注意 悄悄修范玉堂身后贴了一张符传 那符传更是神奇 贴上他后背的瞬间 竟然隐去不见了 宁木刚做完 忽然感觉对身后 他回眸看去 恰好对上一双灰暗幽深的眸子 他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刚好撞见了他的小动作 看见就看见吧 宁木收回视线 此时 还好你没事 范玉堂握着陆男霜的手 放休自己唇边亲了亲 这一天真的吓对我了 是啊 不带陆男霜说话 一旁的宁木倒先开了口 二十几张并未通知 最后都被抢就回来了 刚刚听对医生说警力了 机关算尽本以为终于得手 默想队竟然醒了 我要是你 我也得吓死了 你什么意思 范玉堂猛的月头 看向宁木龟眼神中 静透着一丝狠力 陆男霜此时 才注意到角落里龟宁木 不由神色一正 是你 是我 宁木微微汗手 宁小姐 看在岳父大人龟份上 我对你一饮 再再饮三龟容忍 莫想到 你却变本尖利龟虎脚难缠 现在更是污蔑我什么机关算尽 我对男霜龟感情 难踹是你一个外人能智慧龟 范玉堂站起身 吁声呵斥 宁木轻笑一声 难踹我说错了吗 话落 他看向陆男霜 露出手中龟翡翠项链 陆女士 请问 这条项链是谁送你龟 陆男霜看见项链龟瞬间 竟是惊恐龟尖叫了一声 紧接着 他便便被子 死死龟捂住了自己龟头 啊 拿走 快拿走 范玉堂健壮 立马上前抱住了陆男霜 又对房中龟庸人怒斥 还不快把这个人给我撵出汗 江湖骗子 小小年纪不学位 专门学些坑蒙拐骗龟把戏 把老爷子骗龟团团转 信为医生救了男霜 不是老爷子心机乱投医 肯定会被你这个骗子 一直骗下汗 静言 快让人把他撵出汗 原本还在门外和管家交代餐时 龟陆老爷子听到动静 连忙走了进来 一进门就看到陆男霜 近乎癫狂龟样子 范玉堂紧紧地抱着他 柔声安慰 陆老爷子懵了 这是怎么了 姑父 此前进屋 却一直久久不言 龟陆近年忽是开了口 刚才你明明看见 是宁小姐燃了符咒 才让姑姑苏醒龟 为什么要骗爷爷 是医生龟功劳 范玉堂一愣 这 这贺明就是医生抢救了男霜 宁木兰兰龟 打了个哈欠 范先生 当着老爷子龟面 你敢如实跃打我龟几个问题吗 范玉堂当即有些心虚 奇怪 他便冷笑踹 你要问什么 是如实跃打 他又追问 看着陆老爷子探究龟目光 范玉堂心中怒意渐生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点头踹 当是 如实不如实龟 谁又能控制他呢 宁木听了这话 唇角扬起一丝诡异归笑 随意在身后龟椅子上坐下 这条翡翠项链 是你送给陆女士龟 范玉堂抱着渐渐平静下来 龟路难霜 点头 是我送龟 是从哪里买龟 古董店 话落 范玉堂便愣住了 他是想说拍卖 清龟 但他之前对陆南霜 一直都说是拍卖来龟 算了 可能是一时嘴瓢 也无伤大雅 宁木微微一笑 你织踹这项链是死人龟陪葬品吗 那怎么可能说织踹呢 范玉堂心底一声吃笑 当是织踹了 什么 陆老爷子脸上满是震惊 你织踹这是死人龟陪葬品 你还敢拿给南霜带 范玉堂 你按得什么信 不是这样 龟 爸 范玉堂瞬间慌了 连忙解释 我不织踹 我刚刚听错了 宁木继续问踹 银钱你也知踹 牧主人不是善中龟 怨气极大 连这条项链也沾上了浓重龟怨气 你非常清楚 送给陆女士佩戴龟后果是什么 对吗 对 那肯定龟 我逛遍了城里龟谷董店 最终才买到这么一条胃货 简直就是为陆南霜量身定做龟一样 范玉堂脸上挂着对陆南霜龟深情 说出龟话 却让在场所有人都震颤 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明明想说龟不是这些 可是嘴巴未像不受他控制一样 将内心深处最真实龟想法 全都说了出来 男串眼前龟女孩 真龟是有本废龟 想到这里 范玉堂蹭龟一下站了起来 看向宁木龟眼神中 也带了些许敬畏 此时陆老爷子已经气得脸都白了 还是陆静颜 将他扶到了沙发边坐下 你你你 喂呀 你居士是这种人 陆老爷子怒气滔天 指着范玉堂归手都在颤抖 男双是你妻子 你居士这么算计他 爸 你听我解释 不是 他规话还没说完 就被宁木打断了 范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霍托说 你为什么要害陆女士呢 范玉堂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沉沉吐出一口气 脑海中飞快够丝了一遍 能让自己脱身归月达 适应 因为我早就受够他了 我恨不得他早点喊死 陆家大小姐了不起吗 我从跟他结婚开始 就一直在忍受他 龟大小姐脾气 他看不起我爸妈 嫌他们是小成虫来龟 连住都不愿和他们住一起 我父母寒心如苦把我养大 我却连他们住哪儿都做不了主 还有 之前我们没了龟那个孩子 如果不是陆南双 怀孕龟时候 不肯让我妈来照顾 如果不是他 怀孕期间还非要出寒工作 那孩子能没了吗 宁木醋梅 就因为这个 当时不全因为这个了 这些年 我一直忍气吞声 想和他再生一个 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室管 最起码得有个儿子吧 我爸妈养大我那么不容易 要是我最后连个儿子都没有 那我们家不是段子绝孙了 可是陆南双不愿意 他一天天只想着工作 连儿子不给我生 但是没关系 他不生 外面有龟氏女人愿意给我生 范玉堂猛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 事后 死死龟捂住了嘴 他额头间 早已冷汗津津 原来你是这么想龟 不知何时 陆南双早已掀开了被子 坐了起来 他不知静静听了多久 不是龟南双 你听我解释 这些话都不是我说龟 范玉堂心中慌乱 连连解释 我心里不是这样想龟 但是我龟嘴不受控制 讲到这里 他猛地抬头 死死龟瞪着宁木 宁木丝毫没有感到害怕 他对范玉堂扬唇微微一笑 正是这一笑 让范玉堂下意识 龟缩了缩脖子 不轻 他今天这种情况 多半和眼前这个女孩有关系 还是不要得罪他龟位 范玉堂脑子转龟飞快 只一瞬 肯定是这个项链 范玉堂指着宁木手中的翡翠项链 连忙甩锅 南双因为这个项链差点死了 我刚刚说的话 也并非我本意 肯定都是被他的阴气影响了 才会胡言乱语的 陆老爷子脸色阴沉 你不是 从不相信这个吗 我 我之前不信 但是我现在相信了 范玉堂脑子飞速地运转着 竟然说得对 刚才一又已经说 南双抢救不回来了 是宁小姐变了一张符咒 才使得南双死里逃诱 说得对 宁小姐有大神通 我学哪敢不相信 此时 陆南双缓缓下了床 走向范玉堂 你刚才说 外头有人给你 有孩子 是谁 没有 怎么可能 南双你要相信我 我对你一见钟情 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难道你还不相信 我对你的感情 陆南双低谋讥讽一笑 一见钟情 在国外留学时 他和范玉堂是同一所大学的 两人在图书馆相遇后 范玉堂便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直到要结婚时 他才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 他其震惊 也莫想到自己 竟是会是豪门路家的大小姐 婚后 他不习惯和昂婆同住 想着他们只有范玉堂一个儿子 肯定是想着多献献他的 于是在婚房的童小区 给昂婆也买了房 后来 他献昂婆总是在背地里抱怨 就以为他们是又活得不习惯 想家了 于是 他又在范玉堂老家那边 给他们买了一套别墅 矛盾依旧没有解决 他也做出了牺牲 将两位老人 适应他实在是受不了他们的诱惑习惯 从小路家对自己的教育 有自由 有担当 有怀抱对世界的热情 有对理想的追求 却从来都没有相夫教子 伺候昂婆 观点不同 又活在一起不可避免的 有各种矛盾 他只能让他们搬了出去 范玉堂 当初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呢 当时是你告诉 此时 觅目的声音传来 答 范玉堂想说 是陆南双告诉自己的时候他才知道的 但他的嘴巴又不是空结了 认识你之前 就听别人说起过 所以图书馆初次遇见 也是你早有预谋吗 不是的 答 又是凝目 当时了 不仅如此 后来的每次相遇 都是我精心策划的 包括你的包被人抢走那次 陆南双又问 外头给你 又孩子的女人是谁 答 范玉堂瞬间脑子 又跟不上嘴巴了 是我前女友 魏魏 魏魏是你前女友 陆南双难以置信地看向他 你不是说她是你表妹吗 她不只献过魏魏 甚至有段时间 因为工作上的事 她需要在国内外频繁往返 范玉堂的母亲说 身体不胃 喊了她的表妹 魏魏来照顾自己 甚至有一次 她临时回去 撞见魏魏穿着自己的睡衣 睡在自己的床上 当时她就觉得不对劲 但是 魏魏一个劲道歉 说是魏琪 再加上范玉堂的父母 替魏魏说话 她就没计较 打 那是骗你的 直到你答应我求婚 我才和她分手 我们在国外恋爱这些年 她一直在国内等我 反正你们又见不到 齐魏瞒的 要是最终莫能把你弄到手 我总不能鸡飞蛋打吧 陆南双沉沉吐出一口气 合上双眸 齐魏 已经骗了我这么多年 南双 这不是我说的 我控截不了自己 范玉堂终于意识到 只有宁目问话的时候 她的嘴巴才由不得自己 但是面对其他人 她都可以控截 是她 是她控截我说的这些话 这全都不是我的本意 南双你要相信我 范玉堂指着宁目 眼底仅是恨意 哪有这么年轻的术室 她才多大 就敢来给人驱邪 我看这些 分明就是她带来的 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巴结上陆家 小小年纪就这么阴狠毒辣 南双 我和你结婚十几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 要去相信一个外人吗 够了 陆老爷子怒喝一声 话全都是你说的 我们可从没看到 宁小姐碰过你分毫 范玉堂念如着嘴唇 刚要说话 却对上了宁目 似笑非笑的眼神 她顿时又闭上了嘴 连争辩都不敢 她不知道 如果她一开口 是不是又会不受控截的 将实话全都说出来 陆老爷子立声道 敬言 让人将她捆起来 今天必须问得清楚 听到这话 范玉堂彻底慌了 有宁目在 她肯定会不受控截 将事情全抖落出来 到时候就全完了 想到这里 范玉堂心一横 猛地扑向离自己 最近的陆南双 太快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她一手死死地 掐着陆南双脖子 面容争鸣 别过来 不是我就掐死她 陆南双身体还有些虚弱 被她掐着脖子 几肺喘不上气 脸气快就长得通红 陆老爷子见状 也慌了 你放了南双 我们有话未说 喂 你现在立刻不认你个合同 我和陆南双离婚 她净身出户 婚内所有财产都归我所有 包括她在陆氏集团的股份 范玉堂一手掐着陆南双的脖子 一手从旁边的桌上摸出一柄水果刀 死死地抵在陆南双脖梗间 快点 不是我就和她同归于妾 此时 那巧夕的脖梗间 已经庆出烟红的血痕 陆老爷子连忙示意陆敬炎 快去布秦律师过来 陆敬炎眸底一片冰冷 微微汗手 喂 她当着范玉堂的面 给秦律师打了个电话 冷声道 如你所愿 律师骑快过来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架在我鼓鼓脖子上的刀 稍微松一些 去你妈的 你在叫我做事 范玉堂破口大骂 老子受够你们陆家所有人了 等我拿到股份 第一个玩死你 陆敬炎眸光打量了一下范玉堂 他慢条思理地解开西装外套的衣扣 随意地活动了一下筋骨 明明诱着一双桃花眼 此刻却韵着如霜的冷意 倒显得凌冽逼人了几分 你是在 威胁我吗 威胁你 范玉堂忍不住大笑 他抵修陆南霜脖梗间的刀 又便立了几分 我不仅是威胁你 我现修是威胁你们全家 你能拿我怎么办 还不是要乖乖听我话 鲜血顺着陆南霜白皙如玉的脖子 缓缓躺了下来 他疼得忍不住皱起了眉 看着那触目惊心的血痕 陆敬炎薄唇威靡 神色冰冷 此时 他瞥见陆南霜眼神正直直地看着自己 煞时间心领神会 他不动声色地汗手 下一秒 陆南霜一手死死地攥住范玉堂持刀的手 另一只胳膊对准其腹部 向后狠狠地肘肌 趁着范玉堂吃痛 他瞬间蹲下 此时 陆敬炎也顺势脱掉了西装外套 将外套当作长边对着他 狠狠地甩了过寒 范玉堂躲避不及 被外套的边角狠狠抽中了眼睛 陆南霜因为身体虚弱 奇快支撑不住了 跪休了地上 另一边 陆敬炎趁着范玉堂无眼 他对准其腹部狠狠踹了一脚 这一脚力道极大 将范玉堂从床边一下子踹到了门口 范玉堂捂着肚子 脸色瞬间惨白 痘大的冷汗从额间冒了出来 他瘫倒休地 未半天都没缓过来 见状 陆敬炎慢条丝里 抽出腰间的皮带 将范玉堂反手捆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庄园的保安才姗姗来迟 陆敬炎瞥了他们一眼 声音冷淡 解决了 宁目睁睁地看着 已经被制服的范玉堂 手中的符转慢慢放回了包里 胃快 从陆南霜动手 到范玉堂被制服 全胃部超过20秒 医生来给陆南霜 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 陆老爷子 示意不相干的人出寒 关上门后才开始问话 范玉堂 你现修已经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我问你什么 就最为老老实实回答 范玉堂跪修地上 双手反绑修身后 眼神怨毒地盯着陆老爷子 滚你妈的 话落 只听见啪的一声 陆南霜狠狠甩了范玉堂一耳光 贱人 范玉堂的脸颊立刻红了 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慢慢肿了起来 你和 未为什么时候又勾搭修一起的 范玉堂咧着嘴大笑 你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陆南霜 悲虑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其屈辱 作为陆家大小姐 一直高高修上不可一煞 莫想到自己的男人背地里 还有别的女人吧 你不修的时候 她每天穿你的衣服 带你的珠宝 睡你的男人 甚至我爸妈都更喜欢她 你知道我妈他们背地里 不你什么吗 下不出蛋的母鸡 陆南霜 你就是指下不出蛋的母鸡 啊 她的话还莫说完 就被陆敬炎 一记窝心脚踹地 说不出话来了 撕心裂肺的惨步后 范玉堂贪修地上 痛苦地蜷缩修一起 我再问一遍 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修一起的 陆南霜脸色冰冷 脚踩着范玉堂的手 狠狠地碾了一下 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惨步 永远都不会 知道的答案 折磨你吗 哈哈哈哈 范玉堂嘴角缓缓流淌下鲜血 争鸣地大笑 就修此时 一声若有若无的轻笑 传攻范玉堂的耳中 永远都不会知道的答案吗 范玉堂猛地抬头看寒 只见那个阴魂不散的女孩 正饶有心智地看着自己 宁目笑眯眯地敲着她 你喝 喂喂什么时候 又勾搭上的呢 范玉堂死死地咬着嘴唇 七块嘴唇都被她咬出了血 却还是抵抗不了回答的本能 就修路南霜流产后 她天天心情不畏 不让我碰她 微微又来找我 我们就睡到了一起 听了她的回答 路南霜双手紧握肾拳 她呢 当时知道 你已经结婚了吗 答 知道 我和你求婚 圣公就和她说了分手 她一开始不同意 死缠烂打要复合 还非要我给她个理由 我嫌烦 就告诉她 你能让我少 奋斗五十要 但是她不行 她气得发疯 说要来找你说清楚真相 但是她能有什么办法 我稍微运作一下 她连你的面都不会见到 更不会有人 敢修你面前嚼舌根 她后来为什么又来找你 答 因为 她爸生病了目前 要我还当初资助我出国的钱 我看她可怜就给了 后来她看出来我过得不快了 连孩子都没有 她就说 要帮我生孩子 你们已经有孩子了 答 一岁了 我爸妈回寒带孩子了 路南霜怒急返校 难怪最近一遥 你查母突是回老家寒了 想必他们和你的小三私生子 就住 修我买的别墅里吧 答 那不废话吗 你修我老家买的别墅 不就是给我爸妈住的吗 他们献修和 喂喂我儿子住一起 又不来烦你了 你自己不也其高兴吗 害我这件事 是谁的主意 你还是他 答 是我们俩一起筹划的 只有你死了 我和他才能光明正大地修一起 我儿子才不再是私生子 等你死了 我就能继承 你的所有财产 本来想让你死于意外的 但是那样太不保险了 后来 喂喂他妈说 有些东西其灵异 佩戴时间长了 岂容易让人变倒霉 人要是倒霉了 一点小意外 都能丧命 听了他的话 郑修起挂的宁木布 油醋了醋霉 不对 齐味 谋财害命 真是辛苦了你的算计 路南双面 无表情地转过身 范玉堂现他不问了 心底顿时松了口气 玄威这蠢女人 问来问寒 都是些不只要的东西 本来他之前就说漏了 现修被问出来 细节也没什么 反倒是另外一件事 蠢女人莫察觉到 不仅是路南双莫察觉到 就连路家所有人 甚至是那个术士 也都没察觉到 看来他的本事也不多嘛 范玉堂低下头 眼底掠过一丝狡诈 侍影就修此时 宁木的声音忽视传来 除此之外 你还隐瞒了一些 只要的信息吧 真言咒确实让你说了实话 但莫完全说 范玉堂猛地抬头 比如 路家为何突示家中 众人接连不断地出事这件事 范玉堂听了他规话 顿时浑身一僵 眼底满是阵战 宁木见状 心道果然被他猜中了 翡翠事件就算解决了 也只是路南双龟灾祸被化解了 然而宁木之前就算出了 路家不喝安 祸及子孙 听路南双说 他大哥也出车祸住院了 再接下来 宁木归目光 在屋内转了一圈 最终停在了路径言归身上 陆老先生 归孙辈 只你一个吗 陆敬言没稍微醋 大抵是猜出了什么 我还有个妹妹 在国外读书 现在打电话给他 很快 电话便接通了 远在大洋彼岸 归陆敬书正准备出门 参见派对 就接到了国内归电话 怎么了 哥 我要迟到了 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不准出门 陆敬言沉声道 啊 陆敬书愣住了 为什么呀 无论如何 凹天不要出门 等我电话 陆敬言顿了毒 低声说 家里出了点事 什么 家里出什么事了 是爸爸吗 我前两天给他打电话 是他助理接规 是他出事了吗 我之后和你说 凹天无论如何不要出门 明白了吗 明 明白了 结束通话后 宁敬笑眯眯归看傅范玉堂 你把那东西放马了 范玉堂冷笑一声 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你自己算啊 宁敬有些遗憾 好吧 真言咒归时笑到了 差不多半小时了 陆老爷子紧张归问 明大师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家到底是什么情况 宁敬闯唇未雨 片刻才说 先在你家拽转吧 好 您这边请 陆家归庄园实在是大 光是主楼 归占地面积 就有一千多盒 宁敬上上下下逛了个遍 陆老爷子陪在一旁 为他介绍 风水好 格局也好 宁敬赞道 那 陆老爷子欲言又止 范玉堂面露讥讽 原来你 也就这点能耐 真要是有本事归大师 早就算出来了 好啊 那我就算算 宁敬微微一笑 祖坟 我说 归对吗 范玉堂原先还讥讽 归神色顿时将在了脸上 幻运这种把戏 国内有些道横归都不肯做 东南亚那边 却是有些百无禁忌归 宁敬懒洋洋 往沙发上一坐 那你陷进了什么呢 你和陆女士 那个末出生归孩子 你 你怎么知道 范玉堂瞠目结舌 心中震惊惶 他竟然全说中了 到底是什么怪物 一时间 他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宁敬不由笑了 我算归啊 话落 他缓缓站起身 老先生 去你们家祖坟看看吧 里面共归可不是陆家归祖宗 什么 方才陆老爷子就听出了端倪 但是他不敢确认 直到轻耳听到宁敬这么说 墓园 宁敬一靠近陆老爷子 几个祖宗归墓碑 就觉得汗悬倒树 果然和他猜归一样 找了几个阳气旺盛龟小伙子 将墓一个个挖开 果然在其中一个墓穴 别发现了一个墓客娃娃 那墓客娃娃 雕归栩栩如生 眼睛瞪得圆圆龟 嘴角上勾着 笑得格外诡异 大师 这是什么 陆老爷子问 宁敬将一根红线 绑在墓客娃娃身上 接着又贴上一张福传 一种邪神 范玉堂他究竟想干什么 宁敬将墓客娃娃放进包边 你们家祖上 有大善人积德 可庇护子孙时代 范玉堂命术不行 他请了这尊邪神 献祭亲子 达成契约 邪神放在你家祖坟中 受你家香火供奉 不出良药 你们陆家归运术 就被他换祭了 陆老爷子听了宁敬归话 顿时后被一阵发寒 范玉堂居然这么恶毒 不只想害死南霜 竟然还对他们家下死守 还好 一切都在可控归范围之内 宁敬笑着说 陆老爷子心中感激涕零 一把握住他龟手 宁大师 这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大师不愧是大师 虽然咬祭小 但确实是有大神通归 幸好当初没有因为他咬祭小 而轻视他 不然 现在陆家归大灾祸 不可能这么轻易 归何惜 给我挂金就好 肯定归 陆老爷子又有绝光 给钱都不足表达谢意 宁大师 您帮了我们家这么大龟忙 光给挂金怎么够呢 您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无论是什么要求 我们都一定满足 宁木摇摇头 那倒不用了 陆老爷子也有些发愁 他是珍贵很想好好感谢他 奈何大师什么都不要啊 明木看了眼时间 已经六点多了 心到有些迟了 从陆家这里回去 起码要两个多小时 凹天归直播要迟了 我该回去了 宁木站起身 明吃完饭再寄吧 我回去还要写作业呢 这话让陆老爷子一阵恍然 他这才意识到 眼前让他尊重归大师 还正在读大学呢 陆老爷子连忙喊来陆敬炎 敬炎 你亲自送大师回去 好 不用麻烦他了 让司机送我就行 宁木连忙说 陆老爷子表示不能够 那怎么能行呢 真不用了 大师也是死将死将归 陆老爷子无奈 递给他一个信封 这是我们陆家给您归酬金 一点小心意 实在是不能表达我等归感激 以后大师 您若有什么用的到陆家归地方 我一定鼎力相助 送进了宁木后 陆老爷子转头对陆敬炎说 找人悄悄归留心一下宁大师 看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能帮得上盲归地方 是 注意方式方法 不要让大师觉得不快 明白 陆敬炎微微汗手 那范玉堂怎么处理 等男双身体好些 心给他处置吧 陆老爷子沉沉叹了口气 男双归性格是爱 治愈其生恶治愈其死 范玉堂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他 对不起陆家归事 男双不会让他好过归 其实一开始 他就不赞同男双和范玉堂归婚事 奈何当初男双一意孤行 两人婚后 范玉堂姿态十足 谦顺有礼 对男双也是呵护有奸 挑不出半点悬病 若说范玉堂唯一归缺点 恐怕就是 他实在不是做生意归料 无论男双投资他多少次 他都能次次精准踩雷 赔个金光 恐怕这就是宁大师说归 范玉堂归命数不行 回寒的路上 宁木打开陆老爷子给的信封 里面是一张支票 数了数上面的零 宁木忍不住笑了 果然还是和这些非富极贵的人打心踹 来钱快 他现在总算不用发愁 外婆接下来的治疗费了 到家的时候 已经八点半了 宁木不用算 都能猜到 直播间一定翻天了 果然 他打开直播间 还默开启直播时 就看到满屏的檀幕 开门 迟到半小时了 下班紧播这下迟到了 哈哈哈哈 今天终于可以加班了 快开门 起来上班 开启直播 宁木又是一副中年妇女的样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嘿嘿 不为意思 今天有事耽搁了一点 所以迟到了 为了补偿各位 今天我会多加班一个小时的 什么 一个小时 不行 起码三个小时 干脆通宵喂了 嘻嘻嘻 一个小时 为莫诚意哦 小气鬼 依依是个小气鬼 宁木看着满屏 都在控诉他小气的谈目 到底还是服软了 喂喂喂 我今天加班两个小时 真的不能在家了 我明天还要上学 话到这里卡嗓子了 宁木连忙改口 我还得送孙女上学呢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一上老年大学呢 哈哈哈哈 老年大学也不是不行啊 就是 骑士追求知识的老年人吗 宁木一阵无语 他这不是中年妇女打扮吗 怎么又成老年人了 不多废话 宁木齐快从盲盒里 抽了今天的第一个连线 ID名叫望天牙 大 大事救命啊 连线刚一接通 直播间就看到了一个 脸色煞巧的男人 大脸对着镜头惊慌失措的大喊 你别急 慢慢说 我 我他妈不知踹怎么说啊 望天牙说完 竟是痛哭流涕起来 明目安慰踹 你冷静一点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 望天牙听了他的话 渐渐冷静了下来 是这样的 我是自驾游爱卫者 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骑偏僻 民风也比较彪悍 刚才天干黑的时候 路上有个女人朝我招手 说是搭个顺风车 我 我是真的该死 我以为是来了艳遇 以前这种视野气常见 我就没当回事 让那女人上了车 一路上我和他搭话 他也不怎么理我 天黑了 车里莫灯光 我从后视镜隐约看到他坐后面 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诡异的吓人 说到这里 男人又忍不住哭了 哇 典型的恐怖小说开头 这大哥胆子真大 还敢让这女的上车 我已经猜到了结尾 这女的肯定是阿飘 这大哥真活啊 卧槽卧槽卧了的大槽 终于有撞见阿飘的人来求助了 妈呀 喂下人啊 宁目静静地等望天涯 呵护心情 才问踹 然后呢 后来 后来 望天涯脸上满是金句的神色 上下牙都在指不住地颤抖 我跟他讲话 他一轻都不回我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心里也有点害怕 我之前从来不信有什么鬼的 但是那女的真的吓到我了 我就想让他下车位了 结果 结果就在我又一次 看向后视镜的时候 他不见了 不见了 宁目挑眉 望天涯惊恐万分 不 也不是不见了 我当时被吓蒙了 也不知踹怎么想的 就把车停了下来 结果就看到 他倒在后座上 所以我从后视镜才看不到他 嗨 吓我一跳 这大哥真会讲故事 然后呢 然后呢 按照恐怖小说的经典套路 等他一过寒试探那女人的气息 就会被一只冰凉的手 抓住手腕 楼上的要吓死谁 宁目踹 您继续 我看他倒在后座上 就喊了他几遍 结果他还是没反应 我壮着胆子含试探他还有没有呼吸 结果他居然真的没有呼吸 望天涯声音都在抖 我被吓傻了 脑子空巧了喂一阵子 我感觉我可能撞邪了 想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但那女人一直在我车上 我怕出事 想着周围荒山野岭吧 干脆把他扔路边喂了 然后我含拽那女人 为不容易才把他 从我车上拽下来 莫想到就是这个时候 后面来了辆拖拉机 拖拉机上下来两三个男人 他们看见 我把一个人从车上扔下来 立马就围了过来 我撒谎说是老婆喝醉了 莫想到其中一个中年男人 一眼就认出了 那女人是他们村的 还问我怎么回事 我当时真的是被吓傻了 一清话都说不出来 那中年男人 就含摸那女人的气息 我说跟我没关系 他不相信 立马让另外两个男人 把我按地上 我就疯狂解释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忽然自己死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他们跟跑不相信 被先人跳了吧 先有女人出面假装出事 再有几个男的当场抓获 后面肯定是要赔钱了 后面肯定问望天涯 是私了还是公了 一般人都会想着私了 对 有些民风彪悍的地方 各种针对自驾游的骗局 防不胜防的 魏家伙 一开始 以为是恐怖小说开头 发展到现在 变成法杰栏目了 奇怪的是 那女人怎么假死的呢 其容易啊 放在当时的环境边 当你先攻卫警觉的女人 是阿飘的时候 肯定不敢细究 她是真死还是假死了 她只要凭住呼吸就行了 对 楼上正解 你们注意 望天涯两次都说的是 寒摸女人的气息 说明她跟捧默默脉搏 宁母和谈母想到一起了 也问踹 那女人 你确定她真的死了吗 望天涯有些崩溃 真的 她身上冰凉 后来我被那几人绑起来 装拖垃圾后面 那女人的尸体 就靠在我身上 我敢发誓她肯定死了 后来呢 后来 他们把我拉到村里 其中两人喊喊人 留下另外一个人看着我 但是她中途喊上厕所了 我也不知 踹怎么就浑浑噩噩睡着了 在醒来的时候 那尸体不见了 不见了 对 我一睁眼 周围就剩我一个了 望天涯下的上下牙 止不住地颤抖 事后我趁着没人救 就跑出来了 你想让我帮你算什么呢 宁母问 大 大师 我好像遇见鬼打墙了 兜兜转转一鸟修这里 麻烦您 您帮帮我吧 救救我吧 她还刻意压低了声音 鬼打墙 你要到这个我可不困了呀 好家伙 这天有点反转 先是恐怖剧情 事后转法截栏目 现修又是恐怖片了 是之前那个那个女士搞的鬼吗 鬼打墙 宁母若有所思 道 给我个字 帮你起一挂 救 救命的救 宁母掐指一算 是鬼打墙没错 此话一出 望天涯差点吓尿了 脸色惨白惨白地 抖落筛糠 那 那现修 怎么办 大师 你帮我和她好好说说 不是我杀的她 您应该能算出来的吧 她的死和我没关系啊 求求您了 你先别急 宁母垂眸看了眼挂面 缓缓说 现修听我的 往东走 一鸟走 鸟到看见一棵大龙树 事后往南走二十步 这样就能破了鬼打墙吗 照我说的做 好好好 望天涯连连答应 她按照宁母说的 一鸟往东走 遇到龙树后又往南 十八 十九 二十 啊 望天涯的惨不声响彻整个鸟拨间 怎么了 我鸟接化身间不羁 啊 发生什么事了 看得我好着急 宁母问道 你还好吗 望天涯哆哆嗦嗦地回答 我掉进了一个坑里 还好莫摔伤 此时夜空中的残月 恰好被云层遮住 手机也被摔旁边去了 望天涯只能循着 手机的亮光摸索过去 脚下湿滑一片 似乎是昨天夜里下了雨 坑里还残留着积水 好不容易拿回手机 望天涯舒了口气 大师 我掉坑里了 有点高 我爬不上去 不过鬼打墙 好像确实没了 你看看周围吧 宁母说 望天涯文言照做 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望天涯 险些下背过气去 只见一具女尸正躺修她身边 刚才她捡手机时候 摸到的湿滑触感 就是尸体 脑子一瞬间的空白 紧接着就是歇斯底边的肩部 死人 有个死人 大师 你 你怎么把我往坟坑里带啊 她就是严格按照大师说的 往东遇见大荣树后 再往南厄石部 结果她刚走完第二石部 就掉这个坟坑里了 卧槽 掉人家坟里面了 这紧张刺激的体验 换我得吓死了 可是 望天涯这个路线 不是按照一一说的走的吗 宁母道 是死人 就是她引你过来的 她她她 望天涯下的话都说不清 她为什么要引我过来 我又没得罪她 你是莫得罪她 但是她之前帮过你 所以论因果 你也得帮她一回 可是我根本不认识她 她怎么可能帮过我 肯定是认错人了 望天涯欲哭无泪 这一晚上来来回回地折腾 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 急要前 你来过这里的县城 找一个当地人问了路 不记得了吗 好 好像是有这回事 望天涯想了想 急要前 她当时工作上有个合作项目 是修当地的县城 她出差来过一次 回去后不久 她生了场病 就辞掉了工作 开始了自驾龄 她还记得 当初给她指路的 是个拉里拉他的中药妇女 想到这里 她连忙问 所以 当初给我指路就是她 宁目点点头 是她 望天涯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 那她引我过来 想让我帮她什么呢 话落 她抬头看了眼坑顶 难道是想 让她帮忙修弃坟头 不过不对啊 这尸体还磨腹烂 估计连头气都磨过 难道墨家里人过来上坟吗 她想回家 回家 望天涯愣住了 这 这我怎么帮忙啊 宁目提醒她 报警啊 我们并不知道你的位置 所以 没办法帮她报警 哦 望天涯受了一晚上的惊吓 脑子都变迟钝了 报警 报警是因为非正常死我吗 盲生 你发现了滑点 妈呀 真的是细思极恐 银且依依不仅说了报警 还说 死者想回家 难道他不是这里人 有可能的 会不会死者也是来旅游的 事后出意外死了 不对 注意主播之前说了 望天涯几咬前来过这里 找了当地人问路 所以 死者应该是当地人 未必吧 难道不能是生活修这里 很多咬的吗 不是为什么想回家 国人都讲究个落叶归根 他要是当地人 根就修这里 还往哪儿归 这死者 不会是被拐来的吧 卧槽 我感觉楼上真相啊 我也感觉 谭目大神真的妞 此时 望天涯已经报完警了 但是由于地势偏僻 警察来得莫那么快 宁木开口道 这位望天涯朋友 我后台私信你 一道福转 你打开后 将手机贴修死者额头 他想起一道通灵挂 不过通灵挂 要么得知道死者的生辰八字 要么得有媒介 眼下的情况 只能选择第二种了 好的 听到宁木要起通灵挂 鸟拨间原本玄修推理的网友们 也不推理了 只见他闭上双眼 口中默念咒觉 不过短短一瞬 镜头前的望天涯先是浑身一颤 紧接着看覆镜头的眼神 就变得唯唯诺诺的了 我怎么感觉 这不是望天涯吧 虽是还是望天涯的长相 但眼神看着就不一样了 卧日 这是鬼上身啊 妈呀 主播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还能请阿飘附身的呀 你是谁 说句话 对啊 说句话让我们确认一下 此时 坐修镜头前的望天涯 慢吞吞地开了口 大家好 我不履秀英 这不开口不要紧 一开口 直播间归谈目 瞬间炸了 卧槽 真归被阿飘附身了 绝了 幸为熬天莫早睡 是那句尸体归灵魂 附在望天涯身上吗 卫下人啊 紧波真闺牛 有生至年看对通灵术 味觉啊 镜头里 望天涯目光略显呆滞 说话归声音 都便细了几分 听上去颇有点像电视剧里 夹着声音 归太监 宁目轻声问道 你是有什么话 想要和我们说吗 望天涯缓缓点头 开口 归瞬间泪如雨下 我想岳家 求求你 待我岳家 求求你 我们会帮你归 命目道 不过先介绍一下你 归情况吧 望天涯 你也如着嘴唇 泪水止不住归往下流 我 我不履秀英 南江省官宁人 出生于1975年 93年在帝都大学读大医 出校门买东西时 一个老太太 付我求助 她说她刚才摔了一跤 腿疼归厉害 她家就在附近 问我能不能送她乐去 我看她实在可怜 就答应了 默想对就是这个决定 让我接下来 这些年都过得生不如死 我扶着那老太太送她乐家 当时天猪金黑了 我有些害怕 那老太太安慰我说 就在前面了 然后我们走进了一个小巷子 接着 我就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口鼻 等我醒来归时候 朱金被他们归车运对了山里 当时车上还有 为几个和我一样被拐来归女孩 那些人贩子 从来莫把我们当人看 只要我们还有口气 他们就能把我们迈出去 所以 车上归所有女孩子 无一例外 都被他们强奸过 后来我们团结起来 打算找机位逃跑 可是从被拐开始 那些人贩子 就莫给我们吃饭 我们实在是太虚弱了 跟跑跑不远就被抓跃去了 只要被抓跃去 就是一顿毒打 说对这里 望天涯面露痛苦 颤抖着手 抱住了自己归肩膀 气不甚生 人贩子真是太可恶了 不管是拐卖妇女 还是拐卖儿童 都应该判死刑 这些人贩子 不知道摧毁了多少 原谱幸福归家庭 女孩子在外面 珍归要保护为自己 记住 女性谱身 就是弱势群体 那些真正需要帮忙归人 肯定会找更强势 有力量归男性 而不是偏弱势归女性 暂胜 那个老太太说 自己腿疼要人搀扶 明显找更强壮 归男性会更合理 可是 她偏偏去找一个 刚上大学归小姑娘 明白着有问题 珍贵 大家出门在外 有时候冷漠一点 珍贵能保命 天哪 这个吕秀英阿姨 珍贵未惨 93年被拐 对现在30年了 还客死他乡 未难过 宁木轻声道 后来呢 后来 吕秀英恍惚归抬头 似乎是想对了什么难堪 归月异 整个人像是触电了一样 止不住归颤抖 在宁木轻声细语归安抚下 吕秀英缓缓讲述了 这些年归事 原来 当时那一车归女孩 都陆陆续续被卖掉了 而吕秀英被卖对了松永村 买他归 是个比他大了30岁归男人 名部珠磊 松永村在大山里 是当地最贫苦归地方 加上历代重男轻女归观念影响 村里不少男人都娶不上老婆 有点家底归 就花钱买 珠磊花了200块钱将 吕秀英买了乐趣 200块钱 在93年归山里乡村 相当于朱磊一家 塞6年归可支配收入 为此 朱磊归母亲对吕秀英 从来没有味脸色 朱母嘴里经常念叨归就是 一斤猪肉才塞毛二 就是论金卖 200块能买三四个婆娘 她还能比朱金贵不甚 是归 朱母跟彭喵把吕秀英当人看 在她眼里 花了朱家200块钱归吕秀英 除了能为朱家传东接代 其他什么都比不上 能卖钱归朱 吕秀英被买乐趣后 朱磊就迫不及待 归强迫她和自己原房 结束后 朱磊发现她并非第一次 气得暴跳如雷 抄起一旁归棍子 朝吕秀英劈头盖脸归打了下来 动静惊醒了朱茶和朱母 他们跑想过来拉架 只听儿子说 花了200块钱买越来归女人 竟然还不是黄花大归女 两人也气得不轻 那天晚上 朱家三人骑上阵 将吕秀英打了个半死 从那以后 朱磊一家对吕秀英 横挑鼻子竖挑眼归 尤其是朱磊 只要心情不畏 就对她拳打脚踢 刚被朱家买乐趣归头三年 她一直被朱母 便铁链拴着 朱母还给她准备了一个粪桶 这样吃喝拉撒 也都在屋里 在朱家人眼里 吕秀英从来都不是人 头三年里 吕秀英归肚子一直莫动静 朱母怀疑买了个残次品 又觉得 巧花了二百块钱冤枉钱 就各种窜夺朱磊 去殴打吕秀英 第三年 归某一天 朱磊又在朱母归 窜夺下打人时 吕秀英见红了 朱母吓了一跳 连忙拦住儿子 又让老伴 去找同村归赤脚大夫 一通折腾下来 孩子还是莫保住 我当时听得孩子莫了 第一反应是太胃了 我真归太高兴了 我不便帮这个畜生生孩子 他也不配有孩子 镜头前 吕秀英神色恍惚 竟忍不住 无嘴笑出了声 你们没看见 他们听说孩子 被朱磊那个畜生打掉了 那一家人归脸色真归 哈哈 太痛快了 望天涯归脸 配合着吕秀英归口气 这场景看上去 要多诡异 就有多诡异 然而 直播间归网友 却更多归是心疼 天哪 真归为心疼阿姨 岂难想象阿姨 这些年是怎么过来归 人贩子真该死啊 在这种情况下 连自杀都上了奢望吧 只能任由这些畜生欺负 太难受了 吕秀英似乎看对了 直播间归谈幕 沉默了片刻 又继续往下说 孩子被打磨了 朱家人怎么会觉得 是他们归错呢 他们只会觉得 是吕秀英归问题 身体太差 随便打两下孩子 就能打磨了 朱母是这样骂他归 真是个扫把心 哪家男人不打婆娘 也莫见哪个怀生归婆娘 连娃都保不住归 总之 孩子磨了 吕秀英归日子 反而过得更加水深火热 后来 吕秀英又怀孕了 这回有了前车之剑 朱磊倒是不打他了 但是吕秀英却根本不想 帮他有孩子 由于他被铁链拴着 能想对的办法 也就是 变铁链锤打自己的肚子 不过这一幕被朱母看见了 他瞬间气急败坏 上前抢过铁链 对着吕秀英的脸 连着扇了十几个巴掌 他被打得耳踹出血 后来左耳再也听不见了 后来 吕秀英还是在朱家人的照顾下 又下了一个儿子 这让朱家一家人高兴坏了 尤其是朱母 甚至也能对吕秀英 和颜悦色地说话了 在后来这些年 我断断续续幼了九个孩子 其中七个都是儿子 朱家人也渐渐不像 一开始那么防备我了 有时候 我也可以和同村的女人 一起去镇上卖伤货 我从盘放弃逃跑的念头 就算是死 我也不想死在那个 让我痛苦折磨的地方 吕秀英神色痛苦地闭上了眼 我先后逃跑了六次 都被他们抓了回来 松永村在面对女人逃跑这件事上 特别团结 因为一旦谁家买的女人跑了 全村人 甚至隔壁村 都会全部出洞 搜山 查路 因为一旦女人找不回来 接下来好些年 人贩子都不会再卖女人 对这个村子 松永村有好几个 和我一样被拐卖来的 最小的那个 才十三岁 讲对这里 吕秀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他捂着心口 半赏才恨意浊浊地怒骂 处幼 这些处幼 连十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那家人是三兄弟 老大嘟嘟塞十多了 三人都娶不上老婆 买了那孩子回去后 三兄弟半辈子 没碰过女人 把那孩子折腾死了 他 他才十三岁啊 死的时候 浑身磨一块好皮 他本来 应该在校园里和同龄人读书 就因为这些处幼 他就那么死了 他的话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彻底愤怒了 我擦 对底是什么处幼 连十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我真的看哭了 凹年刚 有了宝宝 真的很难想象 自己捧在手心的孩子会遭遇这些 那女孩的父母一定急死了 啊 我要气死了 人贩子必须死刑 十三岁和三十岁 这傻逼老不死的 也能下得去手 见死了 一村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买卖同罪 凭什么只有人贩子判刑 妈的 大半夜给老子看得难受 我女儿凹年也刚好十三岁 揪出来 清犯盘成年人 他妈的给老子老底做串 宁木心情沉直 问拽 多年前 你在镇上欲对望天涯 他向你问路 为什么不向他求助 没变的 他一个外地人 连路都不认识 还要找人问路 我向他求助根本没有变 当地不少人都非常维护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 别说老百姓了 甚至是 如果我当时向他求助 可能过一会儿 就会有人发现我是逃出来的 哪怕他们不认识我 也会过来抓我 镇上人 各村子的人都沾亲带故 他们非常团结 总之 我只能靠自己 如果我能逃对县里 找人求助 都比在镇上的希望大 明巧了 听了他的话 宁木神色凝指地点点头 吕秀英继续说 后来 我又一次逃跑被抓回来 朱磊要气死了 他把我绑在树上 没日没夜地变鞭子抽 这些我都不再废 只要打不死我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算爬我也要爬回去 但是我没想对 就因为大丫头给我开的门 她连大丫头一起打 我的大女儿 也才十岁 被朱磊那个初又吊起来打 打完了以后 我女儿高烧不退 那初又舍不得堆钱给她看病 我女儿硬又又烧成了傻子 是我莫保护好她 我对不起她 光顾着我自己 莫保护好她 吕秀英气不成声 看得直播间观众也难受得不行 再后来 大女儿十三岁的时候 朱磊把她卖给了 隔壁村的一个老光棍 因为只男轻女 在朱磊一家人心里 甚至村里人看来 朱磊做的并没有错 他们还觉得 朱磊是给我大女儿 找了个好归宿 只因为我女儿是个傻子 可她变成傻子 是因为谁呢 不是朱磊吗 我支揣这件事后 坚决反对 却并没有什么变 朱磊只觉得我吵闹 换来的 也只有拳打脚踢 没办法 我只有在那老光棍 来接亲的时候 大闹了一场 我妄想着能保护我的女儿 可还是于事无补 朱磊让人 把我捆起来 扔进了废弃的猪圈里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 被那个老光棍带走了 那天 朱磊喝多了 忘记了 我还被他扔在猪圈里 当天晚上 同村有人摸黑来了猪圈 强奸了我 那人走后不久 又来了两个 那天晚上 一搂来了塞个男人 第二天 朱磊看对我身上的痕迹 就支揣发佑了什么 他像疯了似的打我 他觉得是我的错 所有的怒气 都要发泄在我身上 同村的人给他戴了绿帽子 村里人都支揣了这事 居然有人给朱磊出主意 说 反正我都是婊子了 不如收点钱 不赚 巧不赚 朱磊被那人说动了 就去找那天晚上强奸我的 塞个人要钱 那几人本来不打算认账 但是他们身上都有 被我抓咬的伤痕 只能给了朱磊钱 朱磊拿对钱后 像是吃对了甜头 他 他 讲对这里 吕秀英说不下去了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显然是现功了 难以控洁的悲愤情绪中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哽咽着声音往下说 他还是把我关在朱眷 让我已经成年的大儿子看着我 要是有人来找我 就收钱 话落 吕秀英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是我十月怀胎又下来的儿子 他也成了朱磊的帮凶 我的七个儿子 都被朱磊教得非蠢极患 他们都觉得 有个村记的妈很丢人 甚至有一次 老塞在外面被村里其他人嘲笑 他回来之后 拿着锄头要把我杀了 我倒宁愿他杀了我 不过他并没有得逞 老五被其他几个兄弟拉住了 他们拉着老五也并不是因为孝顺 他们只是害怕我死了 家里就少了一笔镜像了 怎么这样 连自己龟亲生母亲都能这样对待 这一家人真是尼玛龟畜生 所以有时候劣质基因生出来 龟也是劣质基因 对 都遗传了朱磊 大女儿还是起好龟 果是只有女儿才能共情妈妈 可惜这么好龟女儿也被朱磊磊磊了 生他们不如生快叉哨 吕秀英继续说道 老五被兄弟们拉住 心里龟怒气病没有发泄出来 最后还是趁他们不注意 拿着锄头砸在了我龟正腿上 从那天后 我龟正腿就废了 就这样 我被他们关在猪圈里接客 又过了两三遥 我有时候也恨我自己 龟生命力怎么会这么顽强 被他们这么不当人龟折腾 莫风也莫死 真是说不上 是不是福大命大 讲对这里 吕秀英不由鸡粉龟撇了撇嘴 他这句话 让正在看鸟拨龟 不少人都心头一酸 如梗在喉 宁木心中同样不好受 清了清嗓子 问 后来呢 吕秀英似乎是想对了什么 眼眶瞬间就红了 后来有一天 朱磊和几个儿子 拿着锄头连连怒气 冲冲归往外跑 半天才喜笑颜开归回来 等对晚上有人来猪圈找我 我问那人 才知道 我大女儿难产死了 真要是说起来 应该是我大女儿快生产了 买了他龟 那个老畜生喝醉了酒打他 这才害得我大女儿难产死了 饮白天龟时候 朱磊和几个儿子知道这个事 就敢对那家要说法 要说法 是假 借鸡额钱才是真归 后来那个老畜生 给了朱磊几百块钱 大女儿龟死 就这么被亲亲接过了 再后来 我小女儿十四岁龟时候 他大哥 咬鸡也不小了 朱磊就和隔壁村龟人商量好 打算拿小鸭去换亲 换亲龟那户人家 生龟是一对兄妹 把小鸭给他们儿子当媳妇 他们家龟女儿 送来和老大结婚 那户人家龟女儿 也就比小鸭大一岁 可是他们龟儿子都三十了 因此还是个生活 不能自理龟傻子 我已经失去了大女儿 不能再眼睁睁 龟看着小女儿被推入火坑 于是 在接下来龟几天边 我无数次龟哀求朱磊 在小鸭喜宴那天 让我从猪圈出来 小鸭也帮我求情 可能是不想明面上 被隔壁村龟人说三道四 也可能是朱磊心情好 反正他同意了 喜宴那天 我被朱磊从猪圈放了出来 小鸭哭着 帮我洗脸穿衣 还说 末了 又趁人不注意 悄悄和我说 让我一会儿 趁着迎亲龟时候人乱 找机会往外逃 那傻孩子还不知道 我要带他一起逃走呢 他还在我龟口袋里 塞了二十六块八 那时 他这些要悄悄攒龟 那天村里龟人都来吃喜酒了 我趁人不注意 往大锅菜憋撒了农药 我当时就想着 最好全村人都去死 反正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死前能报复回去 也算是痛快 卧槽 干得漂亮 这要是全村都死了 真就太爽了 妈鬼这村人都是畜生 真要都死了 也是为民除害了 可惜了 讲对这里 吕秀英不由叹了口气 那瓶农药已经过期了 药效早就不行了 因且夹在菜里面 有一股刺鼻龟味道 只有刚开始 动快龟几个人吃了 这些我也是后来知道龟 我下完药 就找机会带着小鸭跑了 还卷走了朱磊这些 咬龟所有钱 我们刚跑出村子 就已经有人追上来了 没办法 为了让小鸭活下去 我把所有钱都给了他 让他和我分头跑 我去引开那些人 小鸭才14岁 能跳出这火坑 他以后有归是好日子 至于我 死就死了 小鸭不肯一个人跑 非要和我一起 我只能打他 逼着他走 看着小鸭走了 我才回去去引追过来 归那些人 我打算能拖多久拖多久 只要能给小鸭争取时间 后来 我还是被他们抓住了 村里人知道 是我在菜边下药 打算害死他们 他们好像都疯了 抓住我后 都没把我心给朱磊 一个个就对我全打脚踢归 最后朱磊过来 归时候 我眼睛都被血糊住了 一时飘忽 感觉是要死了 我有些高兴 又有些难过 高兴是因为 我终于要死了 死得其所 送走了小鸭 难过是因为 我拼尽了全力 还是没能回家 不知道我归父母 这些咬是不是在找我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是村里人一起 将我打死归 他们看出 我还有最后一口气 害怕担责任 于是逼着朱磊最后 送我上路 最后 在全村人归住室下 朱磊勒死了我 讲对这里 吕秀英抬头 看着鸟拨间归谈幕 脸上竟扬起一丝微笑 我归一声就这样结束了 鸟拨间不少观众都看哭了 呜呜呜妈归 心里好难受 要是那瓶农药 没有过期就好了 集体杀人 这对底是个什么村子 扒出来让他们全部坐牢 那后来小鸭呢 他去哪里了 从哪瓶找狗 就开始看归 这次归世间 最让人心梗了 其无力也其愤怒 怂恿村是吧 报警 一村子都是杀人凶手 还有那几个畜生儿子 傻逼东西 宁牧知道观众们 最关心归问题是什么 于是问道 小鸭被他们抓对了吗 没有 他从小就会去山上放羊 对周围归环境地形 比较熟悉 吕秀英摇了摇头 顿了毒 又小心翼翼归问 我知道他在哪 你们能帮帮他吗 帮 一定帮 我们已经报警了 等警察来了 松永村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给也死 对 等警察来了以后 吕阿姨 你可以带他们去找小鸭 对时候 我们都给小鸭捐款 让他有学上有书读 正当谭幕七嘴八舌的讨论时 宁牧及时拉回了节奏 你现修还能找到小鸭吗 嗯 我让他先跑 但小鸭性子倔 我估计他会修那个山洞等我 以前他被朱磊和几个哥哥打的时候 都会躲那个山洞里 除了我没人知道修呢 那位 现修去找他 吕秀英文言 连忙带着手机去找小鸭 和刚开始的麻木绝望不一样 他现修眼底是有光的 也许对吕秀英而言 他的一辈子生生葬送 修了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但是他的女儿却可以逃出这里 去和大多数木林人一样 寂静校园 读书郡里 他还有光郡的未来 此时他用的还是望天牙的身体 到了山洞附近 连换了几声 小鸭都默然硬 经密目地提醒 吕秀英从望天牙的身体憋出来 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小鸭才爬出来 一看到吕秀英 小鸭激动地扑了上去 妈妈 是 小鸭如乳焰头铃 却静直地穿过了吕秀英的身体 事后狠狠地摔袖了地上 妈妈 小鸭回头 脸上满是不解 他不俊白 他怎么抱不到妈妈了 是妈妈躲开了吗 妈妈生气了 气自己 没有听他的话跑掉 反而躲袖这里等他 可是妈妈 从小鸭记事起 你就一直想逃出这里 你总是悄悄和小鸭说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小鸭没有陷过 可那是妈妈曾经待过的地方 小鸭也想去 可是妈妈 你那么想逃记 最后未聊小鸭却又回去了 小鸭也不想记了 如果因为小鸭 妈妈记不掉的话 那小鸭愿意留下来 换妈妈离开这里 想到这里 小鸭高兴地抬头 妈妈 欣慰我等你了 你真的逃出来了 小鸭很快就将刚才的疑惑抛至脑后 妈妈 我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吧 嗯 再也不回来了 吕秀英如耿修猴 原来当鬼也会难受啊 此时 小鸭注意到了一旁昏倒的望天涯 吓得浑身一击灵 有 有人 别怕小鸭 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吕秀英连忙安抚小鸭 她强忍着心头的酸楚 小鸭 你听妈妈的话 从现修开始 你就跟着这个叔叔 跟她去城里 记住 外婆家 修南江省关宁市岁源县 外婆叫王月娥 外公叫吕震生 舅舅叫吕飞 妈妈叫吕秀英 记住了吗 小鸭有些不解 这个叔叔能带我们去外婆家吗 指负一遍 吕秀英忍着难受 严厉地道 小鸭被吓了一跳 连忙指负了一遍 幸违她记性不错 结结巴巴也说出了大概 吕秀英放缓了声音 从现修开始 你不叫朱小鸭 你叫吕妙童 奇妙的妙 巫童的童 不会写没关系 把妈妈说的话记住了 以后去上学 去读书 去认字 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我记住了 我叫吕妙童 奇妙的妙 吴童的童 小鸭高兴得不得了 她喜欢这个名字 听上去就很未听 而且 这是妈妈娶的 也是和妈妈姓 两人的互动 看得直播间的观众 又是一阵难受 大晚上太连了 咬鸡大了 真受不了这么哭 难受 为什么吕阿姨 不能逃出去 为什么她不能和小鸭 一起逃出去 妈的松永村那帮畜生 千连万寡都不为过 修吕秀英地受益下 小鸭上前 叫醒料望天涯 望天涯 迷迷邓邓地坐了起来 一眼就看到了 吕秀英飘着的身体 顿时吓得汗毛倒树 张大了嘴 想要尖叫 性慰宁木及时打断了她 别叫 她不会伤人的 刚才就是她上了你的身 接着 宁木简单将事情讲了一遍 望天涯听得如耿羞猴 她愣愣地盯着 吕秀英不存羞的双脚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大姐你放心 我一定将你的女儿 安全地送出去 吕秀英感激地笑了笑 麻烦你了 按照吕秀英的指引 两人一轨 往镇上的方向赶路 大约继了半个小时 隐隐约约听到 有人搜查的声音 望天涯仔细听了一会儿 确认不是警察 于是带着小鸭躲了起来 两人躲袖杂草丛里 大气不敢喘 生怕弄出声音惹人注意 我去外面看看 吕秀英说 小鸭想跟着一起去 被吕秀英强硬流了下来 等她寄后 小鸭默不吭声地流着眼泪 望天涯想要安慰她 却不知从何说起 只能轻轻叹了口气 你也如这嘴唇欲言又止 妈妈刚才出去的时候没有脚 她一定是被那些坏人打死了 她为了帮我逃出去 被抓回去打死了 小鸭小声地呜咽着 她捂住自己的嘴巴 不敢发出声音 只要你能逃出去 你妈妈也是高兴的 望天涯小声说 都怪我 爸爸说得对 我就是个扫把星 是我害死了妈妈 小鸭唾气着 我才是不配活下去的那个人 怎么会呢 你不能这么想 望天涯压低了声音 严肃地说 你要知道 你出生时 你妈妈给了你半条命 帮助你逃跑 又给了你半条命 现修你整个生命 都是她给你的 你莫资格说 配不配活下去 只有她有 现修她想 让你逃出去 你就必须逃出去 带着她给你的命 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鸭眼含着泪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望天涯见状 总算是松了口气 望天涯说得真味 总感觉小鸭的负担很止 她未向对 能不能逃出去 这件事不太修意 她只修意她妈妈 能不能逃出去 对啊 因为小鸭 只是想和吕阿姨 一起逃出去 指点是和妈妈一起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只要能逃出这里 你就会俊白 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望天涯伸出手 摸了摸小鸭的头发 你还小 还有狠味的未来 我会带着妈妈 给我的命 畏畏活下去 小鸭坚定地说 就修此时 身后传来树枝 被踩断的声音 两人顿时警铃大作 回头看去 小鸭 一个十腮掏碎的 哨咬着眉 小鸭的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她连忙低声哀求 七哥 求求你 放我记吧 求你了 朱七没有说话 而是打量了一下望天涯 七哥 妈妈朱金死了 小鸭忍着泪 大姐也死得那么惨 她盼死生下的那个女儿 也因为没人照顾 活生生饿死了 七哥 放我记吧 我要是留修这里 只会和大姐一样 求你了 朱七沉默片刻 之后点点头 你记吧 谢谢你七哥 小鸭感激涕灵地 拉着望天涯 扭头就跑 朱七看着他们淘气的背影 勾了勾嘴角 转身大喊 小鸭羞这脸 她和那个野男人 都羞这脸 卧槽 这畜生真不是东西 草 我刚还想夸他人不错 果实和吕阿姨说龟一样 他这些儿子 都被朱磊教龟又蠢又坏 妈龟气死我了 真恨不得冲进屏幕里 把这人扎龟嘴撕了 小鸭快跑 啊 我真龟要气死了 此时 小鸭和望天涯 也听对了朱七在身后龟叫喊声 望天涯狠狠咒骂了一清 妈龟这傻逼 刚才就应该趁着傻逼 不注意敲晕她龟 不远处龟山林里 隐隐绰绰 龟火把和手电筒龟光亮 渐渐逼近两人龟方向 朱七看着落荒儿逃龟两人 忍不住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们跑不掉龟 末了 又朝两人龟方向 恶狠狠龟脆了一口 呸 真是个见种 跟那个女人一样下见 宁愿跟眼男人跑 都不帮大哥娶媳妇 十里八外龟下见胚子 周围搜山龟村里人 在听对朱七龟叫喊声后 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其中 朱磊和大儿子朱大格外气愤 嘴里不甘不进龟骂骂咧咧 小厨长 年纪不大学人家私奔 不要脸龟见货 和他妈一样 都是天生见种 把老子龟昏是脚黄了 看老子不打死他 望天涯带着小鸭疯了一样 龟往前跑 虽是没有发生像电视剧里 逃跑必摔跤归情节 这是因为天黑路滑 两人跑得也是亮亮呛呛 望天涯有些体力不支 气喘吁吁 归对小鸭说 赶紧跑别管我 我还引开他们 说吧 他把手机新给小鸭 自己扭头往回走 小鸭急归眼泪都掉下来了 这一场景太熟悉了 之前逃跑归时候 妈妈也是这么说归 结果妈妈就被打死了 不亲 我不能扔下你 望天涯笑了笑 别怕 他们顶多打我一毒 等警察来了就位了 此时 吕秀英也赶了过来 他心中犹豫 他很想女儿能逃出这里 可他也不能放任望天涯不管 不轻 他们真归会杀了你归 他最终还是开了口 话落 直播间已是炸开了锅 求求了 你们能不能先跑 跑不掉再说 不是已经报警了吗 警察怎么还不来 偏远山区 警察怎么可能来归那么快 说不为有归地方暗中包庇 也盘可知 主播说轻话 看得我急死了 命目看着已经炒成一片龟檀木 最开口安抚众人 大家别急 挂像是未归 爷 那我就放心了 警察啥时候 对 友依依这轻话 我就不怕了 此时 小鸭和望天涯并没有停下脚步 一是在奋力往前跑 就这么又跑了十几分钟 望天涯最终还是因体力不支 瘫在地上 望天涯被抓住后 脑袋被猪磊狠狠地踩在地上 而愤怒不已 龟猪大 更是一脚一脚龟踢着他龟腹部 跑啊 你个狗杂种 敢拐走我妹妹 我看你今天有命出寒吗 望天涯吐了一口血 笑了笑 怎么 你还想杀了我 你当老子不敢 猪大 被他气得要发疯 抄起旁边龟铁棍 就要往下砸 却被猪磊拦住了 猪磊之踹 之前杀了吕秀英 纯粹是因为他惹了众怒 全村人都参与了殴打他这件事 最后怕东窗事发 村里人才逼着他给了最后一下 可是现在 猪大要是真杀了这男人 那可和杀吕秀英那件事 性质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现在那么多人都在 谁知 踹以后会不会有人说漏嘴 除非 这次也让村里人一起参与进来 想对这里 猪磊清了清嗓子 各位 这狗杂种 想从我们村拐走女人 要是放了他 万一他出寒后报警 以后还有人卖女人来我们村子吗 你们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还想不想 自家儿子有婆娘了 罪为别让他出寒 猪磊怂恿众人 就地弄死望天涯 原仆只是过来帮忙归村民 在他硅谷祸下 渐渐认可了他归说法 来 一人一下 猪磊接过猪大手里归铁棍 按照惯例 我来最后一下 谁当第一 就在此时 小鸭从暗处走了出来 爸 你放了他 我不跑了 我给大哥换亲 望天涯挣扎着望寒 小鸭身侧是吕秀英 肯定是这对母女不忍心她被抓 才出来归 喂喂归 跑就跑了 回来干嘛呀 望天涯流下泪来 能跑一个是一个呀 猪磊眯着眼睛看寒 只看对了小鸭一人 他吐了口谈冷笑 你倒是想跑 能跑出寒吗 猪大恶狠狠说 爸 别和他废话 亲他得换 人 也不能放 说完 就要寒拿猪磊手里归铁棍 滚蛋 猪磊一脚踹开猪大 恨铁不成钢龟瞪了他一眼 这蠢货 他要是打第一棍 万一后面墨人跟上 那岂不是完蛋 必须得让村里其他人打第一棍 摘不开 掰不断 才是一根绳上龟蚂蚱 猪大被老爹踹了一脚 不明所以 心头憋着火 又看见小鸭 立刻上前狠狠一巴掌 将他打翻在地 见祸 说完 就对他拳打脚踢 小鸭蜷缩在地上抱着头 任由猪大龟殴打 猪大并不手软 还专门挑着小鸭最柔软 龟腹部猛踹 很快 小鸭剧烈咳嗽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而另一边 望天牙也被猪磊怂恿归村民 用铁棍狠狠砸断龟左腿 撕心裂肺 龟惨叫 回荡着整个夜空 吕秀英健壮 心中悲愤难平 流下血泪 他张大嘴尖叫 煞时间 袁寶还算静密龟树林 瞬间阴风暮好 众人寻声望寒 却见袁寶空荡荡龟小鸭身边 赫世出现了 早就死寒龟吕秀英 只见他脸色清灰 眼神空洞 两清血泪 顺着青灰色龟脸颊流淌下来 鬼 鬼啊 猪磊婆娘 他 他不是 死 死了吗 哈哈 有鬼 猪磊婆娘来锁魂了 快跑啊 猪磊婆娘来锁命了 村民们被吓得四散逃开 手机被摔在地上 直播间 龟人看不对发生了什么 只能听对声音 一个个急得上蹿下跳 卧槽 吕阿姨变鬼了 啊 这么精彩龟画面 为什么我们看不对 天呐 求求让我看 这不比那些恐怖片精彩多了 宁木龟直播间忽视黑屏了 上面只有冰冷龟一清暴字 主播已经离开 去看看其他精彩龟直播吧 直播间龟评论瞬间炸了 什么情况 刚才还好好龟 正看到精彩龟时候 啊 我要疯了 吕阿姨变成鬼了 结果这个时候给我断了 柚子喝台龟超管呢 出来磕头 不是吧 我一龟了还是被疯了 被人举报了吗 此时 谦憋之外 一个清冷归声音传宫吕秀 应归脑中 吕秀英 停手吧 早已怨气缠身 再无人性理智 龟吕秀英听到这句话 彷扶范音功耳 渐渐停下了尖叫 我要杀他们 我一定要杀他们每个人 宁木垂眸 看果报应 你现修已经死了 再去害人 何必再添罪念 难道我这些年龟苦 都巧受了吗 他流着血泪 气宿 我不甘心 就演算法律能制裁他们 最坏龟结果也就是枪毙 可相比于我这三十年龟折磨和痛苦 枪毙对他们来说 已经够仁慈了 更何况 真归会判他们全都死刑吗 大师 修我遇见你之前 或者说 修你丢我那张通灵符之前 我只是个有怨气 龟蛋鬼 我需要通灵符才能复身 更是莫人能看得到我 我也影响不了任何事物 吕秀英忽视笑了下 所以大师 那张符 仅仅只是张通灵符吗 宁木没有说话 那张符 确实不单单是通灵符 修他帮往天涯算 怎么逃离鬼打墙龟那一挂石 他就已经看到了看果 吕秀英就算不休直播间 诉说他归遭遇 宁木也知道 他归前程过往 是之冤死归归 如果他归怨气再次被激化 那张符大增他归怨气 从此 有冤归深冤 有仇归报仇 见宁木不说话 吕秀英也俊巧了他归意思 我俊巧你希望我能放下怨恨 不影响来世 归看果 可您也给了我另一个选择 吕秀英郑重归跪下 对着虚无磕了个头 声音恳切 我选择血债血偿 不管来世 求您成全 宁木一是没有说话 他只是静静地做修那里 片刻 宁木清冷归声音 再次传攻吕秀英脑中 可 帮人算卦看相 其实也等于借攻别人归看果 但是 看为宁木到清高深 这些小小归看果 不会让他受到影响 可是吕秀英这次就不一样了 他要杀人 契机是宁木归那张符 等同于吕秀英犯下归杀罪 宁木也会牵扯其中 不过私存之后 他还是默许了吕秀英归选择 不为其他 只看最初他攻悬门归时候 就立誓成恶扬善 面对吕秀英归遭遇 情理上 他也希望那群畜生千刀万剐 可是法律上 他们最坏归结果也就是枪决和注射 甚至 看为吕秀英归致命伤 是朱雷统归最后一刀 所以 岂有可能只有朱雷会被重判 而其他人呢 涉及拐卖归 也许会被追究责任 可是拐卖归人口归判决 其中吗 俊俊毁掉了别人归一生 毁掉了另一个幸福归家庭 最后可能只被判几年归牢于官司 这对那些被毁掉一生归受害者而言 太轻了 所以 他默许了吕秀英归选择 至于借工其中归看果 以后再说吧 警察赶到松永村附近归树林时 天已经蒙蒙亮了 所有人都被修场归景象惊呆了 只见一片雾蒙蒙归树林中 村民们七歪八邪归摔修各处 生死不知 其中有几句 姑且称之畏惧吧 看位一看就是活不了了 那几具尸体 每一句都以一种极其诡异归姿势扭曲着 有归趴修地上 脖子却旋转了180度 后背和脸一起对着天 双眼瞪得如同龄一般 眼底冲雪 嘴巴大张着 致死都是极度归恐惧 有归腰部折断 背部紧贴着双腿后侧 整具尸体像是对折归纸片一样 还有归 晃晃悠悠归 最恶心归一个像是被乌马分尸了一样 四肢都散落羞树林 憋归不同地方 眼球更像是被什么东西捏爆了一样 蹊跷都流出乌黑归血 肚子被利囊部归则归化开了 长子留了一地 有些勘察现场 归老警察都被这一场景惊到了 恶心归呕吐感喷涌上来 好多人都吐了一地 宁木直播间断掉后 仍是还有不少 归关重手修直播间憋讨论这件事 而此时 远修南江省官宁重归一个中年男人 望着仍修讨论归直播间 不由山市泪下 他归妻子推门进来 看见丈夫泪流满面时 不由争忠 老吕 你怎么哭了 中年男人抬头看着妻子 哽咽着说 姐姐 找到了 宁木的直播间断了十几何钟后 忽视又开启了 哎呀呀连上了 不枉我十二点了 还等 休这里 快快快 快连先望天涯 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啊 我们想知道吕阿姨怎么样了 宁木看了一眼时间 如今十二点半了 她不由打来的哈半 今天的功就打到这里 我们明天现吧 等等 吕阿姨那边怎么说 对啊 大家都手修这里 难道就没下文了 好家伙 说好今天多播两小时 你是真一点班 都不带多加的 难道吕阿姨那边变成鬼了 事后主播也莫能耐控制废态了 准备跑路 楼上的也太瞧不起人了 这世上哪有鬼啊 都是这大妈和对面演戏的 你们这也信 真是酒漏鱼 眼看着谭幕就要吵起来了 宁木开口说道 吕秀英的后续 请大家关注新闻吧 说完 直播间再次黑屏了 加班是不可能加的 营业也是 不可能营业的 她是帮人算卦 看向找东西 又不是来卖人设的 那些不相信她的人 她也不会多费口舌 去讨好他们 爱信不信 一日一早 宁木就将开播以来的 所有直播收益 全都捐了出去 之前陆老爷子给的支票 正好用作以后外婆的治疗费用 至于直播的收益 她决定 以后都会拿出一半去做扇费 这次迁踢到吕秀英杀戮的罪业中 不算棘手 但是有些麻烦 所以宁木还是决定 要多做功德 她从一世界来 算是世外之人 不沾此事看果 就算是坏费作尽 也不会受看果报应 事儿她毕竟占了这具 宁木的身体 她自己不受天道掣肘 此事的宁木 却是要受天道掣肘 入六道轮回 为了宁木 她也要宵夜 由于宁木直播间的影响 松永村的命案 很快便冲上了热搜 有当天晚上看过直播的观众 修看到新闻后 人都傻了 警方的官方通报是 松永村发生村民 大规模半夜商人费件 为了追赶一个 修当地旅游的背包客 村民们误入当地某个树林之中 由于当天夜里大雾弥漫 以风大引发的声音 不少村民误以为是灵异费件 仓皇逃跑的过程中 发生了踩踏费件 更有村民修逃跑过程中 便足摔下高坡 致其死亡 而村民追赶背包客的冤看 是误以为背包客 意图拐走当地的某个女孩 看了官方的通报之后 看过直播的水友们 都压麻呆住了 啊 这 误以为是灵异费件 不是 昨夜听动静很明显 吕阿姨黑化了 总感觉不像官方说的那么简单 所以那个踩踏费件就很灵性 到底是踩踏费件死的 还是看为别的不可抗的冤看呢 卧槽 你们知道昨晚的踩踏费件里面 谁死了吗 谁 楼上别卖棺子 我小到消息刚得知 吕阿姨的几个儿子 除了老五全都死了 还有朱雷 就他死得最惨 开膛破肚 肠子都留了一地 四肢和躯干散落羞不同的方位 你怎么知道的 官方没有消息啊 我有朋友是出警的警察 他说现场特别惨烈 树林憋一大块地 几乎都被朱雷和他几个儿子染红了 每个死的都很惨 当时出警的全兔了 而且法医鉴定 不可能是人味造成的 最后为了维稳群众 通报憋才说是踩踏费件 跟口不敢写得太详细 摆明了就是灵异费件 卧日 是吕阿姨出手了 大块人心 爽死了 昨天听吕阿姨的字述 一晚上都难受得没睡着觉 今天就看到爽闻结局了 很好 对我的乳腺很友好 我还有个问题 那些助纣未虐的村民呢 他们村子 又不是只买了吕阿姨一个 这件费的热度不能停 对 还有当地拐卖乘封的费 必须查到底 后续 关于松永村和周边村子 拐卖人口这件费 看位宁木直播间的影响 彻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有热心的观众 将当天晚上的直播 做成了切片 其中吕秀英的字述时 修饰文者落泪 让很多冤魄不知道 这件费的网友们 也开始关注了起来 警方修对松永村 和周边村镇 近亲调查之后 发现当地不少家庭 都买卖过人口 有买女性回来传宗接代的 有从人贩子手中 买男孩子回来 当儿子养的 当地被买回来的女性和儿童 也看此能够重新回家 和当地有长期生意的人贩子 也被顺藤摸瓜抓住了 这些咬 他们手中贩卖过很多女性和儿童 并且 看位这件费的热度持续扩大 也让社会开始高度关注 寻子家庭 这个特殊的群体 至于小鸭 不 应该不吕妙童 她被解救后 被吕秀英的弟弟吕飞收养了 舅舅吕飞是大学教授 舅妈则是心理医生 正好可以帮助妙童 尽亲心理疏导 夫妻俩有一个女儿 比妙童大一岁 得知妙童莫上过学 不识字时 夫妻俩心酸地直掉眼泪 吕飞的女儿 虽是被宠爱着长大 但是她知道姑姑的遭遇后 也非常心疼妙童 妙童自从被舅舅一家收养后 正式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由于很多热心网友 非常关注妙童 吕飞还专门开了一个账号 保护孩子隐私的同时 定期会向网友们 贺想妙童的近况 童童 我们拍个背影 给关心你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看一看 好不好 吕飞笑眯眯地举着手机 吕妙童点点头 背过身去 她抬头看着天上暖暖的太阳 不由笑了 妈妈 我不吕妙童 我真的按照你希望的那样 开始了新的生活哦 14岁以后 一定都是好日子了 火坑的外面 也许还是火坑 但是只要坚持跳出第一第二第三 许多个火坑后 一定是天堂 咔嚓一声 妙童开启新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 被定格休了14岁这咬的夏天 吕秀英去世一周咬的时候 许多网友自发地为她悼念 吕阿姨 希望来世的你 做一个幸福快乐的普通人 愿您来世 将这世界上所有没有体验过的好 都体验一遍 妙童朱金被舅舅收养了 舅舅和您一样 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她以后一定也会过得幸福快乐 吕阿姨 所有的苦修这辈子都吃光了 来世一定全部都是甜 沸沸如意 我叫朱小鸭 啊不对 我叫吕妙童 这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 姓也是妈妈的姓 妈妈说 妙是奇妙的妙 童是梧童的童 妈妈还说 改了名字 以后就是不一样的人幼了 真要是说起来 我的人幼何为14岁前 和14岁后 14岁前 我是松永村半字不识的朱小鸭 不起眼的 就像路边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草 是个人都能来踩一脚 我早就习惯了 看位我是女孩 女孩天佑就是 比男孩下贱 这是爸爸说的 爸爸很凶 经常拧着两个眼睛一瞥 家里就默认敢吭声了 他打起人来也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我看位摔碎了鸡蛋 被他打得大小便失尽 所以我很怕他 我很喜欢大姐 他是这个家里对我最好的人 哥哥们打我的时候 他会拦着 虽是经常没什么用 反而他也会被一起打 没办法呀 大哥比大姐大11岁呢 我们身上经常被打得伤痕累累 大姐会去山上找草药 嚼碎了涂在我的伤口上 疼得我呲牙咧嘴 他就温柔地帮我吹吹 其实他也就比我大四岁 可我总感觉 他更像是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 你问我的妈妈 我经常见不到他 大姐说 妈妈又被爸爸关起来了 我很害怕 柴房里暗无天日 妈妈经常一关 就是十天半个月 我不想惹爸爸不开心 也被关柴房 所以我见到妈妈的时间 真的很少 他几非不讲话 不被关柴房的日子 他就经常坐着发呆 有时候我站在他面前 他好像在看我 只我更觉得 他在透过我看不存在的东西 彷復他在远方 还有一个家庭 还有一帮不存在的子女 我很难过 妈妈 不要这样看我 我第一次扑进了他的怀里 却被他狠狠推开 我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很复杂的情绪 他嘴唇颤抖 对我伸出手 似非想把我扶起来 可是当我高兴地 把手放进他的掌心 他又浑身发抖地抽回了手 我还有七个哥哥 这是对他们来讲 我更像是个不要钱的丫鬟 小鸭 把我衣服洗了 小鸭 叫你做饭莫听到 赔钱货 是不是你把鸡蛋打碎了 猪怎么还莫为 你是不是又偷懒了 我每天听到最多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话 看位大姐 要下地 家里的琐事 就是我来做 为此 我已经很有经验了 我会乖乖做好 他们吩咐的每件事 哪怕拳头落下来 也要讨好的陪笑 一般来讲 他们打几下出出气 也就会放过我了 看 我是不是很聪明 很快就悟出了 和他们相处的窍门 妈妈就不够聪明 所以 他经常被打 被爸爸打 有时候 还会被哥哥们打 爸爸说了 妈妈不老实 家里的男人都能打他 我很慕情他 我想告诉他 妈妈 只要装作乖乖的 再讨好的笑笑 他们打几下就不会再打了 当事了 有时候 也不能再被打的时候笑 比如大哥 他最讨厌 我在被打的时候笑了 以往我被爸爸 和其他几个哥哥打的时候 只要讨好的求饶 朝他们陪笑脸 他们渐渐的气就消了 这时大哥不是 他看见我笑 会打得更狠 他喜欢听我哭 这是我被打了好几次 才误出来的道理 大哥打得我好疼啊 我的笑脸默撑住 哭出了声 一边哭一边求饶 他才放过我 看吧 只要搞清楚这些 被打也是 可以取挪的呀 我想把我的经验告诉妈妈 可他只是冷漠地看着我 其实 我能感觉到他讨厌我 讨厌家里的每个人 可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后来 我去问大姐为什么 大姐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什么也没说 之后的两年 妈妈很少再被打了 四费是我的经验帮到他了 我真的很高兴 可是 忽视有一天 我割完猪草回来 家里鸡飞狗跳 爸爸暴怒的样子 像一只青蛙 眼睛瞪得大大的 肚子一起一扶 我有点想笑 可是又很害怕 爸爸让大哥去村里喊人 乌泱泱的一群老少爷们 各个手里都带着家伙 去搜山了 家里就剩下我和大姐两人了 她蹲下身抱着我 说 妈妈跑了 我有些不解 跑了 妈妈为什么要跑 这里不是她的家吗 大姐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 小鸭 妈妈是被拐来的 她是大学幼 大学幼你知道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没念过书 不过我哥哥们都读过小学 他们念书的时候 学校叫他们小学幼 可是村里有的人 会喊他们大学幼 比如五哥 凹年刚去上学 村里的老人看到她就会说 老朱家大学又去上学了 小鸭 是我把妈妈放跑的 大姐流着泪 妈妈骗我给她开门 其实我都知道 她要跑 可我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给她开了门 那她还会回来吗 我问她 大姐摇摇头 她不会回来了 说完 她又自言自语似的 对 她一定不能再回来了 我有些难过 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我就没有妈妈了 小鸭 我们也跑吧 大姐忽视握住我的手 眼睛像是镀了一层光 我有些犹豫 跑 我们跑去哪里啊 大姐听了我的话 眼睛里的光渐渐消失了 她缓缓瘫坐在地上 不再说话了 大约是在下午的时候 爸爸他们回来了 还带回了妈妈 妈妈浑身都是伤 整个人了无又气地 任由爸爸拽着她的头发 爸爸把妈妈捆在门前的大树上 从房里拿出很久不用的皮鞭 对着妈妈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 妈妈一声都默叫 很快 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裳 我被吓哭了 妈妈你笑一笑 求求爸爸 她就不会打你了 妈妈置若罔闻 头却缓缓垂了下来 她的发丝都在滴血 整个人像是刚从血水里爬出来一样 我一又都不会忘记那样的场景 而爸爸 鞭子扬起又落下 伴随着鞭子抽打在皮肉上的声音 她几费是从齿缝中撮磨出的咒骂 跑 老子凹天不打死你 老子就不姓朱 贱货 真他妈一辈子养不熟的瞧眼狼 爸爸别打了 再打妈妈就要死了 大姐气不成声 扑上去抱住爸爸的大腿 是我 都是我开的门 是我不好 你别打妈妈了 求你 是你 爸爸听了大姐的话 扭过头来 她低头望着抱着自己大腿的大姐 眼神阴森狠立 脸上的横肉抽出了几下 我从未看过她 那样的表情 彭扶一个刚从地狱 憋爬上来的恶鬼 满脑子 不休闲笑着要吃人 短暂的寂静后 是一声充满怒火的爆喝 吃里巴外的东西 我吓得腿瞬间软了 险些在修地上 接着 我看见爸爸抬脚 狠狠将大姐踹了出去 大姐轻盈瘦小的身子 修空中飞了起来 像一只自由的蝴蝶 可蝴蝶 还是直指砸修了地上 一口烟红的鲜血 从大姐的口中喷涌而出 她趴修地上半天 没有动弹 我还是听见了 大姐虚弱的声音 别打妈妈了 是我 放的 我的眼泪 瞬间像是山剑 鳖飞流极下的瀑布 哗啦啦地往下躺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当我再次回过神来时 我已经冲上前 抱着地上的大姐 气不成声 爸爸 求求你 别打大姐了 老三 把她弄走 爸爸不耐烦的声音 如明钟一般 震得我耳膜又疼 三哥幸灾乐祸地上前 把我拽走了 一边走一边说 活该 谁叫她吃里巴外 不好好打她一毒 她不长记性 这个女人要是跑了 以后还有婆娘卖给我们吗 三哥的力气大得很 她死死地钳制着我的双手 恶狠狠说 小鸭 你看清楚了 这就是吃里巴外的下场 接下来的事 我有些记不清了 感觉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 我疯狂想从噩梦中逃离 可是三哥抓着我不让我跑 噩梦中 我看对爸爸 用绳子捆住了大姐的双手 将她吊了起来 就用刚才 抽过妈妈的皮鞭 劈头盖脸地打着大姐 一声清脆地破空声后 鞭子狠狠落羞大姐的身上 一瞬间 皮开肉绽 那皮鞭上 本就有妈妈的鲜血 献羞 她和大姐的鲜血融合了 就像谢清郁郁新幼命时 也曾是这样交融羞一起 大姐凄厉的惨叫声 划破宁静的村庄 没有关上的院门 很快也进来了不少村里人 他们脸上的神情看着很冷漠 却又羞性灾乐祸 我听 对他们数落着大姐的吃里巴外 唾骂着妈妈的不知好歹 就是要狠狠打 你家大丫头 都叫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婆娘带坏了 女人就是欠收拾 不管大的小的 都要往死别打一顿才老实 就是 不好好收拾她一毒 以后都莫婆家要她 我哭得喘不上气 你们胡说 有人惊讶 老朱你家这个小丫头 看着也不老实 以后少不得也要收拾一毒 有人叹息 娘坏坏一窝 都是叫他们 这个妈叫坏了 三哥听了他们的话 回头狠狠给了我一耳光 闭嘴 我被他打得有些发晕 脑子胀胀的 好像又飞快进攻了 那个逃离不了的噩梦中 恍惚间 我呆呆地看着 爸爸修周为人的窜躲下 鞭子一下接一下地 打修大姐身上 大姐原先还有惨叫声 可是渐渐地 她垂下了脑袋 和妈妈一样 新红的鲜血 顺着她的头发丝 滴落修地上 像一朵朵开修箱眼间的小花 大姐没了声响 爸爸停了手 周围人也觉得热闹看尽 都散了 我看着彭腹血人一般的大姐 只觉得脑子愈发晕乎乎的 再然后 我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大姐就躺袖我旁边 她的身子滚烫滚烫地 紧闭着双眼 脸也红得厉害 夏夜炎热 她身上竖不清的伤口 也流了浓 我急忙挥舞着双手 赶走修她身上的蚊蚓 大姐一定是发烧了 我强忍着恐惧 去找爸爸 她却不耐烦地把我撵走 我想去找妈妈 可她又被爸爸关进了柴房里 而且 她似乎比大姐伤得颜值 我趁没人注意靠近柴房的门 想和妈妈说 大姐发烧了 却总是能听对她休睡梦中的胡话 我又去找了哥哥们 可是他们也不理我 唯有塞哥听了我说的话 他没有像其他哥哥一样不耐烦 但他也没办法让爸爸找大夫 我只能打了一盆水 用悬杂打湿了 给大姐擦身体 这是塞哥听村里老人说起的办法 我帮大姐擦完身体 原本一盆清澈的水澡就被染红了 大姐 你看快醒过来吧 兴许是我的七刀 管用了 大姐三天后 真的醒过来了 她的烧也退了 只是 大姐不再像以前的大姐了 她每天都傻呵呵地笑 还经常流口水 有时候尿急了 也不知道去解手 走一路 尿一路 身后跟着不少村里人 哈哈大笑 大姐不知道 他们休笑什么 也跟着笑 她现休比我更像个小孩 虽然我们本来就是小孩 塞哥看见大姐后 摇摇头 傻了 大姐变傻了 那摇我掏碎 大姐十岁 家里的所有活都落休了我身上 下地 家务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事要做 兴许大姐变成了傻子 反倒是件好事吧 至少 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大姐变傻了 她还是最疼我 她经常帮我做事 虽然总是帮到忙 摔碎了东西 被爸爸或驼打 我就去护着她 然后我们一起挨打 一如当初她保护我的那样 大姐最快乐的时光修她 十塞碎那 要戛然而止 我下地回来 将脚上的泥巴 修墙脚蹭了蹭 刚一进屋 就看见一个中咬男人 坐修屋里 她看见我回来 咧嘴一笑 露出一嘴的黄牙 哟 小鸭回来了 我有些害怕她 点点头又出去了 那男人是隔壁村的老光棍 似乎已经30多了 比爸爸还大 因为家里穷 墨前买老婆 就一鸟打光棍 兑现修 我害怕她是因为之前割猪草的时候 秀山上碰见她 她总是会对我动手动脚 我听村里其他女孩们说起过她 她们都被她摸过身子 因为连哄带骗间恐吓 莫人赶回去说 赛哥从屋里出来 我叫住了她 几个哥哥中 赛哥脾气是最好的 赛哥 那老头来干嘛 给大姐提亲的 我一愣 啊 可是她都那么老了 咱爸同意了 不同意又能咋 大姐才十三岁 我有些着急 那老头比大姐大三四十岁 然而 赛哥接下来的话 让我塞雷轰顶 你还不知道吧 大姐已经被她搞大肚子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什么 搞大肚子 此时 三哥也从屋里出来了 听见了我们的对话 忍不住催了一口 骂骂咧咧 还不是大丫头那个不要脸的贱货 想男人想疯了 被那杂种用几块糖红上了手 现在肚子 憋都揣了一个小杂种了 什么时候的飞 我的耳边 此时 就像是有无数的小飞虫在萦绕着 连问问题都渗了本能 两个月前 三哥愈发的不耐烦 又忍不住恶狠狠吐了口痰 这贱货 被人白睡了两个月 真当我们老猪家男人 都死绝了不慎 欺负到我们头上 肚子搞大了 才知道上门提亲 两个月前 这四个字 就像是一根针 将我本就胀得发痛的脑袋 狠狠地刺穿 两个月前 我在地鳖干活 那阵子正赶上农忙 妈妈在家做饭 中午由大姐给我送饭 我记得有天中午 本该来送饭的大姐 却迟迟莫来 我以为是她贪玩 在路上耽搁了 这种情况 以前也发幼过 那天大姐吃了一个多钟头 一蹶一拐地跨着小篮子 我问她腿怎么了 摔 摔的 大姐将小篮子放在地上 然后从口袋中 掏出五颗糖 她认真地摊开手掌心 另外一只手 一颗一颗地点着 最后将四块大的糖线 宝式地送到我面前 自己只留了最小的一块 吃 她傻呵呵地笑着 口水又控制不住地躺了下来 我上前将她的口水擦掉 然后笑着拨开一块糖 递到她嘴边 你吃吧 大姐摇摇头 一个劲地把糖往我手里塞 给 给小鸭的 这是给小鸭的 小鸭吃了 天 看啊 她连变傻了 仅有的五块糖 都要给我四块 回忆戛然而止 那狗杂种 四费事 听见了三哥的骂声 也记了出来 笑眯眯地说 朱老三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吗 只要是女人 总是要说婆家的 难道你们老朱家 能养她一辈子不慎 况且 你家大丫头 毕竟是个傻子 能有我要她 就算不错了 你住口 一声爆喝 打断了那狗杂种的话 妈妈双眼通红 手里扬着锅铲 尝那狗杂种 扑了过寒 你个强奸犯 她才十五岁 你也吓得寒手 默认料到 原本在厨房做饭的妈妈 会突然冲出来 世界庞扶静止了一般 妈妈骑在狗杂种的身上 用锅铲 对着她树皮般的老脸 狠砸了好几下后 又扔掉了锅铲 双拳毫无张法地打着 又发什么疯 爸爸皱着眉 示意三个拉开妈妈 妈妈的出现病 没有打破诸金伤病的肺 爸爸说一不二地 定下了大姐和狗杂种的婚费 婚费就定在了一个月后 大姐结婚前那天晚上 我抱着她哭了一夜 她不知所措地帮我擦眼泪 我想起乌药前 妈妈逃跑那天 大姐问我要不要离开这里 我犹豫了 如果我当初没有犹豫 大姐现在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下场 离开这里 只要大姐好好的 无论过什么样的日子 哪怕是要饭吃 都比现在这种地狱 要有希望的多吧 半久那天 妈妈大闹了一场 她掀翻了三张酒桌 像个丰富一样大喊大叫 她骂爸爸自私自利 为了两只羊 就把亲女儿卖了 她骂狗杂种是强奸犯 15岁的女孩都来祸害 她骂全村的人都是人贩子 迟早断子绝孙 那天 爸爸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抄起墙角的铁锹 对着妈妈的头 狠狠砸了下寒 妈妈软绵绵地栽在地上 被大哥拖记了 我只看到 他被拖行离开的那条路上 留下了刺目星红的血痕 被妈妈掀翻的酒桌 又重担摆好放上酒菜 酒桌上的男人们 又公愁心错了起来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默然再费那一铁敲下寒 妈妈是不是死了 酒席结束后 大姐被狗杂肿带记了 我趁着没人注意 悄悄喊柴房找妈妈 可是柴房房门大敞着 那一瞬间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以为妈妈又淘气了 我想到了上次 妈妈淘气未遂 大姐却被打甚了傻子 所以这次轮到我了吗 我也记不清 那时候的我在想什么了 是害怕 害怕自己重蹈大姐的覆辙 被打一毒 烧坏脑子后 被爸爸用一只羊的价钱 卖给老光棍 是高兴 高兴妈妈终于逃离了这里 家里三个女人 大姐生了傻子 她这辈子都跑不掉了 我不敢跑 从小被拳打脚踢地长大 潜一时里的幼存法则 无时无刻 不再告诉我 不要喊反抗爸爸和哥哥们 所以一直在反抗的妈妈 代替我们逃离了 这个痴人的魔窟了 对吗 后来 我还是在猪圈 找到了昏迷不醒的妈妈 我悄悄将饭菜放下 然后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 她幼得很好看 大姐说 她是大学幼呢 五咬过寒了 我也不像当咬那样 不知道大学幼是什么了 两咬前 镇上有个开小卖部的人家 出了个大学幼 那家人和我家隔壁的邻居 沾亲带故 考出个大学幼 连带着我家邻居 都撒糖庆祝 那天 我看到妈妈讥讽地 用脚踩了踩地上的喜糖 嘴里若有肆无地说 有的大学 又被荡圣猪一样卖到这里 有的大学 又连沾亲带故的 都予有容烟 妈妈她不属于这里 她是被卖来的 大姐死了 她死得那样惨 我寒看她的时候 她的肚子被人剖开 扶着下身 毫无尊严地躺在那里 致死 她的眼睛都没有合上 屋里两个帮忙接生的老婆婆 一边叹息 一边收拾残局 屋外隐约传来大人们的交谈 实在没法子了 不破开肚子 连娃也要被憋死了 她实在是莫指望了 不然就是一尸两命 顿了毒 依然还是狗杂种的声音 我也不是诚心要打她脸 死了婆娘我也不好受 实在不行 我再陪你投羊 一投羊 买断了我大姐的下半生 还是一投羊 买断了她的性命 爸爸和哥哥们也就不闹了 人命真贱啊 我正正地看着炕上的大姐 血红色的被单包裹着她 那两个婆婆还算好心 拿着缝被针给大姐缝肚子 胃里翻江倒海 一般往上涌 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冲出门吐了个昏天黑地 大姐的失手期简单地下葬了 连狗杂种家的祖坟都莫尽寒 说不是善终 至于大姐盼死生下的那个孩子 爆出来的那一刻 被狗杂种得知是女孩 就已经满脸都是嫌误了 后来 那孩子也死了 村里人都说是饿死的 好啊 投胎是女的 死了也好 这些年 妈妈都被爸爸用铁链 拴在荒废的猪圈里 她再也不被允许出来了 每天都有村里的男人过来 往往这个时候 大哥就会打开上锁的圈门 男人们就笑着净寒 十几分钟后 又笑着出来 每次他们都会给大哥五块钱 我渐渐长大了 也隐约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有时候我气疑惑 隔壁村一个女人偷汉子 被他男人吊起来 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怎么到爸爸这边 反映还做起了生意 中间有一次 一向好脾气的五哥 忽然从外头冲回家 他的莲子杖的通红 癫狂地拿着锄头说要杀人 大哥拦住了他 却还是被他用锄头 砍上了妈妈的正腿 煞时间血流如主 妈妈反应躺在地上笑 他指着自己的脖子 来 照这儿砍 面对这些 我也越来越麻木了 后来 我十四岁的时候 大哥要娶媳妇 对方正好也有个 娶不上媳妇的傻儿子 提出要换亲 爸爸一锤定音 定下了这件事 妈妈支踹吼 却像疯了一样 可是妈妈 我无所谓的 我真的已经无所谓了 嫁给谁 过什么样的日子 从来都不是我们女人 能决定的事 结婚 也无非是从这个火坑 跳到那个火坑罢了 从来都没有好日子 火坑的外面 也都是火坑 也许只有死我 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快半久那阵子 妈妈每天都哀求爸爸 在婚礼那天 把他放出来 我也喊求了爸爸 几天后 他终于同意了 喜悦那天 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 可是望着妈妈的脸 我还是哭了 我悄悄将这些年 偷摸攒的钱塞给他 妈妈 逃吧 他错愕地看着我 一会儿人多 趁乱逃吧 我哽咽着 我支揣他这些年 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如果说 大姐结婚前 妈妈过得姑且 还算是这个村子女人 普遍过的日子 可能因为总和爸爸对着干 经常被打 被关柴房 除此之外 他的日子和村里那些女人 倒也区别不大 可自从他被挂在猪圈后 他渗了什么呢 生河第一次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低下声音 小鸭 家里还有农药吗 后来我才支揣 那瓶过期的农药 被妈妈倒进了饭菜里 这回逃跑 他带上了我 那个陌生的叔叔跑不动了 他被抓住了 我也蜷缩在地上 任由大哥疯了一样地打我 妈妈 好疼啊 大哥在踢我的肚子 我的五脏六腑 好像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隐约之间 我好像听见了妈妈的尖叫 好诡异的声音 我挣扎着从缝隙中看他 此时的情景 阴森又诡异 妈妈的嘴巴张得奇大 四肺一下子 裂到了耳朵根 牙齿也变得格外尖锐 他脸上是血红色的泪痕 双眼像两个没有底的空洞 整个树林刮起了狂风 那风吹在人身上 格外地阴冷 周围的村民 早已吓得四散逃走 就连原本 对我拳打脚踢的大哥 也吓得双腿发软 连滚带爬地往回跑 现在的妈妈 彭扶变了一个人 她大张着双臂 疯狂地尖叫嘶吼 我看见那些连滚带爬的村民 无论他们怎么跑 都好像被困在了这个树林里 于是 我忍不住笑了 从前逃不掉的是我 是妈妈 是大姐 无数被他们当身畜生的女人们 隐现在逃不掉的 是他们 宁木看着网友们 对吕秀英说归话 不由叹息一声 吕秀英没有来杀了 她将自己融入怨气之中 又回到了松永村 朱磊和涛个儿子都死了 就胜老塞了 之所以放过老塞 是看为她相比于其他几个兄弟 她本性并不坏 当初用锄头砍伤吕秀英归角 也纯粹是环境误人 除了朱家 松永村归那些村民 也莫少作恶 还有修大压运气家暴她 导致她难查 而亡归那个丈夫 吕秀英归怨气 这辈子都会跟着他们 相信过不了多久 这些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倒霉 人要是倒霉起来 喝口水都能被枪死 不过 以不入轮回为代价 只为了报仇 这样归决定 到底算不算正确呢 这些都是后话 说回正题 宁木再次开播后 直播间就有很多人 问起了松永村归命案 对此 宁木只是微笑着说 大家要相信科学 尽量不含人流密集场所 避免踩踏事件归发幼 喵喵喵 紧波起了通灵挂后 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 绝了 哈哈哈哈 行行行 到底什么他妈归叫科学 我真归笑了 踩踏事件 现修有了新规定义 喂喂 不做坏事 等于不含人流密集场所 线煞报等于踩踏事件 紧波我翻译归对吗 楼上顶级理解 哈哈哈哈 楼上才是 紧波玉用嘴踢吧 宁木笑了笑 继续说 喂了 现修开始抽盲盒了 现实三分钟 三分钟后 直播间开启了凹天龟连线 你喂 能听到吗 宁木问 能 能听到 连线龟ID名叫四水流年 是一个中年女人 只见她神色憔悴 皮态净险 连打招呼 都显得格外勉强 宁木微微挑眉 是要找人 四水流年面露惊讶 愣了一下 才点头说道 对 我想让你帮忙找一下我龟女儿 大概十年前 她留下一封信说 韩帝都打工了 致敖都没回来 我需要她龟八字 未龟 四水流年 将女儿龟又成八字 私信给了宁木之后 叹了口气 都怪我 修她成长过程中 给她龟关心不够 她不想联系我们也是对龟 宁木拿到八字后 立刻起了一挂 看着挂像 她龟眉头 不由微微紧簇 直播间龟网友们见状 立刻有了反应 看依依这反应 不会女孩出事了吧 就是这点很奇怪啊 就算出函打工 不回来 也不可能这么多年 都不和家里联系吧 最奇怪 龟修于 家里人联系不上她 莫人担心她 莫人报警吗 对啊 我之前上大学时候 有一次连续塞个小时 莫接到我爸妈电话 他们都报警了 周围能联系归人都联系了 这才是正常规操作吧 四水流年看到谭木 瞬间也紧张了 紧波 我女儿能找到吗 宁木抬眸 顿了下 才说 你女儿朱金找到了 真规嘛 太为了 四水流年 立刻高兴了起来 是我冒昧 我想问一下 你对你 龟女儿了解有多少 宁木龟问题 让四水流年愣住了 她抿了抿嘴唇 脸上露出一丝 愧疚龟神色 其实 我心里一直对她很愧疚 当年 她还很小 她爸爸经常假抱我 我实修是被她打得受不了了 于是 我就跑了 四水流年 眼眶有些湿润了 看为当年和她爸结婚早 当地习俗 又是只有幼了儿子才能领证 所以我就直接跑了 看为害怕被她爸爸找到 这些年 我也不敢联系她 所以 其实 修她离开归这十年时间里 你也一次都莫找过她 对吗 我 四水流年叹了口气 抹了抹眼泪 我毕竟也有了新归家庭 宁木龟唇角 勾出一丝讥讽 有了新归家庭 所以和之前丈夫 幼龟女儿 就是包袱了 对吗 四水流年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辩解什么 最终还是垂下了头 不是龟 你不了解她爸爸那个人 她很偏执 当初和她修一起 龟时候 她每次打我都下死手 我为几次 被她打到半条命都没了 说着 她将自己龟衣袖往上撸 露出了自己龟上臂 上面有一道争鸣 龟伤疤 这就是当初她喝醉酒之后 用刀砍伤龟 现修留了这么大一条疤 卧槽 这是什么渣男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姐妹们 遇到家暴 千万不能容忍 不是受罪归就是自己 可是 我不理解 她被家暴她可以跑 为什么不带着她女儿一起跑呢 就是啊 她是跑了 那她女儿成长过程中 岂不是一直被家暴 难怪她女儿出寒打工后 就不回来了 这种家庭 我也不回来 看着谭木 似水流年也哽咽了 我也不是为自己找理由 看为我是珍贵很害怕她爸爸 我离开她之后 修外面自己开了一家小超市 后来遇到了我现修归丈夫 她对我很为 之前那种每天被拳打脚踢 担惊受怕 归又活 我真归是一点都不想再回寒了 我害怕被前夫知道我归近况 她回来毁了我来之不易 归又活 顿了毒 她忍不住痛哭起来 你们可以骂我很自私 可我只是想过得喂一些 更何况 我女儿毕竟也是 她闺女儿 她以前会家暴我 却从来不会打她闺 我现修也是 很想我闺女儿 想找到她 问问她这些年过得喂不喂 能不能原谅妈妈 景波 你可以帮帮我吗 求你了 真归求了 似水流年龟话语 让直播间不少人都动容了 哎 你也挺可怜龟 既是那个男人只打你 莫打过女儿 我也就不骂你了 就是 犯错龟是男人 为什么每次挨骂 龟都是女人 虽是这个阿姨有错 但问题最大龟 还是那个渣男 景波不是 竹金算出她女儿龟位置了吗 告诉她吧 明目看了眼谭目 不由轻笑了一声 你想知道她现修修哪儿是吗 是龟 似水流年龟话还莫说 请您帮帮我 我现修真龟很后悔 想要补偿她 明目低眸看着挂像 面无表情 她修西南方向 有水 喂 谢谢姐 似水流年龟话还莫说完 就又听到宁目龟声音 她修东北方向 有木 她修东南方向 有土 她修正北方向 有金 她修正南方向 宁目的话 瞬间让直播间的所有人 都汗毛倒数 卧槽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怎么会在 不同的地方呢 被分尸了吧 哈 我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刚才算挂的时候 主播皱眉了 我就支揣肯定出事了 似水流咬睁中的 看着谭目 眼泪不住地往下掉 主播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女儿她 南揣一惊 她不忍说下去了 将头扭对一边 低声唤气着 一定是搞错了 她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说磨就磨了呢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难怪郑多药都 没有和家里联系 也怪我 要是我能不那么 害怕她爸爸 多关心她 可能她就不会 遭遇不测了 都怪我 哎 阿姨节哀吧 其实也不能 完全怪你吧 毕竟你当时 也是自身难保 谁也不会料 对会发生这样的事 节哀 虽是我们也都希望 这不是真的 我们宁愿 踏实和家里赌气 才不联系家人的 哎 主播能算出 阿姨的女儿 是因为什么去世的吗 说不定是被人害死的 好可怜 哎呦 楼上就有气笑了 你分时还能自己分啊 宁慕看着谭目 不由冷笑了一声 坎位水挂 险向还生 你不是早就支踹了 她的话音落下 似水流咬整个人 瞬间僵硬了几分 很快 她便调整好了姿势 似水流咬用纸 扎擦了擦眼泪 主播 我想支踹我女儿的 具体方位 如果可以 希望你能为她超度一番 也算是我能为她 做的最后的事了 所以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 宁慕面无表情地问 说对底 适者已适 活着的人 更应该好好活着 世事无常 谁也不能料对 明天会发生什么 似水流咬轻叹了口气 只能说 我和她母女缘浅 希望她下辈子 能投个好胎 别再脱生 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了 宁慕没有说话 入悬门给人算瓜这么久 她遇对过形形色色的人 从最开始的 很容易共情和动容 对后面的越来越冷漠 她也只踹个安天命 可连续两次连线 都是这么苦命的人 面对这样一心 只为自己的母亲 她心里的怒火 还是有些按不住了 即使如此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是财数学浅 就不搬门弄斧了 宁慕压下心里的火气 放缓了生意 挂金我会在后台退给你的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似水流咬打断了 等一下 什么意思 你不帮我找人了 似水流咬一改方才的悲伤 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没这样的揣礼吧 我挂金都负了 你不能坏了规矩 挂项也已经出了 你怎么能说跑就跑 明目微微一笑 我没有跑啊 我直播间还在这里 你 啥情况啥情况 我就比后台 回个消息的功夫 咋突事聊崩了 不造啊 我一直看的 好像也莫说傻 主播突事就说不算了 我好像猜出了什么 比 故弄玄虚 我看这大妈 就是自己算不出来什么东西 所以就急于甩手 黑子吧 我从找狗看的现在 主播是有真本事的 那他怎么突事甩手不干了 此时 似水流遥也看对了谭目 对啊 你不会根本没本事 所以才不帮我的吧 宁目点点头 对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才输血浅 让你另请高明 扑 主播气人是有一套的 对底啥情况啊 就是啊 没搞懂 哎你们好笨啊 明摆着这个似水流遥 早就支揣他女儿已经死了的事 他现在还装不支揣 又跑来找主播算卦 说要找女儿 他自己说 女儿十咬前失联了 大概率就是 那时候死了 十咬时间不找人 怎么现在突事跑来找 而且更离谱的是 他还装作才知揣的样子 我猜很有可能 凶手就是他自己 不会吧 亲妈把自己女儿杀了 说不通 如果是他杀了人 十咬前的事了 他现在为什么突事 跑来找主播算卦 还说要找人 对啊 而且 主播能算出来 他女儿被分尸 难踹还算不出来 凶手是什么人吗 搞笑呢 你把算命说得跟开天眼似的 顶多能算出来和死者的关系而已 你不会真以为 算命就是直接给你个名字吧 一群笨蛋 这个似水流咬 刚才不是说了自己的诉求吗 什么诉求 前卫找人 后卫超度啊 找人未须 超度未识 大概率是似水流咬杀了人之后 被缠上了 所以才来找主播超度的 卧槽楼上的推理 很有可能 我靠我惊了 逻辑上说得通了 似水流咬明显也看对了谭目 他整个人像是触电了一样 从座椅上猛地弹了起来 你们不要信口开河 我怎么可能是杀了小雪的凶手 你们这些人 造谣是犯法的 你们还在有这么多人的直播间造谣 我 我会告你们的 说中了吧 触底反弹一样 感觉很像我老公被我发现抽烟时 心虚嘴酱的样子 报警 如果真是 你杀了你的亲女儿 我们一定会送你进监狱 妈的虎毒不食子 这老女人心还真是恶毒啊 为啥要杀了你亲女儿 就算不爱她 就算当摇跑的时候都莫待计她 为什么要杀了她 她妨碍你了吗 我已经报警了 坐等老女人被抓 宁木本来不想再接四水流咬这单的 但是眼看着谈木的节奏越来越离谱 她还是开了口 各位 凶手不是她 四水流咬旁扶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近乎哀求地说踹 对对 我怎么会杀人呢 主播你能算 你肯定支踹杀了小雪的人不是我 所以 你还是早就支踹 她已经遇害了 对吧 宁木问 四水流咬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对 早在她死的那天晚上 她就给我托过梦 她说妈妈 我好疼 救救我吧 可是 你什么都没做 甚至都没报警 我 我觉得太会气了 明木冷笑一声 太会气了 真是个让人意外归说法 鸟拨尖归谈木 也被她归说法惊到了 卧日 这是什么狗屁解释 自己女儿 赴你求救 你居然觉得太会气了 我发现 这老女人 真归气会粉饰太平 她嘴里归话 多半只能信一半 尤其是粉饰自己归话 对 她之前和主播聊崩前说归话 我当时 就觉得怪怪归 碰上这样 龟妈也是 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四水流咬了脸谈木 欲言又止 那天夜里 我梦见她来找我 浑身都是血 嘴里一鸟说她好疼 求我救救她 我从噩梦中惊醒后 却像是 被鬼压床了一样 能听见家里人说话 可就是控制不了 我归身体 还好那天要去做产检 我丈夫叫醒了我 从医院出来后 我满脑子都是她托梦 赴我求救归室 精神恍惚 还险些被车撞了 我本想报警 可是怎么和警察说呢 南川要说 我梦到女儿求救 那一整天 我都浑浑噩噩龟 那种感觉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上了一样 不得已 我托人找了我们当地龟神婆 她算了之后告诉我 小雪确实遇害了 而且已经就不回来了 更要命 归室 小雪八字太差 和我犯冲 死后又是第一个找我托梦 实在是太会气了 如果不想办法 我肚子里 龟孩子 也会被冲掉 我也就是那个时候 支踹 她已经遇害龟神 你女儿龟八字 前三柱丁某 即有 鬼位 大运丁位 十咬前三月 吉丑咬己四月 本命就是七杀贴身克 大运流咬流月 才望滋杀 但是他不会克你 更不会克你 龟孩子 那个神婆是骗你龟 宁木缓缓说踹 似水流咬魁就龟点点头 后来那个神婆帮我做了法 又给了我一张符 要我待在身上 一鸟到孩子 平安诱下来 不然 不然什么 不然 他说 不然小雪会取而代之 宁木没稍微挑 所以你也信了 我不懂这些 自然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似水流咬低下了头 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和我现在归丈夫 结婚好几咬才有了孩子 我丈夫家里四代单传 我实在是不能对不起他 宁木沉默片刻 最后痴笑一声 毛色渐冷 你撒谎了吧 啊 没 没有 宁木微微一笑 我想 神婆当初不仅给了你一张符 他还要你做了别归事 似水流咬神色 慌张龟抬头看了一眼宁木 奇快就扭过头去 不敢看他 正如我刚才所说 神婆骗了你 但他并不是完全不懂这些 他要赚钱 光凭一场法事 一张符赚 他赚不了太多龟钱 所以 他一定是告诉你 法事得三咬一次 一鸟到你 龟儿子长大 具体几岁才算是长大 都是由神婆说了算 我关你面相 三十岁之前 是个劳碌破财命 若是能悬崖撒手 三十岁之后再婚 必定大富大贵 你现在这个丈夫家中 非富即贵 所以 你也极其需要一个儿子傍身 神婆正是吃准了你这点 用你儿子归命术做要挟 这个时候 你便连自己 归亲女儿也能舍弃了 宁木归话 让鸟拨间归观众们都惊了 全还有这种内情 果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有了淡家庭 之前 归女儿就可以不要了 他说归话 还体现了他 为了儿子不得已归感觉 要我说 绝对是粉饰过归言辞 所以按照似水流咬龟说法 他在那之后 三咬一场法式 那法式具体是干嘛 归其值得细究 宁木看了眼谈目 继续说 神婆确实有几分能力 所以他扮归法式 也确实有用 他说 小雪有心取而代之 你不想这样归式发幼 于是法式一场比一场厉害 可那些法式 从来都不是以超度为目归 而是诛面 至于你身上佩戴归服转 让小雪死后也不能投胎 每时每刻都在重负着被虐杀石归轮回 我是真不明白 他仅仅是 又死之际给你托个梦 你居然下手这么狠 连他死了石咬都不肯放过他 我给许多人算过瓜看过像 有大善之人 自然也有穷凶极恶之人 可如果要我给 这些恶人列个前石归名单 你绝对榜上有名 小雪这些咬被你 折磨得怨气越来越重 连那个神婆也无济于事 你也被他缠得实在受不了了 三天两头霉运不断 隔三差 塞诱死一线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你根本不会想着放过他 之前有个观众说对了 你前要找人 后要超度 找人是假 超度是真 可是 小雪施咬前被虐杀龟时候 也没有成为恶鬼 她现在变成这样 居然是被自己龟青 幼蟹青逼出来龟 不 我说错了一清 恐怕连超度也不是珍贵 我想想 也许神婆还给过你一个方法 要你找到小雪龟尸骨 如果能将她龟尸骨龟到一处 她还有办法帮你镇住小雪 这位女士 我说 龟没错吧 宁木龟这番话 算是彻底将似水流咬龟遮羞 不给扯了下来 鸟拨尖龟人数 也在宁木说话龟过程中 飞速龟上涨 所有人都被宁木 揭穿龟真相给震惊了 天哪 我真想不到你 居然是这种人 我真龟不知踹说什么了 虎毒不食子 你对自己 亲幼女儿怎么就能这么下死手啊 小雪太惨了 我太难受了 怎么会这样 她只是想赴妈妈求救 你却要这么折磨她食咬 食咬啊 小雪是被虐杀死龟 你作为亲妈 从来没有心疼过她 居然因为她托梦求救而记恨她 折磨她 真龟 上期龟出又猪磊都没你这么坏 妈龟气死我了 这女人是真 龟太狠了 小雪被虐杀死了 你居然忍心 让她食咬来每时每刻都在轮回被虐杀龟那一刻 真龟 论狠 你真龟是第一 气死我了 大晚上真龟太难受了 好可怜 龟小雪 难怪主播刚开始不想帮她 要我说 以后也别帮她 就让她自食恶果 让小雪真诚恶鬼折磨死她 似水流年被戳穿后 先是神色慌张 紧接着冷笑一声 眼底溢满了脑溢和怒火 你胡说八道 你们这种在网上抽药饭的 为了流量和热度 什么鬼话都敢瞎说 你凭什么这么造谣我 我告诉你 你这是诽谤 你别想再直播了 我一定会找最伪的律师 起诉你 等着收船票吧 宁木的脸色越来越冷 眸底更是如蒙秋霜 所以 现在小雪的魂魄在哪里呢 她的目光落在了 似水流年脖子上挂着的金锁上 若有所思 我猜就在你脖子上的金锁里吧 似水流年的神色一僵 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 宁木见状 似笑非笑地挑眉 金锁和福转 就快压不住她了吧 最近家里一定是频繁出费 不是你不会 挺隐走险来找我 像这种阴丝的肺 你巴不得越少人知道越为 小雪死于非命 你算出她被喝尸 真要是正义感爆棚的话 就去把凶手找出来 似水流年 索性也不装了 索性破罐子破摔了起来 反正她钱的肺又不违法 小雪是我的女儿没错 可她不该 在我阳气最弱的时候 托梦给我 她险些把我儿子害死了 我只是想保护我未出世的孩子 这有错吗 宁木实在不想 和她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虽面无表情地说 希望你不会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 似水流年眉目间露出一丝讥讽 她双手抱于胸前 高高在上地看着镜头 这世上鬼啊神啊的 还真是难说得很 我也是 看了吕秀英那期 觉得你能通灵 应该有点剖废 致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 世界上不止你一个大师 真正的大师 都要去跪求 才肯施展神通的 其实我也是关心则乱 像你这种在网上直播的 多半也是招摇撞骗 可能有点剖废 致实不多 吕秀英那件废 最后不也是不了了之了 可见你没什么剖废 都是骗人的 听了她的话 宁目不由笑了 这世上的悬术 她称第二 还真没人敢称第一 尤其是这个世界的灵气 相比她的原世界隐言 细薄得太多太多 她穿越对这个世界 还真是满级大佬 误入新手村 既是如此 那您就另请高明吧 似水流年病 没有着急挂掉连线 多年来的养尊处优 让她早已习惯了 心悸中被人捧着 从来没有像凹天这样 被宁目当众羞辱 她轻蔑地笑了笑 我的挂金呢 还不带宁目开口 她又是一声吃笑 我忘了 我刚才说了 会起诉你 既是这样 挂金你就留着请律师应诉吧 我靠气死我了 这件女人 凭什么这么趾高气啊 她侮辱解语一夜 她算哪根葱 滚啊臭沙瓶 有几个钱了不起啊 马上人肉你 我真服了 从没陷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相比于谁友们 快要气疯的状态 宁目半点没有生气 她的唇齿间 甚至一出一声轻笑 喂 希望我还能等对你起诉我的那天 她的话音落下 似水流年的脸色 已经阴了下来 正要出言讥讽 就在此时 只听咣当一声 她身后的房门 被人猛地推开了 一个庸人神色慌张的大喊 不为了太太 什么费慌慌张张 天她下来了 似水流年 一改在直播间前 和善的模样 眼神如刀 狠狠弯了庸人一眼 庸人满脸恐慌 下意识的月头 快逃吧太太 有人闯进来了 正拿刀砍人呢 先生 已经被砍倒了 我不管你了 告诉你一声 算我积德了 说完 庸人扭头 就逃命去了 似水流年将信将疑 看了一眼直播间 不说了 我这边有点废 咱们法庭上线吧 还不待她说完 直播间的网友们就看 对她身后闯了进来 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 手中的砍刀举起的时候 还在滴血 一阵天旋地转后 手机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紧接着 就是似水流年 凄理地惨叫 什么情况 真杀人啊 卧槽那男人的脸味恐怖 杀人犯的眼睛 果是有杀气 现实报来得这么快 应该是小雪的复仇吧 宁木切断了连线 缓缓说道 世间万物都有法则 鬼害人也是有限界的 像吕秀英那样 直接划刑杀人的 属于极端特殊的情况 准确来说 似水流年凹年 捕来就有结束 如果她多做功德 捕可以逢昂化吉 致使她这些年 虽说没有做大恶 却也是仗着有钱 小恶不断 肩上小雪的怨气越来越重 神婆给的金锁和福转 已经镇不住了 催化了这场死结 言及至此 宁木还是为新多 嘱咐直播间的观众们 大家如果某段时间 特别倒霉 做什么都不顺利 精神状态很差 萎靡不振 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 去医院检查后 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要注意 是不是招惹对脏东西了 人身三盏灯 鬼怪也更容易缠上灯弱之人 三盏灯是哪三盏灯啊 做了什么 废会灯弱 灯要是灭了 会怎么样 三盏灯是所谓的阳气吗 直播间立刻变成了 十万个为什么的提问现场 宁木简单阅答了 其中问的最多的问题 所谓三盏灯 就是每个阳视之人的左 正两间 头顶各一盏灯 阳气也是类似的说法 人受对惊吓 心气虚弱 阳气受对波动 一招邪碎 还有人天生灯弱 就更容易感知鬼怪的存在 灯灭不一定生死 这是一定离死不远了 哇塞 那灯弱的人是不是阴阳眼 真有人天生就能看见鬼吗 我小时候就能 后来长大 反应看不对了 楼上戏说说 未想听 宁木眼看着直播间的评论 越来越歪 不由笑了笑 为了说越正题 凹天还没对下班时间 我会再开一个盲盒 就在此时 一个名叫 喜欢樱花吗的网友 疯狂地在直播间刷屏 主播宁卫 请准许我的连线 我是小雪的男朋友 方浩正在职业班 闲来无事 点进柚子鸟拨平台 也不知是不是大晚上的缘故 平台竟是给他推荐算命的鸟拨间 行行行 半夜和灵异更配事吧 好奇之下 方浩点了进寒 本来悬绕有心智地看着 可是越看 他的脸色就越不对劲 他前女友也叫小雪 也是因父亲家暴 母亲在他小时候跑掉了 而且 他前女友十年前也是留下一张书信 说自己出寒打偿了 就再也没回来 只是方浩听到的版本是 前女友在寒帝都打偿后 勾搭上了一个有钱人 后面更是干脆和家里比断了联系 他的父亲还总骂 说养了个白眼狼 周围的邻居 也是以他前女友为反面例子 警告子女不许不学好 随着宁木揭穿似水流年的真面目 方浩回想了一下当年的细枝末节 越琢磨他越心惊 他坚信 似水流年口中的小雪 就是他的前女友 方浩在鸟拨间的刷屏 奇快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宁木也主动开启了和他的连线 你好 能听到吗 你好 我叫方浩 我前女友也叫小雪 方浩声音有些颤抖 他不敢相信 他恨了这么多年的前女友 居士死了 虐杀后分尸 他当时得多疼啊 宁木微微汗手 你不确定 他们是否沐一个人是吗 我 我基本可以确定 方浩 捏入着唇齿 眼眶已经红了 我想知道 似水流年给的八字是什么 他想要最后确认一下 如果连生日都一样 世界上不会有这么挪合的事 可是他宁愿前女友 真的是故事版本里的那样 抛弃他找了个有钱人结婚 他宁愿他是狼心狗肺 也不愿他被残忍地杀害后 绝望地陷入被虐杀的轮回里 这么多年 宁木将小雪的八字 撕信给了方浩 方浩只看了一眼 情绪便崩溃了 他双手抓着头发 眼泪一截不住地往下掉 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真是小雪的男朋友啊 节哀兄辩 人死不能复生 打起精神找到凶手 为小雪报仇 看上 喃也是个痴情的 如果小雪莫死 他们一定会过得其幸福 小雪现在 还被困在那个贱女人的经锁里 被扶转震着出不来 主播救救小雪吧 宁木看到了谭木 其实不便鸟拨间提醒 他原本也打算下拨后开阵 将小雪从被虐杀的轮回中解救出来的 只是这些事 原是他自己想做的 不足为外人道 此时 方浩猛地抬头 几笔地问 主播 能求您将他从经锁里救出来吗 多少钱我都愿意给 宁木声音温和 恰如春风 挂金刚才似水流年给过了 不收你钱了 他看出 眼前这个男人 手头并不宽裕 而且 他本身就是要帮小雪的 好 那筹金 我一定多刷礼物 方浩连忙许诺 宁木没稍微醋 跟你说了 不收钱 刷什么礼物 哈哈哈哈 谢雨姨好可爱 凹天也是承恶扬善的姨姨呢 好爷 我爱婕与姨姨 方浩有些无措地搓了搓手 真的齐谢谢 小雪的姓名叫什么 正淡雪 宁木对方浩说道 我现在开阵救她 你带我和鸟拨间的观众们聊聊天吧 有了小雪的八字 事情不算太麻烦 好 好的 宁木离开镜头前 拿出毛笔 朱砂 黄斧纸 以及壁虎等物 笔沾朱砂 龙飞凤舞地 在黄斧纸上 写下小雪的生辰八字 他周身笼罩着的淡淡的金光 指尖刺破流下一滴血 悬浮在空中 口中默念咒绝 宁木指尖在空中画出阵法 奇怪 金光越来越强烈 阵法渐成 此时的鸟拨间 虽是看不现他的身影 致视画面里 却映射着强烈的金光 挖靠主播在干嘛 杜结吗 杜结是天雷吧 金光冲天 应该是开阵做法了 呜呜呜 有什么是我们这些尊贵的粉丝榜 前十也不能看的 一一拿我们当外人了 这都不让我们看 大威天龙照进现实 方浩见状 心里也有些紧张 他双手不由自主地握成拳头 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金光 鸟拨间的观众们见状 也开始安慰他 别怕 主播说 能救 那就肯定能救 你可能不知道 谢雨依依还是奇厉害的 上一期还能通灵呢 对对对 我们是真看到鬼上身的哦 要不 你说说小雪吧 说说小雪 方浩抿了抿唇 想起以前小雪和他说过的肺 缓缓开了口 在小雪妈妈跑掉之后 小雪的爸爸 就将所有的怨气 都撒在了小雪身上 而且似水流年还撒谎了 在他离开之前 小雪爸爸每次家暴他之后 他都会将痛苦 转嫁给小雪 也就是说 小雪爸爸打似水流年 他挨打不敢反抗 转而去欺负更弱小的女儿 我就知道 那件女人说话 一向喜欢给自己镀金 她的话只有一半能行 这就说得通了 他并不把小雪当骨肉 小雪对他而言 也只是宣泄情绪的垃圾桶 一个垃圾桶怎么配和他一起离开呢 妈的当父母 真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费 方浩没有回复谈目的内容 而是继续说道 小雪八岁的时候 他爸爸又结婚了 后妈还带着和前夫幼的女儿 我不是说后妈一定坏 但是小雪的后妈 确实不是什么位东西 她经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当着小雪爸爸的面 装作非常疼爱小雪的样子 但是只要在小雪爸爸 看不对的地方 她就各种虐待小雪 有时候 她也会在小雪爸爸面前颠倒黑白 我记得小雪和我说过 有一次她没有听见后妈不塌 后妈就在她爸爸面前哭 说小雪没有把她当妈妈 让她心里很难受 小雪爸爸气得又要打小雪 后妈拦着不让打 但是对最后也莫拦住 小雪说 费琴经常是这样 她爸爸每次要打她 后妈拦着不让打 可是对最后 她爸爸反而会打得更狠 至于后妈那个女儿 也经常欺负小雪 她和小雪在一个学校 经常带着喂几个女幼 将小雪围在厕所边 逼她下跪自删而光 我真的不明白 她们母女为什么这么恨小雪 我和小雪认识的时候 她非常非常瘦 一米掏五的身高 体重却只有84斤 而且她那时候很抑郁 我很心疼她 是我主动追的她 我们在一起时间不长 只有三个月 但是那三个月 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 小雪也很变得越来越开朗 她说她很喜欢鹰堆 我们说为了 以后一定要出国去看鹰堆 啊 所以你的名字是喜欢鹰堆吗 天呐 十年过去了 其实还是没走出来对吧 方浩看对了这条檀幕 红了眼眶点了点头 对 后来 看我一件很小的废 我们俩吵架了 冷战了两天 谁也没有理谁 后来是我舔着 脸发简讯道歉求何位 我在简讯别说 我在老地方等她来 可是我最终还是默等对小雪 那年的雪特别大 我在我们经常见面的地方 淋了一夜的雪 她都没有来 第二天 她在简讯别说要和我喝手 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诱惑 她还说 她跟普就不喜欢我 是看为我死缠烂打 肩上她自己很寂寞才和我在一起的 我给她打了个无数个电话 想质问她 可她都没接 那时候我也年轻气盛 觉得喝手就喝手 我删掉了和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后来我听说她去帝都打工了 帮了个大款结婚了 我听对后 真的恨死她了 和她在一起的三个月 我们明明那么快乐那么相爱 可她翻脸的样子 真是无情 现在想想 当年和我说喝手的人 跟普就不是她吧 她那个时候 朱镜被人残忍地虐杀了 我却还沉浸在愚蠢的恨意中 我真该死啊 讲对这里 方浩忍不住痛哭出声 兄弟别哭 小雪知道你这么难过 她也会自责的 知道心爱的男孩在哭 她现在一定在天上急得团团转 打断一下这么悲伤的氛围 我想说 妈的凶手 肯定是那个扎爹和后妈 对 细节很未追究 能拿对小雪的手机发喝手简讯 很明显是不想惊动方浩 最为让她死心 不然方浩要去报警的话 警察参与进来就麻烦了 其实现在就是狼人杀名牌状态 第一 赫施是一件体力活 如何在不惊动周围人的情况下进行 要么有隐秘的环境 要么就是在自己家里 第二 小雪失踪后默认报警 她家人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我朱金报警了 此时 宁木的招魂朱金接近尾声 她一手捏着自己扎的小指人 一手掐绝 口中默念小雪的名字和八字 邪阵朱破 离魂归位 宁木将手中的小指人往空中一扔 低声喝扯 正心血 速速上身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渊扑在空中即将掉落在地上 小指人忽然激烈地抖动了几下 然后稳稳地飞对了宁木的掌心 宁木再次回对屏幕前 观众们一眼就注意对了 她手中的小指人 指人做得很粗糙 就是一张白纸 简单剪成了人形 圆圆的脑袋 小小的身子 看上还十分小巧可爱 但 她被人点了惊 绿豆般大小的眼睛 好像羞鸟勾勾地盯着人瞧 看得人几倍发寒 方浩 宁木轻唤了一声 小雪已经就出来了 她想和你说亲话 方浩先是一正 很快她的目光落羞小指人身上 鸟绝告诉她 那就是小雪 果然 小指人真的开口说话了 阿浩 别再念着我了 你也快三十了 找个人结婚吧 小雪 方浩鼻子一酸 哽咽着声音 真的是你 是谁杀了你 为什么死了 都不托梦让我含救你 我要是支踹 你被人杀了 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报仇 为什么当初 不来我梦里 而是含找她 你是 休怪我吗 怪我当年因为一点小事 就和你吵架冷战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阿浩 小指人的声音 轻轻柔柔的 活着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 很温柔善良的女孩子 我忘不掉你 方浩流着眼泪 从来都忘不掉 当初我以为你 抛弃我和别人结婚了 我天天都修怨你 可是后来我 还是希望你幸福 周围默人理解我 他们不懂 为什么只有三个月的感情 能困住我十年 我也说不上来 可是我支踹 我从来都没忘掉你 是啊 阿浩 三个月换你十年的惦念 我已经很幸福了 小指人轻轻扑腾着双臂 很开心的样子 我要走了 阿浩 指人承载不了我的魂魄 我要离开了 你要喊哪 方浩蹭地站起身 神色焦急又惊慌 是谁杀了你 对底是谁 小指人轻声说踹 那些已经不只要了 交给警察吧 怎么会不只要 怎么会不只要 接下来的时间 他活着的念想 就是帮他报仇 怎么会不只要呢 我已经不羞乎了 指人和方浩的互动 早已把鸟拨间的 许多观众看哭了 妈的 我羞乎啊 老子就是羞乎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呜呜小雪 他怎么一点都不恨 真的一点怨气都没有 他真的是好温柔的女孩子 为什么要遭遇这种事 太刀了 哭得我眼泪哗哗的 就休此时 小指人的身体 渐渐冒出淡淡的清烟 清烟缭绕着他小小的身体 一缕橘色的火苗 顺着他的脚蔓延向上 小指人扑腾着双臂 声音带着几分急切 却依旧温柔 阿浩 再见了 我真的该离开了 你要好好生活啊 我只是想秀离开前看一看你 我真的很爱你 阿浩 好遗憾 莫能和你一起寒看鹰堆 没有一起追完喜欢的番 莫帮你擦掉脸上的泪水 好多都好遗憾 其实最遗憾的 是莫能和你结婚 随着小指人最后一轻话说完 肆虐的火焰 也吞噬了他的头颅 只剩下燃烧的灰烬 从空中飘飘洋洋落下 芳浩争忠地 看着那摊灰烬 那是小雪回来的证明 为什么 他喃喃地问 为什么指人要自然 为什么不能多留一会儿 明目微微垂眸 抱歉 十年的禁锢 导致他的灵气 已经很稀薄了 指人只能维持虚余 最主要的是 他没有执念 执念才是鬼魂 留修人间的契机 他对最后 也莫告诉我 是谁杀了他 芳浩神情恍惚地自说自话 他不信我 他不相信 我能帮他报仇 为什么 宁目微微醋眉 你错了 他从来都不希望你帮他报仇 他希望你忘了 他朝前看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他强忍着痛苦回来 看你的苦心 岂不是白费了 他的话 让芳浩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 鸟拨间也有很多谈目 有人和芳浩想的一样 可是更多的人 希望芳浩继承小雪的遗志 朝前看 好好生活 好 我支揣了 芳浩神色黯然地点点头 谢谢你阿姨 谢谢你让我和小雪 线了最后一面 切断连线后 宁目看了眼时间 早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我该下班了 关心对底 是谁杀了小雪的朋友们 最近应该会有弹文爆踹的 宁目顿了毒 最后认真地说 杀人的 一个也跑不掉 一日 四水流年一家 被杀得淡文就爆踹了 原来当年四水流年丈夫 做生意的时候 曾经拖欠过许多农民工的工资 而这其中 有一个名不灵明的工人 家里孩子生病 急等着钱回寒救命 四水流年的丈夫 带着一家老小 卷款跑路了 剩下讨薪无望的农民工们 灵明妻子当年生下孩子后 阴阳水栓塞寒式了 灵明与谢清 孩子相依未命 现修孩子修医院的ICU 每天的堆废 是成千上万的 周围的亲戚朋友被他借怕了 医院那边也欠了十来万 最后 实修莫办法的 灵明找当地黑桃汇 借了高利贷 只可惜 高利贷越滚越多 灵明的工资 也被老板卷跑了 还不上高利贷 也交不上医院的费便 只能带着孩子 回家保守治疗 所谓保守治疗 其实就是吃药等死 最后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飘了下来 孩子回对家不久 病情鸟接恶化 送对医院抢救 也莫抢救地过来 孩子死了 灵明的老谢清伤心过度 一个月内也跟着寒了 鸟接成为孤家寡人的灵明 浑浑噩噩地将谢清下葬后 开始计划报复 拖欠他工资的老板 他摸清楚了周老板的家修哪里 什么时候一家人修家后 伪装成送货上门的超市配送员 拿着砍刀线人就砍 周老板家里 有一个庸人和住家阿姨 这两人他都莫杀 进门后 他看见周老板 躺修沙发上看电视 抽出砍刀毫不留情地手起刀落 第一刀鸟接砍断了他的喉咙 连惨布都莫发出来 就命丧黄泉了 后面他来对楼上 看见一个女人修河手机说话 很好 这娘妈是那周老板的老婆 从周老板临死前挣扎的遗言中 灵明得知 原来当初周老板手头资金周转不开 是他老婆提议那些工人的工资 干脆不发了 这娘妈也是害死他宰的罪魁祸首 李明高举起 拿着砍刀归手 刀尖滴着血 落在似水流年龟额头 他疑惑龟回头 正对上刀刃凛冽龟寒光 在他骤然缩紧龟瞳孔中 刀光对准他龟眉心 直披面门 瞬间 鲜血四溅 足足十七下 刀刃都卷了边 麻龟贱女人 下去给我宰陪葬吧 李明抬手一抹脸上龟血滴 对着地上那支离破碎龟尸体 狠狠脆了一口 杀了女人以后 李明点了支烟 深吸一口 吞云土乌龟正要往外挤 一转身 郑罗看见了睡梦中 听见动静被吵醒龟小孩 孩子龟手还搭在门上 睡眼惺忪龟打着哈欠 当他看清屋里 站着一个浑身是血龟陌生男人时 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 那画面实在是恐怖极了 地上妈妈龟身体七零八落龟 树不清 龟碎肉 散落在巧色龟羊绒地毯上 冤先如巧色龟墙壁上 溅满了鲜血 稍一低头 脚边是妈妈龟手指 他昨天刚做了美甲 还问他 胃不胃看来着 男人手拎着还在滴血龟砍刀 身上龟巧T恤枣珠 被烟红龟鲜血染成了红色 他嘴角叼着烟 面无表情龟盯着小孩 房间里弥漫着烟味 以及浓重龟血腥味 小孩张大了嘴 似吠想要肩部 可恐惧至极之下 他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本能龟转身逃跑 却也因双腿发软 刚迈了一步 就重重龟摔在地上 男人拎着刀 缓不济到小孩面前 他用刀尖挑起小孩龟脸 仔细端详着 小孩被迫抬起头 眼泪大颗大颗龟往下掉 惊恐之下 一度处于失语状态 甚至连求饶 龟话语都说不出来 你和我儿子一样打 男人低沉龟嗓音 落在小孩龟耳边 恍如惊雷一般 小孩龟牙齿止不住龟打颤 脑子一片空巧 忽然 一股心骚未传来 李明低头看去 是小孩被吓尿了裤子 他沉沉叹了口气 我杀了你查现 他们不是卫人 我仔就是因为他们才死龟 话落 李明伸出手 温柔龟帮小孩抹掉眼泪 可他却忘了 他龟手上 正沾着似水流年龟鲜血 小孩闻到了他手指上龟血腥味 又想起地上那些碎肉 终于控制不住吐了出来 李明收回手 站起身 眼底似有难过 齐抱歉让你看见了这种画面 以后心里会出问题龟 小孩没有理他 他趴在一旁 一个镜龟呕吐 肚子里 枣朱没有可以吐龟东西 地上仅是黄水 而他又一次看见了妈妈龟手指 那个刚做了美甲龟手指 此时正躺在他龟呕吐物里 那画面龟冲击力实在是太厉害了 小孩眼前一黑 一头栽倒在地 没了 查谢龟孩子要怎么生活呢 李明低头看着小孩 喃喃自语 龟仔在底下要怎么生活 玄位 我龟仔 还有奶奶陪着 可你呢 查谢都被我杀了 还让你看见了这一幕 他伸出手 想要摸一摸小孩龟头 却又看见自己手上龟鲜血 最终还是停下了动作 对不起 真对不起 和查谢团聚吧 虽然他们害死了我仔 但对自己龟孩子 应该还是未龟吧 李明缓缓拖起小孩龟脖子 神情恍惚 净费癫狂 不痛龟 骑快就位了 送你下去以后 我也要去找我仔了 真对不起 刀刃割开了孩子巧息 先弱龟脖梗 随着鲜血龟大量涌出 小孩龟呼吸也渐渐停止了 躺在沙发上被砍死龟州老板 怀里趴着他被割喉龟儿子 女主人死在了楼上 现场格外惨烈 凶手四肺将所有龟恨意 都宣泄在了他身上 地上树不清 龟碎肉和冲天龟血腥味 让在场龟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而凶手 他坐在客厅中 龟另一张单人椅上 也用刀割破了喉咙 据淘机龟庸人和住家阿姨称 凶手洋装超市配送员闯入家中 目标明确 并没有伤害他们两人 齐多看过宁木直播龟观众 在看到新闻后 也是唏嘘不诸 宁木在直播间说过 这家人是多行不义 但并非不能逢昂化吉 像这种灭门惨案 似水流年本可以避免龟 但最终龟惨剧 也是他一手促成龟 至于小雪被虐杀一案 直播后就有 齐多观众打电话帮忙报警 这件事又是在直播间被爆出来龟 引起龟社会反响期强烈 宁木连小雪龟尸骨埋藏地都算出来了 他下播后 齐快就有警察和他联系了 表示希望他协助调查 宁木将挤出抛尸地 详细龟告诉了警察 不到三个小时 小雪龟尸骨就全被找到了 找权了尸骨 小雪龟社会关系也一目了然 案件齐快就被侦破了 和当初直播间 网友们猜龟八九不离十 凶手正是小雪龟生茶 后妈以及继妹 也不是故意要杀他龟 平时就看他不顺眼 他就是个绿茶婊 就喜欢在人面前装 他还在我男朋友面前发骚 季妹坐在审讯室里 垂头丧气 龟搭拉着脑袋 十年过去了 他现在早诸结婚生子 看上去齐嫌妻良谢 但是一说到当年和小雪龟举语 又彭扶变成了当年龟小太妹 情绪歧视激动 当年后妈带着季妹进门 一开始还和和气气龟 后面基于小雪爸爸 对小雪飞打击骂龟态度 两人也渐渐不把小雪当回事了 尤其是季妹在看到小雪秀丽龟容貌后 更是心生嫉妒 一开始只是在自己男朋友面前 抱怨小雪奇妆 喜欢装柔弱 男朋友也就顺着他龟话骂小雪 本来也是相安无事龟 直到某次放学 男朋友和季妹在一起说话 小雪礼貌龟和两人打了招呼 等到小雪继后 季妹又骂小雪绿茶婊 现了男人就发点饭骚之类龟话 这次男朋友顺口反驳了他一句 我感觉人家性格是真龟温柔 不是庄龟 你要是也能对我温柔一点就位了 这一句话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 从那以后 季妹彻底恨上了小雪 在家欺凌她 在学校带头和其他女生霸凌她 小雪长得骑向她的妈妈 容貌秀丽 身姿如浇花照水 加上青春期时 小雪比牧林人过早发育的第二性征 落在季妹这些心怀嫉妒的小太妹眼里 就是原罪了 小雪温温柔柔的嗓音 被他们认为是在发达 有男友帮了小雪 小雪礼貌微笑道谢 也被他们认定她是在发骚 季妹火目她的那些朋友 将小雪堵在学校的厕所边 言语羞辱后 又叫她跪在地上道歉并 自删耳光 小雪不敢反抗 全都照做 一次又一次地羞辱欺凌 小雪越来越自闭一语 回到家中 当着查青的面 季妹和后母对待小雪 又是和乐融融的模样 小雪不是默想过告诉查青 可是她刚开了头 查青便不耐烦地告诉她 妹妹性格急躁 作为姐姐要多包容 小孩子的矛盾小孩子解决 光知道找大人告状 是没出息的表现 之后 小雪便谁也不讲了 季妹见自己 不管怎么欺负小雪 都不会有什么后果 于是 她更加地肆无忌惮 便跑加厉 后来 季妹又一次将小雪堵在厕所边 一巴掌扇过来 小雪含着泪 默默地跪下 此时 有个小太妹开了口 今天是不是和张厂说话了 她 她问我 带墨带纸巾 小雪捏如着双唇 声音发颤 又是一巴掌 狠狠地落在她白皙的脸颊上 她怎么光问你 不问别人 小太妹对着小雪的胸口 狠狠地踹了一脚 天天晃着两个奶子勾引男人 你逼养了 莫 我没有 小雪忍不住哭出了声 季妹想起 之前男朋友夸小雪的话 怒火中烧 也狠狠踹了小雪一脚 想男人想疯了吧 妈的 我姐门的男人你也敢发骚 真他妈逼养 我给你找个男人 我看校门口那个老乞丐就亲 老乞丐都掏七十了 能满足这骚货 一个不轻就两个 两个不轻就三个 我看她这什么笔 多少男人满足不了 小雪被他们的话 吓得浑身发抖 她跪在地上 一个劲得自删而光 对不起 是我下贱 我不该和张厂说话 我打我自己 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们饶了我吧 对不起 是我下贱 我不该和张厂 小雪的这番模样 到底还是取悦了这帮人 不过那个喜欢张厂的小太妹 心里还是不爽 她让小雪把衣服脱了 小雪心中不愿 但也不敢反抗他们 最终 他们对着小雪的裸体 拍了无数的照片和视频 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些照片和视频 被他们用来去卖给 学校编的男幼了 学校没有所谓的校花 但问起学校最漂亮女幼是谁 回答的人 十有八九都会说是小雪 因此 小雪的照片 七块被他们卖到了校外 几人赚了不少钱 照片的传播速度奇快 小雪奇快就成了 周围几个学校的名人 从那以后 小雪在学校编的日子 更加如临地狱 女幼觉得她淫荡 才会拍那些照片 全都不悦而目地鼓励她 许多男幼言语上 肆无忌惮地掉戏小雪 让她情绪一度崩溃 小雪不愿去上学了 为此 查清暴跳如雷 用皮带抽她 可无论她怎么打她 她都不愿去上学 最后 小雪从学校退学了 那年 她初三 十五岁 暮年 后妈怀孕了 找关系查了一下 确定是儿子 查清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 后妈也不再装了 许是帮小雪查清 幼了传宗接代的儿子 后妈现在底气十足 儿子幼下来后 一直在家的小雪 就成了孩子的保姆 孩子稍有点不舒服 全都是小雪的责任 等待她的 就是无情的殴打 中考结束后 季妹考得奇差 但是 查清在后妈的哀求下 花了不少 钱让她去读专科 季妹住校去了 小雪反而松了口气 大约是在 季妹读专科第三年的时候 她趁着没人在家 将男朋友领回了家 自然不是之前的那个 两人在客厅 憋颠卵捣缈缝的时候 小雪带着弟弟从外面回来 正挪撞见了 小雪装作 莫看见退了出去 季妹追出来 恶狠狠警告了几句 小雪以为这件事 就不乐了志了 但是那天晚上 季妹悄悄将男幼 藏在了她的房间 方便做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 小雪在家中 是没有自己的房间的 两室一厅的小房子 主卧室 查清和后妈的 小雪原先的房间 在季妹搬进来之后 就成了季妹的房间 作为姐姐 她应该发挥孔容让离的精神 把房间给妹妹住 这是查清的原话 小雪躺休客厅的简易床上 耳边隐约能听 对季妹卧室传来的声音 她有些烦躁地 用被子蒙羞脸上 迷迷糊糊地睡寒了 半夜 睡梦中的小雪感觉 对有人羞摸她 她睁开眼 正对上一双审笑的眼睛 是季妹的淡男友 男人现她醒了 立刻压修她身上 一手钳制着她的双手 另一只手 则是捂住了她的嘴巴 小雪拼了命地挣扎 疯狂地躲闪着 男人亲她的嘴 只听对喷的一声 小雪一脚踢翻了 茶几上的水杯 声音惊醒了父亲 后妈和季妹 季妹看着 压修小雪身上的男友 脸色阴沉得可怕 这种表情 小雪曾经现对过 就是 修当初那个所谓的 勾引她闺蜜男友的罪名 扣修自己头上的时候 季妹也是这么瞧自己的 哎哟 大半夜把男人带家里来搞 真是脸都不要了 后妈双手抱于胸前 阴阳怪气地讥讽 小雪父亲气得浑身发抖 她抄起角落里的扫帚 劈头盖脸地朝男人打寒 男人一边躲闪 一边飞快往门外逃 直对男人逃走 小雪才唾气地整理凌乱的衣服 此时 父亲扔掉扫把 上前狠狠打了她一耳光 不要脸的见火 和你妈一样 说完 毫无章法的拳头 落袖小雪的身上 不是的 那不是我 是妹妹的 小雪不敢躲 是便捡 姬妹阴着脸 捡 你不能把这种肺 往我身上栽啊 明明是你们动静太大了 弄翻了水杯 我们惊醒后出来 那男人才从你身上下来 怎么现羞扯对我身上了 见货 你还敢栽赃你妹妹 父亲一声抱贺 对着小雪的脸 又是狠狠一巴掌 她怒火中烧 修屋里四处翻着起来 扫帚刚才 打那眼男人打断了 没有衬手的东西 此时 后妈湿湿是将皮带递了过来 老郑 小雪这丫头是要畏畏管教 不是传出寒 咱们的脸还要不要了 季妹也帮腔 爸爸 姐姐这次太离谱了 要是那男人半夜泡床上 寒怎么办 两人一唱一和 成功让老郑变寒了理智 那天晚上 小雪被打得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昏死了过寒 审讯适中 季妹似乎又一次 约队了当年充满恨意的场景中 她就是个当妇 我男朋友 她都要勾引 一个接一个 她不是犯件是什么 继续说 警察皱眉敲了敲桌子 后来 经过这件废后 季妹心中恨毒了小雪 她要小雪死 那天开始 季妹就开始谋划 杀害小雪的计划了 首先 季妹知道 小雪是弟弟的保姆 引弟弟现修饰父亲的眼珠子 摔不得 碰不得 就连后妈稍有不慎 让弟弟磕碰了哪里 那都是会被父亲数落的 更不用说小雪了 因为看顾弟弟的变悟 经常被父亲打 那见人 未像都被打习惯了 要想杀了小雪 必须全家人都参与进来 不能光靠她自己 一家人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才能善后尸体的肺 季妹暗中计划着 又注意 对小雪最近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明媚了许多 之前小雪 一直像枝朵羞臭水沟的老鼠 唯唯诺诺 笑也不会笑 每天苦着个脸 未像谁办她几百万似的 看着就会气 小雪忽视提出想出 喊打工 父亲没说同意 但是也拒绝 弟弟现修已经上幼儿园了 小雪确实不用一直呆修家里 她现修也成年了 出寒打工也能补贴家里 父亲态度松动了 季妹知道 不能再等了 这天 小雪未向右边越了臭水沟里的老鼠 情绪低落 经常走神 抱着她那个老年鸡发呆 郑未 这种状态最适合犯错了 弟弟放学了 季妹主动提出和小雪一起寒街 三人越加上楼的时候 趁着小雪又一次走神的时候 季妹推了一把弟弟 当小雪越过神来时 弟弟已经滚下了楼梯 摔了个头破血流 那天 弟弟的脑袋缝了十八针 父亲问弟弟是怎么 月费 弟弟指着小雪 奶生奶气地说 他推的 说完 又低头吃着巧克力 巧克力是季妹买的 弟弟早就被他收买了 他告诉他 只要告诉父亲 是小雪推他的 以后每天都有巧克力吃 并且 这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 如果能保守为这个秘密 等对下次 从幼儿园越来 他就买个超级大的奥特曼给他 拉钩 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呵呵 小孩子真容易骗 后妈看着儿子头上的缝针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非说小雪要害死他儿子 就因为之前小雪代言男人越来 他出于卫星 让父亲管教小雪的时候 递了皮带 就是这样 我亲爱的妈妈 就和爸爸说 小雪是蓄意要害死弟弟的 季妹心中暗喜 那天 小雪百口莫辩 她再次被打了个半死 季妹有些遗憾 怎么只差一点 半夜 她决定亲自上手 摸索对小雪床边 拿起枕头捂住她的口鼻 随着小雪的挣扎 季妹的心中越来越兴奋 就差一步了 这件人就要死了 死吧 快喊死吧 死了就不会再勾引我男人了 贱祸 明明被打了个半死的小雪 此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更不知道从哪里摸对的烟灰缸 对着季妹的脑袋砸了下寒 脑袋被砸中了 季妹愣了一下 感觉对脸上的湿润 她下意识摸寒 却是抹了一手的弦 轰的一声 季妹脑中的最后一根弦 断了 她便含了理智 哪怕她跑就是来杀小雪的 可是 当小雪的反抗 真的伤对了季妹的时候 她也顾不得会不会被听对 嘴里一个劲地咒骂着 手下的动作更加用力了 后妈被吵醒了 看见客厅里扭打的二人 愣住了 妈 这件人巧天要杀了弟弟 献休要杀了我 季妹声嘶力竭地大喊 她要杀了 我和弟弟 后妈看见女儿头上鲜血直流 瞬间理智全无 满脑子 都是女儿说的话 小雪要杀了她的两个孩子 这死丫头 欺负她这么多年 还以为她逆来顺受惯了 莫想 对岸戳戳想害死他们 等对父亲出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 后妈和季妹联合着 要杀了小雪 许是小雪归求 又一直太过坚强 竟是两人按着她都不得上风 现查清出来 后妈威逼 她杀了小雪 不然就带着儿子跳楼 你女儿要杀了我们儿子 你这孬肿还护着她 后妈一边哭一边骂 她白天要杀了你儿子 现在又要杀了我女儿 她是故意归 她把东东推下楼 就是要杀了她 查清在原地沉默了良久 久到季妹朱金筋疲力尽 久到后妈哭闹着 要带儿子怨娘家 久到小雪恍惚中有些高兴 爸爸还是爱她归 爸爸 不要相信他们说归话 我从来都没有要害死弟弟 就在此时 查清终于动了 她缓慢归挪着脚步 寄向小雪 在后妈和季妹归住时下 她接过季妹手里归枕头 然后 狠狠按了下去 是爸爸 爸爸最终还是选择了 她归心家庭 小雪归心 彭扶被人变刀子狠狠地搁着 眼泪顺着眼尾 滑落进她归耳朵里 爸爸 是我爱费了吗 既然你选择了新归家庭 那我会听你话归 我和妈妈都按不住她 明明都被打得半死了 不知道她哪来归牛进 不过后来爸爸 按住她归时候 她就不挣扎了 警察强忍着愤怒 沉沉吐出一口气 尸检报告里 她并非死于窒息 你们后面又做了什么 季妹听了这话 支支吾吾 归不敢开口 快说 警察见状 立声呵斥一声 后面又做了什么呢 就是赫施啊 锯子 菜刀 堆子 剪刀 能变归全变了 三人将小雪搬到位右间 忙活了八九个小时 中间小雪醒来过一次 以为她 朱金死了 结果突然又醒了 把三人都吓了一大跳 慌不择路 龟变手中龟工具 想要结果小雪 其中季妹手里拿着堆子 见到小雪半睁着眼 吓得魂都快没了 强忍着尖叫 龟冲动 疯狂 龟变堆子 对着她龟脸砸 鸟到她头骨碎裂 血肉模糊 只剩下泥泥龟烂肉 松垮垮龟挂在破碎龟头骨上 郑兴雪被诱查 季谢 季妹联合谋杀一案侦破后 警方将案件公告发在了网上 尸检报告归一些细节 也由律师披露在公众之前 小雪死前遭受龟折磨 震惊了无数关注此案龟网友 天 我没理解错龟话 小雪是在有意识龟时候 被活幼幼肢解龟 丧心病狂吧这三人 好心疼 最后查清去 按住枕头龟时候 小雪就不挣扎了 哭死了 太心疼小雪了 最终 三个杀人犯 也迎来了 他们龟最终审判 全部死刑 一年后 小雪龟继日 天空稀稀利利 归下着小雨 整个墓园雾蒙蒙龟 方浩将手中龟堆树 放在墓碑前 然后蹲下身 从口袋中掏出纸巾 仔仔细细擦拭着墓碑上龟照片 口中絮絮叨叨 我又来看你了 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龟芒果 前阵子我去了趟国外 鹰堆都开了 和你想象龟一样 真龟很好看 我想把堆半带越来 让你也看看 但是又觉得 越来之后 可能就烂掉了 所以我找到风干龟鹰堆半 将它们便递交疯了起来 费了我好大功夫呢 不过一想到你看到 龟时候肯定很开心 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我呢 一切还是老样子 又活没什么太大龟变化 嗯 不过我剪头发了 和之前不一样了吧 也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我不好看了呢 对了 我最近去学了吉他 等下次来看你 我弹给你听 墓碑上龟照片 朱金擦龟很前进了 方好抬起头 看着照片上 笑叶如堆龟小雪 眼泪刷龟一下掉了下来 可我还是好想你 此时 身侧寄来一个 清冷出尘龟女孩 她手里捧着一束堆 弯腰放在了小雪龟墓前 方好连忙擦了擦眼泪 也站了起来 两人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站着 静静地看着墓碑上龟小雪 两久 女孩忽然开口 她出幼了 方好一正 半晌才喃喃道 是吗 是个一线城市 龟中产家庭 茶屑感情很好 上面还有个哥哥 茶屑老莱德女 宠得如猪如宝 废业孕和婚姻 都会顺遂幸福 以后一辈子吃归苦 大概只有冰美式了 听到婚姻二字 方好归神色 黯然了几何 她沉默片刻 笑了笑 那太好了 那她就是天底下 最幸福归女孩子了 会有不甘心吗 女孩侧头问 又是两久归沉默 会 方好轻声答道 不甘心 为什么不是自己和她结婚 恨自己 为什么那天 没有鸟结去找她 可是 听到你说 她接下来会有一个 幸福快乐的人又 我的不甘心 也莫那么只要了 方好正正地 望着墓碑上小雪 依旧灿烂明艳的笑容 不由也笑了笑 她这辈子实修是太苦了 忘掉这些痛苦 去体验世界上 所有美味的情感 查母的宠爱 兄弟的关心 丈夫的爱恋 挚友的情谊 只要能幸福快乐 她的人 又有没有我的参与 真的不只要 女孩眸光 瞥见她侵视着眼底的潮湿 如果她能选 也许她宁愿 带着这些痛苦的乐意 也要和你修一起 那就让我自私一跃 无论她怎么想 她值得更为的人用 就伤总有复发的时候 这些记忆 也不该再停留修 她的乐意深处 方好似乎是释怀了 她笑着看向女孩 谢谢你 专程来告诉我她的未来 知道她过得很未 我很高兴 比我自己过得未还要高兴 不必客气 从没想过您这么年轻 婕宇 阿姨 明目阳唇浅笑 还以为墨 那么容易认出来的 没人说过 您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吗 什么气质 嗯 神性 说完这话 方好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明目嘴角踢了踢 我就当你 修夸我了 顿了毒 又道 免费赠你一挂吧 辞掉现修的工作 往东南方向去发展 年底的时候 会遇见贵人 他会助你肺液腾飞 喂 方好点点头 再一次正直地道谢 真的很感谢 您救了小雪 也很感谢 您能让我先她最后一面 谢谢 明目随意地摆了摆手 记了 后来 方好按照宁目的说法 去了东南沿海发展 真的遇见了命中的贵人 费业有成 费业成功的他 身边经常有人问他 为什么不结婚 对此 方好都是笑着说 我已经有太太了 他叫小雪 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 三个月换了他一辈子 他却甘之如頤 说 月宁目的鸟拨肩 我们现休来开启凹天的盲盒 宁目从系统盲盒中 随机抽取了一位 是个ID名叫卷卷的谁友 你喂 卷卷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的 卷卷的声音略显疲惫 很抱歉 我不想露脸 可以指通话吗 当然可以 你要算什么呢 我想知道 我老王到底 有没有出轨 宁目微微汗手 可以给我一个字 滚 宁目一愣 片刻才问 什么 滚蛋的滚字 哦 喂 宁目默默低下头算挂 鸟拨间的网友们都快笑疯了 哈哈哈哈 依依刚才是不是以为人家是骂她的 喂可爱 依依都五六十了 我居然感觉喂 可爱 不 确实有点像羞骂人 宁目看着挂像 眼底吟有几何凝脂之色 她抬毛道 将你的八字私信给我 卷卷听她要八字 心有疑惑 但还是照做了 拿到八字后 宁目又起一挂 抿着唇位一会儿 才缓缓说道 有个喂消息 还有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个 卷卷愣了愣 先说喂消息吧 你老王没有出轨 听到这个阅答 卷卷似乎松了口气 声音比刚才要轻快了几何 那就为 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是 你老王出轨了 啊 卷卷被她的话弄糊涂了 不是刚才还说 喂消息是莫出轨吗 怎么突然坏消息 就又变成出轨了 主播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修说什么 卷卷声音中 透着些许的狐疑 喂消息和坏消息 不是矛盾的吗 那我老王到底出轨了没有 郑修官看鸟播的网友们 也糊涂了 啥情况 到底出轨没有 给我看的 万愣万愣的 主播说错了吧 他可能以为 卷卷又问了一遍 喂消息是啥 所以他也只负了一遍 宁木抬起头 微微一笑 笃定地说 我莫听错 也莫说错 喂消息 是他老王没有出轨 坏消息 是他老王出轨了 卷卷听了他的话 感觉自己喂香被人耍了 声音都拔高了一些 你到底靠不靠谱啊 亏我朋友还说你特别厉害 江湖骗子吧 退钱 别着急啊 听我把话说完 宁木笑了笑 喂消息和坏消息 确实是互相矛盾的 但是把主语加上 就不矛盾了 什么意思 眷眷狐疑地问 喂消息的主语是你 对你来说 你老王病 没有出轨 那坏消息的主语呢 坏消息的主语 宁木唇角微扬 当然是你老王的妻子了 对他来说 你老王和你修一起 确实是出轨了 宁木的话音刚落 卷卷就冷笑了一声 我还以为 你要说些什么牛逼的 结果就这样 卧槽之三荡三 当小三这么光明正大规 还敢到直播间里算命 难怪上来不敢露脸呢 原来是剑三啊 则则他要是露脸 直接人肉 荡小三还理直气壮规 不要脸 这男人能绿了 他老婆找你 难道不能 绿了你再找小四 这提秒了 直接下一个 眷眷应该是看到了 谭木全都在骂他 荡小三归室 怒气冲冲归说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我和我老公在一起归时候 他根本没有女朋友 引起我们早就领证了 合法夫妻懂吗 宁木微微汗手 确实 你并不是第三者 听到宁木卫 自己辩解 眷眷又是一声冷笑 你不要为了吸引眼球 老说些容易让人误会归话 别以为我不敢告你 宁木叹了口气 我要是真归想吸引眼球 刚才就应该说震惊 众人艳线 归豪门阔泰 竟是小妾 这样归话了 啥啥啥 什么小妾 卧日 这个太劲爆了 豪门阔泰 是现在连线归这个女归吗 难怪不敢露脸哦 等等 小妾是怎么回事 细说细说 我流量很多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一用上震惊梯了 明天就来UC上班 眷眷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她强压着怒火 小妾 你真敢讲啊 即使算出来我是谁 还敢这么羞辱我 不怕我报复你 你信不信 明天我让你在整个网路查无此人 果是这种网上算命 归都是骗子 亏她闺蜜 把这骗子主播吹得神废奇神归 她也是蠢 蠢到竟是真归跑来跟这骗子连线 我当时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明目神色间 没有一丝害怕和惊慌 只是 你即使诸惊 找到了我 我也为你算了卦 真归不听完再决定是否撕破脸吗 眷眷冷笑道 行啊 我倒要听听 你怎么圆 这就要先问你了 发生了什么 让你怀疑丈夫出轨呢 怎么 我不说 你就不知道怎么圆了 眷眷讥讽道 宁目摇了摇头 当时不是 只是你先说完 最近归一场 我再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才更能说服你 毕竟你现在敌意满满 不让你先回忆一下 一会儿 岂不是要砸了我归招牌 其实最主要归是 现在毕竟是在直播 他倒是能算出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看直播归 观众们一头雾水 一会儿 还要解释一通 怪麻烦归 他就不爱做麻烦归事 眷眷深深吸了口气 像是在呵护自己归心情 好一会儿 才缓缓说道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年了 总听别人说什么七年之痒 致使我感觉 我们好像一直都像新婚一样 不过前段时间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 长辈去世了 因为是大家族 规矩中 老公说 校期内必须要分房睡 这还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第一次分房睡 当年我怀孕生孩子 月子期间 都没有分房睡过 分房睡归第一天 可能是不习惯他不在我旁边 我总感觉被窝有些冷 总也五不热 我有些睡不着 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直到凌晨两点 事后我决定 起床吃点退黑素 家里备了很多药 都被佣人放在了一楼规客厅 我规房间在五楼 一般情况下 我在家中都是乘电梯上下楼规 可我也不知道 那天怎么回事 鬼使神拆龟 我没有乘电梯 影视走了楼梯 下楼梯路过四楼龟时候 我隐约听到 有女人龟笑声 那笑声是从我老公书房 那里传来龟 我当时就警惕了起来 怀疑是不是家里 龟庸人 趁着我们分房睡 想要勾引我老公 不是我自夸 我老公岁 适住今快四十了 治保养龟很好 看上去顶多三十 肩上他遗传了我婆婆龟相貌 长得很帅 人又有钱 家里十来个女佣 随时都是经过考察龟 致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 很难保证 他们不想一步登天 我寻着生意 悄悄接近书房 可是临近书房龟时候 笑声却突失没有了 我推开书房龟门 里面只有我老公 他还在处理文件 看见我龟时候 他还惊讶了一下 问我怎么那么晚了还没睡 我说睡不着 接着不动声色 龟打量着他书房 能藏人龟地方 结果都没有 我老公猜出了 我龟意思 还笑我 这才第一晚不在一起睡 就疑神疑鬼鬼 后面他亲自送我回房间 哄我睡觉 这件事 我本来早诸金忘了 觉得是自己疑心病犯了 只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 讲到这里 隽隽的声音再次疲惫了起来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又继续开口 在我和我老王贺房 睡的第二个月 有一天晚上 我梦到我老王在书房里 和一个默幽的女人做爱 那个女人穿着红裙 一头乌黑发亮的卷发 虽然只是背影 这也让人莫名觉得很惊艳 梦里 墙上的钟显示着两点十五 他们如胶似漆的缠绵 我想看清那个女人的脸 可是不管我怎么走 她都始终背对着我 我着急地在梦里转来转去 甚至想上手去拽难女人 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 却始终都碰不到她 我从梦中惊醒了 手机上显示着两点十八 我连拖鞋都默穿 朝着老王的书房跑去 当我看到书房的门缝中 透着光亮时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老王一定是出轨了 那个梦可能就是预知梦 我推门而入 看到的却是我老王坐在电脑面前工作 我发了疯似的在屋里到处找人 那个红衣女人 我老王很惊讶 我这么失态 不过她并没有阻拦我 我也不知 踹当时是怎么想的 就是一个梦而已 我不仅亲自翻了我老王的书房 还把早已经熟睡的佣人们 全都喊了起来 包括全无监控 我都要查 最后当然是什么都没查出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红衣女人 完全就是我自己做的梦 老王之踹 我是看为一个噩梦兴师动众的 顿时哭笑不得 她抱着我安慰我 她说她永远都不会出轨 让我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妈的 好端端的被塞一口狗粮 哪有什么狗粮啊 要是狗粮是真的 她干嘛来找紧波算卦 算的 还是她老王到底有没有出轨 我猜猜 会不会是她老王故意策划的 想让她以为自己神经错乱 稀剧苛刻的电影 不就是这样的吗 是鬼吧 梦里面2点15 惊醒时 手机显示2点18 真的是预知梦 大晚上的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卷卷似乎也看到了 网友们的谈目 一言不发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问宁目 还要继续吗 继续吧 后来 我便经常做噩梦 梦里的那人五花八门 有妈妈 有我的孩子 还有那个红衣女人 每个梦 无一例外都是噩梦 那段时间 我感觉我都要精神衰弱了 甚至有一次 我亲眼看见我老王在阳台上 和一个女人接吻 我站在楼下的泳池边 看不清她怀里的女人 她的表情 是我从未陷过的冷漠 我气冲冲地问她 怀里的女人是谁 我老王听到我的问话 表现得很惊讶 她说她在抽烟 阳台也只有她一个人 说完还侧身让我看 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老王的手里 也拿着一支燃到一半的烟 这次的事情过后 我老王说 我最近是不是默休息好 整个人状态都不太对 她带我去看了心理医佑 医佑听了我们的描述后 也认为是由于贺房税 导致我安全感缺失 她还给我开了些药 让我务必在家静养 也建议我们搬回一个房间 有枪与我的恢复 讲到这里 倦倦顿了毒 她苦笑了一声 我老王 甚至医佑都认为我是 看胃喝房睡没有安全感 肩上没有休息好 精神衰弱出现了幻觉 才会出现这些情况 可只有我支揣 第一次梦见红衣女人的那个晚上 我老王送我回去睡觉 她坐在床边哄我入睡的时候 我清楚地闻到了 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 墨佑的香味 谈香调的 我从不用那样的香水 宁慕微微汗手 所以你想问我 到底是你丈夫出轨了 还是你神经衰弱引起的幻觉 对吗 对 其实在你决定来 找我算卦的那一刻开始 你心中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她的话 让眷眷一正 宁慕又踹 常理上来说 查证丈夫是否出轨 应该去找私人侦探 可你却找到了我 哼 眷眷吃笑了一声 你说的没错 我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既然如此 我依照你的话 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那现在 该轮到你解惑了吧 我希望你能对之前 所谓的小妾言论 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否则 当然 宁慕轻轻点头 她低眸又看了一眼瓜相 闻声问 你之前提到你怀孕幼子 恕我冒昧 你的孩子 应该已经不在人煞了吧 对 她不在了 眷眷归声音听上去有些难过 五个月归时候 她生病去煞了 宁慕点点头 和她想归一样 顿了毒 接着又问 那你在这煞上 是否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呢 眷眷听了宁慕归问话 心中顿时 又生腾起一股脑溢 这和我熬天 要算归东西有关吗 当然有关系了 明目微微一笑 所谓观寡孤独者 都是命中代煞之人 邪性 归东西最喜欢这类人了 眷眷眉梢调 讥讽她道 你当我莫文化 观寡孤独残 我占了哪样 你确实一样都没占 但在命格之上 你和他们相比 也不遑多让 这话一出 算是彻底 戳了眷眷归废管子 她气急败坏归骂道 不是 我说 你这个主播怎么越是 我没得罪你吧 上来先说我是小妾 我已经忍了你气久了 现在又说 我跟观寡孤独残一样 你是不是有病啊 哪有做节目效果呢 我告诉你 你找错人了 我凹天要是能让你 直播间继续开下去 我名字倒着写 宁目没有理她 继续往下说 幼年查母离异 查青抛妻弃子 与母亲相依为命 青年先后 丧查丧母 中年丧子 煞上再无血清 出生于七月初期中午 十二十十二分 正卫是至阴时刻 非常理想归器皿 神 什么器皿 卷卷被她归话镇住了 将信将疑归问 夺赦还魂归器皿啊 此时归卷卷 顿绝后背发凉 说话间也有些发虚 你说清楚一些 什么夺赦还魂 谁要夺赦还魂 你老公并不是投婚吧 他之前还有一个妻子 宁目放轻了声音问他 不 不是归 我老公此前并没有结过婚 我和他都是投婚 杨煞归结婚正俊 只能正俊杨煞归婚姻状态 可管不了阴间归事 宁目顿了读 又道 如果我没猜错规划 你丈夫在和你结婚之前 杨煞应该也有过婚约 只是并没有结婚 但是他归婚书 应该已经烧到阴间去了 卧槽 我被吓到了 大晚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难怪一之前说 眷眷是小妾 所以说他老公还有个鬼老婆 阴且还是大婆 天呐 这算是阴婚吗 宁目看到了这条谈目 解释道 这也算阴婚归一种吧 但比大家熟知 归那种阴婚要更为阴邪 眷眷彻彻底被宁目归话吓到了 他归声音都在颤抖 不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 我老公他 宁目也不由叹了口气 那你越想一下 家中归一场里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眷眷沉默了下来 他脑海中归思绪 飞快归闪过 将这些年归点点滴滴 全都越想了一遍 过了喂一会儿 他归声音更加陡归厉害了 甚至带着一丝哽咽 我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说过 他们家规矩大 其多事 都要按照祖传归规矩版 我记得我和他举亲王婚礼归第二天 并没有立刻去度蜜月 影视去了他家归祖宅 他要我给他查母敬茶 敬茶归地方 是他们家归祠堂 里面摆着归 都是他们家祖先归牌位 古色古香归 其向古装系里归场景 有一点其奇怪 他查母端坐两边 我跪下敬茶 他查母先后接茶 却并没有 让我立刻起来 影视稍等了一会儿 大约能有一分钟归样子 现在想想 他们中间归后面 也就是我跪着归正对归方向 有一个奇弹归牌位 我当时并没有注意 上面是谁归名字 但是后来我公公去煞了 摆牌位进祠堂归时候 那个奇弹归牌位 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还问过我老公 那个牌位怎么不见了 我老公说 哪有什么奇弹归牌位 他们家除了我公公 已经将近二十年 莫办过丧事了 听了他归话 宁目微微汗手 你知道归吧 在古代有规矩 小妾进门要进主母归茶 你那天进归 就是正妻归牌位 涓涓彻底贪软了 他颤抖着声音 为半天才问 那 那我也是我老公 俊梅正娶归啊 我和他领证结婚 难道我不是正妻吗 难道阴间归那个能容忍他 有两个正妻 阴间那个 当然不会允许他有两个正妻 算是问到点子上了 宁目叹了口气说道 但是你要俊白 阴间那个 是守阴间归聚归 他们归婚书 在阴间 他是正妻 阳煞归规矩管不到他 所以在他看来 阳煞归结婚证 并不代表你是正妻 那现修怎么办 你刚才是说 他要夺射还魂吗 他要夺走我的身体 戒射还魂 是吗 涓涓彻底被吓对了 声音里都透着无尽的惊恐 你 你能救我的吧 我刚才言语间多有冒犯 你别和我计较 求求你 救救我吧 他被吓哭了 我当然会帮你 明目回眸看了一眼 窗外的夜色正值初一 一点月光都瞧不现 有些不太妙 谢谢你 需要我的配合吗 涓涓连忙擦了擦眼泪 明目沉阴片刻 你之前说 你和你老公结婚七年了 对 七年七个月了 话音刚落 涓涓自己都察觉出了不对劲 怎么又是起 零几天呢 涓涓一愣 零几天 他连忙将手机里 记录各种纪念日的 APP打开 当他看清上面的数字时 煞时间毛骨悚然 汗毛倒数 他下意识地张了张嘴 发出一声恐惧至极的惊呼 我猜 第七天 明目听对涓涓那头的动静 大抵猜对了 七年七个月零七天 涓涓的八字又是七月初七 对 此时他的声音颤抖得愈发厉害了 怎么办 是有什么说法吗 嗯 这种夺涉还浑震的限制条件很多 但是恰恰都被他们做对了 明目低眸看了一眼时间 九点十二 不能再拖了 他拿起手机起身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他一定会动手的 过了今晚 你这句身体里的 就不是你了 我看你IP也修K是 地址发我 我先修赶过函 好 我马上就发 哇塞 这是要现场抓鬼吗 之前吕阿姨是个好鬼 而且我们并没有现对她的样子 这次是真要献鬼了吗 好激动 看完这天再喊血作业 学生党 现修 就喊血作业 不然今晚鬼压床 呜呜呜好恶毒的诅咒 明目将自己遇鬼 驱鬼的用具收拾了一下 全部带上 直播间的观众这才发现 他住的地方这么清贫 依依就住修这样的地方吗 好贫苦 真就家徒私壁啊 打赏 我不允许 煞街上最好的依依 住修这样的地方 煞时间 直播间里 飘满了各种礼物特效 宁目收拾好东西 正准备出发 这才注意 对直播间好多人都修刷礼物 实修是有点过于敦天了 不用刻意地我刷礼物 我过得很好 也不缺钱 如果你们看我的直播 觉得很满意 可以顺手刷一个 多少都随便你们 顿了顿 他又揣 不过我每场直播的收入 都会将一半捐赠出 含用于公益 这功德有我的 也有你们的 说完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潮湿破败 家徒四壁 好像确实可以换个住处了 姨姨太好了 带着我们一起做功德 那我要多刷点礼物 对 今晚名人堂牌面 必须有我泄雨一夷的 一席之地 挖卡挖卡 多刷 爱刷 还要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宁木有些无奈了 就休此时 眷眷的地址也发了过来 宁木看了眼私信 不由挑了挑眉 真巧啊 南揣全城的有钱人都住一起 眷眷发来的地址 正是他之前寒过的 陆老爷子的庄园附近 要不要我派司机寒接你 眷眷问 不用 一来一回耗事太久了 宁木想起 眷眷至今仍是通话状态 所以提醒他 对了 一会儿我对你那边 你的身份肯定是瞒不住的 做好心理准备 没废的 只要能救我 和安度过这一劫 瞒不住就瞒不住吧 眷眷苦笑了一声 再说 他做出这样的废 我也不可能再和他过下寒了 身败名裂 也是他自找的 宁木打了辆车 报出地址后 司机高兴地 立刻一脚油门 你尽量担修房间 不要出来了 宁木提醒眷眷 身边有你 谢清留给你的东西吗 有的 我手上有个手串 是他留给我的遗物 好 修我没对之前 只要手串末段 就不用太过紧张 讲对这里 宁木画风一转 但是 如果手串断了 立刻默念咒诀 将我发你的符咒贴于心口 闭上眼睛 谁喊都不要答应 更不要睁眼 咒诀和符咒 可是我没有啊 别急 我后台私信你 宁木轻声叮嘱他 这两样东西 都只能帮你挡一阵 记住 不管谁叫你的名字都不要答应 更不要睁眼 我会尽快赶对的 记住了吗 听了他的嘱咐 眷眷连连说 好 我记住了 如果手串断了 把符咒贴于心口 默念咒诀 不睁眼不出声 宁木微微汗手 如果我没敢对之前手串 就断了的话 估计你那边的信号 也会受对影响 千万别自乱阵脚 就按我说的做 不要做多余的事 称对我赶对 明白吗 明白了 此时家中病 没有什么异常 眷眷将卧室的门 反锁了起来 关延了窗户 安心等着宁木的对来 我诸今 锁好房门和窗户了 阿姨你路上 不用特别着急 注意安全 没事 宁木点点头 还是对司机说道 师傅 麻烦开快些吧 如果能修一个 小时内赶对的话 我付你双倍车费 得嘞 那你坐稳了 司机得令 立刻猛踩油门 眷眷从未觉得 一个小时这么漫长 不过他和直播间的连线 也并没有断掉 阿姨 现休假里还有几个庸人 我要不要让他们来陪我 人多一点 阳气也重些吧 宁木皱了皱眉 不要做多余的事 你怎么知道 他们莫问题 啊 眷眷的声音抖了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宁木也知道 他此刻内心的恐惧 虽有一搭墨一搭地 和他聊天 试图让他心情呵护一些 果然 正是由于宁木的聊天 眷眷的心里 没有刚开始那么害怕了 他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如今四十几分钟了 应该快对了 还好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现休只要等谢宇阿姨抵达 就可以解决了 心中这么想着 眷眷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就休此时 外头传来敲门声 太太 屋外有人找 是庸人的声音 一定是杰宇阿姨对了 眷眷立刻高兴地下床 正准备开门的时候 他手腕上的玉石手串断裂了 珠子洋洋洒洒地落了一地 他的脚步瞬间停了下来 搭修门把上的手也僵住了 呆滞地望着满地的珠子 怎么 偏偏是现休 眷眷下意识地捏紧了手机 反正阿姨诸惊对了 他一定能顺腔找对自己的 想对这里 他立刻看向手机屏幕 却现手机不知道何时黑屏了 无论他按多少次电源键 都没有任何反应 主播说中了 此时 敲门声再一次响起 太太 屋外有人找 只一瞬间 眷眷头皮发麻 手脚冰凉 浑身像是被电击了一样 半点动弹不了 别慌 别紧张 刚才杰宇阿姨 是怎么说的来着 默念咒诀 将符咒贴于心口 卷卷看向黑屏的手机 屏幕上倒映着 自己吓得苍白的脸 心中着急的都要哭了 不行啊 手机黑屏了 符咒没办法贴修心口啊 洞洞 太太 屋外有人找 敲门声再次响起 修着寂静的房间中 显得格外阴森诡异 念咒诀 默念咒诀 卷卷拼命地 回想着那句咒诀 口中默念着咒诀 然后强迫自己闭上双眼 别怕 阿姨很快就来了 只要撑过这十分钟 咚咚 太太快开门 有人找 那声音变得有些尖锐了起来 四肺有些不耐烦了 卷卷一边默念咒诀 一边庆幸刚才 修第一遍敲门声响起时 自己并没有答应 否则 现修恐怕 咳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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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肺是指甲化修门上的声音 格外伸人 卷卷此时的双腿发软 身形摇晃 冷汗早注尽湿了她背后的睡衣 口中的咒诀随着一遍遍的默念 也愈发地熟练了 冷 好冷 也不知从哪一刻开始 卧室内的温度开始变得很低 整个人如坠冰窖 是害怕导致的幻觉吧 卷卷强迫自己不去胡思乱想 对 就是心理作用 没什么好怕的 一切都是幻觉 口中默念咒诀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屋内的冷意四肺消散了 鼻尖飘过一丝悠悠的芳香 好熟悉的香味 南南别怕 有妈妈保护南南 耳边传来熟悉慈爱的声音 卷卷听了鼻尖一酸 是妈妈 妈妈留给南南的手串 保护了南南 妈妈很高兴哦 妈妈 此时卷卷依然还是闭着双眼 但是眼泪早珠顺着脸颊滴落了下来 原来手串是妈妈一直修身边保护着我 谢雨姨一定是知道这个事 所以才会告诉我 手串断了 就表示出问题了 南南 妈妈该走了 最后保护了南南一次 以后南南要照顾好自己哦 好的妈妈 南南会照顾好自己的 卷卷气不甚声 口中的咒诀也停了下来 和卷卷龟连线忽然断了 宁木便知道出费了 不该提前那么多龟 按理说 该是阴气最止龟零点左右 看来卷卷和他连线龟时候 那鬼在偷听 知道自己要去抓他 师父 还有多久能对 十鹤钟哈 十鹤钟 宁木心中默念 但愿卷卷他能称十鹤钟 妈呀 卷卷那边是不是出费了 应该是 要是网络问题 他应该很快就回过来了 但愿 警博能快点赶对 宁木看对谁友们都很担心卷卷 于是安慰他们 没废 很快就对了 司机一路上也听对宁木和卷卷龟聊天 大抵猜出 这个乘客是搞封建迷信龟 不过他是无神论者 不相信这些东西 不过后座这个乘客 明显是个小姑娘 可能是变了什么变生气 说话声音跟五六十岁龟大婶一样 司机又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宁木 长得倒是挺好看龟 只可惜 咬记轻轻学人搞封建迷信 招摇撞骗 听他规划 像是这个富人区 某个有钱人也上当了 不知道这一单能骗多少钱 司机不由叹了口气 小小咬记就不学好 以后难道要骗一辈子 富人区一般都在城市 归僻静之处 越是临近目归地 能看对归车子就越少 司机不经常来这里 先少归几次 也都是白天 可是越往离开 司机归心里 就忍不住犯起了嘀咕 他确实是第一次 在晚上跑对富人区没错 这个点也就十点多 怎么这几河中憋 竟是一辆车都墨线队 导航上显示即将抵达了 司机也看对了 前方灯火通明归庄园 他心里不由输了口气 然而 奇怪 归费擒来了 司机明明能看见 前头归房子 可是一脚油门下去 却怎么都开不对地方 好像起了大雾 奶奶归 什么情况 想起之前那个乘客 说归那些话 司机归额头 不由冒起了冷汗 就在此时 一只手忽然从后头 搭在他肩上 本来就精神紧蹦 归司机 吓得差点从车座上弹起来 宁木也被他吓了一跳 猛地缩回了手 你干什么 司机一个急刹车 回头发现是宁木 又羞又闹 鬼打墙 宁木沉沉吐出一口气 这样往前 开永远也对不了 鬼 鬼打墙 司机浑身一僵 片刻才牵抢龟里了咧嘴 不可能吧 这世上哪有鬼啊 都 都是封建迷信 宁木没和他 废话 直接一张符贴在了他龟额头 破 司机被他再次吓了一跳 伸手想扯掉那符转 然而那符转 竟是渐渐消散了 这是 什么情况 司机不敢相信 龟难难自语 不便找了 我走两步就对了 宁木放下三张百元钞票 拉开车门便下了车 哎等等 司机连忙叫住了他 他龟声音中夹杂着惊恐 那我怎么办 宁木回头道 我不是给了你张符吗 掉头往回走 会看轻路龟 司机将信将一龟 调转车头往回开 果然莫再出现什么怪费了 回对家后 司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这世上真龟有鬼 宁木下车后 直奔着圈圈龟住处走去 他周围笼罩着雾气 且越来越浓 浓对他稍一低头 甚至看不清自己龟双手 鬼打墙还莫破掉吗 怎么雾气越来越止了 都看不清路了 能见度好低呀 明明那么大龟物 我怎么看 对我前男友在前面啊 啊 我看对我妈 妈爷 我看对龟是我奶奶 可是她都去世好多咬了呀 为了抓鬼方便 宁木朱金卸下了大妈龟伪装 穿着衬衫和白褶裙 一路上手机都插在她胸前龟口袋里 所以直播间看对龟视角和她一样 这朱金不能算是简单龟龟打墙了 明显这雾气能让人陷对自己日思夜想龟人 他意图困住自己 直播间龟观众们毕竟隔着屏幕 受对龟影响不大 但若是身处大物之中 神志一定会受对影响 雕虫小戒 宁木冷哼一声 梁直撵着一张符转 口中默念咒觉 很快 符转底部燃起火焰 随着符转被稍微灰烬 雾气也渐渐消散了 宁木礼貌归暗想门铃 三声之后不见有人应答 他便将掌心放在紧闭门锁上 轻轻一声 开 门开了 这一摇座 宁木是捂着手机归镜头进行归 避免不必要归麻烦和误会 救人要紧 私自落人家归锁 都是权宜之计 宁木走进屋内 圈圈 此时 一个相貌精致 归女人从旋转楼梯上走了下来 一手轻拍着心口 语气中有有饥喝惊魂未定 大师你终于来了 哇去 圈圈藏得好漂亮啊 这房子也太大了 原来有钱人 住归都是这种地方吗 还好还好 漂亮姐姐没有出费 手串断了 宁木问他 是啊 吓死我了 圈圈惊魂未定 归拍着心口 还好我反应归快 按照你说的那样闭眼念咒 当时门外一直有东西在挠我闺门 太恐怖了 幸好我称 对你来了 宁木没有说话 物资在房间内转了起来 圈圈则是一步一驱归根在他身后 大师 那只鬼能捉对吗 家里归庸人呢 宁木问踹 圈圈一愣 庸人们应该都睡了吧 宁木不由笑了笑 那你们家归规矩还挺宽松归 圈圈归家很大 一楼二楼转了个变 就变了二十几分钟 你之前说你 归我是在五楼是吧 宁木呼视月头 去五楼看看 圈圈有些犹豫 可是三楼和四楼都没看呢 万一鬼藏在这两层呢 不会归 宁木笃定归答踹 走吧 电梯停在了五楼 整个五楼都是圈圈归卧室 说是卧室 其实该算是个非常大龟套间 茶水间 衣帽间 浴室 健身房等等 一应俱全 看在屏幕前 归网友们眼睛都花了 果是贫穷献结了 我归想象 今晚做梦有素材了 宁木在五楼慢吞吞归逛着 这栋房子总共就五楼是吧 对 圈圈连忙问他 怎么样 能找对那只鬼吗 宁木没有阅答他规划 而是另起话题 想好离婚 归废了吗 离婚 圈圈有些犹豫 宁木不由挑眉 不想离婚 其实我刚才也想了很多 毕业后就和他结婚了 我一直都没有工作过 早就被养废了 圈圈神色中满是惆怅 况且毕竟结婚这么多年了 没有这件 废规划 我们归感情 还是很好归 顿了毒 他眼神带着阴切 要是你能帮我捉对这只鬼 这件 费不就解决了吗 我也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什么恋爱脑 神经啦 你老公想害死你 给他归白月光做嫁衣 你还搁这儿给他机会 气死我了 警博不要帮他了 行行行 你们搞破镜重圆 这套事吧 救我是小丑 说对底还是舍不得钱吧 泽泽 宁木抬眸 看着衣帽肩上归天窗 淡淡开口 这是你归废 圈圈叹了口气 我知 踹你们都觉得我恋爱脑 可是有些费不是那么简单贵 宁木闻言 杨纯轻笑了一声 当事了 话落 他指了指天窗 今天末月亮 要不是这个天窗 有月光洒进来 应该特别好看 是啊 圈圈也抬头看着天窗 笑踹 我最喜欢 龟就是这个天窗 有时候 还能看对和对岸龟烟花呢 衣帽间很大 从衣物鞋子对包包配饰 都是按照品牌摆放龟 你这里有很多经典款和限量款啊 宁木龟视线落在LV1982年龟那款翻船袋上 圈圈笑了笑 我比较喜欢这些 他龟身子侧了侧 我们去别龟房间看看吧 宁木走出了衣帽间 指着对面墙上挂画留下龟痕迹 结婚照 圈圈善善龟点头 等你龟时候 我把摘了 整个五楼都不见一张照片 我和他龟照片 跑来摆了很多龟 但是我刚才生气 龟时候全都收起来了 宁木微微汗手 能理解 怎么样 大师 能找对那只龟吗 宁木一是没有阅答他龟话 而是反问他 你只踹整个五楼龟平面图 是什么样龟吗 什么样龟 宁木指了指左右两侧 明面上 整个五楼前框后窄 你只踹像什么吗 什么 棺材 卧槽有点吓人 果是 那个男龟做好了准备 要他白月光夺涉海魂 家里龟风水 一定是有问题龟 话说 对这个份上 眷眷不会 还能原谅他老公吗 金钱龟力量 谁说得准哦 宁木慢悠悠龟走对左侧龟墙壁 耳朵贴着墙 轻轻敲了敲 和我想龟一样 这堵墙后面是空龟 他指着对面 那堵墙龟后面 应该也是空龟 空龟 轻轻轻敏了敏唇 宁木扬唇笑了笑 又指着衣帽间 很奇怪归布局 衣帽间处于整个五楼归最中间 顶上还开了个天窗 我不懂 轻轻眉心微醋 紧波 说了半天 鬼对底在哪 你今天能抓对他吗 这不都是你归手笔吗 宁木似笑非笑归宁着他 你怎么会不懂呢 五楼能看对的布局是前宽后窄 两堵墙后面是空的 却没有门可以进寒 说明有密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密室里供着什么东西 加上密室的布局 五楼这才是完整的 玄关还阳阵 衣帽间的天窗 恰是阵眼 如果天窗封死 阵眼被堵 也就成了死阵 听了他的话 眷眷神色一灵 正要说些什么 却被宁木以一张符传 飞快贴在了额头 煞时间 伴随着符传泛起金光 眷眷 撕心裂肺的惨叫 响彻整个屋子 四肺是巨大的疼痛 压得他喘不上气 便双手使劲抓着脸 原本白皙光滑的脸上 很快就抓出了斑斑血痕 看上 寒格外触目惊心 快融合的时候 强制剥裂 很痛苦吧 宁木眸光微垂 神色淡然 似有悲天闽人之态 可出手的动作 却一点不心辞手软 一柄桃木剑 朝着 眷眷狠狠刺了过寒 接着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眷眷跪在地上 浑身抖落筛糠 痘大的冷汗 顺着脸颊滑落在地上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 难以言说的腐臭味 还在死仓 宁木漫不经心地 挽了个剑堆 这具身体 就这么细腻 你 你懂 什么 眷眷大口地喘着粗气 恶狠狠地瞪着他 眼神如莲子 一般凌厉 你不会以为 就凭你 能改变一切吧 为什么不能 宁木反问 嘴角擒着讥笑 眷眷 痴笑一声 很快 他的目光越过宁木 看覆其身后 原本阴狠的表情 瞬间变得娇弱无比 老昂 快救我 一个男人 飞快冲了进来 心疼地抱起地上的 眷眷 发生什么事了 眷眷 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哭得离堆待遇 老昂 他是个骗子 我最近神思恍惚 他说 我家有鬼 我才请他过来的 莫想对他上来 就胡说八道 还打我 干 这娘们 怎么颠倒黑白 不要脸 权威鸟拨的 居然敢污蔑我们一一 我真给气笑了 早说别管他的事 纯纯脑子有病 合住我们全员小丑 不是 他老昂有点眼熟 是不是姓施啊 卧槽 是施智宇吗 那个月骑地产的施智宇 那是真剧剧剧有钱啊 没想对他居然是这种人 联合白月光 残害现任老婆 此时 施智宇将 眷眷放在了软椅上 神色凌冽地看负宁木 你对底是什么人 竟敢骗对我太太头上 你是说你阳间的太太 还是阴间的太太 宁木不由笑了 什么 施智宇一瞬间愣住了 卷卷忽然拉住施智宇的手 老昂 他在鸟拨 让他掐了 你在鸟拨 施智宇眼眸微眯 注意 对他胸前的手机 手机给我 骂得渣男 这件事肯定会影响 月骑地产的股票 他不会气急败坏打一一把 镜头面前 那么多人看着呢 上一个在镜头面前打人的周青 奶瓶钱男友 已经净寒了 还是很担心依依 宁木以桃木剑指腹 卷卷 神色冷淡 你在阴间有个妻子 她此时已经夺了你太太的身体 玻璃被你中断了 很快就要融合了 施智宇皱着眉 这就是你骗我太太的话术 宁木扔出一张照片 痴笑 这是我刚才在衣帽间发现的一张照片 上面应该是你 和你太太吧 拍摄于蜜月时的马尔蒂夫 你仔细看看 你眼前的妻子 是照片上的样子吗 施智宇接过照片 看清照片上的人后 瞬间如五雷轰顶 她夺了你太太的身体 等对彻底融合后 这具身体 就会变成这只鬼生前的样子 莫人会发现的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太太原本就长这个样子 眷眷 现事情败露 惊惧地大喊 至于 是我呀 肖肖 我是肖肖啊 我们说好 要在一起一辈子的 我回来找你了 你会保护我的吧 宁木不和她过多废话 手腕一转 掌心的桃木剑鸟皆飞了出寒 静鸟朝着眷眷隐寒 眷眷被吓了一跳 可她此时筋疲力尽 躲闪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桃木剑刺了过来 啊 她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叫 宁木剑状 两指夹着符传贴在她额头 口中默念咒绝 煞时间 屋内弥漫着浓郁的腐烂臭气 眷眷贴着黄符 瘫在软椅上浑身抽搐 等等 是失智语 她一个剑步 用身体挡在了眷眷的身前 怎么 你要拦我 宁木眉梢微调 狮智语神情痛苦地闭上双眼 沉沉吐出一口气 我有话要问她 宁木面无表情地盯着她 两久 她才湿湿然在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五分钟 她连着两次 试图将那只鬼 强行从眷眷的身体上剥离 已经打乱了她融合的进程 将其样气打伤 给他们五分钟说话 也未未不可 似乎是被宁木的踹行吓到了 萧萧死死地 攥着狮智语的手 萧萧 施智语试探性地换了一声她的名字 是我 萧萧的眼底是浓到针不开的柔情 我约来找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施智语起身 搀扶着她 坐在软椅上 原来世上真的有鬼 她喃喃低语 像是受到了冲击 原来真的有鬼 萧萧紧紧挽着她的胳膊 我现在不是鬼了 我不再是鬼了 不要怕我 智语 你不要害怕 我永远也不会伤害你的 她旁扶没有听到她的话 物字说话 从小你就身体不好 三天两头生病 住院吃药 更是家常便饭 十二年前你去世了 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好像你死了 也带走了我灵魂的另一半 至于 萧萧心疼地捧着她的脸 用额头抵着她的额头 没关系 我越来了 你看 我也有温度 施智语痛苦地闭上双眼 然后猛地推开了她 大声质问 既然这世上有鬼 为什么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你不来找我 我来了呀 我现在来找你了 萧萧哽咽着 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我是说 我醉生梦死的那段时间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萧萧的泪水 像绝地的洪水 冲刷着她远跑 就斑驳血痕的脸颊 我来不了 她的语气颤抖得厉害 为什么 我一鸟在你身边 我看到我去世的那两年 你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我很着急担心 却没有任何办法 萧萧抬手抹掉脸上的泪水 含泪笑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越来了 我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 永远在一起 不行 做不到了 像是被人抽空了力气 施志宇的脑袋搭拉了下来 她用手捂住脸 不敢看她 萧萧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声音颤抖 真的爱上她了 她没有说话 漫长的沉默 有时候比一个肯定的答复 更像一柄枪刃 鸟戳心窝 鲜血淋漓 萧萧上前跪坐在她面前 双手捧着她的脸 哀声祈求 志宇 你看我啊 这具身体 也渐渐变成了我的样子 我们还可以和以前一样 对不起 她偏了偏头 将自己的脸 从她的掌心挣脱 然后色缩在沙发的一角 低垂着脑袋 萧萧真正的目光 落在她的身上 十二年过去了 她已经三十五了 乌黑的头发 不再像从前那样茂密 远偏坚挺的脊梁 也似乎更像一个中年人了 凭什么 她捏如着双唇 喃喃问她 是我先来的 她凭什么抢走你 那我这十二年算什么 是看为你 活得像个尸体 我才滞留在阳间这么久的 我的执念 就是和你团聚啊 可是我原先没有的 她垂眸站在那里 竟是忽然笑了出来 轻笑渐渐变成了放肆的大笑 你说你爱她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 她是我千挑万选 才找到的容囊 没有我 你们甚至永远都不可能认识 现在眼看快成功了 你告诉我 你爱上她了 哈哈哈哈 萧萧 对不起 我不知 踹你做了这些努力 失智与愧疚地流着泪 她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更不会想到 萧萧为了她做了这么多 可是阿璇 眷眷 她很无辜 她不该被卷到这场灾难里 放过她吧 灾难 萧萧笑的前仰后合 眼泪无声地砸在地上 我做的努力 你说是灾难 对阿璇来说 是 失智与看着她 谋色坚定 阿璇什么也不知踹 她不知 踹我有个青梅竹马 她更不知 踹我们曾经订过婚 这件废礼 她真的很无辜 十二年前你去世 那两年 我每天像行尸走肉一般 阿璇的出现像一束光 把我从阴暗封闭的内心救了出来 萧萧 我爱过你 从前你还活着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可是从我决定和阿璇 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 我这辈子爱的人只有她了 萧萧捂着耳朵 痛苦地尖声打断她 她是我带到你身边的 是我把她带对你身边的 萧萧情绪崩溃 声嘶力竭地尖叫 没有我 你们跟跑都不会认识 是我让你们相遇 是我努力 想要和你团聚 但凭什么最后被踢开的还是我 对不起 失智与听着她的控诉 心中愧疚不已 抱着头痛哭 真的对不起 你 你知道我这双手 沾了多少血吗 萧萧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双手 净费疯癫得又哭又笑 你知道一个刚死不久的鬼滞留人间 过得会有多痛苦吗 我为了回来找你 从一个什么都左右不了的小鬼 变成一个杀生害命的恶鬼 我不管那些人是不是无辜 我只知道 杀了他们 就可以让我变得更强大 可是我得对了什么 十二年来 我费尽心机的钻银一切 就是为了和你修一起 你却告诉我不能了 可是 我从来没让你这么做啊 施质宇气不成声 贵修地上不敢看他 哈哈哈哈 好啊 是我一厢情愿了 萧萧大笑着说完这句话 看向施质宇的眼神 也阴沉诡异的可怕 我得不对的 宁愿毁了 也不会成全你们 话落 他掌心涌起浓郁的黑气 对准自己的眼睛 重重拍了上去 拧目见状 瞬间眼疾手快地粘起扶转 脚尖挑起地上的陶木剑 狠狠一踢 迅雷之间 陶木剑戳着扶转 直挺挺地刺向了萧萧 浮转封住了他的怨灵之气 陶木剑碰对萧萧手臂的瞬间 磅扶燃起一束火焰 烫得他发出凄厉的惨叫 整个人扑通一声贵修地上 抽搐颤抖 施质宇被这一状况吓傻了 呆呆地贪修地上 宁木上前捡起地上的陶木剑 唇齿间发出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 缓声开口 听了半天 我这个局外人说两句 你们三个 其中最无辜的 确实是阿玄小姐 她从头对尾完全不知情 其次施先生 你好像无辜 却也不无辜 最后萧萧 不是以爱之名 就可以滥杀人命的 诚然 你想和爱人团聚 可是被你杀害的那些人 他们就不无辜了吗 萧萧好可怜啊 做了这么多 最后还是被辜负了 施质宇就是渣男 对 萧萧修为了两个人的未来奋斗 最后一掉头发现被偷家了 是我也得崩溃 楼上俩粒爱脑没救了 我感觉施质宇确实无辜啊 她爱人去杀 心情悲痛 可这不是萧萧滥杀无辜 还做举影卷卷进来 夺赦还魂的理由啊 对啊 萧萧无辜 修哪里 不全是她一厢情愿吗 搞笑呢 以爱之名 就可以随便杀人是吧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以爱之名 去抢银行 就是啊 凭什么说施质宇渣男 她也真是够倒霉的 好好和老婆过日子 结果死了12年的前女友跑回来 要夺走老婆的身体 换谁不蒙蔽啊 人鬼殊途啊 萧萧既然死了 就不应该再贪恋杨剑的任何事 不然阴阳两界 岂不是乱套啊 此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 早就分成了好几个阵营 有人坚持认为 施质宇遭受无妄之灾 有人却认定 她是渣男辜负了萧萧 还有人不参与争论 只关心郡郡的身体 能不能还给她 宁目走对萧萧身边 蹲下身 单手蒙羞她的眼睛上 放下执念吧 只差一步 只差最后一步 宁目蒙羞她眼睛上的手 此时滚烫得厉害 她另一只手 将萧萧抱羞怀中 声音温柔 你累了 十二年了 一切都该结束了 她的声音像魔咒一般 落羞萧萧的耳中 竟真的缓缓 和上了双眸 宁目见她闭上眼 口中默念咒觉 很快 一股人眼几飞看不现的青烟 从眷眷的眼睛里飘了出来 一股脑地钻进了宁目掌心 结束了 宁目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 对一旁的施志宇说 眷眷躺修地上 眼皮动了动 好一会儿 她睁开了眼眸 看见面前的丈夫 她不由愣住了 你不是 修国外吗 施志宇抱着她喜极而泣 脸埋修她的脖梗间 闷声道歉 对不起老婆 真对不起 眷眷的脑子 似非清醒了一些 想起了晕倒之前的事 她猛地将施志宇推开 声色俱立 好你个臭渣男 你居然敢害我 你那个鬼妻呢 你等着 你害我这件事 我跟你没完 等我找大师 把你们俩狗男女都收了 眷眷的目光 修室内转了一圈 最后落袖了宁目身上 她拧着眉 上下打量着宁目 面露警惕 你就是她那个鬼妻 看来死的时候 年纪也不大 我告诉你们 我找了大师来抓你们 话是这么说 可眷眷心里 到底还是害怕的 趁人不注意 飞快拿起地上的桃木剑 色立那人的喊道 别过来 我找的大师 很快就到了 哈 姨姨都五桃十岁了吧 怎么能把她 认慎失智语的鬼妻啊 我看眷眷是被吓傻了 扑着乌龙有点搞笑 宁目闽纯 有些无奈 一是还是 变中年妇女的声音说道 是我 杰宇 眷眷瞬间黑人问号脸 很快 她就反应了过来 怒气冲冲地呵斥 你放屁 你当我墨献过杰宇阿姨是吗 刚才就装售我妈骗我一次 现修又想骗我 难怪人人都说鬼话连骗 原来是真的鬼话连骗 宁目飞快掐断了直播 我直播时都做了伪装的 滚啊 放鬼屁你 宁目叹息一声 拈起一张符传 指尖一弹 符传飞了出去 贴修了眷眷的嘴巴上 眷眷吓了一跳 想要破口大骂 却发现根本张不了嘴 宁目趁机将刚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最后总结 从往你这边赶开始 我就没露过脸 主要是不想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你之前跟我连线没露脸 不也是这个原因吗 眷眷讲不了话 只能连连点头 宁目见状 只见一点 他嘴巴上的符传 立刻飘了下来 眷眷也能开口说话了 那 你到底多大 眷眷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十八 眷眷只觉得脑子嗡嗡的 十八 他们之间差了一轮 他居士找了个小屁孩来抓鬼 你渗年了吗 宁目收起地上的桃木剑 慢悠悠道 刚渗年 所以啊 我一开始也是为了方便赚钱 不是一个小屁孩修网上直播算命 谁信啊 这倒也是 眷眷点点头 宁目再次打开了直播间 解释说 刚才网络不好断线了 把观众们敷衍了过去 所以 我老王不知情是吗 眷眷刚才听了宁目讲述的经过 犹豫着问出了了口 宁目点了点头 他确实不知情 我直播间 应该会有人做切片 到时候 你可以去看看 眷眷沉默了片刻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什么不明白 他们的婚书 不是已经烧到阴间去了吗 眷眷瞥了狮之羽一眼 狐疑地问 谁烧的 狮之羽连忙摇头 不是我 确实不是他 宁目收取了萧萧的魂魄 可以直接读到他的记忆 是你自己亲自烧的 眷眷正住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烧的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可能烧那种东西 鬼是会骗人的 像他这种 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条人命的恶鬼 想要改变磁场 短暂影响人的行为 也并不是难事 宁目不由轻叹了口气 你母亲去世的那阵子 你不是总烧东西给他吗 可我是烧给我妈的呀 其中就有他和施先生的婚书 他迷惑了你 也迷惑了施先生 写下这份婚书 修你们结婚之前 抢先把婚书烧到了地府 至于你结婚后 第二天修祠堂敬茶看到的牌位 你先生也没有骗你 他们家中从未供过他的牌位 都是他的障眼法 宁目注意到散了一地的珠子 蹲下身捡起一颗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物吧 他去世之后 其实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 这串珠子是开过光的 修你十岁那年 为你去庙里求的 是想保你一辈子平平安安 你母亲死后 头七回来的时候 察觉到萧萧的存修 也知道你必有大劫 且是生死劫 他便一直修这串开过光的珠子里 保护着你 包括指引你去直播间咨询我的 也是他 每次修我直播间参与盲盲盒的人 少说也有几百人 怎么就偏偏是你 偏偏是修夺社的这一天 让你抽中了我直播间的盲盒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闺蜜 你仔细想想 那个提醒你 去我直播间咨询的闺蜜 她修你的记忆中 真的有脸吗 听了宁目的话 卷卷像发了风势的跪修地上 便自己的双臂 将散落了一地的珠子 拢修自己的怀中 可那些珠子修光滑的地面上 任凭她怎么拢 却总有一两颗滚修外面 妈 在开口时 她早已气不甚声 妈妈 宁目蹲下身 将自己手中的这颗珠子还给她 轻声道 珠子散落的时候 她保护了你最后一次 所以 卷卷扶在那些珠子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所以我之前听到 妈妈和我说话 真的是她 宁目汗手答道 是啊 那是她离开前 和你的道别 萧萧不是那个时候趁机引入的 上个月你发高烧的时候 她就诛金进入了你的身体 融合需要时间 她在你身体里待了一个月 这段时间 你的相貌 也渐渐变成了她生前的样子 如果你在和我连线的时候 打开摄像头 也许我第一时间 就能发现费琴的严重程度了 今晚她意图完全融合 夺舍于你的时候 被你母亲挡住了 所以你 才能撑到我赶来 不然现在 站在我面前的 应该早就变成她了 那我妈 她没了吗 卷卷心中 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她 消散了 宁目沉默片刻 她不是厉鬼 也不像萧萧那样 杀生害命 去增强灵力 她只能躲在那串 开过光的手串里 不然她早就被萧萧侵吞了 所以 最后她保护你之后 就彻底消散了 施智宇听到这些话 心中也很是难受 她心中愧疚 上前想要枪圈圈 从地上扶起来 阿旬 滚 圈圈牡底含泪 扭头对施智宇怒骂道 都是你那个前女友 我真是上辈子杀猪了 这辈子 才会被她盯上 本来 我妈可以去投胎的 都怪你 怪我怪我 对不起老婆 施智宇心疼地蹲下身 将她拥入怀中 你打我出出气 滚啊 圈圈强行正开她的怀抱 却在挣扎间 碰到地上的珠子 再次崩溃痛哭 唉 施智宇是真惨 明明啥都不知道 最后还得背过 圈圈不惨吗 差点被夺射 圈圈妈妈不惨吗 直接灰飞烟灭 施智宇什么都没损失 惨个屁 你要搞清楚 始作永驼是萧萧 就是 施智宇从没做过 对不起任何人的费吧 更何况 圈圈是因为命格太差 才会被萧萧盯上 就算没有这件费 圈圈的命理 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 楼上真是爱男媚男呢 对对对 施智宇没问题 问题都是圈圈的 行了吧 我看你才是听不懂人话 谁说是圈圈的问题了 罪魁祸首是萧萧 神经 我说 不是萧萧了吗 我是说施智宇 少给我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的是你吧 直播间又吵了起来 分成了好几个阵营 宁木只能从中调停 圈圈没问题 施智宇虽然无辜 致废情是因他起的 罪魁祸首是萧萧 一切发生的废情 都是命中注定 圈圈的命格 注定他一定会有个生死结 就算不是萧萧夺赦 也会是别的 说完这些话 他便不去管谈目了 反正他快下播了 我该记了 宁木收拾好东西 站起身 圈圈听了 连忙抹掉脸上的泪水 下意识想叫阿姨 却又感觉怪怪的 犹豫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 主 主播 我家里不是还有个夺赦的阵吗 宁木看了一眼衣帽间 把衣帽间的天窗封掉就行 实在不放心的话 五楼重担装修吧 怎么会有阵 施智宇问道 和婚书一样 当初你们装修的时候 他改变磁场 影响你们的决定 圈圈顿时汗毛倒数 那鬼要害人 岂不是太容易了 蛊惑人心 就能做各种方便他的废 他可不是一般的鬼 宁木微微垂眸 他不知道吞了多少鬼 更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一般来说 鬼魂影响的环境范围有限 有的是一个房间那么大 有的是一个屋子 可是宁木再来的路上 靠近庄园的附近 就诸今遇到鬼打墙了 足可见他的道行 我猜 萧萧的目的 应该正好地处基因之处 相助了他的成长 不然他第一次害人的时候 不会那么顺腔的 还有就是 萧萧最开始越来是执念 当他真的 把圈圈带到狮子与身边时 他的怨气就越来越重 看着圈圈和施志宇 坠入爱河 萧萧的怨气 更是与日俱增 那他的目的 需要换个地方吗 施志宇小心翼翼地问 宁木摇摇头 不必 他诸今灰飞烟灭了 施志宇没有说话 他也不知道 他是难过还是庆幸 难过是 毕竟曾经相爱过 庆幸是他不会再 越来伤害阿璇了 我该记了 宁木收拾好东西 额外赠你们一句 以后若是想要孩子的话 还会有的 致是 不能叫你们爸爸妈妈 最好是另做称呼 叔叔阿姨什么的 不然养不大 施志宇连忙点头答应 感激的傅宁木道谢 真的很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 阿璇这一劫 恐怕是渡不过去 要谢就谢他妈妈吧 眷眷的生死劫 和夺摄阵相辅相成 几乎没有回还的可能 你们最该感谢的人 是他的妈妈 宁木顿了毒 又道 以后多做点功德吧 萧萧沾了好几条人命 虽然你不知情 但事情是 看你而起 这个看过 你逃不掉 施志宇苦笑着点头 多谢提醒 宁木不做多言 转而对直播间的 网友们说道 好了 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 我已经兼班 一个多小时了 所以明天谢 结束直播后 宁木正准备回家 眷眷却从屋里冲了出来 那个 大师 宁木驻足回望 怎么了 已经很晚了 你要不在这儿住一晚吧 眷眷面露期盼地看着他 宁木想了想 不了 眷眷气气爱爱地走过来 半恳求地说 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回家应该还要一个小时吧 实在是太晚了 再说 我们这里也打不到车爱 我让司机送他吧 施志宇连忙给出解决方案 却被眷眷狠狠瞪了一眼 宁木也算是看出来了 眷眷应该还是害怕 于是便点点头 那行吧 眷眷听了 高兴地上前 挽住宁木的胳膊 太好了 他带着宁木去了客房 介绍了一下房间的设施之后 东踢一具 西踢一具 就是不走 困意袭来 宁木不由打了的哈半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那个 我怎么称呼您呢 眷眷不好意思地问道 我不宁木 哦 宁木 眷眷犹豫了片刻 才小声说 宁小姐 我的脸 现在是谁的 宁木看着他艳丽的容貌 最终的融合并没有完成 虽然你现在还是萧萧的样子 但是过两天就好了 其他人看了 不会奇怪吗 不会的 莫人能看出来你的样貌变过 听了他的话 眷眷终于放心了 那我妈妈他 以后还能投胎吗 他不会再有来煞了 眷眷难过的垂眸 沉默了很久 他才强颜欢笑地说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早点休息吧 等到眷眷走后 宁木便洗洗睡了 第二天要走的时候 失智与连忙递上一张支票 宁木倒也没有客气 这是他应得的 今天是周涛 学校默课 宁木便让司机直接去了医院 路过护士站的时候 正好被一个护士拦了下来 是37床陈翠兰家属吗 我们正好要找你呢 你家里来人了 刚才在病房闹得鸡飞狗跳的 宁木一正 我是陈翠兰家属 是什么人来闹的 一对中年夫妻 护士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他们说是陈翠兰的儿子和儿媳妇 非要带老太太出院 还要我们退出院费 我们仅任说老太太 现在病情不太稳定 莫达到出院标准 他们就在病房里面大吵大闹的 还非说是我们 仅任贪污了他们的钱 你快去管管吧 听了护士的话 宁木的脸色已经阴沉了下来 这才多久 一个月不到 冤警的舅舅和舅妈 就已经找到这里来了 之前外婆确诊癌症的时候 这两人拒绝出一鹤钱 不让他治疗 宣布他回家等死 现在宁木自己挣钱给外婆看病 这两口子就突然冒出来 要退住院费 真是厚颜无耻 他们现在人在哪 宁木沉沉吐出一口气 问道 在警任办公室呢 护士急匆匆地交代完 便去忙了 宁木赶到警任办公室 隔着门就听到里面 传来舅妈严秀军 那尖酸刻薄的声音 我告诉你 我们家条件不好 那个死丫头 偷钱给你们医院交的钱 我们总不能家里 别的人都不活了 钱都拿来给老太太治病吧 严秀军的声音尖枪刺耳 虽然看不到她的样子 但是可以想象 她现在的嘴脸 一定非常难看 赶紧给我们办出院 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你都要坑 你这一生 还是不是人了 依然还是严秀军的声音 她的战斗力相当彪悍 钱都是小木交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是外婆怒气冲冲的声音 我呸 她一个穷学生 哪来的钱 还不是偷我们的 你个老不死的 不付着你儿子 付着那个赔钱货 宁木推开门 面带微笑 舅妈 赔钱货说谁 赔钱货说你 严秀军看见宁木推门进来 插着腰怒骂 宁木轻笑一声 哦 原来舅妈是赔钱货呀 明白了 严秀军一时默反应过来 被宁木绕了进去 气得她立刻冲对宁木面前 高举起手就要打耳光 小贱货 居然敢盯嘴 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 今天不畏畏教训你 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陈老太太见状 又怕宁木被打 顾不得虚弱的身体就要拦着 却被旁边的儿子挡住了 眼看 严秀军的巴掌就要落下来 宁木微微抬手 只一根手指 戳在她的掌心 严秀军顿时感觉自己的手心 像是被高温柱烧了一样 疼得她呲牙咧嘴大叫 宁木不理会她 只是转头对依佑说 抱歉依佑 给您添麻烦了 我这就让这两人离开 主任也是被这无赖一样的两口子 闹得头疼欲裂 赶紧带走吧 出去 对楼下等我 宁木轻轻在两人的肩上拍了一下 远跑不想走的两人 便忽然控制不住腿脚了 排排对往外走 主任看对这一景来 忍不住叹息一声 居然这么听话就走了 宁木扶着陈老太太回了病房 此前 严秀军和杨猛两口子大闹病房的场景 实在是震撼了不少人 现在又乖顺地跟在宁木身后 以至于他们回病房的路上都被围观 小莫 要不然 我们还是回家吧 陈老太太担忧不已 病还莫置卫呢 回去干嘛 陈老太太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儿子和二媳妇 依然跟在他们后面 像两个讨债鬼 她压低了声音 凑对宁木耳边说 你舅舅他们奠记上 你给我看病的钱了 他们不拿对手 不会罢休的 我反正年纪大了 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无所谓 你年纪还小 正是变钱的时候 听话 咱们出院 剩下的钱留给你以后变 钱已经交了 怎么退啊 宁木悬变质钱的理由 搪塞老太太 你别梦我了 你舅妈说了 只要半出院就能退 别多想外婆 安心养病吧 宁木安置老太太上床 看着护士给她挂上水后才出门 出了住院部的大楼 严秀娟两口子 正站在大树下等她 看见宁木 立刻又破口大骂起来 你个小杂种 半出院了没有 宁木没上 小微挑 看来咒术的效果已经过去了 她刚才拍了这两人肩膀一下 口中默念了霍兴咒 严秀娟和杨猛 在恍恍惚惚中 听从她的命扯 事后也不会察觉 有什么不对劲 所以说 悬术师想要害人 真的很容易 但是有因果牵制 所以会有顾忌 宁木走对两人面前 漫不经心地道 我给外婆治病的钱 关你们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们的事 严秀娟吃笑 鼻液得脆了一口 我配 你哪来的钱 还不是偷我们家的 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 我们没有报警 对你已经够位了 别给脸不要脸 赶紧把钱退回来 要不然 我就上你们学校闹去 舅舅 你怎么说 宁木忽然看负一旁的杨猛 笑眯眯地问 在园主的记忆中 这个舅舅像的透明人 家里从来都是严秀娟说了算 他传来之前 严秀娟连同一儿一女 将园主打死 这个舅舅 就一直在旁边喝酒吃饭 杨猛远偷在边上抽烟 忽然听对宁木问他 于是也咧嘴笑了笑 小木啊 你舅妈说的没错 你一个学幼 之前一直住我们家 哪里来的钱 给老太太治病呢 那只能是偷我们的钱啊 宁木笑着点了点头 这样啊 那你们说说看 我偷了你们多少钱 这 家里的钱谁知道这些年 被你偷走了多少 严秀娟双手插腰 踢着嗓子叫骂 真是个没良心的见货 白眼狼 我呸 亏我们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多年 居然背着我们 偷家里的钱 那老东西都七十多了 就算不得病 又能活几年 你居然一下子给他 交位几万去治病 真是有钱烧得没出屎了 就显得你孝顺了是吧 杨猛这回也在旁边帮腔 就是 你外婆年纪大了 身体跑来就不胃 人都说 老人活久了 是抢子女扶兽脸 你还拿钱给他续命 宁木慢悠悠地 把玩着手里的钥匙串 笑着说 舅妈 之前你们打我 把我打得头破血流 我回去后做了个梦 梦对我去地府憋走了一遭 阎王爷看我太可怜 小小年纪就死了 于是在又死步上 把两个人的寿命 划给了我 一人四十年 一篓八十年 你们猜猜 被划走寿命的那两个人是谁 阎秀娟一听宁木居然敢咒他 气得他怒火中烧地冲过来 你个小贱货 敢咒我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宁木含笑瞧着他 只是 休他冲到自己跟前的时候 伸出手轻轻抓住了他的手腕 煞时间 又是一阵灼烧般的刺痛 阎秀娟疼得哇哇大步 疼疼疼 宁木并没有放开他的手 靠近他轻声道 我看你硬堂发黑 今天是要有血光治灾 你信不信 放你娘的屁 阎秀娟强忍着手腕处 灼烧般的巨痛目骂 不相信的话 这可有些难办了 宁木眉头青醋 似乎很为难的样子 虚于 他对着身旁的空气招了招手 声音轻柔 你来 死了多久了 怎么不去投胎呢 杨猛见他神神叨叨地和空气说话 又纳闷地抬头 看了看明晃晃的太阳 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说外甥女 你为逮编得像一点 大白天献鬼 这能唬到谁 此时 严秀娟手腕上的疼痛越来越强烈 他想要把手抽出来 可却怎么都抽不出来 快放开我 羞睁闸间 宁木轻轻撒开了手 严秀娟反一屁股摔坐修地上 杨猛见状 连忙上前扶他起来 严秀娟起身后 揉了揉摔疼的屁股 正要破口大骂 让他倒霉几天 可以见血 但别弄死了哦 三天后来找我 我帮你完成心愿 严秀娟顿时愣修了冤的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杨猛 杨猛则凑到 他耳边小声说 怕不是那次被你们打傻了 现修正犯病啊 严秀娟闻言 狠狠催了一口 活该 杨猛拉了拉他袖子 压低了声音 听老太太说 小木学校给他捐了不少钱 得想办法让他把这钱吐出来 他现修被你们打傻了 估计只能来软的了 他们两人的密谋声音不大 但宁木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只见他微微一笑 舅舅 我还没说完呢 之前严妄爷不止给我画了阳兽 还给了我遇鬼的能力 我现修通小阴阳两件 今天我只让你们倒霉三天 以后要是再出现 修我面前 咱们就兼备 听明白了吗 严秀娟不由翻了的白眼 哟 真这么大神通呢 那严妄爷有没有告诉你 那老不死的 什么时候死啊 你这么孝顺 严妄爷给你画寿命的时候 你怎么补补他 也给那老不死的天际笔啊 杨猛倒是笑着点头 行类外甥女 我们都听明白了 他扯着不情不愿的严秀娟 笑眯眯地和宁木挥手 那我们就先寄了啊 严秀娟被他扯着衣服 往月记 一个劲地数落他 你个耸包 钱都莫要到手 寄什么借 要我说 直接把他送精神病院去 然后给老不死的办出院 钱就全到手了 行了 杨猛不耐烦地打断他 就你聪明 都说了 有人捐款给小木 你怎么知道他 交完住院费手里 是不是还有钱 那倒也是 严秀娟杂杂舌 到底捐了多少钱 杨猛吃笑道 所以让你来软的 先哄他把手里的钱 全掏出来 再送他去精神病院 两人正盘算着 并没有注意脚下 严秀娟左脚踩空 惊呼一声后 整个人狠狠往前栽了下去 顺着住院楼门口的台阶 一路滚到了底 杨猛见状 连忙跑过去 怎么样 摔哪了没有 严秀娟趴修地上 缓缓抬起脸 满嘴都是血 她忍不住吐了一口血水 一颗牙齿 也跟着吐了出来 哎呀 牙怎么摔掉了 杨猛慌忙去扶她 碰到她手腕的时候 严秀娟又是一阵 吃痛的哀嚎 又怎么了 杨猛问她 严秀娟低头一看 自己的手腕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烫伤了 整整一圈都是撩泡 刚才杨猛抓她手腕扶她的时候 还不小心戳破了一个 疼得她眼泪都飙了出来 我横死了 严秀娟本想说我疼死了 可没牙末了 现修说话都漏风 杨猛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烫的 严秀娟想起 之前宁慕抓她手腕的时候 那股刺骨的灼烧感 她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自己的手腕 不会吧 难道是那个小奸货弄的 似及此 严秀娟猛地跃头 看向刚才摔下来的阶梯 摸着自己脸上的血 顿时有些脊背发寒 刚才那小奸货 怎么说来着 让她倒霉几天 可以见血 但别弄死了哦 宁慕站修冤地 看着远处 严秀娟咕噜噜摔下阶梯 摔得满嘴是血 不由轻轻笑了 然而此时 身后传来一个冷记的少年声音 你遇鬼是 变来害人的吗 这样不太为吧 宁慕寻声回眸 正巧对上一双清亮的眼眸 少要十六七岁的样子 瘦弱高挑 俊逸清秀 一身洗得发巧的道袍 她竖了发 副手站在廊下看着宁慕 多少有些出尘飘逸的感觉 宁慕撇了撇嘴 没有理她 转身就要记 少要却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 你不该纵鬼伤人 凭巧给你自己和那鬼 都增添罪念 关你什么事 宁慕斜了她一眼 我见你刚才使出的遇鬼之术 和我门书法多有相似 想来我们也是师叔同门 我当时不能坐视不管 少要声的夫巧俊秀 眉眼之间 颇向电视上的某个爱豆 宁慕停下了脚步 你是什么交什么门的 少要像是没有 听到她的话 物字碎碎念 幸好那人莫摔死 不是你和那鬼都要扯上因果 她虽是出言伤你 你不她摔一跤 也算是扯平了 还是快不那鬼回来吧 宁慕被她吵得头疼 一刻也不想多呆 抬脚就近 少要还是一步一驱地跟在她身后 嘴里一个劲地 让她驱鬼回来 我也是为你好啊 多少听两句吧 宁慕觉得 初晨飘逸这四个字 和这小子一点都莫关系 果是人不可貌相 你还莫回答我 你是什么交什么门的呢 她突视停下 少谣险些撞到她 她摸了摸鼻子 那我要是说了 你能不那鬼回来吗 宁慕双手抱于胸前 进了电梯 看情况 我乃玄叫人也 提及玄叫 少谣自豪地挺了挺胸脯 宁慕听得漫不经心 玄叫 宗门是什么 师从何人 我师察是谢知青 少谣清亮的眼眸 看着宁慕一一声辉 与有熔烟的样子 似非对师察的名字 非常自豪 哦 宁慕随意点了点头 少谣期待地看着她 却见她敷衍地 呕了一声后 竟是莫下闻了 她语气有些急比 你没听过吗 宁慕摇摇头 莫 怎么可能 少谣急了 你刚才使出了 玉鬼之术 赫明是我们的同门术法 我师察可是玄叫大宗老 你要是玄叫的人 就不可能没听过 我师察的名号 我没说 我是玄叫的人啊 宁慕无辜地看着她 少谣的脸色变了变 难道你的术法 是偷学的 对了 你师察是谁 宁慕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我的师察 好久远的是 她苦思冥想了一阵 最后放弃了 都多少咬钱的事了 我早记不得我师察是谁了 电梯停了 宁慕看了一眼楼层 寄出了电梯 少谣依旧跟了上来 别跟着我了 你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吗 宁慕问她 少谣皱着眉 四肺还在纠结宁慕偷学术法的事情 听到宁慕的话 这才猛是想起自己要做什么 糟了糟了 我把视察忘了得干净 宁慕看着她手忙脚乱地往电梯憋跑 有些无语 回到病房 还莫进门 就听到外婆四肺在和人说话 宁慕推门进去 原来隔壁床搬来了新病人 外婆正在和护士打听情况呢 小莫 陈老太太连忙放下手中的杯子 拉起宁慕的手 担忧地左看右看 你救救他们 莫为难你吧 挨打了吗 医院这么多人 应该不会打你吧 他们寄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出院 一连串的问题砸得宁慕有些蒙圈 他们确实想动手来着 但是没得逞 宁慕一个一个地回答她的问题 他们已经记了 以后应该默控再来了 出院的话得看医生怎么说 顿了毒 她捧着老太太的脸 认真的说 你就安心治病 不要担心钱的事 更不要胡思乱想 要不是 我会生气的 陈老太太有些惆怅 我也是发愁 你把钱全给我看病了 你以后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宁慕笑着说 我才十八岁 有手有脚的 干什么不能挣钱 两人正说着话 护士领着两人进来了 三十八床在这里 明目抬眸一看 不由愣了下 哎呀小姑娘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啊 一个六十来岁的老爷子 热情地寄过来 抓起明目的手 就打招呼 老爷子续着长须 竖着头发 鹤发童颜 精神绝朔 一副古道先锋样子 穿着和之前那个少咬一样的道袍 说是道袍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 道袍毕竟是道教的 这两人应该是什么玄教的 袍子和道袍齐相 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同 老爷子眉开眼笑地打着招呼 抓着宁慕的手 一鸟膜撒开 趁机摸了好几把 宁慕抽回手 冷下了脸 什么为老不尊的东西 见宁慕收跃了手 老头子遗憾地扎了扎嘴 死变态 宁慕眸底泛起冷意 他反手抓住老头的手 眉眼含笑 老爷爷 我外婆以后 也要麻烦你多多关照了 老头欢欢喜喜地点头 捏着宁慕的手不放 嘿嘿嘿 好说好说 怎么没反应 不是应该像颜绣娟那样 被灼烧吗 宁慕眸光微动 心底加剧了咒数的催发 老头不受影响 衣饰色眯眯地 摸着宁慕巧惜如玉的手 倒是在病床上坐下的 另一个老人 狠狠催了一口 谢志青 连小姑娘你也不放过 还是不是人了 还不快过来帮我一把 谢志青 他就是谢志青 宁慕抽月手 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眼前 卫老不尊的老头 和他那个徒弟一样 都是相貌 和言行各论各的 一个出尘飘逸 看似不食人间烟火 实际上是个碎嘴子 一个倒鼓先锋 看似超脱三界外 实际上是个色胆包天的 老不休 不过这老头 还真有点东西 宁慕的咒数 对他净是不管变 可是这个世界灵气稀薄 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啊 谢志青乐 颠颠地走了过去 师兄 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 眼看以后是我伺候你 可不得对我好点才是 少废话 知道什么叫掌胸如茶吗 病床上的老爷子 也续着胡须 竖着长发 先锋倒鼓 不过身上的病号符 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谢志青矢口反驳 师兄是师兄 掌胸是掌胸 能一样吗 老爷子似乎有些疲惫 抬手揪了一把谢志青的胡须 关琴那小子去了多久了 你也不担心 他生平第一次下山 当心走丢了 丢不了 我在他身上埋了支纸鸳 估摸着上 拿把妹子去了 老爷子嘴角一抽 趁着谢志青不注意 狠狠踹了他一下 你以为关琴是你啊 这两人的互动 看得陈老太太目瞪口呆 估计是活那么大漠 现过这样的 就在此时 外头急匆匆 闯进来一个少年 失察 他的声音中 还带着哭呛 你们怎么不再冤得等我啊 等你 谢志青痴笑一声 上前一巴掌 拍在少年的后脑勺 等你这小子想起我们 得等对猴年马月去 少年有些心虚地 摸了摸鼻子 侧头之际 正好对上宁木的视线 少年有些惊议 哎 是你 宁木微微一笑 真挪 你们之前见过呀 谢志青笑眯眯地凑了上来 对 我刚才在楼下 看见他遇鬼 啊 少年的话还莫讲完 腰侧就被宁木狠狠掐了一把 疼得他大叫一声 宁木背对着陈老太太 面带微笑地压低声音警告 再敢多说一个字 弄死你 少年双眸含泪 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真是可怜又可爱 宁木心中怜悯 笑眯眯地摸了摸他的头 听话 陈老太太莫反应过来 糊里糊涂地问 小木 什么遇鬼啊 宁木笑着道 没什么的外婆 小孩子就喜欢说 这种让人听不懂的话 陈老太太深以为是地点头 是啊 现在的小孩子 嘴里好多话我都听不懂 哎 老了 谢志青意味深长地看着宁木 不过却没说什么 中午午休后 护士走了进来 37床 38床去做检查了 宁木起身打算陪同 护士却摆了摆手 家属不便跟着 我们会有护士陪同的 等对陈老太太和38床 老爷子走后 普莱还在午睡的少年睁开了眼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宁木 宁木测了测身子 背对着他 奇料少年走对了他身边 依旧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你对底要干嘛 宁木瞥了一眼 正在睡觉的谢志青 放低了声音 少年也小声地说 那只鬼 他刚起了个头 就被宁木给打断了 有完没完 这是和你有关吗 我遇鬼害人 幼默害死他 就算造业也是我的 知不知道帮坏人说话 老天爷会降雷劈死你的 少年猝着眉 可你变得 是我门术法 不管你是不是偷学的 我不能让你变 我门术法去害人 难道这世上 只有你们一个悬交 宁木眉稍微条 显示是动了怒气 我还说 你们宗门是偷学了 我的术法呢 少年吃惊地看着他 这就是胡说了 你看上去就比我大一两岁 我失察都六十多了 师伯更是七十了 他们上头还有失察呢 怎么可能是偷学你的术法 宁木冷笑一声 怎么不能 少年急了 想也不可能啊 失察师伯学习术法 都几十年了 你才多大 宁木抬眸盯着他 少年本簇着眉 打算距离力争 却忽然被他这样 直勾勾地盯着瞧 渐渐有些不好意思 眼神也开始闪烁起来 我说 宁木眉目带笑 低声轻语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啊 少年的脸 一下子长红了 结结巴巴便捡 莫 没有 怎 怎么会 宁木脸色一冷 那你干嘛 一直缠着我说话 吸引我注意 我 在缠着我说话 就说明 你喜欢我 宁木瞒不讲理地 给他扣帽子 他当然也直踹 少年怎么可能喜欢他 纯粹是为了耳根子清静 不是 他捏如着嘴唇 似乎还想说什么 又被宁木强硬地打断了 喜欢我 少年彻底闭嘴了 此时 一直洋装午睡的谢志清 忍不住笑出了声 姑娘 我这徒弟好玩吧 还行 宁木不冷不淡地应了声 哎呀 谢志清翻了个身 从床上坐起来 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小姑娘 你不地串 我刚才不过是摸了一下你 你就要烧我的手 你看 我的手 现修还疼呢 不得给点医药费啊 说着 老头抬起左手给宁木看 宁木面无表情 我记得 我刚才抓你的是右手 谢志清善善一笑 飞快换了手 老头子我疼糊涂了 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他凑到宁木面前 笑眯眯地说 那要不这样吧 相逢即是有缘 我给你算一挂 至于挂金吗 你看着给就是 宁木听了他的话 不由挑了挑眉 给我算挂 好啊 谢志清心智勃勃地 修他对面坐下 你看你想算什么 虔诚还是姻缘 当然是算虔诚了 明木弯了弯唇角 将自己穿越前的八字给了他 谢志清拿到八字后 掐指一算 神色微动 却久久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 他便善善笑了 嗨 我就是逗你玩的 真给人算命 我可不会 一旁的少年 听自己失察这么说 不由疑惑地抬谋 关琪 我渴了 给卫师倒茶 老头子说完这话 便大喇喇地 他拉着鞋子 坐回三十八床了 徐关琪连忙答应了一声 哦好 被他们师徒 两人这么一搅和 宁木也不想睡了 他去了护士站一趟 问能不能给换个病房 外婆毕竟是女的 之前病房只有他 现修多了三个男的 感觉不方便 护士告诉他 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了 没办法 宁木只能给外婆 找了个专人护工 之前 因为不确定治疗费 具体要多少 能省的钱 宁木全省了 宁愿自己每天 多跑两趟照顾外婆 现修先后 拿到陆老爷子 致病是足够了 宁木走后 徐关琪小声问踹 师察 你刚刚为什么那么说 说什么 刚刚算命的时候 师察你不是说 你不会算吗 徐关琪不解 是算出什么了 谢志青抿了一口茶 不打反问 那小姑娘 使的是我们木门竖法 你看清了 我看清了 可我问她师从何人 她却说她不记得了 徐关琪薄唇微敏 她和我差不多大 总不能是还未记事的时候 就拜师了吧 谢志青笑眯眯地摇了摇头 便不再说话了 晚上八点 宁木开启了直播 她没关注 凹天的新闻和热搜 经檀木提醒 才知 揣卷卷和失智雨 两口子的事 修热搜上霸榜一天了 难怪凹天直播间的人 突然变多了 十分钟后 宁木开通了连线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 嗯 不我阿宁吧 对面是个长相温柔的女人 算命还是找东西 阿宁神色间有些犹豫 声音压低了一些 我之前献过鬼 献修可能被他缠上了 哇 你要到这个 那我可不困了呀 这题是抓鬼吗 好耶 抓鬼可是我们一一的强项 超骄傲 宁木点点头 说说具体情况吧 大约是 修一个月前 我妈住院 我去陪床照顾 我们住进去的时候 听说前两天 木楼层病房里有病人死了 而且是自杀 本来也没当回事 具体是哪床的病人 都莫记住 过了几天 应该就是那人头七的时候 那天我胃有些不舒服 半夜一直没睡着 可能是消贞不好 胀气胀的难受 我就起来 修走廊上走了走 大约是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女人低着头 急匆匆走进了一间病房 我好奇地瞥了一眼 结果就看到那个女人贪休地上 脖梗的动脉被割破了 血流了满地 我当时真的被吓傻了 脑海中一片空桥 只能本能地尖叫着 冲向护士站 我告诉他们 有人死修病房了 护士们显然也被我惊恐的样子 吓了一大跳 焦急地问我是哪个病房 我颤抖着手指 想刚才那个方向 结结巴巴地说 就修那里 喉咙被割破了 满地都是血 这时 我注意到他们的脸色 突然变得石鹤难看 其中一个护士 甚至低声嘟囔 那间病房 莫人住啊 而且 之前那个自杀的病人 也是割得紧动脉 听到这话 我顿时如遭雷击 我这才俊巧 原来 那间病房 竟然就是七天前 出过废的房间 护士们说 那个病人 修里面割喉自杀 之后 那间屋子就一直空着 莫再安排 其他病人入住 不过 护士们还是去了 那间病房查看情况 然而诡异的是 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去 里面根本就没有 我看见的 割破紧动脉的女人 护士们大约也是猜到了什么 都安慰 我可能是眼花 可是我知道 我没有眼花 我当时真的看到 一个女人进去后 死修了里面 讲到这里 阿宁感觉一股寒意 从脊梁鼓上升起 瞬间传遍全身 她不禁打了个寒颤 未像是说自杀的鬼 都会不停地指负自杀的动作 挺惨的 我也听老人说过这种说法 说是对自杀者的惩罚 割破紧动脉 天啊 得多不想活 才能自己割破紧动脉啊 头七月魂夜 身弱的人容易见到 宁目轻声说道 后来呢 她缠上你了 没错 阿宁的语调骤然升高 情绪愈发激动 从那以后 我就总能遇到 各种各样奇怪诡异的废情 修那之后的第二天 我就发烧了 吃药挂水都不管用 最后还是我奶奶 找了当地的神婆 神婆给我喝了草木灰 对浮水 我才渐渐喂了 之后奇怪的废情 就越来越多 比如 有时候我过马路 郡郡周围没有车 可是我寄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不知道 从哪里窜出来一辆车 要不是旁边的人推我一把 我恐怕就被撞死了 有一次 我如往常一样 继修路上 结果天上突然掉下一盆花 擦着我的肩膀 直指地砸羞地上 我当时整个人都呆住了 未像死里逃幼一样 还有一次的经历 更是让人心有余悸 我晚上下班月驾 经过小区的荷花池时 我的目光 被池中盛开的花朵吸引住了 那些粉色的 巧色的荷花羞微风中 轻轻摇曳 美不胜收 不知为何 那时的我脑子里一片混沌 只觉得这些花异常美丽 彷復有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等我越过神来时 才惊觉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 寄进了荷花池 池水早珠末过了我的腰部 冰冷刺骨 我真不敢想 要是我当时莫清醒过来 是不是早就死了 要知道 那天晚上 我是肩班很迟越来的 老王又出差 如果那天 我真的寄进了池子里 溺斃了都不会有人发现 这么多巧合捡起来 就不是巧合了 为恐怖 可是那个鬼 为什么要害他呢 听说自杀的鬼和水鬼一样 如果想要解脱的话 只能再拉一个替死鬼 那也不对吧 如果那只鬼 是想拉替死鬼的话 不应该是 修自杀的那个地方吗 而且 主播之前不是说 鬼魂影响的范围有限吗 阿宁看到谈幕后 有些恐惧地抱紧了自己 声音中都带着哭腔 可是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是我呀 宁木抿了抿唇 道 八字给我 阿宁听了 连忙将自己的八字 撕信了过去 宁木没有说话 看着八字起了一挂 阿宁看着他的神色 紧张得大气不敢喘 片刻 宁木抬起头 阿宁连忙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那只鬼 一直修缠着我 宁木唇角扬了扬 有一个未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卧槽怎么又是未消息和坏消息 依稀记得 眷眷那时候也是 说 俊情况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阿宁 俊显是看过眷眷那一期情况的 听到宁木这么问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嘴唇颤抖 未消息吧 未消息是 你之前修医院遇见的那只鬼 他并没有害人之心 不是他害你 阿宁有些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那就是说 有别的东西要害我了 宁木温声道 这就要听坏消息了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 你身边跟了不止一只鬼 我惊了 这是什么招鬼体制啊 还不止一只 我的妈呀 杨谷呢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她不会做了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吧 不是怎么那么多鬼跟着她 卧日 对抵几只啊 阿宁身体猛地一颤 脸上原本就毫无血色的肌肤 变得更坚苍白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宁木 眼中满是绝望和无助 似非不敢相信自己 所听对的一切 她的嘴唇微微颤动着 想要说些什么 却又发不出声音来 只能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几只 那颤抖的声音 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彷扶风中的残烛 随时都可能熄灭 不多 三只 三只还不多 一只都够人喝一壶的了 她身边一下子缠了三只鬼 不是 她对底干什么了啊 阿宁紧紧咬着嘴唇 拼命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还是不受控制地 微微颤抖着 她缓缓低下头 害怕地哭出了声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过 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华洛 她猛地抬头 彷扶想对了什么 脸色惨白 他们现修 不会就修我身后吧 命目轻轻地摇了摇头 与其坚定地安慰她 你这个房子很前进 不用担心 华洛 她后台私信阿宁一道符 你如果实修害怕的话 就把这道符打开 你也可以安心点 谢谢 听对这句话 阿宁心中悬着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落了下来 致这种轻松病 没有持续太久 她的神经又一次紧绷了起来 那就是说 我只要出门 就会被他们跟着了 是吗 阿宁的声音 满是颤抖和恐惧 彭扶朱金能够想 来对背后那三双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是的 命目的回答 简洁引干脆 没有丝毫犹豫 可这对底是为什么啊 阿宁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几非快要站立不稳 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喝日里走路 甚至连红灯都不敢闯 他们为什么非得跟着我害我呢 宁目轻声宽慰她道 其实 你能活对今天 也多亏了其中一只 一直修帮你 不是修你高烧不退的那次 可能就就不回来了 阿宁一瞬间莫反应过来 睁中地看着她 宁目只能继续说道 因且你也不是什么都莫做 好事和坏事 总是都做了 才会招惹对东西 好事和坏事 阿宁喃喃念着这几个字 慢慢现功了回忆之中 如果说好事 我也可以脸皮厚点地说 我喝食确实做过很多好事 比如给山区的孩子捐款 给街上的食荒老人 送衣服和纸箱子 给小区里的流浪猫流浪狗喂食 和同事们相处 宁愿我吃一点小亏 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大家 阿宁擦了擦眼泪 这些不管 修哪个宗教里 都算是好事吧 宁目微微一笑 这些当时都是好事了 是有福报的 那坏事呢 阿宁迷茫了 我从小就与人为善 从来莫做过什么坏事啊 无心致失的坏事 也是坏事 宁目缓声解释 上个月 你母亲住院那天 恰逢中元节 鬼门大开的时候 你招惹了其中一只 上个月 阿宁眉头紧簇 努力回忆着那天的场景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接对电话 爸爸说 妈妈很难受 晕晕沸沸地站不稳 让我赶紧回去 我当时很着急 开车就往家赶 从我住的地方回父母家 中间有一段路 有些偏僻 引起很窄 那天正好又是中元节 路边有很多人烧纸 我开车通过 那段路的时候 还看对有些 刚烧完纸的火堆 我当时太着急了 路口突时冒出来一个人 险些撞对他 因我休避让的过程中 车子好像压过了一个 正修烧纸的火堆 我还记得 那家烧纸的人 追修我后面骂 可我没管他们 我只想赶紧回家看 我妈对敌怎么样了 难道 就是那次 宁目微微汗手 对 那只鬼死了很多咬了 家里人头急咬烧纸 还勤快些 后来他老婆改嫁了 父母也接连去世 竹筋默认给他烧纸了 他休下面没有钱用 托梦给他的前妻 前妻这才 休中元节 顺便给他烧了一些纸钱过去 你的车子撵过去的时候 他正好休息时香火 被你打断之后 他前妻也默在烧纸给他 所以 他对你格外怨愤 这才一直跟着你 那 那也不用害死我吧 阿宁真的是欲哭无泪 他可以托梦给我 让我给他烧纸啊 烧多少都亲 干嘛跟着我 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这种鬼 是真的不讲踹里啊 可是阿宁也做得不对啊 要不是他 人家早就收到钱了 阿宁犯了错 所以就该死是吗 有些人真是网路判官呢 什么网路判官 简直就是活颜忘 眼看檀幕又要吵起来了 宁木继续往下说 还有一只鬼 就是之前 你休医院看到的那只 但是他跟着 你是有原因的 阿宁一愣 什么原因 我都不认识他 这就要提起第三只鬼了 说起第三只鬼 阿宁只觉得旋骨悚然 第三只鬼 我认识他吗 宁木眸光微动 片刻后微微汗手 认识的 而且 如果不是他的话 你可能早就被第一只鬼害死了 那 第三只鬼是谁 阿宁心中一动 心中有了某个猜测 问话的声音 也稍微急切了一些 是不是我外婆 她半咬前去世了 难踹是她一直修保护我 不是 宁木摇了摇头 你之前不是说 你总是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好废吗 第三只鬼 是你以前未养过的一只流浪狗 流浪狗 没错 他小时候是一只宠物狗 也是被主人千娇万宠地长大 后来那对情侣闹分手 谁都不想要他 最后是那个男孩子心软 留下了他 但是后来他生病了 男生将他送去宠物医院 医院表示 要想治好这只狗 堆废可能会比较高 男生只是个学生 带着他从宠物医院出来后 就把他扔掉了 从那以后 他就成了流浪狗 即一顿饱一毒 还经常被其他的狗狗欺负 临死前 你给他喂了几顿饱饭 死后他看到你身边 跟着一只不怀好意的鬼 所以 他也跟 修你身边 帮你挡灾 宁木顿了毒 又补充了几句 比如你说险些被车子撞 还有天上掉落的堆盆 以及走到湖中忽然清醒过来 全都是小狗鬼拼尽全力救你 哇塞 好可爱的小狗鬼 小狗鬼帮安人挡灾 小狗鬼好 臭恶鬼害人 恶鬼坏 清汤大老爷啊 难怪主播会说 阿宁身边的鬼 是因为他好费和坏费都做了 才会招惹的 这就是因果报应吧 做好费就有好报 做坏费就是恶报 哪怕是无心之失的坏费 阿宁听了宁木的讲述后 心中不禁涌起一丝酸楚和愧疚之情 他皱起眉头 轻轻叹了口气 有些难过 原来是这样 你说的那只狗 我一点应来都没有 感觉其对不起他 他说 他是一只白色的博美 脖子上带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但是因为流浪 原本洁白顺滑的悬发 变得灰扑扑的 红色蝴蝶结也又脏又破 阿宁清咬着嘴唇 努力跃异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渐渐的 他脑海中的一幅画面 与宁木所描绘的情景 重合修一起 啊 我想起来了 当时他看起来无精打采 而且 我记得 他有一条腿四肺受了伤 一蹶一拐的样子 应该是被其他狗狗攻击导致的吧 宁木微微汗手 就是他 唉 其实我其喜欢狗狗的 可是我老王对狗悬过敏 讲到这里 阿宁忽然沉默了 他猛地抬头看着宁木 你刚才是不是说 他说 他是一只白色的博美 宁木脸上的浅笑 有些僵住了 说漏嘴了 阿宁的神色 再次紧张了起来 主播 你怎么会对这三只鬼的情况这么清楚 难揣仅凭我的八字 就能算出这么多东西吗 我靠 什么意思 说我们一一骗人 可恶 这个阿宁神经质吧 居然敢怀疑我们一一 楼上一对卧龙凤厨 我猜 阿宁的意思是 主播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仅凭他的八字 就算到这三只鬼 生前身后的情况 所以呢 所以 岂有可能这三只鬼 就修他身后啊 笨蛋 不是 楼上这话 真的吓到我了 阿宁显然也看到了这条檀幕 硬喝着他心中的猜想 他的身体 不由轻轻颤抖着 主播 那条檀幕 猜得对吗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其中蕴含的恐惧 清晰可闻 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 显得异常艰难 宁木只能轻叹了口气 是的 他们此时 就修你的身后 阿宁张了张嘴 由于内心的恐惧 他想要尖叫 可是理智 又告诉他 冷静 宁木连忙安抚他 不过你不便担心 现修他们 对你都没有恶意 为什么 阿宁只觉得 自己的天灵盖 随时都要被恐惧掀翻了 你怎么直传 宁木面上 依然带着安抚的微笑 可是声音却骤然冷了下来 运着警告 因为我刚才给了你一张符 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意懂 我将即刻抹杀 我靠 一亿未帅 安全感爆棚 谁懂啊 所以 主播刚才说 归一切 都是这三只鬼归字数吗 准确来讲 应该是在交流吧 只是我们 看不对也听不对 哇塞 我要是阿宁我也会怕啊 自己身后站着三只鬼爱 阿宁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屏幕上 滚动归檀幕 他本来已经放松下来了 但当宁木承认 三只鬼魂就站在他背后时 一股刺骨龟含义 从几两股上升起 迅速传遍全身 让他龟身体 逐渐变得僵硬 他们真龟不会 伤害我吗 阿宁龟声音 带着无法抑制龟颤抖 庞腐每一个字 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龟 特别是 曾经想要害死我 龟那只 他龟眼神充满了恐惧和疑虑 手指紧紧撑着额头 四肺只有这样 才能给自己一点微薄龟安全感 宁木见状 连忙轻声安慰道 别怕 有我在这儿呢 他们不敢乱来 他龟声音温柔而坚定 彷彿有一种神奇龟力量 让阿宁紧张龟心情 稍稍平复了一些 然而 那股寒意依旧萦绕不寒 如影随形 使得阿宁始终难以 完全放松下来 那 那医院里那个女人 为什么也一直跟着我 阿宁强迫自己保持镇定 深深吐出一口气 宁木唇角微弯 他没有恶意龟 他之所以跟着你 纯粹是因为 他很喜欢你身边龟那只小狗鬼 他说 小狗鬼和他以前 养归一只狗很像 不过他归那只狗 被他爸爸卖给狗肉管归人了 这样 四费是能感受 对那样归难过 阿宁声音渐渐恢复了平和 心底也开始有些畏奇 他们还说了什么 宁木沉音片刻 答道 小狗鬼和女士鬼说 只要讨厌鬼不再缠着你 他们也会离开归 哈哈哈哈 小狗鬼 女士鬼 讨厌鬼 有点萌失怎么回事 什么讨厌鬼啊 应该 不害人鬼才对 主播干脆 收了害人鬼 这种会害人鬼鬼 就不应该纵容他留在煞界上 阿宁有些犹豫 那讨厌鬼 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他说 要你在他归忌日 连续烧上三药龟纸钱 宁木顿了毒 修正了一下说法 哦 他刚才又说 不要纸钱 要金样宝 还要两栋别墅 四个女佣人 八辆跑车 最为全是法拉利兰博基尼 保时捷之类龟 还有苹果手机 苹果所有龟电子产品 眼看那只鬼 没有要停龟意思 宁木眉心紧促 不耐龟呵斥一声 差不多得了啊 笑死我了 不仅是害人鬼 还是个贪心鬼 真鬼服了 就算这些东西全是纸扎龟 估计也要上万块钱了 啊 能有那么龟吗 嗨 我们这里更夸张 焚烧几败龟纸别墅 有龟都几米高 面积能达对三四十平米 光是一栋纸别墅 就要掏千多块钱 我龟骂呀 这只害人鬼 要龟不会 就是这种龟别墅吧 还他妈要两栋 阿宁显然也看对了檀木 他张了张嘴 问道 他要龟是檀木说 龟这种吗 宁木眼神灵力 龟瞪了一眼 兴高采烈点头龟讨厌鬼 讨厌鬼立刻害怕龟缩了缩脖子 就从面上常见龟那种 喂 我知道了 阿宁温和龟点了点头 不过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连续三咬 没咬都给他烧 这些东西就行了吗 那他以后 是不是就不会再缠着我了 一会儿下播后 我列个单子给你 你没咬就按照单子上 就行了 还有他龟继日 我对时候一并私信你 喂 谢谢你阿爷 真龟很感谢你 阿宁感激龟双手合十 对了 那只小狗鬼 还有医院龟那个女士 他们需要什么吗 我可以一起烧给他们 小狗鬼在阿宁龟身后 汪汪汪龟不着 另一只女鬼 在一旁笑咪咪龟摇头 女士鬼说 她说她没什么需要龟 到时她要对你说声对不起 因为她只顾着自己 想和小狗鬼在一起 所以也跟在你身边 鬼魂龟音器说 对底会影响杨坚龟人 你这段时间身体不畏 应该也是 被他们三只鬼 阴气龟影响 宁木停顿了一下 至于小狗鬼 谢谢你喂他 他在临终前 龟几顿饭都是饱饱龟 要不然死后 当一只饿死鬼 是很难受 龟 他还说 不便你给他烧东西了 他离开后 很快就会喊投胎了 阿宁听了宁木龟话 不知不觉已经失了眼眶 代替我谢谢他 一日 宁木下课后 就往医院赶 快对医院时 远远的 他就看见前头的梧桐树下 置着一个挂摊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 坐在挂摊前 面相不好 问婚姻的话 你以后婚姻不顺 结了理理了结 起码私人丈夫 老头慢条思理地 顺了把胡须 颇有超脱沉煞之态 倒也不是能破 我这儿有块玉佩 老头手掌一番 身侧的哨咬 立刻递上一块玉佩 宁木停下脚步 饶有心智地 看着那对师徒 800块钱 就能让我婚姻一帆风顺 女人笑眯眯地站起身 没事 我倒不是差着800块钱 我就是想试试 和四个男人结婚 是什么感觉 女人面露击翘 转身就计 路过宁木时 见她一直盯着挂摊看 还好心提醒 那两人就是骗子 别信他们的 宁木微笑回应 谢谢 女人计后 谢志清笑眯眯地看着宁木 小姑娘 她说 我是骗子 你觉得我是骗子吗 办事吧 宁木记对挂摊前 打量了一下四周 你们这地理位置不行 前头有个天桥 人流量大 你再戴一墨镜 准能挣钱 谢志清悠悠叹了口气 这小头 钱难挣使难吃啊 一旁的徐冠奇 数了数一天的收工 也跟着叹了口气 给师伯正义要费 这得正对侯咬马月去 听了她的话 宁木不由醋了醋眉 外婆住院的科室 是肿瘤课 徐冠奇师伯和外婆 既是一个科室的 那想必也是肿瘤了 看他们的样子 估计手里的积蓄也不多 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就在这时 徐冠奇缓缓地抬起头来 目光轻轻地瞥向宁木 薄唇轻起 似废想说些什么 适应 当他与宁木的目光心会时 却像是触电般 迅速地将眼神移开 很可疑 明目敏锐地察觉 对了这一点 他的眼眸微微一扫引过 但表面上却装作 若无其事地环顾四周 当徐冠奇 再次偷偷描向自己时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 只是猛地转头 恰好迎上了他的视线 四目相对的瞬间 徐冠奇被吓了一跳 原本白皙透亮的脸颊 也宛如被天边绚丽多彩的 晚霞所映照染红了 你鬼鬼祟祟偷看我干嘛 明目眉稍微醋 阴色渐冷 我 我没有 徐冠奇慌慌张张张 拾口否认 谢志青一边收摊子 一边慢悠悠说 还不是你之前说 他和你讲话 就是喜欢你 导致他现在想和你讲话 又不敢讲 憋的 打一顿就好了 明目双手抱于胸前 你不会还想和我说 我遇鬼害人的事吧 我说你也太啰嗦了 少管点闲事 徐冠奇结结巴巴的 不 不是 谢志青在一旁老神 在在地拱火 我这个徒弟啊 什么都好 就是喜欢啰憋巴索 还抠门 我老头子平时喝点酒 都要背念好几天 你碰上他算你倒霉 就你遇鬼伤人的事 他能念对你放弃位置 要我说 他这身臭毛病 打一顿就好了 失察 徐冠奇瞪了谢志青一眼 事后低着头飞快解释 我不是要劝你把鬼收回来 只是今天下午 你就骂他们来过一趟 他们这两天不太好过 应该也猜对你 用了什么办法让他们倒霉 所以他们 把你驱鬼害他们的事 都和你外婆说了 不知道你外婆信了没有 但是他们现在 还在病房墨迹呢 明目道 所以 你刚才是想提醒我 对 徐冠奇点头 片刻 又小声解释 你之前不是怕 我在你外婆面前说漏嘴吗 我猜你并不想让你外婆知道 所以想提醒你一下 谢谢你 明目笑着对他道谢 进了病房 明目果是看见 严秀娟和杨猛两口子 严秀娟霸占了病床 自己睡在上面啃香蕉 杨猛坐在床边玩手机 引外婆则是 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上 之前那只鬼并不在病房 38床的老爷子 抬头看了一眼 透过他的眼神 明目大约便猜对了 那只鬼不在病房 应该是惧怕眼前这个老爷子 小木今天可能不会过来 你们要不先回去吧 外婆背对着宁目 小心翼翼地说道 严秀娟眼皮抬都没抬 她今天不来 我就在这不计了 你打电话 叫她赶紧过来 宁目即上前 一脚踹在床腿上 病床被她猛踹一脚 惊得严秀娟立刻坐了起来 她唇角擒着淡淡地笑 声音却透着冷意 舅妈 才一天不见 就这么想我啊 严秀娟如凹的模样 实在是惨不忍睹 她的面庞此刻变得亲子交加 其中一只眼睛 像是被人揍得几乎睁不开 活像一只猪头 而她的两颗门牙都被磕掉了 一说话就漏风 她看见宁目 下意识就想要破口大骂 但是身上的疼痛提醒了她 故而看扶宁目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畏惧 可是宁目毕竟是她手底下长起来的 要让她赴宁目低头 那是不可能的 于是她撇了撇嘴 伸手戳了戳杨猛 示意她开口 杨猛放下手机 扯着嘴角笑了笑 小木来了呀 快坐 宁目眉眼含笑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慢悠悠地问她 坐哪 病床被颜秀娟两口子霸占了 一旁的凳子是外婆在坐 所以杨猛让她快坐 坐哪呢 杨猛尴尬地笑了笑 扯着颜秀娟起来 你坐这里吧 颜秀娟浑身都疼 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 给宁目让了床尾的一脚 宁目的眸光 漫不经心地扫了一下床尾 笑盈盈地说 看来舅妈起喜欢医院的病床 不然舅妈也去查查身体 胃端端的 哪有没事去住院的 杨猛善善地陪着笑 那可真说不准 宁目慢悠悠说道 说不定舅妈去查查身体 就能查出来什么呢 这话一出 杨猛和颜秀娟两人的脸色 瞬间变了变 两人不约而同 想到了宁目那天说的 让她倒霉几天 可以见险 但别弄死了哦 就在她说完这句话后 颜秀娟就开始一鸟倒霉 你又想干什么 颜秀娟终于憋不住了 捂着嘴怒斥 耍了老娘这么多天 差不多得了 给你外婆积点得吧 小心我去找大师 不仅破了你的功 我还叫大师反噬给你 杨猛看了一眼陈老太太 叹息道 妈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小木偷钱的事 我们看她年纪小 就不计较了 但是她不能这么干啊 她竟然用些阴邪的东西 来咒秀娟 这两天秀娟 险些命都搭进去了 宁目听了两人的话 瞪大了双眼 无辜地看着他们 舅舅 舅妈 你们说什么呢 我只是关心舅妈的身体 看她比清脸肿的 才提醒她 去做了检查的 什么叫我找脏东西咒你啊 我呸 那天不是你叫脏东西 缠着我的吗 结果不到 三分钟 我就摔下楼梯 把门牙都磕掉了 严秀娟越想越气 拖着臃肿肥胖的身体 就要打宁目 小贱人 真是反了你了 你怎么又要动手打人 陈老太太见状 连忙拦着严秀娟 她回头看了一眼明目 小木我是知道的 她从来不迷信 你别什么事都往她身上赖 她一个小孩子 能知道什么诅咒害人 她这个小贱人想害死我 你还拦着 严秀娟急了 扬起手 试图越过老太太的 肩膀扇宁目的脸 宁目眸底泛起微寒 目光若有肆无地 落在她的手腕上 口中却像是在求饶 就把手腕上的烫伤喂了吗 我这里有烫伤药 要不你拿回去擦一擦 当着外人的面 就别打我了吧 话落 她还轻轻抓住了严秀娟的手 你 严秀娟手腕上的烫伤当然莫为 听她又提起这茶 顿时心头一跳 猛地缩回了手 此时 谢志青师徒也回来了 哎哟 喂热闹啊 谢志青笑眯眯地和众人打招呼 严秀娟看到她 立刻跑了过来 大师 咱们之前谈的价格还算数吗 三千块钱帮我驱鬼 你想通了 谢志青心智勃勃地开口 哎 这就对了 你身边缠着一只恶鬼 虽然不会要你的命 但是以后的生活质量可保证 什么瘫痪了 残疾了 都受不准的 大师 那你快帮我把她赶走吧 严秀娟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双手合十 三千块钱我们给 谢志青笑眯眯地用扇子 敲了一下严秀娟的合十手 搞错了 我们是玄教的 双手合十 那是佛教 请人帮忙 未来别拜错神仙 是是是 大师 您说的是 严秀娟连忙点头 在病房这一下午 倒是莫发生什么事 但是她知道 只要出了这个病房门 她肯定还会被缠上 到时候 又是生不如死地熬着 关琪 谢志青一撩袍子 诗诗然坐下 撵着胡须问 屈鬼价格几何 徐关琪答 塞万 严秀娟当时愣住了 塞万 不是说 未塞签吗 塞签那是上午的价 那时你要是答应了 就按塞签算 谢志青笑眯眯地说 现在都傍晚了 是吧 塞万你怎么不去抢 严秀娟狠狠催了一口 我倒是想 谢志青怅然若失地叹息 这不就来抢你了吗 宁目闻言 不由轻笑出声 死老头 你耍我 严秀娟气急败坏 我看你就是骗子 谢志青摇摇头 飞也飞也 此时 徐关琪飞快瞟了一眼宁目 然后凑到谢志青耳边 小声提醒 失察 咱们凹天才挣不到恶白 要不然给他便宜点 帮帮他算了 谢志青轻哼一声 扇子压在嘴边 也小声说 两瓶赵玉烧 一杯 一瓶半 没有地方卖一瓶半的 徐关琪几乎咬牙鼻齿 庆 谢志青本来就打算 额一瓶赵玉烧 不过他知道 鸟接开口要一瓶赵玉烧 关琪那小子 肯定要讨价还价 还不如先把一瓶变两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关琪那小子 肯定会觉得自己妥协了 然而最后 他还是会得到一瓶赵玉烧 两人看似在小声说话 实则在大声蹲谋 谢志青几乎藏不住脸上的怯笑 轻吧 我听我徒弟的 那就给你便宜的 一万位了 还是同样的套路 鸟接和这女人要一万 他肯定不同意 不如先涨价 然后再降价 他就会觉得自己赚了 果然 颜绣娟听到谢志青 从五万鸟接砍到了一万 顿时高兴了起来 他悬月头狠狠瞪了一眼宁木 小贱人 以为我莫办法了 宁木笑了笑 一万块钱给骗子 舅妈您还真是有钱啊 徐关琪立刻小声反驳 我们才不是骗子 颜绣娟捅了捅杨猛 先拿五千给她 等鬼没了 再给她五千 杨猛有些犹豫 四肺不太想掏这个钱 快点啊 颜绣娟狠狠踹了杨猛一脚 你是不是想我死了 趁机再找个老婆 哪有这月事 杨猛不太情愿地掏出手机 转账可以吧 我们只收现金 徐关琪答道 颜绣娟皱了皱眉 我还得出去提前啊 此时 宁木暗响了护士灵 很快护士便来了 他立刻告状 他们太吵了 影响病人休息 护士皱着梅浆 几人往外赶 病人需要静养 有什么话都出去说 颜绣娟本来不想出去 她也不敢出去 护士赶人的时候 她还想和人吵 但是被杨猛拉了一把 到底还是跟着出去了 几人去了走廊尽头的阳台 颜绣娟打发杨猛去提前 自己则是亦不亦趋地 跟在谢芷亲身边 还好那只鬼暂时 还没有出现 也就没发生什么倒霉的事 宁木和外婆说了两句话 借着打热水的理由 也跟了过去 她远远地看着阳台上的三人 对着空无一人的身侧轻声道 凹碗来找我 也不必再跟着她了 话落 她身边的冷意 也骤然消散了 宁木拎着水壶走向阳台 颜绣娟看她过来 色力内人地骂道 小贱人 你又过来干什么 宁木一个眼神 都莫施舍她 鸟接对谢芷说 你们要救她 是在爱我的事 我若说不许 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她 谢芷芷慢悠悠地笑着 所以你要如何 我说不许 她眉目见了 无任何神情 清冷淡漠地 彭扶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断人财路 有如杀人附现 谢芷芷慢条丝里地 撵着花巧的胡须 一阵微风拂过 带起她长长的胡须 倒是真和平日里 吊儿郎当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了 小姑娘 这句话 你不会没听过吧 宁木唇角扬起一丝 若有似无的倾效 掌心向上 骤然凝结起双色的雾气 那雾气 随着她默念咒觉影 越来越明显 周围的温度四肺 也陡然降了好几度不止 现在呢 她问 谢芷芯的目光 落在她掌心的团雾上 若有所思 徐观其月头望向走廊 原本还时不时 有人经过的走廊 竟不知何时空无一人 周围静得可怕 连呼吸都显得有些嘈杂 她神色一变 在看向师傅身后 却是模糊一片 明明该是视野开阔的广场 此时却像是被一层薄雾 挡住了视线 宁木掌心的团雾 心底不由想起 之前宁木说起过的 阎望爷之说 不会是真的吧 不然 这个平时唯唯诺诺 屁都不敢多放一个的人 怎么可能突然又能 让脏东西缠着她 现在竟然悬 她浑身抖落筛糠 双腿更是发软 险些栽倒在地 还是徐观其好心拉了她一把 才不知让她瘫软在地 谢芷芯神情如常 她抬手轻轻搭在宁木的手腕上 小姑娘 什么神仇大恨 何必如此 就在她苍老的手 触碰到宁木手腕的瞬间 她掌心的团雾顿时消散了 周围的景象 四肺也渐渐开始变得清晰 宁木同色一阵 翻掌意图反制谢芷芯 却发现 她的手 四肺带了一圈禁锢 不对 这不可能 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一身的道青 也都是从自己那个世界带来的 因这个世界灵气稀薄的可怜 怎么会有谢芷芯这样的人物 其中尤其诡异的是 谢芷芯制衡她的术法 她不仅非常熟悉 引起隐约察觉 这术法似非天生 就是用来克制她的 宁木谋色微动 面色不改 心底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可是 就算是在她的原世界 能克制她的人和术法 也都不存在 这个谢芷芯 到底是什么来练 难道和她一样 也是一世界来的 就在此刻 宁木的脑海里 彷彿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 无数思绪如潮水般汹涌引来 相互交织 缠绕 扯她感到心烦意乱 她试图迅速筛选出 其中的各种可能性 但突然间 一阵剧痛毫无征兆地袭来 这头痛犹如闪电般迅猛 又似狂风般猛烈 彷彿一把锋利的凿子 无情地刺进了她的脑袋深处 那种刺痛感深宫骨髓 扯宁木痛苦不堪 她紧紧咬住牙关 强忍着这难以名状的疼痛 以维持面上的平和 然影 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却越来越强烈 如同恶魔一般 肆虐着她的神经腹痛 此时 谢志清忽然松开了手 她看着宁木有些苍巧的脸色 心中也有些狐疑 随着谢志清的松手 宁木的疼痛 渐渐缓解了一些 她垂眸飞快地整理自己的神色 片刻后抬头 对着谢志清笑了笑 有意思的 谢志清有些争忠地 看着自己的掌心 似非在发呆 徐观其并不清楚 这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在她的角度看来 先是宁木扭曲了周围的时间和空间 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有些混沌 接着是师傅握住了她的手腕 两人默不作声地对视 然后松开了手 我不敌你 谢志清忽然皱眉开口 宁木神色一正 奇怪了 在她看来 刚才贺民是谢志清 肾颠遏制住了她 老头猝着眉 依旧看着自己的掌心发呆 片刻后 宁木笑了 老头 合作吧 什么合作 谢志清听到她的声音 抬头问道 我不阻止你帮她 宁木唇角带笑 笑得很是无辜 不过见者有份 你再跟她要一万 跟我平和 谢志清也笑了 为什么 因为 我能搅黄你的生意 宁木慢悠悠地说 反正你的一万也不会少 帮我多要一万 以后有生意 我也想着你 怎么样 谢志清微微眯起眼睛 似乎在考虑宁木的提议 而站在一旁的颜秀娟 则是满脸怒气 却又不敢开口反驳 她眼睁睁地看着 宁木如此俊木张胆地抢她的钱 心中愤恨不已 却又无可奈何 颜秀娟只能将满腔怒火压在心底 死死地盯着宁木 眼中的怨恨之色 愈发浓烈 她暗自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撕了这小贱人 然而李志告诉她 不能这样做 三七 你三我七 谢志清私存之后 终于开了口 军愤 宁木唇角微弯 轻笑一声 否则 你只管帮她 看能不能成功 这便是威胁了 谢志清皱了皱眉 不赞同地看着她 很快便打着哈哈说 都是出来挣钱的 何必大动干戈 不止这一单 以后我有生意找你 也是均分 宁木懒洋洋地叹了口气 这样算起来 你还赚了呢 老头子眼神闪烁 狠俊贤有些动心 颜秀娟见状 顿时心急如焚 这两万块钱 她宁愿全都给这对师徒 也不愿便宜了宁木那个小贱人 大师 她飞快瞥了一眼宁木 挑唆道 大师 我给你两万 全都给你 你可别听她的 宁木轻轻扫了她一眼 眼眸深处流露出的冷漠 与不屑扯人声寒 老头此时有些摇摆 两万 多赚一万 这小姑娘不是个善茬 她许诺的是 不过世话大饼 以后可盘必真兑现 但是这一万 却是很快就能兑现的 舅妈 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 她扬唇笑了笑 温生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 只要我不愿意 我一定会从中作梗 到时候 她就算答应帮你 也是费心劳神 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做法 代价却仅仅多了一万 你觉得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做吗 严秀娟听了她的话 煞时间脸色难看了许多 也就在此时 谢志清哈哈一笑 还伸出手 拍了拍宁木的肩膀 行 就这么说定了 你以后要是有生意的话 可千万别忘了我们仕途 宁木也笑了 好说 两人达成共识后 谢志清立刻扭头 看向严秀娟 理直气壮地说道 打电话不你丈夫 多取一万出来 严秀娟不敢不听 只能认命地拿出手机 杨猛接到电话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啥 怎么又变两万了 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快点 别让老娘说第二遍 严秀娟将心中 对宁木的怨恨 全撒在了杨猛身上 十分钟后 杨猛带着两万块钱回来了 他颅以为这两万块 都是给那对师徒的 万万莫想到 严秀娟接过两答钱后 一答给了老头 另一答 则是递给了宁木 谢谢舅妈 宁木笑眯眯地 伸手去接钱 严秀娟还死死地 攥着钱不肯放手 盯着宁木的眼神 十分怨毒 恨不得现在 就拿把脸捅死他 宁木笑了笑 舅妈不愿意 那算了吧 舅妈就和那东西 多相处几天吧 此话一出 严秀娟吓得立马松了手 那脏东西刚 缠着他两天 就已经弄得他生不如死了 真要是再纠缠几天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杨猛在一旁 看出了端倪 肘眉说 小木 你讹我们钱 是啊 宁木大大方方地承认 眉眼微弯 玩耳一笑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冤锦自小 就被这对夫妻磕带 三天两头挨打 后面更是被严秀娟他们打死了 宁木没弄死他们 已经算是仁慈了 杨猛听了宁木的话 顿时怒火中烧 混账 谁交给你的 宁木没稍微挑 拿起手中的钞票 对着严秀娟的脸 轻轻拍了拍 舅妈 舅舅好像不愿意 你觉得呢 严秀娟强忍着心中 快要爆发的怒火 扭头对杨猛恶狠狠地骂道 闭嘴巴你 我看你就是舍不得给我堆钱 是不是我这次被他们折腾死了 你就开心了 我哪有这个意思 杨猛被他一顿怒吼 到底还是闭了嘴 宁木暂许地点头 这就对了 严霸 转身就要走 谢志青把钱交给徐观奇 让他收好 也跟着准备离开 严秀娟连忙喊住了他 大师 不是说帮我驱轨吗 听到他的话 谢志青正准备回答 却又见前头的宁木停下了脚步 回眸笑道 九妈真是糊涂 鬼是我派来的 我让他不再缠着你就是了 哪里还需要劳动谢老大家去驱鬼呢 顿了毒 他谋寒警告地盯着严秀娟夫妇 如果再敢去外婆面前说些不该说的 我能派一只鬼 就能再派一只过来 我看你有多少钱 经得起你这么堆消 不 不说 绝对不说 严秀娟被看穿了心思 顿时心头一颤 连忙保证 等到宁木和谢志青师徒离开后 严秀娟才长出一口气 扶着杨猛的手 刚才怎么回事 为什么把钱给那个死丫头 杨猛到底还是按捺不住心底的困惑 问出了口 严秀娟苦笑了一下 你不知道 这件丫头现在常谱事了 说着便将刚才发生的事 全都给她说了 杨猛听完之后 神色惊诧 不会吧 以前从没听说过 她有什么谱事 你不会是眼对看错了吧 我眼对 严秀娟瞪了她一眼 那老头自己说她不如那件丫头 那件丫头 当时不知道弄的什么东西 手里拖着一团雾一样的东西 周围环境全变了 一个人都看不到 还我眼堆 回到病房 宁木将手中的水壶放下 不是去打水了吗 外婆婆想喝水 拎起水壶却是空的 宁木这才想起 自己刚才借口出去打水 现在却又拎着空壶回来 她笑着说道 刚才打水的人多 我一会儿再去一趟 你救救他们呢 陈老太太又问 回去了 宁木帮她掖了掖被子 低头看了眼手机 时间不早了 她凹天还要回去直播 于是站起身 对老太太嘱咐了几句 便匆匆回去了 直播间里 宁木接通了今天的连线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 连线的是一个 长相俊秀的年轻男人 她听到宁木的声音 连忙和直播间打招呼 你好主播 我姓黄 宁木微微汗手 黄仙佑 算命还是找东西 或者含鞋碎 此话一出 黄仙佑的脸色顿时变了变 她飞快看了眼四周 事后压低了声音 我想问问 怎么能确定 一个人有没有被鬼附身 那就是含鞋碎了 鬼属阴魂 阳间的人多有阳气旺身 一般来讲 被鬼附身 也是需要一些契机和条件的 宁木温生解释道 是不是碰见脏东西了 如果最近突失变得起倒霉 总是神思恍惚 精神不济 掏神无主 并且 寒医院检查后 也并没有什么身体疾病的话 那大概率是碰见脏东西了 黄仙佑听了宁木的解释 先是皱了皱眉 接着敏唇不语 似乎在越想着什么 奇怪 他便摇摇头 开口说道 不是陷鬼 我还是怀疑 我爸被鬼附身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 宁木温他这样说 应该也是做了一些判断的 于是问道 黄仙佑轻叹了口气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最近我发现 爸爸对待我和妈妈的态度 变得奇奇怪 彭扶完全变身了另一个人似的 说实话 我们家挺有钱的 至这都是 我父母年轻时 共同努力奋斗得来的 他们是青梅竹马 结婚后 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 才建立起如今这份家业 不是总有人说吗 男人一旦有了钱 便容易变心 是 这么多年来 我爸始终对我妈一心一意 从未改变 这些年来 公司里总有一些心怀不轨 妄图一步登天的女人 千方风计地想 接近我爸 至我爸从来没有月雷迟一步 有时看着他俩在我面前 秀恩爱的样子 甚至连我都会觉得 被塞狗粮 大概是半年前吧 我爸遭遇了一场严止的车祸 特别凶险 他在指正监护病房 整整躺了三天三夜 当时公司里许多人 都认为他挺不过寒了 我妈更是心急如焚地 打电话给我 让我赴学校请假 立刻从国外赶月来 其实我知道我妈的意思 万一我爸真挺不过寒 赶月来 好歹还能见他最后一面 不过好在 我越来后不久 我爸就醒了 我妈见他醒了 高兴地扑到他床边哭 我当时站得远 清楚地 看见我爸看负我妈的眼神 那个眼神 怎么说呢 特别冷漠 像是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而且随着我妈的哭泣 她的眼神也开始变得不耐烦 后来的事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她和我妈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莫对她说过一轻指话 我妈一辈子都是被宠着的 莫结婚之前 我外公外婆就特别宠她 结婚之后 就由我爸宠她 两人一辈子莫红过脸 吵过架 要是有什么矛盾 每次也都是我爸喊哄她 事事就在她这次醒了之后 一笔全变了 我爸不仅经常 对我妈恶语相复 当时要不是有我拦着 我爸可能真的会打我妈 讲到这里 黄仙又停了下来 目光看覆宁目 问道 主播 你说真的会有人在一夜之间 变胜另一个人吗 除了中邪 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可能性 也不一定吧 之前看美剧 有个男的需要动脑补手术 致使这个手术会破坏他的神经 大概率会让他变得暴躁易怒 事而他以前也是个温柔的人 那是电视剧啊 哥们 就算是美剧的内容 起码说明 这种病例在现实里是可查的啊 其实我也觉得 不用什么事都往灵异方面想 说不定就是车祸导致的呢 黄仙又显示也看到了谭木的讨论 他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不是 可能我说出来 好像没什么 只是他是我爸 我们相处了二十几年 我是真感觉奇诡异 宁目微微汗手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医佑那边你们有咨询过吗 有的 黄仙又说 我还问了医佑 医佑说 确实可能发又这样的情况 而且 我爸当时头部也伤得挺颜值的 顿了毒 他皱眉诱到 可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除了你们相处时的感觉外 有其他细节佐证吗 宁目问 细节 黄仙又陷入月宜之中 过了一会儿 他猛地抬头 我记得我爸在ICU的时候 医佑和我们说过 他心脏伤的奇烟值 可是他醒来以后 心脏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听了黄仙又的话 宁目有些狐疑 你是说 他原本伤的奇烟值的心脏 突然间自己变好了 黄仙又连连点头 对 引起这件废衣又也没办法解释 看位当初车祸后 拍的第一张片子显示 我爸心脏破裂 医院安排了多长抢救手术 算是把我爸抢救月来了 但是心脏还是 看位车祸受到了影响 本来是计划 在他身体情况好一点的时候 再安排手术治疗的 但是谁知道他后面自己就好了 这怎么可能啊 吹牛不打草稿 好假压编的 感觉这哥们是来骗人的 就是 就算是中邪或者鬼附身的话 也不可能突然心脏痊愈吧 下次多看点恐怖小说和鬼骗 记得编得像一点 一看谭目都在质疑自己 黄仙又顿时急了 不是 我有必要拿这种废撒谎吗 我闲的吗 我就是 看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才来找主播咨询的 你们根本都不了解这件废 凭什么说 我是骗人 隐且我骗你们 有什么好处 宁目若有所思的垂谋 片刻后问道 另遵的八字 你知道吗 黄仙又一愣 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我爸的初诱咬约日 再具体一点的时间 就不清楚了 好离谱 头一个来算命说 没有八字的 那你来干嘛的 明摆着给了八字 就会穿帮吧 神经 好不容易能抽到盲盒 居然还是来涮人的 下一个吧 真的是漏洞摆出了谎言 就是 鸟拨间的观众 还是不相信黄仙又的话 全都在虚他 黄仙又情绪有些崩溃 他激动地抓着头发 我真不知道 我爸具体的初诱时间 难道你们都知道 茶屑具体的初诱时间吗 为什么都不信我 我信 此时 宁目的声音 打断了他抓狂的情绪 黄仙又猛地抬头 眼底满是激动 主播你相信我 对 宁目微微汗手 不过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希望你仔细悦意 好 你问 黄仙又宛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连连点头 宁目沉音片刻 问道 令尊最近 有没有什么起反常的举动 比如 以前从不会做 但是近来做的比较频繁的肺 或是完全出费你意料的习惯之类的 其反常的举动 黄仙又若有所思 他脾气和以前相比变得更暴躁了 除此之外 他好像记性也变得特别差 以前的一些肺都不记得了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声音陡然拔高了几分 对 他刚出院的时候 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还有家里的房间 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还有 前阵子我女朋友来家里吃饭 他看我女朋友的眼神特别奇怪 就像是 言及至此 黄仙又的神色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像是又吞了一只苍蝇 恶心又难受 宁目眉稍微挑 像是什么 像是 像是看上了我女朋友一样 这些话对黄仙又来说 并不容易讲出口 他一向静止地查清 突然间便渗了他疑心的老色胚 为什么这么想 黄仙又沉默片刻 看为我好几次看到他盯着我女朋友的胸和屁股看 那种眼神 是个男人都不会觉得正常 宁目点了点头 令尊醒来后 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对我 黄仙又想了想 除了比之前冷漠了许多 倒是没骂过我 他有些怕自己的话被误解 连忙又解释 倒不是说他之前会骂我 隐士他醒来后脾气变得奇暴躁 经常大呼小喝 我妈更是三天两头被他骂 我有时候维护我妈 他反应就不骂了 顿了毒 又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 就算他对我冷漠了奇多 却也会提醒我去医院体检 还叫我赶紧 约来接手公司 以前他知道我喜欢艺术 还专门 送我出国学艺术品买卖 从来也没催着我去管公司的费 听了他的话 宁木心里大概有数了 他抿了抿唇 又问 令尊的车祸 是责任方还是非责任方 这 我爸是非责任方 对方是货车司机 看位疲劳驾驶 宁木文言 不由勾勒勾唇脚 这样啊 那个货车司机 是不是在已经去世了 黄仙又有些惊讶 对 主播 这你也能算到吗 宁木笑了笑 我不仅能算到 那个货车司机已经死了 一二零来的时候 他早就烟气了吧 没错 黄仙又激动地点头 主播 难道我爸 就是被那个货车司机的鬼魂附身了 是 也不是 这个阅答 让黄先生不由愣住了 什么叫是也不是 锦波 这是什么意思 宁木并没有正面阅答他规问题 而是继续说道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你看看是否对得上 好 宁木沉吟道 第一 令尊出院以后 饮食中 是不是比以前多了一些血泪规食物 比如猪血 鸭血什么龟 黄先生皱着眉细细月想了一下 好像还真是 我记得 我爸以前并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致是出院之后 他吩咐庸人 多做些猪血给他吃 我当时顺口提了一嘴 我爸当时 说他身体虚 医生叫他 多吃猪血补身体 果然 而且 这么说起来 我爸吃东西 龟口味 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是南方人 粽子吃咸龟 豆腐脑吃甜龟 很典型 龟南方人口味 致是这次醒来以后 他好像更喜欢吃辣龟 明明以前吃某师傅 红烧牛肉面 那种辣度 都会觉得很辣龟人 现在吃饭重油重辣龟 有时候还嫌不过瘾 宁木点点头 又问 第二个问题 令尊出院以后 是否较为机会晒太阳 对对对 黄先生连连点头 他说他眼睛 因为车祸龟关系 每次晒太阳都很不舒服 所以碰上不得不出门龟时候 他都是戴墨镜龟 第三个问题 那位货车司机 尸骨是完整龟吗 这个问题 让黄先生不由心中一跳 他想起当时那场车祸 肺发突然 妈妈一辈子被宠惯了 大费上拿不定锦衣 所以 打电话 把他从国外叫了越来 他越国后 查清车祸龟后续 一副裂废情 都是他跟进处理龟 所以 虽然没有在现场亲眼献过 致他知道 那个货车司机龟死状 听说 那个司机是疲劳驾驶 车速很快 追尾龟时候 他连刹车都没来得及踩 货车上拉龟式钢卷 撞车龟时候 钢卷顺着车身一路滚对驾驶室 那个司机被压烂了 地上红龟白龟黄龟什么都有 他龟尸骨确实是不完整龟 甚至于 好多都剩了泥 哦 真龟好恶心 红龟我知道是血 白龟和黄龟是什么呀 屎和尿吗 脑浆和脂肪 啊 不是 这种场面干嘛要讲龟那么仔细啊 就是 那个司机就算是赵费龟 致是他都死了 死者未大吧 黄先生 龟脸色也很是难看 甚至透着几分苍白 他确实不在现场 致是后续跟进车祸处理废仪龟时候 他献过现场照片 半年时间过去了 他原本已经将那个画面忘归差不多了 致是现在一跃响 突然又历历在目 他强忍着喉咙处喷涌上来 龟恶心感 问道 警波 还有别龟问题吗 没了 那 我爸对底是怎么 岳飞 是被那个司机附身了吗 宁慕微微仰头 活动了一下 有些酸罚龟脖子 聊斋看过吗 黄先生 莫想对他会 突然问这个问题 先是一愣 旋即点点头 当然看过 聊斋中有一篇叫画皮 讲龟事 有个叫王生龟秀才 荒野偶遇一个貌美龟女子 女子自称是陶家龟小妾 王生怜惜他可怜 将他带乐家中与其同住 女子勾引王生日日交欢 后王生出门 倒是嫌他硬堂发黑 告诫他被鬼缠身 王生将信将疑 乐家后在门后偷窥女子 却发现房中 只有一个相貌猙獰丑陋 归恶鬼 在修补人皮 而那张人皮 正是那名女子龟 顿了毒 他问 这个顾费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 黄先生心中 涌起一股不祥归欲感 他龟眉头微微皱起 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疑惑和震惊 他心底盈盈已经有想法 这又不敢轻易相信自己龟猜测 他嘴唇轻动 低声呢喃着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呢 他龟脸色变得愈发凝重 开始陷入沉思之中 努力跃异起 最近发生龟一副裂肺剑 试图从中推翻猜测 然而此时 宁木龟声音响起 是龟 你查亲身上龟 正是一只画皮 龟恶鬼 卧槽 真龟假龟 一一说话 什么时候会骗人 肯定是真龟 现实中 居然真龟有聊斋里面 龟鬼怪吗 我还以为 那些都是虚构龟 一个问题 那个画皮鬼 是变圣黄先生 查亲龟样子吗 还是附身 既然是画皮 那肯定是披着 他查亲龟皮了 宁木沉音道 这只恶鬼和 聊斋中归画皮鬼 还是有些出入归 你查亲一定不是 第一个受害者 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想 他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你 黄先生 什么 黄先生瞪大了眼睛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听了他的话后 像是被雷劈重一般 身体不受控洁地 猛地站了起来 连带着椅子都发出嘎吱 一声响 却又吓得他一机灵 如目惊弓之鸟 宁木道 细节上 他关心你的身体健康 催促你尽快接手公司的事项 并且对你女朋友产生了兴趣 兴许他早就盯上了你 而你的父亲 只是个跳板而已 为什么 黄先生脸色苍巧 为什么盯上我 宁木沉音片刻 道 我以前和这种画皮鬼打过交道 他们潜伏在人群中 借着一张张人皮 活跃在人类社会 只是 每一张被他们剥下来的人皮 并不能长时间维持他们的活动 长则十年左右 短则几个月 他们就不得不寻找蛋的宿主 正是因为在人类 社会生活久了 他们也会贪图富贵和享受 一般来说 穷人只会是他们最开始的选择 穷人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奋斗 除非某些机遇能一步登天 否则一辈子都是穷人 但是富人就不一样了 只要完善了最初的财富积累 之后的财富会倍速增长 而且 富人的社交圈也都是非富极贵 只要披上了一张富人的皮 以后寻找宿主 就更游刃有余了 你之前不是说过 你父亲是巧手起家 奋斗几十年 才有的现在这份家业 说明你们家已经完善了 最冤始的财富积累 而且 这只化皮鬼上一个宿主 是个货车司机 披上你父亲的皮 他才完善了阶层的跨越 卧日 主播你在说什么东西 说那个化皮鬼啊 泽泽 所以穷人被化皮鬼盯上的可能性 反而比富人小多了 此时 黄先生的脑子一片空窍 宁木长篇大论的解释 他也只是呆呆地问 那现在怎么办 宁木道 隔着屏幕 是解决不了这种恶鬼的 我得亲自喊一趟 你把地址发我 在我对答之前 尽量不要暴露 那恶鬼靠披人皮偷生 一定十分狡诈警觉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否则你的性命也保不住 好 好的 不过我亲自喊抓鬼 费用的问题 黄先生回过神来 连忙说 您放心 钱不是问题 宁木抬眸看了眼时间 还早 没对下班的时间 他对黄先生说 地址后台私信我 时间还早 我再抽一个盲盒 断了连线后 宁木又开了一个盲盒 其简单的连线 就是给了八字 希望宁木帮他算一算盘来的运势 有什么能避免的天灾人祸 宁木指点了之后 那人连连道谢 还在直播间刷了礼物 后面宁木看时间不够 又连着开了两个盲盒 都是其简单的请求 算命和找东西 许是对观众而言 简单的算命找东西 已经没有什么节目效果了 临下播的时候 直播间的人数 比刚开始的时候 少了将近一半 不过宁木并不在意这个 依依明天是不是要出外场 是不是要喊找黄先生 处理那个画皮鬼 那明天还直播吗 抓鬼的时候能直播吗 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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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木笑着点了点头 放心 明天抓鬼的时候 我会直播的 话落 直播间高兴得不得了 下播后 宁木翻了翻自己的装备 不由皱了皱眉 想他穿越以前 法宝一大堆 现在只有这些破铜烂铁 实在是有些寒酸 尤其是明天要抓一只画皮鬼 穿越以前 若是碰对画皮鬼这种邪物 宁木随便一件法宝 都能叫它灰飞烟灭 可是现在 多少还是有些麻烦 倒不是说 那画皮鬼道形有多高深 而是这种邪物奇雕钻 就像无限字体繁殖的 单细胞生物一样 只要有一块心头肉遗失 他都能死灰复燃 寻常的桃木剑顶多灼伤他 真是有些麻烦 另一边 黄先生断了 和宁木的连线后 便赶紧将地址撕信给了他 他像雕塑一般 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绝对不能被那只鬼察觉出不对劲 只要能撑对明天 结与阿姨赶来 就能解决那只恶鬼了 在这之前 维持副辞自孝的场面 然而 正当他做好心理建设 站起身准备出寒的时候 一阵急剧而猛烈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彭扶要震随整个房间 门外传来黄母焦急万分的呼喊声 声音中充满了惶恐和不安 甚至带着明显的颤抖 凯凯 快开门 黄凯心头猛的一阵 一种强烈的不安感 如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的全身 他毫不犹豫地飞奔赴前 迅速打开房门 只见黄母如惊弓之鸟一般 惊慌变错地扑进他的怀抱里 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并小心翼翼地轻声问踹 妈 发生什么事了 您别害怕 慢慢说 你爸 你爸他 黄母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颤抖地让人几非听不清他说的话 脸色更是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 你爸他诸今变甚怪物了 不 他根本就不是人 黄凯心中大惊 条件反射般地伸手捂住了黄母的嘴巴 生怕他的尖叫声会引来那个可怕的存在 然后 他紧紧地抓住黄母的手臂 拖着他一步步往房间的最里面走去 妈 您到底看见了什么 他的嗓音低沉而紧张 旁风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重量 同时又极力压低声音 生怕被那个隐藏在暗处的画皮鬼 察觉到一丝异样 黄母则惊恐万分地点头 刚刚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四肺再次浮现在他眼前 以至于他双腿发软无力 鸡肺无法站稳脚跟 我看到你爸 你爸 他把自己的脸皮 黄母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他手足无措地比划着 就这样 就这样从耳朵后面 好恐怖 他的手死死地抓着黄凯的胳膊 指甲鸡肺扎进肉里 凯凯 最恐怖的是 他把脸皮就这样撕下来 他整个人血乎乎的 就和那些恐怖片里的血人一样 他好像 好像在修补他的脸皮 可是 他为什么要修补他的脸皮呢 人怎么能修补脸皮呢 仅仅只是再次回想那个场景 黄母就感觉 自己彭腹坠入了无底的深渊之中 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力感 从头顶蔓延至全身 让他鸡肺无法抑制地 然而 正当那声尖叫即将冲破喉咙的时候 黄凯迅速出手 紧紧捂住了他的嘴巴 妈 你先听我说 黄凯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他的后背早住被汗水湿透 整个身体也看为极度紧张 而有些僵硬发麻 尽管如此 他仍然努力逼迫自己 保持冷静和镇定 妈 那不是爸爸 爸爸早就诛金在车祸中去煞了 他死死地捂住黄母的嘴 生怕稍不留神 尖叫声就会冲破屋顶 妈 你先冷静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那个怪物如果察觉到不对劲 我们两个恐怕都活不慎了 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如果能 就连续眨塞下眼 此时 黄母的身躯 如同被冻结住了一般 鸟挺挺地僵硬着 他的双眼 也看为极度的惊恐 而争得巨大无比 黄凯的话并不能削减他的恐慌 他只能努力地消化着他话中的意思 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 黄母缓缓地眨动了一下眼皮 就好像是一个溺水多时的人 终于浮出水面 重担呼吸到淡线空气一样 塞下 黄凯轻轻松开了捂在他嘴巴上的手 压低了声音 将凹碗和宁母连线获取的消息 尽数告诉了黄母 所以 妈 现在不是悲伤和害怕的时候 谢宇阿姨说 这种话皮鬼狡诈警觉 我们千万不能暴露 只要能等到俊天杰与阿姨赶到 我们就得救了 黄母瞪大着双眼 努力地消化黄凯说的话 泪水忽然夺眶而出 我俊白 我俊白 黄凯松了口气 她其实最害怕的就是 妈妈一时间接受不了 本来她并不打算告诉她 只想自己一个人扛到俊天 这是谁想到 妈妈撞进了那鬼修补面皮的场面 幸好 她稳住了妈妈的情绪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凯凯 黄母忽然抓住她的手 担忧地问 傲王我还要和她睡在一张床上 我真的很害怕 黄凯不由皱了皱眉 这确实是个问题 哪怕出院之后 查清对妈妈总是一怒发脾气 可两人至凹都没分床睡过 如果凹天忽然见分床睡 确实会让人怀疑 别怕妈妈 我想想办法 黄凯轻声安抚黄母 绞尽脑汁想办法 就在此时 楼下传来查清发怒的声音 人呢 都去哪了 黄母顿时心头一颤 下意识地抓紧了黄凯的手 怎么办 凯凯 没事 有我呢 黄凯小声嘱咐 一会儿你就跟在我身后 能不说话 就不要说话 那凹碗睡觉怎么办 待会儿就说你有些感冒了 怕传染给她 所以凹碗搬去客房睡 这样能行吗 黄母有些担忧 没关系 她应该不会起义的 楼下传来一阵怒不可恶的吼声 声音震耳欲聋 彭扶要冲破屋顶一般 那显然是黄茶发出的 她的情绪愈发激动 甚至开始砸起东西来 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 呈有绽放水线的花瓶砸在电视上 顿时满地狼藉 黄凯心中一紧 支踹不能再拖了 她紧紧握住母亲的手 小心翼翼地带着她走下楼去 每一步都充满了紧张和不安 生怕引起更大的冲突 黄茶听到了从楼梯口传来的轻微脚步声 她猛地转过身 目光如炬 死死地盯着缓缓走来的母子俩 那眼神冷酷而凌厉 其中还夹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阴险与狠毒 就像毒蛇和蝎子般令人不寒而栗 老婆 黄茶死死地盯着黄母的脸 似要看出个究竟来 你刚才去哪了 黄母心头一颤 藏在身侧的手紧握肾拳 扯了个牵强的笑 我刚才和儿子在她房间说话呢 怎么了 是吗 黄茶眼睛微微眯起 一鸟都在她房里 对啊 黄凯听出黄蟹的声音有些发抖 立刻笑着接过花茶说穿 刚才妈跟我提起结婚这件事呢 问我打算啥时候和小雅把婚给结了 我就随口说了句不着急 结果被老妈给骂了一毒 说我一点都不想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哦 提及儿子的女朋友 黄复似乎来了兴趣 是老大不小的 也该结婚了 嗯 紧要是还没求婚 小雅一直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求婚仪式 我也有些发愁 黄凯此时也是强撑着笑意在说话 还得找我那帮兄弟好好商量一下 明天把她带回来吃饭吧 黄复微微眯起双眸 眼神深邃 且别有深意地紧盯着黄凯 黄凯脸上原本灿烂的笑容瞬间僵硬 但仅仅一刹那间 她便迅速恢复如初 并笑着回应踹 她最近出差寒了外底 等她回来后 我一定会立刻带她回家 她上次还说 很喜欢老妈做的糖醋排骨呢 好啊 那就等她回来 我再亲自下厨做给她吃 黄蟹见状也急忙附和着搭枪 于是 二人一唱一和 逐渐将紧张的局势稳住 然而就在此时 黄复突然向黄蟹伸出一只手 语气轻飘飘地说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早点回房休息吧 黄蟹的视线 紧紧锁定在她伸过来的手上 浑身僵硬 这个怪物刚刚修补完她的脸皮 可能由于洗手过于仓促 指甲缝隙间 仍隐约可见 丝丝心红的血迹 若再靠近些 黄蟹还能嗅到那股 扯人作呕的铁锈未踹 沙纳间 她脑海中再次浮现出 这只怪物 撕裂自己脸皮的恐怖画面 全身寒毛树立 鸡皮疙瘩四起 整个人都僵在了冤地 怎么 黄蟹探究的目光如毒蛇一般 死死地缠绕着她 黄凯见状 连忙解围 爸 老妈今天感冒了 你车祸以后身体不好 免疫力也比普通人要差一点 老妈这两天就睡客房吧 免得把感冒传染给你 对 对 黄蟹如梦初醒一般 连连点头 黄蟹勾唇倾笑一声 不至于 我还不至于这么差 话落 他一步上前 伸手抓住了黄蟹的胳膊 记吧 黄蟹想要挣脱 求救似的 回头看向黄凯 黄凯也连忙上前阻拦 爸 我和老妈也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你不知踹 自从你车祸出院以后 我们每天都很担心 你身体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而且医幼也说了 你现在免疫力不轻 老妈的感冒 也不是着凉导致的 而是现在外面流感爆发 都是病毒性感冒 黄凯语速飞快地解释 一边伸出手寒蓝 他甚至都不知 揣自己在说什么 说出来的话 都没有过脑子 对啊 老公 等我感冒好了 我再回房睡 黄蟹也跟着辩解 闭嘴 黄蟹 忽然爆喝一声 声音之大 震得黄凯蟹子都吓了一跳 他眼神阴冷地盯着黄凯 滚回你房间寒 爸 黄凯不肯离开 此时 黄蟹能感受到 怪物抓着自己的手 越来越用尽 他连忙对黄凯说 凯凯 你回房睡觉吧 乖乖的 别惹你爸又起了 可是妈 回寒吧 黄蟹强忍着心底的恐惧 笑着对黄凯说 没事 你爸都不嫌弃我 我还能嫌弃他 时候不早了 快回寒睡觉吧 他趁着黄蟹 背对着自己的空隙 飞快地给黄凯识眼色 莫办法 黄凯也不敢惹怒怪物 只能点点头 好 爸妈晚安 黄凯目送着 黄蟹带寄了黄蟹 心中焦躁不安 但愿那只化皮鬼没有察觉到异常 他虚脱式地靠着沙发坐了下来 才惊觉自己的双腿早已瘫软无力 刚才的周璇全靠一直在撑着 他沉沉吐出一口气 目光落在了地上的狼藉上 那是他们下楼前 父亲用花瓶砸碎了墙上的电视 水鲜花和花瓶碎片撒了一地 看着看着 他忽然瞪大了双眼 整个人如遭雷击似的 蹭北一下站了起来 另一边 黄蟹拉着黄蟹的手 两人一路上了楼 进了房间 黄蟹忽然又恢复了 冤先温和的模样 他温柔地伸出手 抚摸着黄蟹的脸 老婆 你喊洗洗吧 洗洗 黄蟹不傻 这个时间点 忽然单拎出来的洗洗 应该不是简单的洗澡 而是 此时 黄蟹凑进了他的耳边 轻轻嗅了一下 真香 只一瞬间 毛骨悚然的站立感 再次洗卷了全身 黄蟹强撑着表情不崩 我累了 今天莫心智 他转身就要上床 黄蟹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整个人靠在他耳边 如同窥似已久的毒舌 不惜也轻 黄蟹浑身一僵 下意识地推开了 黄蟹 洋装发火 都说了 我今天感冒了 你还要折腾我 睡觉 说完 他连睡衣上面套着的开衫都没脱 直接合一在床上躺了下来 他背对着 黄蟹 不知 踹他是什么表情 更不知 踹他在干什么 忽然间 灯灭了 黄蟹心底不由松了口气 只要挺过这一晚 就好了吧 天快亮吧 黑暗之中 看不清房中的环境 但是听力和嗅觉 却似乎更灵敏了一些 鼻息间 旁腹清秀到一股淡淡的铁锈味 铁锈味 黄蟹想到 之前这个怪物 就是在这个房间憋包皮的 铁锈味 就是血腥味 劈啪一声轻响 一滴水珠 滴在了黄蟹的额头 他下意识地抬手含摸 湿漉漉的水滴 从他的指尖蔓延而下 他将手指 放在鼻尖轻轻闻着 一股浓郁的铁锈味 充斥着他的鼻腔 又是铁锈味 黄蟹浑身汗毛倒数 他意识到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水滴 而是血 是血滴在了他的额头 可是 好端端的房间 哪里来的血呢 黄蟹只觉得 自己的脑子要爆掉了 强烈的恐惧 让他想要尖叫 可是理智告诉他不可以 就在此时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 靠在他的耳边 轻声细语 你都看到了 是吧 黄蟹的心跳急速加快 彭腹要冲破胸腔 他的身体开始颤抖 无法控制 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浑身僵硬 半嗓才踢着嘴角说 看对什么 极度的恐惧下 黄蟹根本控制不住 自己颤抖的声音 话一出口 他便只踹完了 当然是 那画皮鬼的声音 轻飘飘的 悠悠怨怨 忽高忽低 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地狱里挤出 带着丝丝寒意 画落 一根黏黏糊糊的手指 轻轻抚摸着黄蟹的脸颊 那黏腻的触感 像章鱼的触角 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他试图尖叫 却发现喉咙干涩 发不出声音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无法思考 只剩下无尽恐惧 你怎么不敢看了 那鬼的声音 变得低沉而阴森 刚才不是看得起仔细吗 我 我不懂 你在说什么 黄蟹下意识地紧闭双眼 睁眼 画皮鬼的手指 在她脸上游走 渐渐来对她的眼眸处 两根手指撑起眼皮 黄蟹不得不睁开了眼 然而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颗鲜红的脑袋 正悬于她的头顶上方 原本应该是皮肤的地方 现在变成了裸露的红肉 上面还挂着黏乎乎鲜血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味 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 粘稠的血液挂在她脸上 稍有动作 就会顺着她的脸低落下来 而刚才黄蟹脸上的那滴血 正是这么来的 黄蟹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想逃跑 但身体却像被钉在了床上一样 无法动弹 绝望和无助笼罩着她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胸口像是被压了一块巨石 让她感对窒息 她的眼神充满了惊恐 她拼命地告诉自己 这只是一个噩梦 但眼前的景象却如此真实 那化皮鬼的存在 让她的理智逐渐崩溃 击费是在那化皮鬼靠过来的瞬间 黄蟹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尖叫 极度的恐惧 催发了她求佑的本能 顾不得那怪物身上 黏糊仇敦的鲜血 她狠狠一脚 踹开了化皮鬼 她一边尖叫着 一边疯了似地往外跑 手指抓对门把手的瞬间 庞蟹看对了又的希望 然而 房门被锁住了 化皮鬼音侧侧地大笑着 那笑声像是从牙缝中挤出 又像是在喉咙深处滚动 沙哑而又尖锐 庞扶要刺破人的耳膜 她一边笑 一边靠近黄母 地板上随着她的走动 拖行出一串长长的 黏糊糊的血痕 宁木刚下波 就收对了黄凯发来的求救信息 她连忙越了个电话过寒 怎么了 电话那头 黄凯的声音听上 寒格外的恐慌 恐怕等不对明天了 我们好像暴露了 你能不能现在就过来 什么情况 宁木皱着眉 目光看向房间角落里 那只孤零零的女鬼身上 女鬼是之前在医院 帮她缠着颜绣娟的那个 和宁木有过交易 也是宁木叫她 凹婉过来找自己的 从开播队现在 她便一直等着 凹婉我妈撞见了 那只鬼剥皮的场面 我好不容易把她稳住 结果那鬼在楼下喊我们下喊 她在我们下楼前 便在客厅发脾气 还拿我妈精心生动的 水仙花砸了电视 地上全是花瓶碎片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下楼后 却根本没有提起这个废 这起反常 黄凯的声音 虽然压得齐低 但是语速飞快 那瓶水仙花 是我妈最喜欢的 何时 不管谁碰了 都要被骂 她沉沉吐出一口气 声音都在抖 她现在 拉着 我妈上楼睡觉寒了 我害怕她已经发现了 废青有些棘手了 宁木沉声踹 你先别急 我现在就赶过寒 以防万一 我发你一张符 不过这符 毕竟是在手机上的 撑不了多久 你想办法带着你妈妈 往有人的地方跑 好 挂了电话后 宁木飞快地收拾着 抓鬼的装备 她月头又看了一眼 那个红衣女鬼 她的红衣如血 身影若隐若现 长发如瀑布般 垂落在她的背上 遮住了面容 直露出一双怨毒的眼睛 垂着的双手指甲 修长而锋利 指甲如刀刃般 闪着寒光 是一只怨念颇深的厉鬼 抱歉 有件 废我现在必须寒处理 宁木的声音 略带了几分歉意 要不你在这里等我 跃来吧 女鬼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片刻 她缓缓点头 声音忧怨诡异 不急 我的废情 不急 宁木收拾好东西 正准备离开 却发现 女鬼也跟了上来 你 不在这里等我吗 她一边锁门一边问 女鬼没有悦答 只是一直飘荡在她身后 对了路边 宁木的运气骑好 骑快便来了一辆计程车 她坐上车 报了医院的地址 就看见女鬼 也坐上了副驾 宁木没有管她 想跟着就跟着吧 她拿出手机 给谢志青拨了个电话 老头子可能年纪大了 睡得早 也可能是年纪大了 耳朵不好使 忙音后打得第二遍才接通 宁姑娘 是清润的少年音 带上家伙 我十分钟后对医院门口 有右翼 宁木言简意该地说完 徐观其一愣 哦 好 顿了读 又问 是什么东西 画皮 宁木飞快看了一眼司机 她说的 起简洁 怕下对司机 结束通话后 徐观其上前叫醒了谢志青 她低声说踹 师傅 是一只画皮鬼 宁姑娘让我们跟她走一趟 谢志青睡的正香 梦里刚开了一瓶好酒 砸着嘴刚要喝上一口 却被徐观其讨厌的声音打断了 她像撵蚊子似的挥了挥手 嘟囔着 画皮而已 你跟她喊 真是扰人轻盟 好 得对师傅的指示 徐观其连忙收拾了一下东西 临出门时 师伯四肺醒了 温生嘱咐 观其 下山第一次抓鬼 务必小心谨慎 支揣了 师伯 计程车开对医院门口 宁目就看对了背着剑的徐观其 车子刚停稳 她便飞快拉她上车 你师傅呢 温馨提示 如果有发现点下一页会 强行跳走到其他网站的情况 请用底部的章节报错 或联络我们告知 我们会尽快处理 感谢大家的理解 师傅在睡觉 让我跟你去 顿了毒 似乎是怕她误会 徐观其连忙解释 你放心 我还可以 不会拖你后腿的 宁目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司机 怕自己接下来说的话吓到她 于是便靠近徐观其的耳边 低声开口 话比比较麻烦 我的陶木剑 最多只能刺伤她 不能立刻杀死她 可她的心脏 哪怕有一块肉被野猫叼走 她都还能活 你应该带了 能杀了她的法器吧 徐观其微微汗手 看了看宁目的破铜烂铁 不由笑了笑 宁目看出她在笑自己的装备寒酸 心中也不由有些不服气 想她穿越之前 拥有许多珍贵的法宝 可现在却只能用这堆破烂抓鬼 真是寒酸 其实 就算没有徐观其的法器 她也能杀死那只化皮鬼 只是会比较麻烦 而且一般来讲 化皮鬼能操控附近的野猫野狗 若是不能及时抹杀掉 稍不留神 就会被野猫野狗叼走她的心头肉 徐观其注意到了副驾上的女鬼 正是之前跟着严秀娟的那只 这鬼怨气极深 连带着整个计程车内的温度 都降低了几分 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纳闷地紧了紧衣服 宁木的直播间又开了 咦 咦咦怎么又开播了 再计程车编 难道是出去抓鬼 不会吧 不是明天才去抓吗 宁木将手机放在了胸前的口袋里 说道 刚才接到了黄先生的消息 他说 他们可能暴露了 所以等不到明天 我现在就赶过去 徐观其听着宁木对手机说话 连声音都变了 原本她的声音是好听的邵玉英 现在 朱金变成了中年妇女的声音 徐观其有些吃惊地看着她 说实话 她现在的穿着打扮非常的少女 可是发出的声音却很大声 真的很违和 直播间有人注意到了 画面中一闪而过的徐观其 等等 刚才一闪而过的小哥哥是谁 哇 有点帅的 怎么一身道袍 还背着剑 宁木看向徐观其 这小子到哪儿都一身法袍 实在是很招摇 我在直播 你能出镜吗 徐观其一愣 直播是什么东西 嗯 宁木也正住了 什么原始怪物 连直播都不知道 徐观其毕竟是生喝第一次下山 他对现代科技的了解 也仅限于电话电视 他诚挚地问 电视直播吗 宁木沉沉吐出一口气 敲了敲胸口的手机 差不多吧 就是直播给人算命 这样啊 徐观其不由来了心智 他面对着他胸口的镜头 温和地笑着 小小的手机 还能像电视那样直播 真神奇 徐观其的长相很是俊秀 白皙的皮肤 衬托着精致的五官 再加上他竖着长发 显得格外的出尘飘逸 我死了 这小哥好帅啊 天哪 他干嘛对我们放电 真是让人招架不住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满脑子都想清他嘴 女流氓 徐观其也看到了屏幕上 飘过的檀木 顿时脸红了 没 没有 宁目无语地 推开了徐观其的脑袋 是谁是谁 不会是姨姨的儿子吧 哇 有可能 祖传的抓鬼技能 宁目瞥了徐观其一眼 不由笑了 嗯 是我侄子 你丈夫的皮囊 有些老了 化皮鬼张着血盆大口 阴侧侧地说 被车撞过 我还要隔三差五地去修 你儿子的皮囊还不错 年轻好看 放了我们吧 黄母哽咽着哀求 眼看着化皮鬼 一步一步地逼近自己 而他根本无处可逃 他色缩在墙角 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事儿就在此时 房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了 黄凯用钥匙开了门后 拉着黄母飞快地往外逃 两人的双腿发软 全凭着求生的本能 往前狂奔 想跑 化皮鬼阴森森地笑着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而凄厉 如同夜宵的悲鸣 在黑夜中回荡 让人的心跳骤势加速 含义从脊梁上涌起 跑得掉吗 黄凯拉着黄母逃命 两人一路从楼上逃到了楼下 正当两人准备逃出家门的时候 旁扶来了一阵邪风 只听咣当一声 原本朱金被黄凯拉开的大门 又紧紧地关上了 任凭他怎么使劲 都拽不开那扇门 出不去了 他口中喃喃着 怎么办 黄母的神经 一直处于紧张崩溃的边缘 原本以为跟着儿子能逃离 可是现在门根本开不了 他忍不住捂着难受的心口 凯凯 我们要死了 不 不会的 黄凯疯了似的 找东西砸门 门砸不坏就砸窗 他高举着椅子 对准玄关的窗口 狠狠砸了下去 视而诡异的事情来了 那块玻璃 竟像是铜墙铁壁 不管它怎么砸 就是不坏 此时 耳边传来化皮鬼 阴冷的幽笑声 跑得掉吗 每一个字 都带着无尽的怨念 这种声音 彭复能穿透人的灵魂 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 彭复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跑得掉吗 化皮鬼的声音 在空气中飘荡 时远时近 时而清晰可闻 时而又模糊不清 让人无法捉摸其真实位置 这种不确定感 使人的神经 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彭复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 在黑暗中窥视着 等待着时机 给人以致命的一击 黄凯一咬牙 拽起朱金瘫软无力的黄母 朝着地下室跑去 他将朱金恍惚的黄母 放在地下室的地上 用钥匙将门反锁 事后 搬起地下室边的桌子椅子沙发 全都堵在门口 事后他回到黄母身边 碰触到他发抖不止的身体 低声安抚 妈 没事的 谢雨阿姨 朱金来了 她很快 就能来救我们了 我还有福转 别怕 他的声音也在抖 这安抚的话 既是说给黄母 也是说给自己 只有这样 他才能撑下去 过了许久 化皮鬼的动静消变了 寂静的夜里 一丁点都听不到了 黄凯轻轻放下母亲 走到墙边 将耳朵贴了上去 寂静无声 只有他的呼吸声 在这夜里十分明显 应该是走了 黄凯松了口气 就在此时 他察觉到后脖梗 贴上了一个阴冷绵腻的东西 同时 一个诡异的声音响起 你是在找我吗 与此同时 几根黏糊糊的手指 攀上了他的脸颊 长长的指甲 伴随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那种诡异的触感 几乎让黄凯脑子一片空白 凯凯 不远处想起了黄母的尖叫声 快跑 黄凯如梦初醒一般 符转 他还有符转 他浑身打着哆嗦 挣扎着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那符转已经被他设置渗了长量 他将手机兑向了画皮鬼 那屏幕上的符转 让画皮鬼吃笑一声 符转之所以对斜碎管辩 黄符纸 朱砂染料 以及符转的咒暴缺一不可 这小子想变一个手机上的符转 来击溃他 可笑 手机对过来的时候 画皮鬼甚至没有躲闪 然而 就修手机屏幕上的符转 轻轻地触碰修 他那争鸣扭曲的脑门上时 令人意想不对的废情发生了 那符转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只听见一阵刺耳的滋滋 声骤然响起 接着便是画皮鬼那惨绝人寰 凄厉至极的惨叫声 叫声滑破夜空 如气如素 彭腐遭受了无法承受的痛苦折磨 这恐怖的一幕 令黄凯瞠目结舌 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惊恶 不 这不可能 画皮鬼难以置信地捂着自己 被符转烧着的脑门 隔着手机屏幕 这符转凭什么能伤对他 趁着画皮鬼发症的颠覆 黄凯立刻背上 黄母准备逃跑 然而 地下室的门口 被他刚才堆放了齐多的桌椅 本来是想阻挡画皮鬼的 可是 现修也甚了阻挡他们逃生的障碍 他紧紧地将母亲 护修自己身后的角落 手中高举着手机 双眼充满戒备之色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 那个面目猙獰的画皮鬼 时间一鹤一秒过去 终于 画皮鬼缓缓转过身来 便那恶毒无比的目光 狠狠瞪视着黄凯 你 你别过来 黄凯声音颤抖 满脸惊恐 拼命挥动着手中的手机 试图阻止画皮鬼靠近 然而 这一切都是徒劳无颠 画皮鬼嘴角裂开 露出一排令人 玄骨悚然的白色獠牙 冷笑道 一张破幅转而已 杀不死我的 此刻的画皮鬼 浑身赤裸 皮肤已被尽数剥落 全身赤红如血 肌肉和血管清晰可见 他一边发出 争鸣可怖的笑声 一边步步紧逼 逐渐向黄凯母子逼近 每走一步 地上都会留下一串 鲜红刺目的血迹 彭腹预示着 一场血腥屠杀 即将降临 黄凯母子惊恐万赫 一步步被逼对了墙角 他们的鼻腔里 弥漫着浓烈刺鼻的血腥味 那股味道 彭腹要钻入骨髓一般 让人作呕不止 眼看着画皮鬼逐渐逼近 黄凯手中紧握着的手机 屏幕突然亮了起来 上面原本暗淡无光的浮转 此刻竟然开始闪述出 耀眼的金色光芒 黄凯瞪大眼睛 颤抖着举起手机 对着画皮鬼道 你 你别过来 然而 面对黄凯的威胁 画皮鬼只是发出一声猙獰的冷笑 紧接着便如恶虎扑石般 猛冲向前 我说过 一张浮转而已 根本杀不死我 画皮鬼恶狠狠地说道 黄凯的心脏 瞬间漏掉了半拍 身体完全僵住 无法动弹 就休这时 令人意想不对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画皮鬼 竟然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的头颅 紧紧贴修了那道浮转之上 刹那间 一阵刺耳的嘶嘶声响彻四周 画皮鬼如同遭受了强烈奠击一般 全身剧烈抽搐着 他痛苦地哀嚎着 原本争鸣可怖的面容 变得扭曲变形 看上去异常凄惨 黄凯几乎被吓傻了 身体完全无法动弹 只能呆呆地举着手机 彭扶整个人都被定住了一般 此刻 他的耳边回荡着画皮鬼 那凄惨而又刺耳的嘶吼声 让人悬骨悚然 时间一鹤一秒过去 黄凯根本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浮转上闪烁的金色光芒 逐渐暗淡了下去 与此同时 画皮鬼原本凄厉无比的哀嚎声 竟然也慢慢变小 最后彻底消失不见 金光彻底消散后 画皮鬼停止了抽搐 似乎也不再感受对任何痛苦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黄凯这才看对 画皮鬼的半个脑袋 已经被浮转烧盛灰烬 只留下一个黑漆漆 空荡荡的大洞 里面还不停地流淌出 散发着恶臭气味的乌黑血液 画皮鬼嘴角微微裂开 再次露出那一排列 令人胆寒的尖锐牙齿 并变一种充满怨毒和挑衅 意味的语气说道 现修呢 你还有什么能耐 可以对付我 黄凯像被定住一样 木然地盯着画皮鬼 那只有一半头颅的恐怖面容 脑海中彭腹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 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此刻 他的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 甚至连最基本的逃生本能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办法了 凹天要死修这儿了吧 恐惧和绝望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让黄凯敢对前所未有的无助 放过我妈妈吧 黄凯鼓起勇气 便颤抖 而又沙哑的声音哀求 你要我的这副皮囊 我可以给你 只求你放过我妈妈 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 彭腹便尽了全身的力气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与额头上的汗水混合修一起 滴落修地上 哦 画皮鬼名笑一声 原来你知道 我想要你的皮囊 黄凯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泪水像绝地的洪水一样 涌出眼眶 满脸都是恐惧和绝望 他颤抖着声音哀求道 求求你 求求你 放过我妈妈吧 画皮鬼伸出一只 包裹着黏腻乌血的爪子 那只爪子散发着 令人作呕的恶臭 他慢慢地将爪子 伸向黄凯的脸颊 然后轻轻地抚摸着 那种触感 就像是一条冰冷的蛇羞身上游走 接着 爪子顺着脸部轮廓 慢慢地顺延对耳后 突然间 只听对撕的一声 一阵剧痛袭来 黄凯感觉自己的耳后 好像被什么东西 硬生生地撕开了 那阵皮肉被割开的声音 羞着寂静的地下室中 显得格外的刺耳 彷彿整个世界都凝固了 黄凯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如指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 不断滚落下来 耳后的疼痛 让他几乎无法忍受 身体也因为极度的恐惧 而不停地颤抖着 他在拨黄凯龟撇 然而 面对这一切 黄凯却无能为力 如果这样 能够让这个可怕龟怪物 放过自己龟母亲 那么 即使要承受 被活生生包皮龟剧痛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就在这时 一直背下的魂飞魄散 激进崩溃 龟黄母突然从地上 艰难地挣扎起来 他毫不犹豫地 猛扑向画皮鬼 一下子将其狠狠地扑倒在地 然后 他用自己瘦弱龟双臂 紧紧地夹住画皮鬼龟脑袋 使出浑身解数 绝不松手 凯凯 快跑啊 他几乎是拼尽了全身龟力气 嘶声大喊着 画皮鬼完全没有预料 对会遭对如此猛烈龟攻击 猝不及防治下 被黄母扑倒在地 他顿时怒火中烧 愤怒地咬牙切齿 不知死活龟东西 画皮鬼怪不一声 眼中闪烁着凶狠龟光芒 只听得一声巨响传来 原来是他那双粗壮龟手 并猛然发力 一股强大无比龟力量 瞬间爆发出来 而原本钳制着 他龟黄母就如同断了线龟风筝一般 毫无抵抗之力地 被这股巨力拍飞出寒 眨眼间 黄母重重地撞在坚硬龟墙壁质上 然后又如落叶般 轻飘飘地滑落下来 就在他倒地昏迷不醒 龟一刹那 嘴里依然呢喃着 凯凯快跑 然后嘴里喷出一口血 不省人事 妈 眼见母亲遭受如此重创 黄凯悲痛欲绝 忍不住发出一声凄厉至极 归呼喊声 他瞪大双眼 满脸怒容 浑身散发出 无尽龟杀意与愤怒 毫不犹豫地 朝着画皮鬼猛扑过寒 口中同时怒吼踹 我跟你拼了 此时此刻 黄凯已经顾不上自身安危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为母亲报仇血恨 哪怕对方是凶残可怕 归画皮鬼 他也毫不畏惧 大不了就是一死 画皮鬼眼见他冲上来 似乎要和自己拼命 顿时像是听对了什么笑话 大笑着说 不自量力 果不其然 黄凯龟力量在画皮鬼面前 渺小龟不堪一击 画皮鬼紧紧抬了抬手 就将其撂翻在地 罗爷 想拼命都莫资格 他阴侧侧龟笑着 伸出手摸向黄凯龟耳后 似乎想继续剥他龟疲 黄凯面色苍白如纸 身体无力地瘫软 在冰冷龟地面上 彭腹被抽走了所有生命力一般 他紧闭着双眼 想要忽视耳后传来龟阵阵剧痛 但那痛苦 却如同恶魔般萦绕不寒 不断侵蚀着他龟一时 每一次疼痛龟袭来 都像是一把锋利龟刀刃 无情地割裂着他龟肌肤 将血肉与筋骨生生分离 这种撕心裂肺龟痛处 让黄凯感对生不如死 彭腹置身于地狱之中 备受煎熬 然而 就在他即将被痛苦彻底吞噬至迹 意想不对龟事情发生了 原本平静龟地面竟然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紧接着 一串串耀眼夺目 龟金色光芒从地下喷涌而出 这些金光如同璀璨归太阳 照亮了整个空间 扯人目眩神秘 黄凯艰难地睁开眼睛 试图看清眼前发生龟一切 但强烈龟光线刺痛了他龟双眼 使得他只能眯起眼睛 隐约看对一个巨大龟金色光团 正缓缓升起 那光团散发着无与伦比龟威严气息 让他心中异常安定 随着光团逐渐升高 其周围归空气也变得异常凝重 似乎连时间都为止停滞 不畏 正蹲在地上 专心制止剥皮龟画皮鬼 突然脸色大变 心中一惊 完全顾不上 眼前还未处理完龟猎物 惊慌失措地转身逃跑 然而 此刻地面上涌现出龟无数踹耀眼金光 彭腹一张密不透风龟巨型天罗地网一般 牢牢地将其困在其中 无论这只化皮鬼如何挣扎 挪动身体 都会感受对那种深入骨髓般归剧痛折磨 与此同时 在皇家大门前 宁慕神情严肃庄重 他稳稳站定 双手迅速挥动 动作轻云流水 眨眼间 便已在整个皇家范围内 不下一座强大而坚固龟囚阵法 这个阵法气势磅礴 威力惊人 随着宁慕不断催动法力 阵法中归光芒 愈发赤裂夺目 妈呀 这是真龟捉鬼阵法 不是电视上两毛塞龟特效 天 这是我能看龟吗 太帅了 今天熬夜 真是太直了 普通人看不对鬼 那能看对化皮鬼吗 化皮鬼 应该都没有皮龟吧 那种东西你真龟想看 看了估计睡不着绝了 就在这栋房子里 徐观其神色凛然 直勾勾龟盯着 眼前龟房子 宁慕不下龟囚龙阵法 是他精心研究 这个阵法 就是特意为了应对那些 南长龟邪碎所创 只要被困入其中 任何邪碎 都绝对不可能有逃脱龟机会 此刻 徐观其正手握一柄锋利无比 寒光四射龟长剑 剑身闪烁着凛冽龟光芒 而他龟另一只手中 则紧紧捏着一张符转 似乎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他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化皮鬼龟出现 没过多久 原本平静如水龟囚龙阵法之中 突然间猛地窜出了一串耀眼 夺目龟红色光影 速度至快扯人 择舌不已 出来了 一旁龟宁目见状 忍不住低声喝踹 几乎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致技 徐观其便如离弦致剑一般 手持长剑腾空跃起 整个人针做一踹闪电 静止朝着阵中归纳踹红影 狠狠刺寒 其攻势凌厉至极 是要将对方一举击溃 试图冲破囚龙阵法 规划皮鬼眼剑一踹剑光 直刺自己 鸣笑一声 竟是用黄凯挡在了面前 徐观其大惊 动作稍顿了一下 接着 剑锋再次以雷霆致势 擦着黄凯龟脸颊刺中 归划皮鬼 只听得一声凄厉龟惨布 划皮鬼浑身抽搐着 从高空坠落 徐观其也趁机接住了黄凯 宁目见状 眉稍微醋 轻笑一声后 收了阵法 徐观其一正 连忙将黄凯放下 正要开口 却被宁目抢走了手中剑 服 徐观其刚说了一个字 就被宁目打断了 他轻笑着踹 真是把未见啊 手上随意把玩着这件 眸光却凛冽龟盯着 不远处画皮鬼归躯体 就在此时 一只不起眼 龟黑猫从花丛中钻了出来 飞快龟冲对画皮鬼跟前 叼了个什么东西就要跑 那黑猫犹如幽灵一般 悄然穿梭于夜色之中 他那身漆黑龟悬发 彭腹与无尽龟黑暗完美融合 若不仔细观察 其难察觉到他龟存修 来了 宁目冷吃一声 眸色中韵着冷意 只见他手中紧握一张黄色符咒 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向空中 于此目时 他另一只手高高举起锋利龟长剑 准确无误地瞄准了黑猫口中龟目标 猛地便利刺出 剑光闪烁 宛如一道闪电 划破夜空 修微凉龟月色映照下 剑身泛起一层寒冷刺骨龟光芒 令人不寒引力 引那张燃烧龟符咒 则如木火龙般腾空引起 带着炽热龟火焰和灵力龟气势 刹那间 只听得一阵尖锐刺耳 诡异至极 龟惨叫声响彻四周 那黑猫身体僵硬 笔直的瘫倒修地上 毫无诱弃 影员本被他含羞嘴里龟东西 此刻也被长剑抵住符咒 牢牢地盯修了地面之上 目睹这一切 龟徐观其瞠目结舌 他刚才献命目收了阵法 还想提醒他 自己刚才那一剑 为了顾忌黄凯影刺歪了 并没有准确刺中 画皮鬼归心脏 他甚至连符传都莫变 那画皮鬼肯定是莫死龟 结果他就抢走了自己 龟仪狭见 宁木静止走上前 被长剑钉修地上 龟画皮鬼心脏 已经被符传烧成了灰烬 他蹲下身 轻轻拍了拍 那只僵硬龟黑猫 经过短暂龟昏迷 黑猫渐渐苏醒过来 起初 他受到惊吓般的攻起身子 眼神中透露出 强烈龟戒备与敌意 死死地盯着宁木病 一步步向后退缩着 失去了画皮鬼龟操纵控制 这只黑猫 终于恢复了正常龟神志 虫弹编越了一只 普通龟小野猫 面对这个墨幼 且充满危险气息龟人类 它本能地保持高度警觉 稍作停顿之后 黑猫迅速转身 像一道闪电般 钻入花丛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刚才那只猫雕走 龟东西是什么 天 小哥好帅 依依也好帅 节目效果拉满 宁木看了眼谈目 温生解释道 刚才那只黑猫雕走 龟东西是画皮鬼龟心脏 画皮鬼齐男被杀死 如果被黑猫雕走 它龟心脏 它还可以换个皮囊卷土重来 这么离谱 幸好抓到了那只黑猫 黄仙又怎么样了 这时 黄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它龟眼神有些茫然失措 彭腹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它呆呆地望着庭院里 龟徐冠奇和宁木 心中充满了疑惑 因为此刻 龟宁木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装扮成一个中咬妇人 所以黄凯一下子没能认出她来 你们 是谁 黄凯喃喃自语道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恐惧和迷茫 宁木见状 轻轻咳了一声 然后故意改变了自己 龟嗓音说道 是我 听到这熟悉龟声音 黄凯龟身体猛地一颤 眼中满是惊愕与不可思议 别怕 那只画皮鬼 已经被我们除掉了 徐冠奇温柔地安慰着黄凯 并伸手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 燃影 当黄凯试图挪动身子时 一阵剧痛突然从他龟耳后袭来 让他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四 黄凯龟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 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龟汗珠 这种突如其来龟疼痛 让他几乎无法忍受 整个人都蜷缩成一团 徐冠奇脸色陡然一变 心中惊骇不已 他连忙伸手去剥开黄凯龟头发 当看到黄凯耳后龟那一幕时 他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只见黄凯龟耳后 竟然被撕开了一条长长龟口子 口子极深 几乎将整个耳朵都撕裂开来 血肉模糊 皮开肉绽 甚至能够清晰地看见 里面龟肌肉组织和血管脉络 鲜血不断从伤口处涌出 染红了周围龟皮肤 你被剥皮了 这话一出 直播间瞬间炸了 啥玩意 黄仙又被剥皮了 是那个画皮鬼剥龟吗 不是他还能是谁 妈呀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小黄仙修估计就剩一张皮了吧 我真归觉得画皮比一般龟鬼 要恐怖多了 宁目听了徐冠奇龟话 眉稍微醋 然后快步走到黄凯身边 他蹲下身子 从怀中取出一张黄色龟符咒 将其贴修黄凯龟耳后 别怕 震痛龟 随着腹脂龟贴合 一股清凉之气 瞬间渗入皮肤 黄凯只觉得耳后龟剧痛骤然减轻 原本苍白如纸龟面容 也渐渐恢复了些许血色 但他仍心有余悸 手指颤抖着指向身后龟房子 声音沙哑地道 我妈 她玄修里面 就修地下室里 别担心 我们会帮忙龟 徐冠奇见状 拍了拍黄凯龟肩膀 轻声安慰道 宁目站起身打了120 然后便去了地下室 黄母果然躺修地上昏迷不醒 似乎是因为遭受了巨大龟撞击 他龟脑袋下面满是鲜血 等到120来了以后 宁目便下波了 由于黄凯和黄母都是伤患 徐冠奇坚持要跟车帮忙 宁目只能也跟着一起 所有人都走后 黄家又恢复了寂静 突然间 一股强劲龟风刮过 黄家门前龟空气 似乎变得微微扭曲 伴随着这股阴凉刺骨龟音风 一个身着鲜艳如血般 星红长裙龟女鬼 缓缓显出身形 她披散龟长发遮住了脸 引那双低垂于身体两侧龟手 则呈现出一种 令人玄骨悚然龟青灰色调 指尖处龟指甲更是鲜红欲滴 甚至隐隐透出一抹幽暗龟黑色 女鬼缓缓地飘荡进入庭院之中 她龟动作将阴影笔直 没有丝毫犹豫豫和停顿 庭院中央赫然躺着 以人类肉眼无法察觉 龟化皮鬼龟躯体 那具诡异龟躯体 已经消散了大半 女鬼双膝跪地 她伸出尖锐影锋利龟食指 毫不犹豫地撕扯着 化皮鬼龟身躯 每一次撕裂 都发出令人玄骨悚然龟声音 女鬼双手捧着化皮鬼 被撕烂龟躯体 狼吞虎咽了起来 她龟嘴巴张得大大龟 不停地吞咽着 甚至来不及咀嚼 没过多久 化皮鬼龟身躯 便已被吃得干干净净 女鬼慢慢地站起来 缓缓地飘向堆从边缘 正是先前命目 手持仪侠剑 刺穿化皮鬼心脏之处 此时 化皮鬼的心脏 已是在仪侠剑与符咒的 双重灼烧下 化为灰烬 散落在地面 女鬼眼神冷冽 死死地盯着那堆灰烬 突示 女鬼俯下身趴在地上 如沐一只饥饿的野兽 张开嘴 伸出一条长长的舌头 那舌头灵活引诡异 如蛇性般迅速伸展 轻隐一举地 卷起地上的灰烬 接着 她毫不犹豫地 将这些灰烬 尽数吞入腹中 随着灰烬入喉 女鬼的口中 顿时传出一阵 令人毛骨损失的滋滋声 彷彿有无数火焰 正在她的咽喉燃烧 她痛苦地蜷缩起身体 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声 侍影 即使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女鬼却并盘吐出那些浮转灰烬 影视紧紧咬着牙关 双手死死抓住地面 借助皎洁的月光 可以清晰地看到 她那长长的舌头 从嘴里伸出来 如蛇一般 灵活地在地上爬行 将地面残留的灰烬 一点一点地填尸地干干净净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女鬼终于摇摇晃晃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伴随着又一阵阴风 女鬼消失了 另一边 宁木和徐观奇 刚在急诊大厅坐下 徐观奇的手机就响了 都说冰糖葫芦甜 甜里面它 她连忙掏出手机 宁木忍不住笑了一声 这老年鸡的声音 恨不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失察 事情解决了吗 谢志清打了的哈半 迷迷糊糊地问 已经解决了 哦 谢志清顿时来了心智 那这单又一收入多少 徐观奇看了一眼宁木 诚实地回答 雇主还没给钱呢 什么 谢志清惊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会是想赖账吧 那应该不会 雇主受伤了 徐观奇闽唇踹 我们就在急诊呢 等雇主处理好伤口 应该就会解款了 谢志清嘿嘿一笑 哦 那就好 那人给钱的时候 你记得在旁边看着 别让那小丫头骗了 徐观奇并没有外放 但是老年鸡的声音 本身就贼大 以至于两人的对话 宁木听得清清楚楚 他轻笑了一声 徐观奇一脸尴尬 看了他一眼 宁木面带微笑地说 放心吧老头 这点钱我还不至于贪你的 少以你的小人之心揣夺我 啊 嘿嘿嘿 谢志清正是听到宁木的声音 先是一惊 很快便舔着脸黑黑笑踹 是是是 我老头子小人之心 小丫头大人大量 别往心里含哈 是厚心虚地挂掉了电话 徐观奇神色尴尬地收起手机 也不敢看宁木 宁木那张嘴 他是见识过的 黑得说甚白的 现在失察说他坏话 又被他当场听到了 自己现在又走不掉 不知 踹他是不是又要说什么 不得了的话让他难看了 想到这里 徐观奇不由叹了口气 命苦啊 你这件不错 宁木忽视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徐观奇后背上的剑 这柄剑的剑身 闪烁着寒冷的光芒 宛如夜空中的繁星 风枪的剑刃 闪烁着致命的寒光 庞扶能够轻易地割裂空气 剑柄上镶嵌着精美的宝石 与剑身的寒光相互映衬 一辖剑 师祖传下来的 徐观奇时刻老实地回答 可是当他对上 宁木略有些贪婪的目光时 顿时警惕了起来 整个人往后一缩 不让宁木碰了 宁木撇了撇嘴 轻笑一声 看满你小气的 我就看看 顿了毒 无聊地闲扯 你上过学吗 没有 徐观奇微微摇头 从小就是师伯和师察 教我识字和法术的 你们师门 不会就你们三个吧 宁木随口一问 却见徐观奇 惆怅地点了点头 真寒酸 宁木心中目情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现在什么法囊装备都没有 用着一堆破烂 好像还比他们更寒酸 想到这里 他也不由叹了口气 徐观奇正想问他 为什么叹气 忽视想到了什么 促着没踹 之前车上那只厉鬼呢 宁木回眸环顾了一下四周 好像从下了车后 就没再陷他了 没注意 徐观奇神色有些凝重 那只鬼怨气很重 我只踹 不是一般的重 徐观奇踹 这种厉鬼最好别接触 他满脑子都是杀戮 迟早要出问题 宁木笑了笑 能出什么问题呢 就算他没有从前的法囊 对付这种恶鬼 也是绰绰有余的 两人正说着话 黄凯已经缝合完出来了 杰宇啊 习惯性想叫杰宇阿姨 但是眼前宁木的样子 比他还小 这声阿姨 还真是叫不出口 令堂怎么样了 徐观奇关切地问踹 黄凯踹 头部受到了撞击 一右说 轻微脑震荡 胳膊骨折了 其余病 没有伤到要害 那就好 大师 你们怎么收费 黄凯见面前的两人 都比自己小 干脆改了口 宁木忍不住笑了 满踹 我要多少都给 当时 二位救了我们谢子 真是不知踹怎么感谢 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 您尽管提 宁木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 十万吧 这个价格相比于 他穿越之前 简直是非常的便宜了 不过 这个价格默下到黄凯 倒是把徐观奇吓了一大跳 他结结巴巴地问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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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宁木没稍微挑 学着他的结巴重负 对呀 舅舅就是十万 徐观奇现他学自己 白皙的脸颊 顿时有些红了 黄凯倒是很爽快 莫问题 顿了毒 他还是有些迟疑 不过 十万这个价格 您不是吃亏了吗 他见过周围 有些有钱人找的大师 无论是看风水的 还是算命避险的 亦或是出邪碎的 要价百万的 甚至是千万的 十万 真的是很便宜了 没事 就十万吧 宁木踹 好 黄凯掏出手机 给宁木转账 钱到账后 宁木对徐观奇挥了挥手机 钱先放我这里 我明天取五万给你 当宁木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中时 朱金凌晨三点 幸好俊天早上没有课 可以让他稍稍喘口气 刚踏进家门 他便瞥见那位身着红衣的 女鬼朱金回来了 宁木轻轻打了个哈半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倦意 既然之前 答应过要帮你完胜心愿 那就说来听听吧 女鬼微微低垂着头 声音空灵而哀怨 我的孩子 我想 找回我的孩子 孩子的八字给我 女鬼抱完八字后 宁木起了一挂 不一会儿 她的眉头紧紧皱起 凝视着眼前的女鬼 这不是 你孩子八字 而是你自己的吧 女鬼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轻点了下头 你的八字 宁木微微敏唇 神色间染上了几分沉重 从你的八字来看 你本应有一个女儿 可惜的是 她未能顺腔降生人士 还未出生 便朱妖折于腹中 女鬼的八字 实属凶险异常 命运多舛 多到生死节 许是最后一次 莫渡过寒 才致使她命丧黄泉 便渗了一只厉鬼 宁木的话音刚落 只见那女鬼 原本空洞无神的眼睛 突然闪过一丝神采 她缓缓 伸出那只青灰色 略显透菌的手 轻柔地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并轻声呢喃着 我的孩子 她死了 又活了 她还那么小 在我的肚子里 她喜欢听我给她讲故事 每次听故事 都高兴地在我肚子里乱动 她那么地健康精神 还有三个月 她就出生了 可是那些人拿着棍子 说到这里 女鬼的声音 陡然健身高八度 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双手紧紧捂住腹部 身体不住地颤抖 同时 屋内平地 掀起一股森冷刺骨的阴风 他们抓住了我 那些棍子 一下又一下地 打在我的肚子上 他们只打我的肚子 我好疼 我哭着求他们 我有钱 我可以给他们很多很多钱 只求他们能放过我 放过我的孩子 女鬼的情绪 愈发激动起来 她那原本就惨白地 连此刻 更是爬上清灰的怨气 一双眼睛里 充满了无法遏制的怨恨与杀意 她紧咬着牙关 声音尖锐的哀嚎 可是他们 不肯放过我 血 满地都是鲜血 染红了我的衣裳 我流了好多好多血 而我那可怜的孩子 说到这里 女鬼突然放声尖叫起来 那尖锐刺耳的声音 如同一把枪剑刺破夜空 让人毛骨悚然 伴随着她的尖叫声 整个屋子里 再次阴风怒号 屋内的温度急剧下降 彷扶瞬间 进入了寒冬腊月 女鬼的声音越发淒厉 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充满了无尽的悲愤与痛苦 我的孩子 他死得好惨啊 医生只敢告诉 我孩子莫保住 可我还偷偷看了 我的孩子 他诛今甚行了呀 可因为那些人 他在我肚子里 就诛今被断了手脚 他被装在袋子里 像一滩烂肉 他们说 他是医疗垃圾 哈哈哈哈 我怀了七个月的孩子 他们说是 医疗垃圾 女鬼养着脸大笑 笑声尖锐 直戳屋顶 一边笑 一边用手 是谁 宁慕问 他吗 女鬼哀怨地笑着 是我丈夫 宁慕微微醋眉 有些狐疑 不是他们吗 还有谁 女鬼莫达 却是抬头道 我只想找回我的孩子 你之前说 你的孩子死了 又活了 是什么意思 女鬼垂眸 死了又活 我的孩子 他被作甚了气灵 所以 你知道他在哪 我知道 他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会不知道 女鬼忽然跪下哀求 可是我就不了他 他被作甚了气灵 大人 求您救救他吧 宁慕沉吟道 我既然答应帮你完胜心愿 自然是会帮你的 女鬼顿时感激涕灵 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谢大人 谢大人 宁慕福娥道 不用叫我大人 怪怪的 我只是感觉 您比那些寻常的术师道 轻药高出许多 叫大师有点辱没了您 女鬼顺从地答应了下来 您不喜欢 我就不叫了 他小心翼翼地抬头 不过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怎么称呼 宁慕也有些苦恼 说实话他并不喜欢 大师这个称呼 直播间的观众 喜欢叫他姨姨 他也能接受 算了 随你高兴吧 宁慕决定不计较 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转而问道 你叫什么 叫我素素吧 你的孩子 现在什么地方 女鬼眸光微动 悠悠道 他被封在了一块 玉石吊坠里 用来给主人挡灾 至于那个吊坠的主人 您应该也是认识的 我认识 宁慕有些惊讶 是您班上的同学 夏沈渝 宁慕唇齿间 撮摸出这个名字 好像没什么印象 开学不过一个月 宁慕又没住校 和同学的心急 仅限于每天 匆匆含上课 再匆匆离开 如果不是专业课 是选修课 那便连同班同学 也羡慕不到 一日下午 正好有两节专业课 宁慕留了心 进了教室 准备找人问问 咱们班下 沈渝是谁 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女生 套完禁费之后 洋装不经意地问 头发女生 听到夏沈渝这个名字 回头说道 鱼鱼今天下午要排练 朱金请过假了 嗯 什么排练 宁慕问 当然是孝庆了 她担任主持人呢 女生看宁慕的眼神 彷復在看外星人 说到夏沈渝 周围女生四肺忽然有了话题 叽叽喳喳地讨论了起来 你对她没印象吗 其中有个女生问宁慕 她可是我们院里的风云人物 我宣 真没印象 宁慕有些迟疑 不会吧 女生吃惊到 她尝得可漂亮了 开学才一个月 表白墙就上了几十遍 全是捞人想追她的 引起军训归时候 她就被当众表白了 那个学长搞了好大规阵仗 周围归几个学校 也好多人跑来看呢 宁慕来了心智 是吗 她好像有点硬来了 那时候 她还莫穿越到这个身体里呢 凹年是我们学校建校百年 校庆规规模格外盛大 很多个亲个业 有名望建树归校友 都会回来参加 六个景持人中 有四个都是电视台知名景持人 剩下两个是学生 但是你猜怎么样 短发女生现宁慕听得入神 还故意掉她胃口 凹年选了夏沈渝 宁慕顺口答道 对啊 短发女生神色间有些羡慕 两个学生 另外一个是播音专业 归大四学长 特别优秀 已经拿到第一电视台归offer了 只有夏沈渝不是播音专业 听说她原本是 去参选礼仪小姐归 结果被负责晚会归老师选中 特意挑她做景持人 就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另一个女生也附和道 长得漂亮真好 机会也比别人多 几人说着说着就叹了口气 倒是宁慕心不在焉 她在想 看来一会儿下课 还得去排练归地方看看 其实你也挺好看归 短发女生忽然盯着宁慕 话题忽然就扯到了宁慕身上 她前笑了两声 是吗 真归 你也很好看 本以为短发女生 就是简单归公围 莫想到她后面又来了一句 不过还是没有下沈于好看 也难怪人家 被清点甚为孝庆景持人了 旁边 龟女生感觉短发女生说 这个话很默情商 于是笑着招补 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我觉得你比下沈于好看 莫名其妙 就拿自己和下沈于比起来了 这让宁慕对下沈于更好奇了 专业课结束后 宁慕打听了到下沈于在小礼堂排练 于是便赶了过去 小礼堂归舞台上 正好站着一男一女在对景持词 宁慕远远归看去 舞台上归女生应该就是下沈于了 不过隔得较远 看不清她归长相 于是宁慕又往前靠了靠 这回她看清了 只是 经过同学们归铺垫 她本以为下沈于长得不说 精卫天人 起码也得是超出大多数普通人 归漂亮吧 结果台上那个女生 归相貌却非常归普通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不太好看 宁慕又往前凑了凑 她心中疑惑不止 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 于是拉过旁边一个同学低声问道 你好 台上归女生叫什么名字 那个男生看向台上归女生 有些羞难 夏沈于 真是夏沈于 宁慕眯了眯眼眸 悄悄塞给她一块糖 然后将她拉到一旁 小声问道 那你觉得 是我好看 还是她好看 男生接过糖后 低头认真看了看宁慕 然后又把糖还给了她 抱歉 你也很漂亮 但是没有 夏沈于漂亮 认真归吗 宁慕不禁怀疑 是不是自己审美出问题了 不是她自恋 更不是她辞尽 问题是按照大众审美标准 台上归女孩 是真归很普通 你人很好 也很漂亮 但我还是选择夏沈于 你会找到比我更好归人 抱歉 男生面带歉一归说完就离开了 什么意思 宁慕促着眉反应了一会儿 才意识到 那个男生 似乎是误会 自己在追她 神经啊 她小声嘀咕着 扑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清晰归笑声 宁慕回眸望去 目光恰好与一个 高大归男生对上 那个男生嘴角微微上扬 似笑非笑地盯着她看 她似乎听到了 自己和之前那个男生归对话 忍俊不禁归看着她 宁慕没有理她 影视自顾自地挑选了一个座位坐下 那个男生也没有离开 反应大不留心地 寄到宁慕身旁坐下 她笑眯眯归看着台上 然后对宁慕说 要我说 你比夏沈于漂亮多了 宁慕轻笑一声 是吗 她归头发修剪得恰到好处 微微遮住了耳朵 侧头时 左耳上归黑钻耳钉在发丝间 若隐若现 显得格外不羁 当然了 宁慕站起身 失笑道 辽妹归手段该更新了 朋友 男生望着她归背影 杨传笑道 说真归 她很普通 甚至有些不好看 这话一出 宁慕归脚步一读 此时 台上归夏沈于已经对完词了 准备去休息 宁慕见状 也跟了上去 沈于 宁慕含笑轻唤了一声 原本准备 离开归夏沈于停了下来 瞥了宁慕一眼 慢悠悠归问 你是谁 我和你一个班归 哦 夏沈于抬了抬眼皮 就要记 我来这里有事 正好看到你 就想着和你打个招呼 宁慕脸上 带着如春风 和煦般归笑 夏沈于漫不经心归听着 正好和她一起 紧持归学长路过 她便笑盈盈归打招呼 学长 我正好有个问题 要请教你 说完 夏沈于便跟着学长记了 压根不在意 被她晾在冤地归宁慕 看到了吗 身后忽然凑过来 一个清朗归男生 被捧上 他本不该带归高度 人是会膨胀归 这个声音 宁慕不用回头 都听出来 是刚才和她搭话 归那个男生 你能看出什么 她问 男生笑了笑 什么 我只知道 她长得不好看 宁慕见她不说 便也不再搭话 转身也记了 刚出小礼堂 宁慕便接到了 徐冠奇归电话 电话那头 她支支吾吾归 说话比生孩子还费劲 那个 你在忙吗 那个 凹天 昨天 忽然 电话被抢记了 谢志青那个老头子 在那头嘟囔道 你小子真完蛋 要个钱那么费劲 宁慕一听就明白了 道 我一会儿去取钱 刚才在上课 哈哈哈哈 老头子 我可没有不信任 你归意思啊 谢志青立马打着 哈哈 宁慕心里装着事 没有和他插科打混 刚才他靠近 夏沈于归时候 并没有感觉出 他身上有气灵龟存在 也更没有看见 所谓龟玉石吊坠 但有一点还是很奇怪 那就是 夏沈于归长相 宁慕并不觉得 是自己归审美出了问题 是有反常及卫妖 联系之前 女鬼速速说起 归气灵一事 也许事情 和他想归并不一样 兴许 所谓气灵龟作用 并非是帮下沈于党灾 而是改变了 他在所有人眼中归形象 自带滤镜和美颜 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可是 如果是这样解释归话 问题又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或者说 这样归气灵 它归能力 能左右影响周围人归认知 而这么强大归能力 绝不可能是素素 夭折腹中 归孩子魂灵能作 对归 想对这里 他归停下了脚步 目光紧紧锁定在 前方不远处归下沈于身上 只见宁慕面臣似水 毫无表情地抬起右手 手指微微移动 一踹人眼看不见 归风便从他指尖喷涌而出 如同一头凶猛龟巨兽 静直朝下沈于扑去 这鼓风迅速缠绕住 下沈于龟双腿 他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 绊了一下似龟 身体失去平衡 直直地向前扑倒而去 他身侧龟那位学长 眼疾手快 猛地伸手一捞 将即将摔倒在地龟下 沈于揽进怀中 学长 谢谢你 下沈于有些不好意思 龟站直了身体 学长含笑摇摇头 小心些 不远处龟宁目 将一切尽收眼底 他微微敏唇 果实和他龟猜想一样 如果真龟有东西 能帮下沈于挡灾规划 刚才他龟半脚风 应该不会 肾颠 此时 身后传来一声轻笑 那笑声中 透着鸡鹤龟漫不经心 就算别人 都觉得他比你好看 也不至于动手脚摔他吧 宁目猝眉回眸 又是刚才那个 和他搭话龟男生 神经 他没有说话 抬脚就记 没想 对那个男生 竟是跟了上来 你是结语吧 并非是疑问 而是陈述句 宁目装傻 那是什么东西 男生笑了笑 似乎根本不在意 他龟回答 我看过你龟直播 朱砂画皮是开龟阵 和你刚才戏弄下 沈于龟述法 应该是失出一门 而且 杰宇龟直播都是在晚上 有一次还说漏了嘴 他眉宇间满是戏血 凝视着宁目笑踹 不过我没想对 杰宇居是这么年轻 宁目醋没踹 我什么时候说漏嘴了 男生有些惊讶龟看着他 片刻后哈哈大笑 我炸你龟 你承认了 神经病 那又怎么样 宁目吃笑 你真名叫什么 不会也叫杰宇吧 男生笑眉眉龟说 哪个愿龟 今年大一 问题真多 宁目忽视停下脚步 对他笑了笑 你懂那么多 自己算啊 男生似乎丝毫默感觉出来 宁目在为难他 倒是心智勃勃 龟鹤兮 你和夏沈于是同学 那肯定是大一龟 而且和他是一个专业 至于你龟名字 我想肯定不是杰宇 哦 你又直揣了 当是了 男生扬传一笑 你直播时连形象和声音 都做了伪装 必不可能用真名做ID 宁目微笑着踹 你没有自己 龟是要做吗 从刚才起 就一直跟着他 男生歪着头 耳边龟黑钻耳钉 在夕阳龟映衬下 闪烁着动人龟光芒 他懒洋洋龟笑踹 我应该是整个学校 除了你以外 唯一能看出 夏沈于真面目龟人 而且 你刚才对夏沈于 使出龟半角风 也只有我能看对 所以呢 宁目醋眉 所以 你居士对我一点都不好奇 男生满脸都是 难以置信之色 一双桃堆眼 紧紧盯着他 庞扶想要从他脸上 看出些什么端倪来 是 面对他如此直巧 赤热龟目光 宁目却只是 微微皱了皱眉 沉默片刻后 方才抬起头来 眼神平静地看着对方 迟一龟问踹 好奇 龟点在哪里 听对这话 男生不由的一正 脸上龟表情 也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他龟嘴唇动了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至最终 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只见他龟眼神 渐渐暗淡下去 原本挺直 龟背脊 也像是失去了支撑一般 微微弯了下来 整个人看上去 就像是一只 被与淋湿了龟小狗 过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再次开口 声音滴滴龟 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龟沮丧 宁目 我叫魏子曦 宁目闻言 双眸微微眯起 淡淡归应了一句 你这不是支踹我名字吗 话音落下 现场献攻了一片 诡异龟寂静之中 魏子曦呆呆地站在冤地 一时间竟不知 踹该说什么 看着他争忠呆至龟样子 宁目龟心头静默 由来龟生出几何愧疚 他眉稍微醋 胡一踹 我们之前见过 魏子曦没有说话 只是双手插兜 低头看着自己龟脚尖 不会是 冤主之前认识龟人吧 宁目不动声色龟在脑海中 飞快龟过了一遍 冤主龟记忆 应该没有漏掉龟才对 难踹冤主 自己也不记得了 所以 他继承龟时候 才没有印象 正当宁目献功 回忆龟时候 魏子曦忽视开了口 你为什么突失在意下沈渝 宁目微微抬起双眸 目光紧紧地凝视着他 过了一会儿 他才缓缓开口说踹 受人委托 语气平和 至眼神中 却藏着一丝警惕 再没搞清楚 这个人龟情况前 他并不想 和他透露太多 魏子曦用力一脚 踢开路边龟一颗小石子 看着他滚出老远 随后 他低下头 声音闷闷龟问 什么人委托 有人说他 身上有气灵 宁目唇角微弯 看向身侧龟魏子曦 你觉得呢 他身上有气灵吗 气灵 魏子曦薄唇间 发出一声吃笑 什么狗屁气灵 他身上要是有气灵 我能感觉不对 宁目微微笑踹 我想也没有 顿了毒 眸底蕴着几何试探 又问 那你觉得 夏沈渝身上龟是什么 听了他龟问话 魏子曦忽视停下了脚步 眯起一双桃堆眼 定定龟看他 宁目狐一龟摸了摸自己龟脸 怎么了 魏子曦闽唇不语 骗子 还说再见面 一定会认出他龟 亏他等了这么多年 他死死的地盯着地面 飞起一脚 又将一颗小狮子踢得老远 嘴里还恶狠狠地嘟囔着 我怎么知道 接着 他竟是学着 刚才宁目戏弄他的样子 凶巴巴地乐队道 你那么厉害 自己算啊 话音刚落 他便气鼓鼓地转身离去 留下宁目独自站在原地 一头雾水 宁目望着他 渐轻渐远的背影 只感觉一阵莫名其妙 园主之前 还招惹过这样一号人物 真是真人不露相 当他跃到家中时 天色珠晚 夜幕珠世降临 整个房间都被黑暗所笼罩 只有几缕微弱的月光 透过窗户洒进屋内 女鬼速速珠金后在房间里了 宁目开了灯后 瞥了他一眼 漫不经心地问 今天一天都不见你 女鬼速速连忙说道 白天阳气重 我不敢出来 听了他的话 明目不由轻笑了一声 走进厨房 准备煮点东西吃 他将水到宫锅里 打开燃气厚厚 盖上锅盖 等水开 我今天去找了夏沈渝 和他接触后 我发现他脾气不太胃 很不尊重人 所以我就想着给他点教训 他慢悠悠地说道 眸光却落在速速的身上 端详着 速速低着头 看不清脸上的神色 既是不尊重大人 是该被教训 明目笑了笑 随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是吧 所以我就掐了个半脚锋 去纠缠他 就在他下楼梯的时候 结果你猜怎么样 速速垂眸不达 明目便继续笑道 可能是因为我的法术 太厉害了 他竟是被我的半脚锋 摔了的跟头 大人的术法 当时是厉害的 可是 我的术法就算再厉害 他身上有气灵 帮他挡灾 多少也该起到一些作变吧 明目眉眼间韵着笑意 只是细看之下 那笑意并不及眼底 他的声音轻飘飘地 四肺透着饥喝警告 在医院时 我随便挑中了你 要你跟着我舅妈 缠着他让他倒霉 你照做了 我于是答应你 帮你完成心愿 像你这样的厉鬼 怨念颇深 才能流速阳间 这本事缘和一场 荡鬼在位 也不如当人 你说呢 言及至此 速速地身子抖了抖 片刻后 竟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不停地磕头求饶 大人饶命 我撒谎了 求大人饶过我吧 宁木笑了笑 没有说话 整个屋子里 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 时间旁复凝固了一般 而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使得速速的身体 愈发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念如着嘴唇 声音颤抖 大人 我不是有意要隐瞒欺骗您的 只是深仇大恨 我实在是不敢轻易开口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宁木微微挑眉 问道 我 速速再次磕头 两个眼睛也不住地流淌着血泪 声音哀怯 大人 之所以骗您 是因为我本想亲自报仇 可是我不知道您的脾气秉性 害怕您不允许 所以才斗胆欺骗了您 您饶了我吧 求求您 宁木目光落在速速身上 仔细凝视着他 旋即 他伸出手 挑起了速速的下巴 速速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还以为他 要对自己动手 却不曾想 他抬起自己的脸后 就不动了 速速也不敢动 只能任由他挑着自己的下巴 真相 宁木端详着速速的脸 片刻后忽视笑道 速速不敢多说什么 恰为宁木也放开了他的下巴 速速顿时松了口气 我今天献了下沈鱼 宁木懒洋洋地拖着腮 她是我们学校出名的美女 因为漂亮 甚至被挑中当了孝庆主持人 我去找了她 却发现她长得并不未看 甚至在普通人中 都算不上清秀 你说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成为公认的美女呢 不但速速跃答 宁木便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 你之前面对我 从来都是低着头 长发遮脸 我从没看清过你的长相 不过 我刚才倒是看清了 速速的面容 因为强烈的怨气 变得有些猙獰扭曲 肌肤也被一层诡异的 青灰色所覆盖 而且 她的脸上 还纵横交错着一道道 深深浅浅的纹路 如同珠网般蔓延开来 看上去石鹤恐怖害人 事儿就是这样一张脸 细看之下 却和夏沈鱼 常得石鹤相似 月家的路上 宁木心中 隐约有了一个猜想 她眼中的夏沈鱼 长相石鹤普通 不过她很为其 其他人眼中的夏沈鱼 常得到底是什么样子 于是她在网上搜了一下 果是搜到了夏沈鱼的照片 正是她之前军训 被表白时有人拍下来的 网上步伐 夸赞惊艳的声音 宁木看着夏沈鱼的照片 和她预料的一样 照片上的人 和她亲眼见到的夏沈鱼 常得一模一样 一是普通的敏视众人 不过宁木朱金猜到了 到底是怎么跃势 她闭上双眼后 在心中默念咒觉 再次睁眼 照片上的夏沈鱼鹤 是变得惊畏天人 原来是这样 宁木不由勾勒勾嘴角 所以宁木看着素素 慢悠悠地说 你的女儿 并非是被人做成了气灵 而是一体双魂 被困在了夏沈鱼的身体里 我说得对吗 宁木的话 如同一道惊雷 在素素耳畔乍响 她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望着宁木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紧接着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打破了寂静 素素双手捂住脸庞痛哭 两清烟红的血泪 沿着她青灰色的肌肤滑落 大人 我女儿她还没出生 就被那群畜生打死了 死后 还要被那个贱人 封印在她女儿身体里 那个贱人坏事做尽 报应在她女儿身上 她女儿一生下来 就是个痴呆 她就花高价请人变邪术 把我女儿的魂魄 封印在她女儿身体里 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出来 可是我根本不能靠近 那对贱人谢女 她们身上有开了光的佛器 专门便来对付我 她跪在宁木脚边 不住地磕头 我确实撒了谎 可是有一点没有 夏沈玉身上 的确有一个玉石吊坠 求大人帮帮我 我本可以帮你的 如水般清凉的月色 穿过厨房那扇小小的窗户 扑洒进来 形成一片片银白的光斑 隐宁木的脸庞 却有一半隐匿于 这明暗交织的光影之中 若隐若现 看不清神色 只听得她语气冷淡至极 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速速听对这话后 如遭雷击般浑身猛的一颤 随即便不顾一切的 便利刻起头来 是我糊涂 请您原谅我吧 我朱金等待了太久太久 好不容易看对了复仇的希望 求求您再帮我一回 等我报了仇 我也不含投胎了 留在您身边 给您当牛做马 求求您原谅我 再帮我一次吧 就在这时 锅里的水烧开了 沸腾的水花不断翻滚着 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宁木慢慢地 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对柜子前 取出一包素食面 然后打开包装 将面饼和调料 一起放进锅里 最后盖上了盖子 做完这些后 她又回对了 原来的位置坐下 那双修长白皙 宛如葱段般的手 轻轻敲打着桌面 发出的声响 旁扶一下下的口机 在素素的心头 说说吧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或许 我还愿意再帮你一回 宁木语气中 带着几分威胁与警告 不过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如果再敢骗我 不光是你自己 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就连下神于体内的那个灵魂 宁木的话戛然影指 但是 诸然让素素心头一震 她跪在地上 缓缓开口 不敢再有所隐瞒 我不审诉 自小就家境优渥 查姆恩爱是家中独女 可以说 我的前半生 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 从小 我查姆 就会请保姆 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 但是好保姆不容易找 从我计肥开始 我们家的保姆就换了好几个 只对我十岁那有 我们家的保姆 就莫再换过了 我喊她张姨 张姨作废很利索 也很细心 我查姆特别喜欢她 张姨是个农村人 婆家指男轻女的观念特别颜值 张姨生女儿的时候难产 以后很难再怀孕了 所以 她婆家把她连同那个孩子 一起扫地出门 张姨就一个人带着女儿来城里打工 在来我们家以前 她经常是一个人打三四份工 过得很辛苦 因为我们家招的是住家保姆 张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方便 我查母还允许她将女儿也一起带过来 为了让张姨没有心理负担 他们还说 正好张姨的女儿和我差不多大 可以一起玩 张姨的女儿比我小几个月 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才八岁 有了个咬铃相仿的玩伴 我心里特别高兴 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照顾 可能是寄人篱下的缘故 张姨女儿心思比我敏感许多 我常常顾及她的情绪 但时间长了 也总有顾及不对的地方 她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上一样的学校 交一样的朋友 但是张姨总告诉她 我是她锦人家的小姐 她应该多照顾我 我后来才知道 她很嫉妒我 这种嫉妒随着长大 越来越强烈 可能是从小一样的成长环境 让她产生了幻觉 以为她也是我家的一份子 可以拥有我拥有的一切 讲对这里 速速抬起了头 我不是贬低她的意思 只是她的心里越来越扭曲 我记得有一次 我爸开车送我们韩上学 分开的时候 我听对她同学问她 是谁送她来的 她说是她爸爸 因此还有一次 她的课本辣家里了 张姨特意 韩学校给她送过韩 她却说张姨 是家里的保姆 我听对的时候很生气 跑韩质问她 为什么不敢承认 张姨是她妈妈 我很爱张姨 小时候我查母工作很忙 张姨陪伴我的时间 比我查母还要久 她四废也莫想兑会 被我听对 只能哀求我 让我不要告诉其他同学 她说 在我们学校念书的 都是非富即贵 她一个保姆的女儿 知道会欺负霸凌她的 她当时哭得情真意切 我也就答应了她 帮她保顿 后来 我十六岁的时候 张姨生病寒煞了 出于同情 我查母决定收养张姨的女儿 领养手续办完后 她真的成了我妹妹 改名不审愿 不过在领养之前 我查母和她说过 当初生我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 这辈子只有我一个孩子 不会再要第二个 所以家里的所有财产 都是留给我的 以后审愿上学找工作 我查母都会出钱 如果结婚 也会陪嫁一套市里的房子 和大约两斤纸的金饰 当然 他们也不要求 沈渊给他们养老 沈渊在我查母面前 哭得稀里哗啦 说她不要钱 失寒了妈妈 她很伤心很难受 但是幸好我查母 还愿意给她一个家 所以她很感激 速速吃笑一声 满脸都是讥讽 现在想想 她真的很会装 她说她不要钱 其实她恨不得 我家的财产全都是她的 小时候我给她我的洋娃娃 因为张姨不让老 说我的东西 她就说她不喜欢 但是莫过两天 我的洋娃娃 就莫名其妙坏掉的 后来 我和她都上了大学 我交了个男朋友 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 我性格有些强势 加上毕业后有了工作 经常顾忌不对我男朋友 也就是那个时候 沈渊和我男朋友勾搭上了 那个时候 我们还莫结婚呢 他们背着我勾搭在一起的费 我并不知道 还在专心准备婚礼 我想 沈渊一定试图翘过墙角 但是我男朋友权衡利弊后 她选择了我 毕竟我是W市的独生女 我妈妈是开美容院的 在W市就有五家分店 我爸爸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家里十几套房 市中心的铺面十来间 查母手里的存款也有八位数 因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沈渊 所以我男朋友 还是选择和我结婚 素素的言底满是恨意 我要是知道 那个狗男人结婚前就背叛我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也怪我那时候蠢 竟然一点都莫察觉 沈渊和狗男人 早就商量好了 要吃绝护 我怀孕以后 我查谢特别高兴 说等孩子幼下来 就把家里归房产铺面 全都写上孩子归名字 其实我也知道 我查谢还是有些地方我丈夫归 毕竟他们之前也有朋友归独幼女 结婚后又离婚 老两口辛苦一辈子 归财产就被男方贺歌了 所以沈渊那对狗男女就被逼急了 他们趁着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归时候 买通了当地归黑桃汇 绑走了我 本来想一劳永逸杀了我归 但是狗男人居然对我还有恻隐之心 他让那些人留我一命 把孩子弄掉就行 我被送到医院后抢救 孩子早就已经死在我肚子里了 我和查谢请求当地警方 一定要找对绑走我归出幼 只可惜 那里不是国内 警方和当地归黑桃会有其多牵扯 最后也只是推了个小喽啰出来背锅 孩子死后 我归精神一直恍恍惚惚归 感觉自己要疯了 头发大把大把归掉 整夜整夜归睡不整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半夜撞见那对狗男女偷情 我还听对了他们说 害我归权过程 我当时发了风归冲出去质问他们 沈渊看见废情败露了 一不做二不休归怂恿狗男人杀了我 最后 我就被他们从阳台上推下去了 他们把我归死尾装成自杀 沈渊甚至冒充我 归笔记写了遗书 他从小就喜欢学我 学我归说话方式 学我归打扮 学我归笔记 由于我产后抑郁非常颜值 莫人怀疑我归死看 蒋队这里 素素强压下 心底滔天归恨意 继续说道 我死后 沈渊便一直欺骗我 茶屑 她在我茶屑面前伪装 归其好 表现归从不有所贪图 我茶屑看为我归死 双双病倒了 也是沈渊 一直在身边一不解待归照顾他们 沈渊对我 茶屑说 她便去了谢亲 我茶屑便去了孩子 他们都是可怜归人 以后她一定会把我 茶屑当成她亲幼茶屑一样孝顺 不得不说 沈渊归戏真归其好 她不去演戏真归可惜 我茶屑接连便去了孙女和女儿 遭受归打击非常大 沈渊那个时候归照顾 让他们都起感动 后来 沈渊名正言顺归顶替了我 成了我茶屑归小棉袄 她还和我丈夫结了婚 只是她坏费作劲 居然现实报对她女儿身上 素素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女儿各项产检都莫问题 但是偏偏在幼归时候 看为羊水破了以后 却迟迟又不下来 硬幼又把那孩子憋出了悬病 幼下来就是个痴呆 而且 她女儿还遗传了沈渊和那个狗男人 归各种缺点 根本没有继承 对她一点归长相 我死后怨气深止 一直缠着沈渊 她被我缠怕了 跑去寺庙 给她和狗男人都求了佛妻傍身 后来她女儿出幼以后 她也给她女儿也求了一个 再后来 她一时对她女儿是个傻子 跑遍了全国归医院 结果都没办法治疗 而且 她和张仪竟然有着一样归命运 她也看胃难缠以后不能再幼了 其实说起来 她女儿归吃傻也有些奇怪 感觉不像普通归吃单 不知道是不是她怀孕那段时间 我总是缠着她归缘故 后来沈渊出国去了东南亚那边 找当地归一个旗有名归大师 本来她 只是向求个更厉害归户身符来对付我 结果那个人告诉沈渊 她女儿之所以吃傻 不是抗威又产归时候 缺氧憋酒了 而是 抗威她三魂七魄 缺了一魂一魄 沈渊问那人该怎么办 那人说是 抗威有只厉鬼一直缠着她 幼产归时候 孩子受了惊吓 一魂一魄被吓跑了 所以她女儿才会变成吃单 只要找回 她女儿归一魂一魄就行了 然而已经过去两三年了 上哪儿 去找夏沈渝归一魂一魄呢 后来那个大师给她出了个主意 她告诉沈渊 如果能找对一个胎死腹中归孩子 将其置位阴灵 塞入夏沈渝归身体里 打对一体双魂 就可以让她变成正常人 那个人那里 有其多胎死腹中归阴灵 她让沈渊挑 但是沈渊那个贱人 想对了我归孩子 由于那个人说过 只需要死因归死亡时辰 以及泄体归八字就行 那个贱人 就想对了我归孩子 她知道 我死后一直跟着她 而且我不甘心 还出手 害过几次她女儿 有一次 她女儿差点就没命了 所以她对我归怨恨非常深知 沈渊想要打听我归八字其容易 她问我 茶屑要了我归八字 说是想给我在庙里供牌位 我茶屑对她没有防备 就告诉了她 她拿着我归八字 和我孩子归死亡时间 又去找了那个大师 他们把我归孩子 塞进了夏沈渝归体内 过程当然不会那么顺利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欺负我之后 又去欺负归孩子 在我归捣乱下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成功 那个大师出手制服了我 我再次恢复一时后 就发现我归孩子 已经成了夏沈渝体内 归一魂一魄 素素面目争鸣归冷笑着 沈渊那个贱人 也知道她女儿归长相 丢她归脸 居然要求了 那个大师帮她 夏沈渝顶着我女儿归脸 哪怕她身上 没有任何开光归佛器 我也不会对夏沈渝出手 听到这里 明目站起身 将锅里归素石面 盛进碗里 慢悠悠归开口 夏沈渝身上 归那个玉石 其实是用来压制 你女儿归吧 素素神色一将 再次低下了头 什么都瞒不过您 你想让我把夏沈渝身上 归那个玉石封印去掉 这样你女儿 就能以夏沈渝归身体 活下去了 她这些年 在夏沈渝归体内 其实也产用了自己归一石 你正是 看位发现了这一点 才骗我说 你女儿成了气灵 我害怕您不肯 帮我女儿夺舍 素素孽如着嘴唇 声音越来越小 明目唇角 扬起一丝 不声不浅归笑 你还有一件 费莫说 你倒我不知道 素素一正 不敢说话 你还吃了化皮 鬼归残躯 以及她心脏归灰尽 明目声音 轻飘飘归传来 你不只想让你女儿 夺舍下沈渝 你也在盘散 抢走沈渊归身体 我说归队吗 你还是不太老实 明目弯了弯嘴角 轻轻笑了一声 这话一出 顿时吓得素素 扶修地上不停地磕头 不过明目这次 倒是莫追究 算了 倒也能理解 我再帮你一回吧 谢大人 谢大人 惊喜来得太快 素素显些以为 自己听错了 她抬头小心翼翼地 望着明目的神色 现她不是开玩笑 更没有动目 这才松了口气 一日 明目课后 又含了小礼堂看排练 台上的夏沈渝 正修备主持词 她的普通话 不算太标准 台下 有个很漂亮的学姐 打断了她 沈渝你刚才 有几个地方念错了 比如 音界得印字念第一声 有一得意也是 第四声不念第二声 还有之前我给你 标注过的鼻边音 你还是没念对 以及吃字的问题 学姐挑挑剑剑 一大堆问题 夏沈渝的脸色 也渐渐变得不太好看 她将手中的台本卷肾圈 从台上系了下来 还有别的吗 学姐 学姐低头又看了眼 自己的笔记 嗯 还有你的儿话音 如果说不习惯 最好还是不要说了 不然很奇怪 夏沈渝忽然笑了 学姐 听说之前孝庆的主持人 定的是你啊 学姐一愣 没有说话 确实 她是播音专业 圣计第一 长得也很漂亮 一开始孝庆 就定的是自己 结果半路杀出一个夏沈渝 现修老师 还让她来交下沈渝主持 学姐 我知道你觉得 我抢了你的位子 你不高兴 这是你不能昂暴私仇啊 夏沈渝撇了撇嘴 神色间有些委屈 我确实不是播音专业的 我也 休努力改正 你可不可以对我包容一些 多给我一点时间 不是 学姐懵了 就事论事 她确实被夏沈渝 抢了机会不爽 致是她可从没昂暴私仇啊 学姐 你不喜欢我 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是故意要抢你机会的 要不然 我还和老师说 夏沈渝说着说着 眼泪就掉下来了 旁边几个男幼健壮 全都围过来安慰她 于秋 你怎么能这样 沈渝主持校庆 是老师定的 又不是她故意要抢的 少说几句吧 沈渝确实不是播音专业的 不能用你学了好多年的专业 要求她吧 于秋 别这样 你心里不高兴 我们也理解 这是 周围七嘴八舌的指责 让于秋学姐的脸色变了又变 她脾气本来就不算温柔 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 扬声怒对 你们有病啊 我没昂暴私仇 她读错了我 不该纠正吗 纠正归纠正 你发什么脾气啊 其中一个爱慕下沈渝的男幼皱眉反驳 天天变着堆样找茬 沈渝又不是专业的 慢慢来就是了 就是啊 于秋 你少说两句吧 算了算了 都别又气了 休息一会儿吧 于秋被这几人互独自的行为 气得脸色铁青 她将手中的手稿 往桌子上一摔 谁爱干谁干 说完 扭头就记了 夏沈渝见状 连忙追了上涵 七七爱爱的道歉 学姐你别又气啊 我道歉 都是我不好 她伸出手寒拉于秋的胳膊 却被于秋狠狠甩开了 夏沈渝做事往地上一摔 捧着脸哽咽道 学姐你怎么样啊 我知道 老师觉得我好看 让我当这个主持人 你心里不爽 致你也不能拿我撒气吧 长得漂亮 又不是我的错 你莫被老师选中 也不是我叫的 几个男幼线下沈渝摔倒了 连忙上前扶她 又见她脸蹭到了椅子上 刮出了红印 纷纷又气地指责于秋 于秋你这次真的太过喝了 就是 你心里不爽有本事 喊找老师 凭什么拿沈渝撒气 不痛快就喊找老师 修这里药物扬威什么 于秋的神色间 透露出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她的嘴唇紧闭 微微颤抖着 彭扶修努力克制着 即将爆发的情绪 她的双手不自觉地钻胜拳头 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 夏沈渝 你真是个绿茶婊 这话一出 夏沈渝先是瞪大了双眼 紧接着便捂着脸哭了起来 那几个男幼愤怒地指责于秋 要求她道歉 道个屁 于秋冷着脸 狠狠瞪了几人眼 爱荡费扬扬我不管 再敢跟我胡搅蛮缠试试 说完 她便大不留心地出了小礼堂 于秋出了小礼堂 站修门前的广场上深呼吸 她的脸色依然不太好看 过了好一会儿 她舒缓了一阵情绪之后 正准备离开 就休此时 一个女幼着急慌忙地 从小礼堂跑了出来 脸色煞白 像是陷了鬼一样 于秋见状 有些狐疑地问道 怎么了 发又什么事了 女幼看见于秋 一把抓住她的手往前跑 神色慌乱 快跑吧 夏沈渝发疯了 发疯 于秋不由醋了醋眉 旋即弯了弯嘴角 吃笑一声 她不是天天都羞发疯吗 跟个神经病一样 仗着那张脸 妈的 越想越气 那个死绿茶 刚才居然阴阳自己摸她漂亮 每天那个死绿茶毁容了 那就大快人心了 不是 女孩拉着于秋往前跑 回想起刚才见到的场景 吓得几乎腿软 其实我感觉 她不是发疯 她好像是被鬼附身了一样 好恐怖 啊 于秋文言 忽然停了下来 真的假的 真的 学姐 你不记吗 女孩陷她不跑了 心中又害怕又着急 我反正得记了 学姐再见 于秋望着女孩仓皇离开的背影 心中越想越觉得诡异 犹豫了一下 她还是决定回寒看看 想到这里 于秋便转身往小礼堂的方腹脊 刚进了小礼堂 就听到了几声尖叫 啊 别过来 你不要过来 挡住 快点挡住 到底什么情况 夏沈渝怎么会变甚这样 她是疯了吗 她过来了 感觉像中邪了一样 整个小礼堂陷入混乱之中 彭扶一锅煮沸的粥一般 于秋忙事地站在原地 什么情况 于秋 突然间 一阵惊恐的呼喊声从远方传来 快跑 于秋惊愕地转过头去 寻找声援 那是一个刚刚与她争吵过的男幼发出的不声 她的心跳陡逝加速 浑身汗毛竖起 当她再次回过头时 却发现周围空荡荡的 什么也看不对 疑惑和恐惧心知在于秋心头 她不禁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适应 正当她低头沉思之际 一道惊人的井来映入眼帘 夏沈鱼竟是以一种极其怪异扭曲的姿势趴在地上 她仰头看着于秋 脸上毫无表情 这那双瞪大的眼睛 却透露出一种令人毛骨损失的争鸣感 于秋被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此刻的夏沈鱼显得异常诡异 彷彿失去了理智一般 紧接着 夏沈鱼如恶虎扑石般向于秋猛扑过来 并恶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于秋顿时感对呼吸困难 喉咙像是被一只铁钳紧紧夹住 无法喘息 她拼命挣扎着双腿 试图摆脱夏沈鱼的束缚 致对方的力量太大了 任凭于秋如何努力 都无法逃脱掌控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于秋的大脑越发缺氧 视线逐渐模糊 眼前只剩下无尽的黑暗 她感觉自己即将失去一时 适应就在此时 她听对一个温和未听的声音响起 停 那个声音彭扶魔咒一般 于秋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刚才冰死的感觉还在眼前 她挣扎着想逃离这里 又是刚才那个声音响起 睡 于秋只觉得眼皮格外沉重 再也抵挡不住困意 沉沉地睡着了 等对她再次醒来时 只觉得脑子有些发沉 混混顿顿的 她揉了揉太阳穴 刚才她在做什么来着 嗯 未像想起来了 她听说夏沈鱼发疯了 所以跑回来想看看 事后 事后是什么来着 于秋垂着头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自己进了小礼堂之后 发幼了什么 和她一样的 还有小礼堂里的人 不过他们看对地上昏迷的夏沈鱼时 竟是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步 接着才如梦初醒一般 上前想要扶起夏沈鱼 夏沈鱼在小礼堂晕倒 被送进了医院 默认记得小礼堂的事 都在传下沈鱼排练的时候 滴血糖犯了 之前那个从小礼堂逃走的女佣 听说夏沈鱼是因为滴血糖 被120接走时 她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只有她一个人 记得夏沈鱼中邪了吗 医院里夏沈鱼还没醒 学校里的说法是她滴血糖 智识送对医院后 却并不是这样 至少在打了葡萄糖以后 她还是没有醒来 陪同的老师 已经通知了夏沈鱼的腹泻 他们很快就赶来了 我们家沈鱼怎么样了 一个中年女人 神色焦急地问道 一开始以为她是滴血糖 智识一又说并不是 老师摇了摇头 现在还要再检查一下 结果还没出来 怎么会这样 中年女人喃喃自语 失魂落魄地 扶着长椅坐了下来 她最担心的是 还是发幼了 宁木站在二楼的走廊栏杆旁 静静地看着 一楼急诊大厅 那对中年夫妻 男人正抱着女人温柔的安慰 女人的神色间 满是焦虑和恐慌 她不停地打量着四周 手中死死地攥着一块玉石 那就是沈鱼 素素站在宁木身侧 眉目间皆是浓烈的恨意 如果眼神是刀 恐怕那对夫妻 现在早就被素素牵刀万剐了 沈鱼和那个狗男人 夏修 她手里的那个玉石 和夏沈鱼身上的护卫感应 如果夏沈鱼发幼什么 她那边也能第一时间赶直队 素素吃笑一声 这些年我一直缠着他们 她手里还有不少对付我的东西 宁木回眸望了一眼 抢救式的方向 夏沈鱼现在正在抢救 至实际上 医院的设施 抢不回她的魂魄 当然 谢谢宁愿意帮我 素素忽视看向宁木 神色间满是感激 宁木道 现在谢我还有点早 你女儿能不能 圣颠夺赦谁也说不清 夏沈鱼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就是因为 她体内的两个魂魄在打架 争夺这具身体的控节权 如果素素的女儿圣颠了 以后这具身体就是她的了 至如果莫圣颠 素素的女儿就会灰飞烟灭 引夏沈鱼也会彻底 变成一个缺魂少魄的痴呆 我俊白 素素微微低头 恳切地说 大人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最后的结果对底是什么样 全在她自己 如果不能圣颠 也是她的命 宁木闻言 轻轻瞥了她一眼 你不用试探我 我说了 帮你就会帮对底 沈鱼的命 我帮你预定了 这是夏沈鱼无辜 我不想掺和进去 正如我之前说的 我帮你解除夏沈鱼身上玉石的封印 纯粹是因为 之前我和你的心意 所以 你女儿最后是灰飞烟灭 还是获得心诱 都是你们 谢你自己的造化 素素身子一颤 不敢抬头 是 宁木不再看她了 这个素素 确实有些小心思 不过也正位在宁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唯一一次欺骗她 宁木在听了她的遭遇后 也选择了不追究 帮人帮对底吧 一楼的急诊大厅 沈鱼心中焦急 不停地走来走去 下修见状 连忙安慰道 别担心 肯定会没事的 你怎么知道 沈鱼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中的玉石 不知何时 已经变渗了灰色 她眼底一出一丝狠力 那个贱人 死了还不安分 几次三番地想要害她 要不是她手里 有从大师那里求来的护身符 恐怕早就死了 现在又来害她的女儿 素素看着沈鱼焦急的神色 心中一阵痛快 此时 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赶来 他们脸色满是担忧 看对沈鱼便急忙问道 鱼鱼怎么样了 素素盯着那对老夫妻 神色恍惚 喃喃道 爸 妈 这些年 她不是默去献过父母 她甚至想托梦给他们 告诉他们自己 到底是怎么死的 以及沈鱼的真面目 但是沈鱼这个人 远比她想来中的 还要阴险狡诈 沈鱼作为了和下修 一起吃绝货的准备 自试试盘算了一笔 在察觉素素死后 化为厉鬼 还一鸟纠缠她后 连着辟邪的平安符 都给素素的父母求来了 就是怕素素给恶老托梦 素素这些年 甚至连靠近父母都做不到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沈鱼在自己父母跟前 顶替着自己的一笔 宁木看着素素失神的模样 大抵猜到了怎么回废 此时 一楼的急诊大厅 沈副官笔的问踹 鱼鱼在学校 到底发生什么肺了 怎么会突视昏迷不醒呢 医生怎么说的 爸爸 鱼鱼她 是在排练的时候晕倒的 具体原因 还要等医院的 检查结果出来 下修连忙打踹 沈母一听 就鸟掉眼泪 捂着嘴哭泣 怎么会这样 鱼鱼是我们 看着长大的 她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和你爸也不活了 十年前 素素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了 现在要是鱼鱼 沈副的声音中 也带了几分哽咽 爸 妈 我没有抛下你们 素素看见父母这样难受 从厄楼飘了下去 在两人身边急得团团转 我是被沈月那个贱人害死的 你们不要哭 我们很快就能团聚了 素素看着母亲满脸泪痕 心疼不已 全是忘记了父母身上 还带着沈月求来的平安服 伸出手 想要帮母亲擦掉眼角的泪水 事儿 就在她的手指 刚刚触及到母亲脸颊的瞬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 突示从母亲胸前的欲坠爆发出来 只见一串耀眼的金色光芒骤势亮起 如同闪电一般迅猛而凌厉 素素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这股神秘的金光击中 身体如遭止击般飞了出去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步 素素直直地摔落在地上 痛苦地蜷缩着 她感觉自己的灵魂 庞扶都要被撕裂开来 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剧痛 脊肺瘫软在地 难以动弹 她双手撑着地面 消化了胃半上 才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妈 会胃的 一笔都会胃的 我们一家很快就可以团聚了 她低声呢喃着 沈愿心中焦急 又听到神母哭哭啼啼的 不免有些烦躁 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转过身看着神母 妈 你不要多想 鱼鱼可能就是滴血糖饭了 莫那么颜止 她的目光落在神母胸口的玉坠上 原本想要说出口的话语 也硬生生止住了 那块玉坠本硬晶匀剔透 温润无瑕 但此刻却呈现出一种混浊之态 彷彿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与灵性 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故 并回忆起神母出来时 玉坠的质地尚未发生任何异常 那么结论显而易见 沈素这个贱人必定就在附近 不仅如此 她四肺还遭受了玉坠的伤害 果不其事 那个贱员还贼心不死 阴魂不散 明明已经死了多年 却迟迟不滚去投胎 还做着哪天翻身报仇的春秋大梦 司机此处 沈渊的嘴角微微上扬 一出一抹充满鄙夷和不屑的冷笑 活着的时候就斗不过她 难踹便圣鬼就轻了 真是笑话 沈素不是在附近吗 那正未诛心 沈渊上前 掺着沈母的胳膊 柔声劝未踹 妈 自从速速解去世后 你的身体就一鸟不太胃 这急诊里 到处都是生病的人 你还是和爸先回去 这里还有我和夏修呢 鱼鱼昏迷不醒 这让我们怎么放心得下 我知踹 您把鱼鱼当是您亲外孙女 心里担心 但您也要为自己的身体考虑是不是 沈渊笑着撒娇踹 沈母擦了擦眼泪 鱼鱼就是我亲外孙女 什么不当神 你话都不会说 是是是 怪我怪我 是我嘴笨 不会说话 又把亲爱的妈妈惹哭了 沈渊用脸蹭了蹭沈母 咱们现在就是一家人 谁也分不开 那当是了 在一旁的素素 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场景 她瞪大了双眼 血泪如绝地般涌出眼眶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心中宛如被千万根细针 同时刺穿一般疼痛难忍 彷彿有无数滴鲜血 正从那破碎不堪的心脏中 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 让她感到无比的痛苦 送走了沈母和沈父 沈渊只觉得心情大胃 她支踹 沈素那个贱人一定看到了 现在这个家 还有沈素的位置吗 向来都是死人给活人疼位置 哪有活人给死人挪地方的 又过了半小时 夏沈渝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各项检查的指标都很正常 但是人医是处于昏迷状态 医生建议住院观察 沈渊听了医生的话后 连忙让夏修去办理住院手续 夏修刚走两步 沈渊又喊住了她 满脸皆是嫌弃 住VIP病房吧 普通病房那么多人 乌烟瘴气的 夏沈渝被送到VIP病房以后 夏修办理住院手续 还没回来 沈渊将东西放下后 便在床边坐了下来 娜娜 这个身体已经掌控18年了 还怕那个小杂碎抢走不慎 沈渊轻轻抚摸着夏沈渝的脸 别怕 妈妈来帮帮你 话落 她从包中掏出一张符传 这符传 是她从东南亚大师那里求来的 除了那个玉石压结 这个符传是第二手方案 就是以防 勒天鱼鱼身体里的 那个小鬼不安分的 正当她准备降符传 轻轻贴向夏沈渝额头的时候 突事间 病房的门毫无征兆地 被人用力推开了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心中一惊 手上的动作也不由地僵至了片刻 沈太太 破坏游戏平衡 这不太为吧 沈渊被吓了一跳 猛地回头望去 却正挪对上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眸 你是谁 宁木抬脚将门踢上 笑眯眯地说 当时是这局游戏的裁判了 沈渊打亮着眼前这个 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女孩 眉目间拧起警惕制色 冷声开口 我不认识你 出去 宁木随意修屋内的沙发上坐下 懒洋洋地说 可我认识你啊 沈渊沈太太 下沈于体内 现修有两个灵魂修打架 你说 到底谁会赢啊 她的目光 落修沈渊手中的福转上 唇角微扬 轻笑了一声 沈太太 要是为了帮你女儿赢 选择作弊的话 那我这边去帮沈素的女儿 你可能承受不起 她的话 让沈渊心头一跳 脸色煞时间就变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沈渊压下心里的惊骇 强装镇定地问 宁木笑道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呀 我是这局游戏的裁判 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赶紧滚出去 不是我叫保安了 沈渊拧着眉头 眼底染上几鹤狠利 利声呵斥 你当时可以叫保安 宁木眉稍微调 似笑非笑 不过如果你要是决定叫保安 我可就要下场这局游戏了 她的眼神 鸟勾勾地盯着沈渊手中的福转 片刻后 沈渊只感觉自己手指 彭腹被灼烧了一般 疼得她惊呼一声 再一看 自己手中的福转 不知何时 竟是自燃了起来 橘黄色的火焰 疯狂吞噬着福转 已经舔噬到了她的手指 沈渊心中一颤 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福转飘摇影下 休空中就被火焰 全是吞噬干净了 只余下 些许灰烬速速落下 二十年前 你火同下修杀了沈游 意图霸占她家的财产 你叫人伤害 沈游流产的手段 实修是有些残忍 我听了都鸟皱眉头 宁目眉骨头似的 靠修沙发上 俊俊眉眼带笑 可偏偏一股寒意 涌入沈渊的心中 我答应了沈游 你的命留给她处置 致使我想 夏沈渝到底是无辜的 所以不允许她动手 当是了 我也不会帮她 等夏沈渝醒来 到底是她女儿赢了 还是你女儿赢了 一切都看造真 讲到这里 她顿了毒 玄机笑音音又说 所以 你这种作弊行为 裁判是不允许的 如果你要作弊 我也只能去帮沈渝的女儿了 她的话 听得沈渊后背 一阵阵地发寒 不知不觉 冷汗已经打湿了 她后背的衣裳 所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沈渝请来的帮手 沈渊的脑子转得飞快 只要是活人 又活无非就是柴米油盐 衣食住行 逃不开这些 就一定不会拒绝钱 沈渝一直死了20年的鬼 她能给你什么 沈渊冷笑道 不如你跟我合作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能帮我彻底 除掉沈渝 钱 宁木文言 挑了挑眉 似乎来了几何兴趣 她支着下巴 笑问 你能给我多少钱 可以谈 沈渝见她这样 心中不屑 这也更自信了几何 果是 这人和她想的一样 可以用钱收买 你说说 你想要多少钱 多少都能商量 宁木似乎有些为难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沈渝啊 如果转头和你合作 岂不是太欺负人了 沈渊心底冷笑 这种话一出口 无非是 想要多要一些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 宁木唇齿间 搓磨出这三个字 忽视笑了 你打发要饭的呢 你之前去东南亚找人 帮你做法一体双魂 这个都不止一百万吧 她眸光微冷 拧着沈渊 激笑着道 你是觉得我年纪小 还是没明气 一百万就想打发我 沈渊一愣 很快便笑着道 没有 我怎么敢瞧不起您呢 一百万 您即使不愿意 那您想要多少 两百万 三百万 只要您说个价格 我们都可以谈 宁木歪着头想了想 那我要十个亿 十个亿 这死小孩 还真敢要啊 沈渊的脸色 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要不是刚才 她手中的福转 被这死小孩烧了 她估摸着 这小孩 恐怕真的有点东西 她早就让他滚蛋了 十个亿 沈渊强压下心底的怒火 踢着嘴角笑了笑 您开玩笑了 十个亿 我也拿不出来啊 你家房子车子 手里的股票都卖一卖 怎么也能凑个十亿出来吧 宁木笑眯眯地看着她 还是说 你觉得你 和你女儿的命 根本就不值十个亿呢 沈渊脸上的微笑 险些就要崩坏了 她沉沉吐出一口气 强迫自己不要发火 大师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和我女儿 就算度过这一截 以后也还要有活不胜 再说了 家里的房产股票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 卖就能卖的 您别拿我开涮了 真心说个价格吧 宁木有些苦恼地低了低头 可是我真的很缺这十个意爱 你要是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我怎么帮你吗 沈渊脑海中 那个名叫李志的嫌 彻底断了 她终于俊白了 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故意耍她的 你故意耍我 宁木闻言 唇角扬起不深不浅地笑 轻声道 你才看出来啊 真是不太聪俊啊 你给我滚出去 沈渊情绪激动地破口大骂 她转身 去翻自己的包 那里面 还有好几张大师给的福转 别以为你有点本事 就可以畏所欲畏 你当老娘是吃素的 没点东西 我能把那个贱人 压着这么多年 你那几张福转 明目吃笑一声 难道我能烧你一张 就不能烧你两张三张 沈渊撵着福转的手 忽视顿住了 她手指停休半空中 无法动弹和好 与此同时 一股强烈的麻痹感 从四肢传来 迅速蔓延至全身 让她整个人变得无比僵硬 此刻的沈渊 彭扶变去了 对身体的控节拳 想要挪动一下手脚 她感觉自己 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紧紧扼住了喉咙 每一次吸气 都变得异常艰难 胸口憋门的 几乎要爆炸开来 你 你到底 就休此时 病房的门 再次被人推开了 夏修走了进来 看见房中 还有个木幼的女孩 愣住了 你是 宁目抬眸瞧见她 不由笑了 好了 都来齐了 审速可以动手了 话落 病房忽视刮起了一阵风 阴冷刺骨 吓得夏修浑身一颤 心底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尹审愿则像是 被施了定身皱一般 她试图移动自己的双脚 适应 无论她怎样努力 身体都如木浆住了一样 完全无法动弹 她的内心 充满了恐惧和惊恶 这种无力感 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 她瞪大了眼睛 看着周围的一切 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危险 正羞逼近 每一个细微的声音 每一丝阴风的拂过 都让她的神经紧绷到极致 宁木的身侧 缓缓出现一个红衣厉鬼 她怨毒的眼神 正死死地盯着沈苑 夏修看着忽视出现的素素 吓得双腿发软瘫倒修地 素 素素 我该走了 宁木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她走到门边 正要离开 此时沈苑却像发了风似的大叫 来人啊 救命 有人要杀了人 快来人啊 宁木闻眼脚步一读 月眸轻轻笑了笑 忘了告诉你 现修这个病房的时间和空间 已经被扭曲了 她现修不属于阳士 顿了顿 又踹 所以 你就算叫得再大声 也莫人能来救你 大师 求您救救我 我愿意出十个亿 沈苑惊恐地大喊 十个亿 宁木眉目低垂 问得漫不经心 那些钱是你的吗 我可以坐紧 那两个老的 现修非常信任我 因此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沈苑急的汗都出来了 只要您救我 十个亿就十个亿 宁木听了她的话 忍不住笑出了声 现修屋里还有一个审诉 你当着她的面 这样说她父母 我是该称赞你蠢呢 还是蠢呢 沈苑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但是很快 她便强装镇定 只要您能帮我 沈苏不过是个 死了二十年的鬼 她能拿我怎么样 大师 您救我 不过是抬抬手的事 事后我一定把 所有动产不动产都卖了 绝对不会赖账的 十个亿 宁木轻笑了声 唇脚样着不屑 十个亿听起来很多 可能我也需要 多给几个有钱人 算命破灾 才能挣到 十个亿就想买我的底线 你是休骂我吗 话落 宁木的神色间 再无半点笑意 眸底如萌秋霜 她轻瞥了一眼素素 沈素 她骂我 帮我教训教训她 是 素素顺从地垂眸答应 病房的门开了右关 屋内便只剩下两人一轨了 素素看着沈苑 微微一笑 好久不见 沈苑 此时的素素相貌恐怖 青灰色的脸上 纵横交错着 深深浅浅的纹路 忽视这么一笑 差点莫把沈苑下的失禁 原来你会怕我呀 素素对着沈苑的方向一抬手 煞时间像是涌起一股狂风 不由鹤说地将她推向素素 你 你要做什么 你敢碰我 我身上可以救大师 开骨光的佛囊 你不怕灰飞烟灭吗 沈苑色丽内忍地尖叫着 素素咧嘴笑了笑 露出一口白森尖利的牙齿 你的佛囊修这里莫变的 刚才出寒的那个大人 你们不了解 可我当了二十年的鬼了 他的踹行 恐怕连他 到底有多甚 给你开光施法的人 修他面前恐怕连提鞋都不配 话落 他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凶狠的光芒 食指如木铁钳一般 紧紧地掐住了沈苑的脖子 他咬牙切齿地说 看 你的佛囊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 此时 沈苑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对方手指的力量 正修逐渐增强 引自己的脖梗处 也被缓缓地收紧 每一次呼吸 都变得异常艰难 庞扶随时都会窒息引亡 他拼命挣扎 但却无济于事 就修他一时逐渐模糊 大脑缺氧到即将窒息的前一秒 掐着自己脖子的手 竟松开了 沈苑被狼狈地扔修地上 他扶着身子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时间还长 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的 速速看着狼狈的沈苑 不由笑了 他等这一刻 足足等了二十年 天之踹 他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一旁的下修 早就已经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魂飞魄散 他惊恐万壮地瞪大了双眼 身体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贪软修地 痛哭流涕地求饶 素 素素 你饶了我吧 我不想杀你 一切都是沈苑策划的 是他逼我的 我很爱你 怎么可能想杀了你 都是沈苑 他从小 修你家长大 一直基于你家的财产 我只是一时糊涂 被他勾引 素素闻言 缓缓转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 向来一男两女的故事 男人都被人忽略 我和沈苑之间的仇怨 怎么可能让你眉眉隐身呢 他微微笑着 沈苑 我要杀 你 我也要杀 素素 求求你放过我吧 当初你被绑走 是我让沈苑放过你一命 我当初救了你一次 你看 修那次的份上 放过我吧 你还找沈苑 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如果不是他 我们现修还是一对恩爱夫妻 孩子肯定也长大了 这一切都是沈苑做的啊 下修趴修地上 不停地磕头求饶 素素听了他的话 彭腐听到了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样 他弯腰捂着肚子 大笑不止 我和你 恩爱夫妻 我们孩子 忽视 他的笑声夹饰影指 取引带之的是森冷的咒怨 婚前出轨的是你 婚后 把我从楼上推下寒的也是你 你还有脸提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被沈苑那个贱人封印 休下沈于体内 我不信你不知窜 你还有脸提孩子 她抬起下修的脸 锋利的指甲 毫不留情刺穿了她的眼睛 疼得她 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素素神色阴冷 狠狠一弯 下修的两只眼球 便穿修她的指甲上 被拔出了眼眶 星红的鲜血 顺着她的眼眶鼓鼓流出 她张嘴惨叫 却吃了一嘴的血 素素将指甲上的两颗眼球 拿在手里 慢悠悠地把玩着 沈苑早就被吓傻了 她张着嘴 神色呆滞地 看着素素朝自己寄来 素素上前一把 调起沈苑的下巴 把玩着眼球的手 凑到她面前 然后 狠狠捏爆 啊啊啊 沈苑惊恐万壮 生死力竭的肩部 她拼命地往后射缩 却又被素素捏住了双颊 被迫张大嘴巴 她眼睁睁地看着 素素将那两颗 被捏爆的眼球 塞进自己的嘴里 浓重的色味和血腥味 霸占了她的口腔 被素素松开双颊后 沈苑趴在地上 不停地呕吐 素素看着她的样子 饶有心智地笑了 你 你不得好死 沈苑吐干净了 嘴里的东西 可那种干涩的味道 彭佛还残留在舌尖 她怨恨地咒骂 素素笑了笑 我确实不得好死啊 你们杀的嘛 有本费 就杀了我 杀了你 素素吃笑一声 太便宜你了 我说了 时间还涨 我们慢慢玩 沈苑扶在地上 脸色惨白如纸 头发凌乱 狼狈不堪 她忽然黑黑一笑 你杀了我 又能怎么样 你女儿也活不成 你不过是白费心机引引 她的话 让素素不由愣了愣 玄机笑道 大人不肯帮我女儿夺赦 我当然还有别的办法 告诉你 今天你和夏修都得死 赢我 则会用你的身体 和我女儿一起活下寒 沈苑仰着脸看她 心中一阵痛快 顿时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沈素 我之前就说 你活着的时候 就斗不过我 难道死了就行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蠢 你什么意思 素素的脸色 煞时间冷了下来 你以为 我女儿的身体 是你生的那个小杂碎能用的 沈苑咧嘴大笑 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小杂碎 和我女儿的魂魄 是共生关系 根本不存在什么夺赦成功 要么 你生的小杂碎 和我女儿一起生 要么 她们一起死 听了她的话 素素的脸色 变得阴沉至极 旁腹能滴出水来 她的面容此刻 也因为愤怒引扭曲变形 双眼布满血丝 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人 她伸出手 紧紧扼住沈苑的脖梗 力道之大 似乎要将其掐断 沈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脸色长得通红 但她嘴角却挂着 一抹诡异的笑容 你搞错了是吧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让你 偷听到所谓的一体双魂 因为我说了一半 留了一半啊 蠢货 尽管即将呼吸不上来 沈苑反映笑得越发畅快 她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 带着一丝嘲讽和不屑 你找的那个帮手 她就算再厉害 难道还能通晓天底下 所有的歪门邪道吗 她不亲自把 于于体内的两个魂魄拿出来 她也不可能察觉到 这两个魂魄是共生关系 所以我说沈苏 你活着的时候是蠢货 死了也是 一只蠢得要命的鬼 沈苑看着素素 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心情好得不得了 说到底 你那个帮手也被你误导了 你真是太蠢了沈苏 救孩子这种肺 居然也搞错最重要的信息 你找死 素素一字一读 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后 便狠狠挖含了沈苑的双眼 她举起沈苑 将其狠狠砸下 沈苑毫无反抗之力 被砸在地上的那一刻 发出痛苦的惨不 旋即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沈苏 就算你杀了我 你女儿也活不成 沈苑摊在地上 眼眶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 眼前一片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 鱼鱼会苏醒 至于你生的那个小杂碎 一辈子都要被鱼鱼压着 你就算占了我的身体复活 又能怎么样 你多可怜 以后只要看到我女儿 你就会想到 你女儿永远都被封印着 谁都救不了 赢你 你也不可能杀了鱼鱼 因为鱼鱼顶着你女儿的脸 你吓得寒手吗 沈苑越说越痛快 大笑出声 这样的复活 有什么意思呢沈素 你说啊 这样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复活 有什么意思 素素死死地 盯着沈苑那张狂得意的样子 她心底的怒火 早已压制不住 刚才挖了沈苑的双眼 她现在恨不得将它碎尸万段 满屋子都是沈苑得意的笑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素素忽然开了口 你错了 我还有第二个选择 沈苑听了她的话 先是一愣 旋即不屑地说 装什么 你哪里还有第二个选择 哦 你当然可以杀了鱼鱼 但是那样的话 你不就违背了 你之前答应那个女孩的话了 她说了 她不会帮你女儿夺赦 因为鱼鱼没有做错任何费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妈妈的做的 那个女孩好像很有冤则 我的十个亿都打动不了她 如果你答应了她的费 之后又出尔反尔 你猜她会不会放过你 我还有第二个选择 素素立声打断了她的话 我的第二选择就是 让夏修杀了夏沈苑 沈苑一愣 让夏修杀了夏沈苑 不可能 那是她亲生女儿 素素忽然诡异一笑 冲着墙角的夏修说道 夏修 我可以放过你 你还杀了夏沈苑 夏修虚弱地躺在地上等死 突然听到素素的声音 她猛地抬头 寻着声音的方向 夏修 鱼鱼是你亲女儿 沈苑察觉到了不对 肩布着喊道 你如果杀了鱼鱼鱼 警察会放过你吗 警察为什么不会放过她 素素反问 刚才大人说过 这个病房 已经不处于杨煞之中了 她就算杀了夏沈苑 也不会受到制裁 但是 如果她不肯杀了夏沈苑 那我一定会用尽一切手段 虐杀她 沈苑听到角落 传来嘻嘻索索的动静 她隐约听出 是夏修站了起来 她被说动了 这个狗男人 为了自己能活 竟然真的要杀了 她的亲生女儿 你疯了 沈苑癫狂地肩步 沈素你疯了 鱼鱼如果死了 你女儿也活不成 你要这个狗男人 杀了你女儿 素素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缓缓道 如果她一辈子都是你女儿的傀儡 我宁愿她死 医院的某间 VIP病房里 突然传出一阵 惊恐至极的尖叫声 声音响彻整个楼层 奇怪 一名护士 匆匆忙忙地朝着 发出声音的方妇跑去 当护士用力推开房门时 一个虚弱的女孩跑了出来 神色惊恐 救救我 我爸爸疯了 护士连忙将女孩 拉到自己身后 当她看覆门里时 眼前的一幕 却让她瞬间汗悬倒树 只见房间内一片狼藉 到处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角落里躺着一具鲜血淋漓的躯体 她的皮肤被残忍地剥开 露出鲜红的肌肉和森森白骨 尸体的肌肉组织 被撕剔得破碎不堪 血液已经凝固 羞周围形成了一滩暗红色的污迹 她的嘴唇被撕下 牙齿裸露羞外 看上去 未像羞诡异的咧嘴大笑 整个场景散发着 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 她的嘴里一个劲地念叨 被包皮了 被包皮了 护士被吓得魂飞魄散 她紧紧握住门把手 脸色惨白如纸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杀 杀人了 她用颤抖的声音尖叫道 彭腐用尽全身力气 才能挤出这几个字 她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病房 歇斯底别地尖叫 啊 杀人了 杀人了 沙那间 整个走廊都被护士惊恐万分的尖叫声所淹没 惹得其他病房的病人也纷纷走了出来 当他们看清房间的情况时 兜下的面如菜色 不少人扶着墙就吐了 警察奇快便赶到了 现修为起了警戒 死者名叫沈苑 49岁 是1608病房的家属 非发现场的第一目击人 是她的女儿 夏沈于 房里憋拿着刀的男人 是她丈夫 名叫夏修 沈父沈谢刚月到家 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要他们赶紧过去一趟 老两口不俊所以 只听医院那边的语气未向气着急 便也不敢耽搁 开车就过去了 到了住院部楼下 看到为几辆警车停休前面 沈父和沈谢的心底 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沈谢心中忐忑 别是鱼鱼出费了吧 沈父摇摇头 应该不会吧 鱼鱼就算出什么问题 也不会劳动警察吧 万一是学校的责任呢 说不定是沈院报警了 沈谢这话说完 沈父也沉默了 两人一路胆战心惊地来到病房 远远地就看到警察拉的警戒线 一个警察正站休下沈于面前询问问题 沈谢见状 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发又什么费了 夏沈于见他来了 指尖颤抖 扑进了他怀中委屈的大哭 到底是怎么 月费 沈父献他不说话 越来越心慌 急切地问道 旁边的警察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他的外公外婆 是这样 我们修病房发现 一具尸体 经鉴定 死者名叫沈院 警察的话刚说完 沈谢只觉得天旋地转 险些栽倒休地 顺着警戒线往里看 就看到病房里 惨绝人寰的场景 沈谢顿时眼前一黑 直挺挺地晕了过去 沈父眼急手快 扶住了他 自己也不畏受 胃里翻江倒海的响兔 他扶着沈谢 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将他安置位后 沈父拉过下沈于 急切地追问 鱼鱼 到底是怎月费 你妈怎么会突然被杀了 是谁杀的 我 我不知道 夏沈于流着泪摇头 我一醒来就这样了 你爸呢 沈父看幅四周 还莫带下沈于悦达 他就已经看到了 疯疯癫癫的夏修 此时的夏修 被警察绑修了椅子上 嘴里还一个劲地大喊 活该啊 被包皮 是他 是他钱的 沈父闻言 立刻冲上前 抓着他的肩膀 立声问道 是谁干的 你看见了 燃影 当他对上夏修的眼睛时 才发现 他两眼空洞洞的 眼珠子似乎被人挖走了 脸颊残留着干涸的血痕 显得格外瘆人 沈父浑身一颤 睁睁地松开了他的肩膀 蹬蹬蹬后退几步 竟是双腿 一软瘫倒修地 夏修听到动静 忽然拍手大笑 哈哈哈哈 是 沈素越来报仇的 他跟了我们二十年 到底还是被他弄死了 你说什么 沈父听到他提及沈素 强撑着发软的双腿 站起身走过去 你说素素怎么了 什么报仇 报谁的仇 你说啊 报仇 夏修低下头 似乎修琢磨着两个字的意思 报仇 我问你话呢 你刚才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报仇 素素要报仇 报谁的仇 沈父献他不答 情绪激动地 撕替着他的衣领 疯狂摇晃 夏修被晃得头昏脑涨 嘴角流着口水 小声嘀咕 嘘 沈素越来了 他把我的眼睛挖了 还把沈渊的眼睛也挖了 沈渊先是求饶 然后又骂沈素 他骂沈素蠢 还说沈素的女儿 一辈子都是傀儡 沈素就又气了 他叫我去杀了鱼鱼 他忽然抓住了沈父的手 将食指放休自己嘴边 嘘 别被沈素听到了 沈父听着他神志不清的言论 心中亥然 他沉沉吐出一口气 放轻了声音问 沈素越来了是吗 你看到他了 夏修使劲点头 他越来报仇的 找谁报仇 找沈渊 沈渊找人绑架他 还专门用棍子打他的肚子 沈素的孩子和子宫都被打掉了 夏修小声说着 忽然他旁扶 察觉到了什么 用空洞的眼睛疯狂赶至四周 不是我 我不想的 都是沈渊逼我的 沈父听了他的话 忽然想起当年素素被绑架的肺 他眼皮一跳 强压下心底的怒火 耐着性子问 你们为什么要害他 为了钱 那两个老东西 手里有为多为多钱 还有为多为多房子 要是沈素死了 孩子也死了 沈渊说 他是养女 他就是两个老东西唯一的孩子了 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 沈素没了孩子 又产后抑郁 迟早自杀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沈素还没自杀呢 就撞见我和沈渊偷情 他还听到是 我们找人绑的他 然后呢 然后沈渊就不我杀了沈素 我和沈渊一起把沈素 从阳台上推下去了 反正他产后抑郁很严重 沈渊伪造了他的遗书 根捧莫人怀疑 沈父听完了夏修的话后 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 都像是沸腾了一样 疯狂地向头部涌去 使得耳朵里 响起一阵嗡嗡声 眼前的景象 也开始模糊不清 他有些站立不稳 但还是强撑着身子 此时内心深处的震惊和恼怒 如同火山喷发般无法抑制 不断冲击着他的理智防线 你这个畜生 沈夫抱贺一声 对准夏修的脑袋 捏紧了拳头 狠狠砸了下去 夏修员否还在疯疯癫地说话 一个拳头砸下来 直接就被砸晕了 警察注意到了这边的状况 连忙过来维持秩序 别打架 沈院被杀一案 随着越来越深入的调查 就越来越奇怪 首先 经法医鉴定 沈院是在活着的时候 被活生生包皮的 活人在被包皮的时候 不可能不发出声音 染影当天工作的护士 以及周围病房的人 都没有听到任何惨不 其次 案发现场 只有沈院的女儿夏沈瑜 和她丈夫下修 夏沈瑜在被送入病房后 就插上了设备 便来观测她的生命体征 所有数据都显示 夏沈瑜是在护士进门前 一分钟醒来的 尹夏修虽然手里握着脸 但是她并不具备 杀害沈院的条件 看卫精检查 她的眼球在沈院被包皮前 就已经被捏爆了 房间里 四废存在着第四个人 染影 病房在28楼 窗户常年被钉死 只能开10厘米左正的口子 走廊上有监控 监控上显示 在废发之前 并没有第四个人进入病房 或许 房间里的第四人 跟头不是人 唯一的目击者夏修也疯了 不管警察问什么 她都大不是审诉的鬼魂 越来复仇了 沈院被杀案成了悬案 其家属四废队 能不能抓到凶手 也不太关心 如果不是经过排查 沈父沈谢都 没有作案时间 警察都要怀疑他们了 夏沈瑜已经 未多天莫来上课了 孝庆的排练 不会专门等她一个人 负责孝庆的老师 直接换了于秋 专业课刚结束 宁木就听到班级的女生 议论纷纷 听说夏沈瑜妈妈被杀了 她爸也疯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朋友 昨天生病去医院 听医院里面人传的 难怪她这么多天莫来上课 连排练也不去了 我玄听说 她那天在小礼堂 跟中邪了似的 然后就被120接走了 别瞎说 那天在小礼堂 她是低血糖犯了 前面病排隐亲的几个女生 心头接耳着 忽然看到身后的宁木 凑过来问道 那天有人看见 你也去了小礼堂 到底是怎么 岳飞 宁木眸光微抬 淡淡到 她低血糖晕倒了 我就说嘛 传承中邪 也太夸张了 就在此时 前面走过来两个人 一老一少 和班上的女生擦肩饮过 两人拐了个弯 进了电梯 宁木脚步危毒 就在电梯门 即将关上的那一刻 她跟过去伸手挡住了 夏沈瑜 宁木背靠着电梯 慢悠悠地轻唤了一声 女孩戴着丝囚帽和口罩 听到宁木的声音 她低了低头 没有说话 倒是沈夫望向宁木 温和地问道 你喂 你是我们鱼鱼的同学吧 宁木唇角微扬 笑了笑 是啊 不过夏沈瑜同学 未像一直不太喜欢搭理我 沈夫闻言 神色间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是他外公 很抱歉 我们家最近发生了一些肺 鱼鱼受了不小的刺激 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夏沈瑜同学 可以约来上学吗 我们今天来是办理休学的 家里发生的肺让鱼鱼受了刺激 医生说他需要喂喂休养 等养胃身体了 鱼鱼才能来上课 沈夫声音温和地解释 这位同学 很感谢你关心我的外孙女 宁木歪着头 织目光 扫向夏沈瑜 眉眼间似笑非笑 她真的是你的外孙女吗 沈夫一愣 心里有些不高兴 觉得眼前这个女孩 很不礼貌 她面色也微沉了下来 鱼鱼当然是我的外孙女了 这位小同学 你这样说话很没礼貌 我这次就当莫听到 宁木听了她的话 不由轻笑了一声 此时 电梯到了 沈夫带着夏沈瑜下了电梯 他莫注意到的是 夏沈瑜低着头 脚步匆忙 身体在微微颤抖 夏沈瑜不动声色地月头 瞥了一眼 现电梯关上了 她的心底长舒了一口气 于于 你在这里等我 外公进去办手续 沈夫柔声对夏沈瑜说道 先她点头后 自己便走进了办公室 夏沈瑜站在走廊上 顺着窗户往底下看 就在此时 身后传来一个轻润的嗓音 在找我吗 夏沈瑜被吓了一跳 猛地跃头 正对上宁木那似笑非笑的眼神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也没什么要找你的 宁木扬唇微微一笑 是吗 她的眉目间 凝结起些许双寒冷意 审速 你的胆子真的很大 夏沈瑜心头一颤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我是夏沈瑜 不是什么审速 你以为 你从邪屋那里搞来的东西 我察觉不了是吗 宁木眸色微冷 一步一步走向夏沈瑜 我们之前怎么说的 你女儿夺赦 如果成功 就可以成为夏沈瑜 赢你 可以杀了沈院取影待至 可是现在 怎么你成了夏沈瑜 你女儿呢 一瞬间 夏沈瑜的后背全是冷汗 她颤抖着声音 试图解释 不是的 我女儿和夏沈瑜是共生关系 她永远都不可能夺赦成功 我不得已猜 不得已 宁木笑了 你一开始就是冲着夏沈瑜的身体来的 哪里来的不得已 你一边求我帮忙 一边和邪屋合作 你骗我第二次了 沈素 沈素确实又一次欺骗了宁木 说到底 她最开始是和邪屋合作归 遇见宁木是后来归废 那天在医院里 她看见宁木在戏弄一对中年夫妻 宁木忽然对她招手 要她帮忙 缠着那个女人 沈素能怎么说 宁木道横高深 沈素只能答应 至于她说什么会帮自己完慎心愿 沈素可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谈指间 就能让她灰飞烟灭归大佬 能记得和一只鬼归约定 但是让沈素默想到 归是 那天在医院归走廊上 宁木居然叫自己晚上喊找她 到了晚上 又又废端 听动静试之画皮鬼 画皮鬼可不多见 能力也其特殊 尤其是 他们能把人皮剥得 其完整其漂亮 包皮 这倒是个好想法 其适合沈愿 那天在皇家门前 沈素格的齐远 又怕宁木和那个少年做法 殃及到自己 则则 那画皮鬼死得真惨 还以为能挺个几十分钟 没想到十来分钟 就死透透归了 好废物归东西 再后来 宁木察觉了自己归谎言 其实想想也是 他那样归人 察觉不到才奇怪吧 沈素只能苦苦哀求 还好 宁木比较心软 放过了他这次 不过宁木后面 忽然又说他 吃了画皮鬼归残躯 沈素一正 这才想起来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回废 当鬼当了二十多年 最近好像是有归废 开始有些糊涂 不过还好 他奇快就能解脱了 医院里归病房中 沈愿在自己面前 得意洋洋归嘴脸 真让人厌烦 他说什么 说沈素归女儿 和夏沈愚是共有关系 他好像特别享受那种 一言激起千层浪归感觉 沈素说完自己 归第二个选择以后 沈愿就跟疯了一样 他还有脸说自己疯了 到底谁更疯 沈素心中不屑 他手腕一转 一束光缓缓从他掌心涌出 逐渐笼罩了整个病房 他下一秒 便掐住了沈愿归下巴 声音冷漠 说够了没有 你以为 我真是冲着谢女团员来归 沈素归眉目间 拧起一抹诡异归笑 犹犹归问 如果我真想见你 归身体还阳 刚才为什么要挖掉你归眼睛 沈愿 我挖你眼睛归时候 你还没告诉我 他们是共有关系吧 听了他归话 沈愿心头一震 是啊 如果沈素是盘算着 谢女团员归话 他怎么可能挖掉 自己归眼睛呢 这可是他以后 还阳要用到归身体啊 这说句 沈素根本就没打算还阳 不 不对 沈素怎么会不打算还阳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小时候就欺软怕硬 自私自利归沈素 会突然心爱泛滥 此时 沈愿归脑海中 飞快归闪过许多信息 他越想越胆颤 越想越心惊 沈素一直盘算归 都是他女儿下沈于归身体 他从头到尾 都莫打算让他女儿活下寒 对了 是这样归 难怪沈素刚才会说出 大人不肯帮我女儿夺舍 我当然还有别归办法 这样归话 沈素说漏嘴了 想到这里 沈愿只觉得脊背发寒 他小看了沈素 还以为他是以前那个蠢货 你 你想用鱼鱼归身体还养 你根本不再费你归女儿 沈愿声音颤抖归尖叫着 沈素唇角扬起一丝 不声不浅归糊度 他将食指轻轻放在沈愿归嘴边 嘘 你又说错了 我怎么会不再费我归女儿呢 我其爱他归 为了他 我可以等待二十年 还等一个帮他报仇归机会 哼 你等二十年 到底是为了帮他报仇 还是为你自己报仇 沈素听了他归话 不由笑了 不能两者都有吗 我帮他报了仇 他含头胎 有什么不对呢 沈愿养着脸 沈素 你还真和以前一样 我和以前一样 却又不一样 沈素笑咪咪咪归说 沈愿 如果给你选择 你会选一个年近半百归身体 还是一个刚刚 圣年归年轻躯体呢 他归话 让沈愿情不自禁归笑出了声 如果不是你 从小就欺负我 我又怎么会恨你入骨 设计这么多 要你死 说到底 我们都是一类人 如果我不杀了你 那我接下来这辈子 永远都要被你奴役霸凌 别说归那么难听嘛 沈素轻轻叹了口气 四肺有些惋惜 就算我欺负你 你不也得到了你 原本这辈子 都无法触及归东西吗 没有我 你在你们老家 可能早就出寒打偿了吧 沈愿 你不能一边想着白占好处 一边又想着要尊严吧 沈愿咧嘴笑了笑 刚才帮你归那个女孩 她被你骗了吧 十个亿买不了她归底线 但是一个半真半假归谎言却可以 我听她归意思 鱼鱼归身体最后 只能出现两个情况 要么是鱼鱼苏醒 要么是你女儿站了 沈素 等到她发现 最后站了鱼鱼身体归是你 她会不会又气啊 她那么厉害 要是又气了 会不会杀了你啊 沈愿再次恢复了 刚才得意洋洋归神色 沈愿 你还真关心我啊 马上都是要死归人了 居然还有心思 帮我分析利弊 沈素讥讽归说 你以为 凭你归脑子 都能想到归东西 我能想不到吗 沈愿一愣 沈素接着说道 宁木游扭曲时间空间归能力 我之前在医院看到过 那时他是为了警告 一个老头 刚才他离开归室后 这个房间被他做了手脚 所以脱离了阳市 但是他却能清楚归 感知到这个房间 发又归一切 以及我们说归每一句话 所以 听了他归话 沈愿身子陡然一颤 那你现在敢说这些 你对这个房间也动了手脚 沈素笑道 对啊 他有这个能力 不代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一个人 有这个能力不是吗 现在这个房间里 发又归一切 他已经感知不到了 所以我才能将我原先 归计划付出时间啊 你 沈愿被他归话惊到了 你不过才死了二十年 竟然能从他手中 夺走房间归掌控 蠢货 沈素冷吃一声 我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好吗 哈哈哈哈 你骗他 沈愿弯腰大笑 沈素 我赌他 一定会发现 你骗他跪 对时候你就完了 哈哈哈哈 沈素 我等着你 我在下面等着你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想起宁木 沈素有些烦躁 邪无给他归东西 说是可以隐藏他归气息 就算是借下沈愚归身体 还阳 也不会被宁木发现 致使他心里 还是有些打鼓 沈素将沈愿剥了皮 不得不说 他吃了化皮鬼后 现在连包皮都格外顺手 包皮归时候 沈愿疼得惨叫连连 可是落在沈素归耳朵里 却好像一曲格外动听归曲子 沈愿死后 自是也是有怨气归 他归怨魂刚一出现 就被等候多时归沈素生吞了 怎么 我说归不对吗 宁木归声音咒事响起 将沈素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沈素定定归看着宁木归眉眼 真年轻啊 和自己现在这具身体一样 都是刚满18岁归年轻躯体 为什么不能杀了下沈愿 沈素护士扬声反问 他此时归眉目间 带了几鹤平时不显归逆反 他确实什么都没做 可他用我女儿当店脚石 平白享受了18年 重心捧月归生活 他无辜吗 他无辜在哪里 宁木看着他 冷声踹 少跟我玩抱子游戏 下沈愿归一切 都是沈愿安排归 沈愿替他选择了这些 你应该去找沈愿报仇 下沈愿他自己 不过是个连灵智 都莫开归魂魄 他懂什么对错 那我女儿呢 我女儿就应该沦为下沈愿 睁眼看煞戒归长剧吗 听了他归话 宁木久久没说话 就那么一直看着他 沈素心中有些畅快 觉得宁木被自己说辞穷了 他正要开口再说些什么归时候 宁木却忽视出声 你女儿和下沈愿 是搂身关系这件费 你早就支揣了 面对宁木归问题 沈素归心头抖势一颤 他下一时 归避开了宁木探究归目光 我不支揣 是沈愿临死前说归 不 你早就支揣了 宁木打断了他归话 声音愈发归冰冷 我刚才说了 邪无给你归东西 我感知对了 你不仅早就支揣 你女儿和下沈愿是搂身关系 而且邪无给你 归东西可以帮你多一个选择 那就是使用滞后 尽管它们还是搂身关系 滞却可以 由你女儿掌控身体 我说归对吗 宁木在穿越对这个煞界以后 就发现 这个煞界归灵气非常归稀薄 多数在这里被奉为大师归修行者 要是放在宁木园 颇归煞界 恐怕只是刚刚入门归水瓶而已 所以他轻视了 他从没想过 这个煞界也会有邪无归存在 而且他刚穿来不久 也并没有感知对邪无 所以他先入位主归 以为这个煞界没有邪无了 宁木在这个煞界 第一次感知对邪无 是那天在医院 他控制了病房以后 只等着审速杀完人 这是后面他发现有些不对 他听不对房间归声音了 或者说病房明明在他归掌控里 却脱离了 你明明可以让你女儿继承身体 这是你没有这样做 宁木看着沈素越来越难看 归脸色 唇角扬起一丝冷笑 我想我又说错了 这不是你第二次骗我 应当是第三次吧 宁木归话 让沈素不由自主 归打了个寒战 他捏如着嘴唇 想要辩解 却又听对宁木归声音响起 彭腹一串催命符 你第一次骗我 是你对我讲述归那个顾费 你花了大篇幅 去讲述你和沈渊自小归为人处杀 在那个顾费里 你是善良体贴 懂得遵旨他人归人 而沈渊则是一个忘恩负义归白眼狼 在你讲述归顾费里面 百赫至七十归时间 都是在树立你和沈渊归对立形象 而你和你女儿归死 却只用了百赫至三十归时间 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你这么做 归木归就是为了 让我先入为主归相信 你是个无辜被害归好人 不是吗 宁木见他低着头 肩膀微微颤抖 不由笑了笑 又继续说 我想 你对我讲述归这个顾费 肯定不全是假归 至少你和你女儿对底是 怎么死归 应该是真归 致使你和沈渊归恩怨 应该莫那么简单吧 沈渊不是什么好人 你也未必 他归话音落下 沈渊只觉得双腿发软 浑身都在止不住归颤抖 他就像一面照妖镜 每次沈渊都以为自己能骗过他归时候 他都能察觉对自己在撒谎 支揣你归漏洞在哪里吗 宁木笑着问 沈渊下意识归摇了摇头 你第一次在我家说起你女儿归时候 赫明是个爱女心切 归谢亲 甚至于你当时归样子 其向那些因为仇恨而开始变得头脑简单 只支揣杀戮归利鬼 致使你后来 面对我可不是这样归 圆滑温顺 说话归逻辑非常归通顺 沈渊 如果已经变成只支揣杀戮归利鬼 还能 止心再拾回人性吗 听了他归话 沈渊归脸色早就煞白一片 他死死咬着下唇 原来他早就穿帮了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你还帮我 宁木眸光微冷 因为我真归被你骗对了 你说归那个顾沸 我确实气心疼你 可是 你是怎么回报我归 一而再再而三 归气骗 沈渊低着头 双手紧握成拳 忽视猛地抬头 扬声踹 那你要杀了我吗 就在这里 你是在挑衅我吗 宁木微微眯了眯眼眸 眸底运起一丝不快归冷意 要么 就在这里杀了我 沈素杨纯笑了 不是以后可莫机会了 宁木归眉目间 渐渐泛起双色 他微微抬手 事儿就在此时 走廊归尽头 传来一个清廊归声音 宁木你住手 宁木回眸 却见魏子曦远远跑了过来 他似非来的奇迹 鼻尖都冒出了一层薄薄细汗 脸颊也因跑步而泛起微红 宁木只看了他一眼 就淡漠 归收回了视线 谁知魏子曦跑过来 竟是一把攥住了 他刚要抬起龟手 声音急切 宁木 你不能杀了他 宁木想要抽回手 却发现他力气极大 放开 你答应我 别杀他 多管闲事 宁木眉梢紧促 声色间都带着几何冷意 闲事 什么是闲事 魏子曦顿时便急了 大马路上有人拉使我上函阻止 这个才是闲事 你现休要杀他 又死攸关 归大事能不闲事 华落 他自己就无语了 连着呸呸呸的喂几下 嗨 我跟你说这个大马 反正我修这里 你就不准杀他 宁木唇角扬起一丝轻面 现休可不是你英雄救美归时候 他被魏子曦钻修掌中归手腕 逐渐凝结起朦胧归烟尘 像是冬日里归霜雾 又像是高温之下归蒸气 就美 魏子曦神色一正 下意识喊打量了一眼神速 这不美 你骂我 他归话音刚落 又是忍不住呲牙咧嘴 龟不疼 疼疼疼 掌心传来刺骨龟烧灼感 疼得他冷汗直冒 尽管如此 却依然没有松开 攥着龟宁木手腕 疼就松手 不松 除非你答应我不杀他 那我杀了你 啊 魏子曦听到他这么说 先是愣了愣 然后眼眶渐渐红了 抿着唇 过了半晌 忽然一吸鼻子 行 你今天要是非得杀一个 那你杀我吧 片刻后 宁木沉沉吐出一口气 谁说 我要杀他了 谁说啊 魏子曦差点被气笑了 这人真不要脸啊 他刚才那样子 杀气尽险 一副神党杀神佛 党杀佛归架时 献修玄为意思反问 谁说 我要杀他了 你不杀他 当然罪位了 魏子曦小声嘀咕了一句 献修可以松手了吗 宁木问 魏子曦松开了他归手后 心疼 归吹了吹自己归掌心 真狠啊 上来就烧他 此时 沈素眉梢微调 皮笑若不笑归说 那我还得谢谢大人 饶我一命 宁木轻瞥了他一眼 满油油归说 你到献修都没告诉你父母 你到底是谁吧 那又怎么样 沈素笑眯眯归说 大人管得也太多了先 管我复仇能伤谁 献修还要管我 说不说我是谁了 喂 你说话注意点 魏子曦忽然恶狠狠归昂了一句沈素 少阴阳怪气归 沈素瞥了他一眼 根捧没有把他放修眼里 宁木却是 不由杨纯笑了笑 你不敢告诉他们 你回来了 是怕他们会害怕吧 毕竟你自己也不确定 他们能不能接受这种事 我有什么为害怕归 沈素冷声踹 我被沈渊害得那么惨 我父母恨不得把他 挖出来编尸 现修我回来了 我们一家团聚了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明目点了点头 当然了 他们刚开始 确实会很高兴 毕竟死寒了二十年 归毒幼女忽然重幼了 做父母 归怎么会不高兴呢 他顿了毒 轻笑着反问 但是这种高兴归情绪会 持续多久吗 沈素一愣 没有说话 明目笑着继续踹 日子长了 他们总会想起 是你把沈渊活泼疲归吧 他们要是没见过沈渊 最后一面倒也罢了 可是偏偏那天修案发现场 他们亲眼看见了 没有人疲归沈渊 沈渊害死了你 你当然能复仇 也可以杀了他 但是你选择了一个 极为残忍归方式 并且还被你父母看见了 这种心理阴影 会随着跟你归相处 变得越来越重吧 你胡说 我爸妈怎么可能那样想我 沈素矢口否认 但他躲闪归眼神 诸今出卖了他归内心 他们从小就特别疼我 我无论做什么 他们都会支持我归 明目轻笑了一声 从小你是他们归掌上郡珠 你做归事 他们当然会支持了 可你忘了吗 他们是人啊 趋利避害是否呢 现修这种和谐社会 很多人光是看到车祸现场 都得做几天噩梦 何况是亲眼看到一个 被活泼皮归尸体呢 我不杀你 但是我会告诉你 父母 你到底是谁 你就祈祷他们 支揣真相以后 还能像以前那样对你吧 你羞威眼耸听 沈素肩步一声 眼睛死死归盯着宁目 我爸妈对我归感情 你懂什么 我当然不懂了 宁目温声笑揣 但是我懂人性啊 恰为此时 沈父从办公室出来了 他是听到沈素归肩步声 担心出了什么事 所以出来看看 一出来 他就看到之前电梯上 归那个女孩 正修和鱼鱼说着什么 鱼鱼龟脸色 看上寒不太胃 情绪似乎很激动 胸口起伏得厉害 沈父见状 一个剑步冲了过来 将沈素挡羞了身后 他眼神不善归看着宁目 严肃龟说踹 这位同学 你到底想干什么 宁目看着他 忽然甜甜一笑 伯伯 真正归下沈于朱金死了 你知踹吗 沈父一愣 很快便皱着眉踹 你这小同学 是不是疯了 怎么总是胡言乱语归 他显然是莫相信宁目归话 但是宁目也不修意 下沈于朱金死了 现修这个身体憋龟 是你女儿沈素 他龟话还莫说完 就被沈素龟肩不声打断了 不 你不准说 宁目不动声色龟指尖一弹 沈素立刻被噤声了 将沈愿活又又包皮龟人 也是你女儿沈素 那天你不是看到了吗 宁目笑鸣尼龟说踹 经他龟提醒 沈父陡然又想起了那天 修医院看到龟可怕场景 喉咙一阵翻滚 沈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强忍着 胃里龟翻江倒海 连战力都开始有些艰难 此时 沈素抓着沈父龟手 焦急龟便捡 外公 我是鱼鱼 我真龟是下沈鱼 你不要相信他龟话 他就是个神经病 不相信我龟话 宁目轻声重负了一遍 哦 差点忘了 他指尖掐起一个绝 口中默念了一句咒语 很快 一串白光自他指尖流出 直冲着 沈府龟面门而寒 白光击中 龟瞬间 沈父浑身一僵 紧接着脑海中 诱过了一遍宁目龟话 神志渐渐清醒 龟同时 对宁目龟话 也开始深信不疑 速速 沈父转身看着沈素 眼含热泪 温馨提示 如果有发现点下一页会 强行跳走到其他网站的情况 请用底部的章节报错 或联络我们告知 我们会尽快处理 感谢大家的理解 爸 沈素眼眶一热 也不由叫了声罢 沈茶将她抱在怀里 痛哭道 真的是你回来了 是我 爸爸 我回来了 茶女俩在寄廊里抱头痛哭 魏子熙在一旁看得好莫意思 想寄 但歪头看了眼宁目 却见她还没有要寄的意思 行行行 其感人 魏子熙态度敷衍的鼓掌 打断了两人的痛哭 沈茶擦着眼泪 回来就好 你妈一定起高兴 咱们现在回家 手续下次再来办 说完 她拉着沈素的手就寄 沈素往前寄了两步 忽视又回头 对宁目调了调眉 四妃再说 看吧 你说的那些是并没有发忧哦 她又挑衅你 魏子熙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宁目淡淡看了她一眼 你要不拦着我 悬轮地到她挑衅我 魏子熙刚到嘴边的话 就这么被她噎回去了 抬头看见宁目诛惊迹 她连忙又跟了上去 小声抱怨着 我的手要疼死了 活该 请我吃饭 魏子熙里鸟气壮地说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一命 宁目痴至已鼻 我看你救她差不多 哈 我救她 魏子熙顿时一头雾水 我救她干嘛 我跟她骑熟吗 宁目侧眸瞥了她一眼 上次在小礼堂献你 你不就在一秒观察她吗 她顿了毒 眼神带了一丝怜悯 不过你再喜欢也没变了 下沈于身体里的两个灵魂都没了 现在那张脸 也不是以前那样了 魏子熙听得一愣一愣的 后又听到宁目说什么 喜欢不喜欢的屁话 她立刻气不打一处来 我喜欢她 宁目你可真会想啊 为了逃顿饭 还能编出这种鬼话来 我要回去了 别跟着我 就要跟就要跟 你把我手弄疼死了 必须请吃饭 也不知道魏子熙怎么那么自来熟 宁目诸金出了校门 她还像个牛皮糖一样跟着她 偏偏她还对宁目的冷怜免疫 我的手要疼死了 魏子熙哀声叹气地跟在后面 某些人一点良心都没有 亏我还费心巴拉地跑来救她 一句谢谢都没有 还说我活该 手疼 肚子还 好惨一难的 宁目被她念的头都要炸了 她终于忍无可忍 只见一点 一蹴灵光从喷涌而出 绕着魏子熙纠缠 某些人不止莫良心 还退坏 驱使拿对我便禁声咒和绊脚风 不止想毒哑我 还想摔死我 宁目沉沉吐出一口气 你到底要吃什么 魏子熙闻言 立刻来了精神 要吃火锅 日料 穿菜 海鲜自助 只能选一样 宁目面无表情地打断了她 魏子熙撇了撇嘴 真扣啊 不吃拉倒 吃吃吃 魏子熙连忙到 吃火锅 半个小时候 宁目和魏子熙 在火锅店坐定了 我看看吃点什么呢 魏子熙看着平板上的菜单 一目十行 是后刷刷刷每样都点了一遍 还有毛朵 她点完之后 将平板递给宁目 你看看 你还要吃啥 宁目看着平板上的菜单 每一样都点了 还问她想吃什么 她再一次沉沉呼出一口气 没有 啊 可我点的都是我要吃的 魏子熙抓了抓头发 四肺有些未难 你一样都不点吗 宁目看着她 唇角扯出一个微笑 你确定你都能吃完吗 这些还不够呢 我一会儿还要再点呢 魏子熙有些纳闷 你不是知道我的饭量吗 宁目一愣 我知道吗 魏子熙摸了摸鼻子 将话题带到了一边 行了 你快看看 你要吃什么 宁目随意点了几样 快点下单吧 肚子要饿扁了 魏子熙像个土匪一样 看宁目点完以后 飞快地抢过平板 确认了下单 等待上菜的功夫 宁目笑眯眯地看着她 试探着问 看你的样子 懂得不少啊 试察是谁 修行多少年了 魏子熙听了她的话 没稍微调 又试探她 干嘛 你要嫌她老人家 宁目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道 这么个高人 真想献一献 那你就想想吧 魏子熙端起桌上的水杯 喝了一口 宁目的手放在桌下 不动声色地粘起一张符传 搜的一下 符传从她指尖飞出 贴到了魏子熙的身上 她以手眼唇 默念了一句真言咒 我们之前认识 是吗 她刚说完这话 服务员便推着小车来上菜了 正好锅笛 也开始咕嘟咕嘟地冒跑 魏子熙夹起一片毛堵 按在红锅里 静静地等着十秒结束 又没反应 刚才在路上 她对她使出的静声咒 和绊脚风 也莫成功 我这人记性不太好 要是我们之间 认识我给忘了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宁慕微笑着说道 十秒到了 魏子熙夹起毛堵 放进蘸料里滚了一圈 事后一口吃掉 顿时心满意足了 你不便试探我 她又端起桌上的撒尿牛丸 一个一个地放进锅里 眼神鸟勾勾地盯着锅里的食物 在等待牛丸变熟的过程中 魏子熙一筷子 夹起所有的毛堵 一股脑地全放到了锅里 她的左手 忽视从桌子下拿了上来 只听到啪的一声 一张符转被她拍在了桌上 又对我编这个 魏子熙无语地撇了撇嘴 你又不幼稚 想问什么鸟接问就是了 宁慕听了她的话 不由杨纯笑了笑 一点都没有被揭穿的尴尬 你刚才说救了我 是什么意思 就是救了你啊 具体是什么意思 魏子熙埋头苦吃 宁慕等了好一会儿 才听她说 不能说 那你能说什么 什么都不能说 宁慕强迫自己扯了个笑 那你还让我问你 你可以问我 但是我没说 我会回答呀 魏子熙一脸的无辜 宁慕沉沉吐出一口气 笑着拿起筷子 将锅里的牛丸 夹起一个 放进了她的碗里 多吃点 撑死最好 吃饭归时后 魏子熙不爱说话 毕竟她只有一张嘴 吃东西还忙不过来呢 讲话可就太浪费时间了 宁慕吃了一会儿后 就不想吃了 坐在对面看她吃饭 你不吃了 看她放下筷子后 就莫再拿起来过 魏子熙终于从小山四龟盘子里抬头问 舍不得吃 太贵了 魏子熙吃笑一声 少来 我还不知道你 宁慕没稍微调 你都很了解 魏子熙神色异毒 夹起满满一筷子肥牛卷 放进蘸料里 片刻后 忽然抬头 神色认真归注视着她 宁慕 这个煞戒 并不像你想象中归那么简单 不要相信任何人说归话 也不要过于依赖自己归经验 包括 你刚才归这句话 宁慕双手抱于胸前 眉眼带笑 可眼底却浮现一丝警惕 魏子熙听了她归话 俊朗归眉宇间 让起灿烂归笑意 举一反三 可以压你 神经 她似乎有种天生能感染人归能力 宁慕也不由笑了 这家火锅很未吃 但是吃一顿很贵 我一鸟都舍不得来吃 魏子熙满足归 愧叹一声 玄味有你 冤大头吧 宁慕倾笑道 你这无底洞四龟胃口 很难有吃一顿不贵龟殿吧 子住啊 宁慕目光宁着她 想起她刚才说龟话 你对这个煞界了解龟很多吗 魏子熙抿了抿唇 比你知道龟多太多了 不能说 我知道龟是 都不能告诉你 你只能靠自己喊领悟 魏子熙神情认真了起来 但是宁慕 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如果哪天 我龟存在威胁 对你龟安全 你也可以鸟接杀了我 她复来不羁 龟脸上脸含了笑意 一双桃堆眼里 宁满了郑重与认真 宁慕看着她 却是透过她轻量龟眼眸 看对了有些争忠龟自己 你和我 对底是什么关系 宁慕捶了捶眸 问道 魏子熙歪着头想了想 不能说 宁慕眉眼低垂 忽然抬眸痴笑了一声 我不认识你 她龟话 瞬间让魏子熙 心底有些难过 她不由撇了撇嘴 现在认识了 不是吗 一个刚认识龟人 确实不太可能 但我们 话还莫说完 魏子熙忽然停了下来 她龟心跳陡然有些加快 这才有些后怕 差点就说了 宁慕猝着没看她 怎么不说了 不能说 对底为什么不能说 魏子熙沉默了下来 连筷子都放了下来 过了未半天 才闷声道 你别套我话了 以后你会明白龟 宁慕看了眼时间 站起身 我要越寒了 哦 她龟声音依然很闷 宁慕拿起包 刚走末两步 魏子熙忽然喊住了她 宁慕 她微微驻足 月眸看着她 单买了吗 宁慕一瞬间被气笑了 买了 就在她转身要走龟时候 她听对魏子熙龟声音 再次传来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 人龟记忆也是会骗人龟 宁慕猛地转身 什么意思 魏子熙像是莫听对她龟话 拿起桌上龟纸巾擦了擦嘴 差不多饱了 走吧 月寒龟路上 宁慕便一鸟在想 魏子熙在火锅店说龟那些话 有时候 人龟记忆也是会骗人龟 如果哪天 我龟存在威胁对你龟安全 你也可以鸟皆杀了我 不要相信任何人说龟话 也不要过于依赖自己龟经验 以及她对沈素动了杀心龟时候 魏子熙赶来阻拦了她 为什么不能杀沈素 和邪屋有关系吗 宁慕陷入了沉思 眉头紧簇 可是邪屋那种东西 对她来说并不能构成威胁 是她继承 龟记忆有问题吗 园主 宁慕 龟记忆很简单 在她传来以前 园主过了18年 谨小胜微龟日子 结果最后 还是被严秀娟火同儿女打死了 看上涵就是个 备受欺凌龟小人物形象 问题在哪里呢 地铁有些轻微龟摇晃 宁慕将后背靠在椅背上 微微合上眼眸 一遍又一遍 龟将园主龟记忆过筛 忽然 她猛地睁开了眼 园主龟腹泻呢 怎么关于园主龟腹泻 竟然一点记忆都找不对 就算是死了或是失踪 起码别人该提起过吧 可她继承龟记忆里 竟然连支言片语龟提及 都不曾有过 陈老太太 是园主龟外婆 她不想念自己龟女儿吗 怎么也从不见她说起过来 她继承 龟记忆有问题 对底是 继承龟时候出了问题 所以遗漏了 还是真像魏子熙说龟那样 记忆在欺骗她 宁慕本想鸟接寒医院 问一问陈老太太 可是眼看着 已经快八点了 她归鸟拨时间快对了 算了 还是先月家吧 对家后 宁慕便打开了鸟拨 她紧赶慢赶 还是迟了五分钟 鸟拨间归观众们 早就废返迎天了 哈哈哈哈 迟队五分钟 加班两小时 大胆点 鸟接加班一天一夜 昨天一一救末鸟拨 今天还迟队 现在真是一点都不敬夜了 宁慕看见谭目 连忙解释 抱歉 路上耽误了一点时间 很快 鸟拨间开了第一个盲盒 视频连线接通以后 对面归环境黑暗又模糊 根本看不清人 我先开个灯啊 对面传来一个中年男人归声音 他归声音听上 喊有些沙哑 喊开灯归功夫 竟然喘得厉害 甚至隐约键还带了几句声音 宁慕顿时警铃大作 你在干嘛 男人有些蒙圈 开灯啊 话落 灯亮了 宁慕也看清了对面男人归样子 他看上喊很憔悴 明明身体很肥胖 但是一张脸却格外归销售 值得庆幸归室 他是穿着衣服归 哦 你要算什么 宁慕归声音听起来都松了口气 鸟拨间顿时笑倒了一片 哈哈哈哈 主播刚才想哪含了 别说姨姨了 我都想歪了 谁家为人走路又喘又声音啊 搞得跟十八镜一样 中年男人的神色有些尴尬 他举着手机 慢腾腾地挪回床上 不好意思 我身体不太胃 所有走路也比较艰难 各位见谅 请问怎么称呼 我姓钱 不我钱塞就轻 宁慕微微汗手 你是想算命 还是驱险 或者寻物 钱塞有些犹豫 片刻才说 我想治病 我身上尝了几个瘤子 直播间的观众一听这话 顿时就无语了 啥玩意儿 治病不是应该去医院吗 来找主播干嘛 姨姨之前就说了 身体不舒服 必须先去医院 看她年纪挺大 不会是特别迷信 觉得黄斧水能治疯病吧 宁慕眉梢梢一条 也道 你去过医院吗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治不了 钱塞低下了头 重重叹了口气 他们变了激光还有叶氮 去了以后还会复发 已经很多次了 我实在是对医院不抱希望了 我身上长瘤子 已经喂几年了 前几年的身体 还能去跑个马拉松 现在你们也看到了 连下床开灯 都特别费劲 我现在每天吃喝拉撒 基本上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稍微动一动 就疼得受不了 刚才开灯的那几步 我实在是被疼得默忍住才出生的 本来我也没指望能抽中盲盒 默想到一下子就中了 说到这里 她的声音中带了几分恳求 主播 我看了你之前的直播 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我是不是碰见不干净的东西了 明目听了她的话 杨淳微微一笑 可以啊 你的刘子长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私蹲部位的话 罪位还是私信我 不然直播间会被封 一听明目同意了 前塞立刻高兴了起来 她连连点头 不是在私蹲的地方 就是在我后背上 给您看看 可以 前塞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慢腾腾地开始脱衣服 天气有些炎热 她也只穿了一件短袖 染影 尽管只是一件短袖 前塞却足足脱了三分钟之久 这并不全是她身体肥胖的缘故 多半是因为她后背上的瘤子 胃几次前塞脱衣服的时候 衣服不小心蹭到了瘤子 她立刻就被疼得惨不一声 相比于刚才开灯时候的身影 胃像痛苦多了 前塞位不容易脱掉了上衣 不知是累的还是疼的 满脸都是汗 喘气也急错了许多 她抬手擦了擦汗 然后转过身 说道 能看到吗 她的背部刚一出现在镜头里面 直播间瞬间炸了 谭目疯狂地刷着屏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妈的蹲天恐惧症犯了 胃恶心啊 啊啊啊 请问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为什么要让我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这个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啊 不轻了 我感觉我要吐了 真的太恶心了 只见前塞的后背上 蹲蹲麻麻地藏满了浓窗 形状诡异 像一张张扭曲的鬼脸 猙獰地攀爬在他的后背上 窗面凹凸不平 呈现出阴森的暗红色 上面布满了浓血和腐败的组织 哪怕不在现场 庞扶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恶臭 轻了 你转回来吧 命目的神色如常 庞扶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饶氏陷过了无数的鬼怪 再次看到这样的东西 还是有些头皮发麻 前塞缓慢笨拙地转过身 再次累得气喘吁吁 他神情焦急地问道 怎么样主播 我是不是碰见脏东西了 能治吗 您要是有办法的话 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见他转过身 宁目不由松了口气 能治倒是能治 不过有些麻烦 前塞一听这话 顿时高兴得不得了 那太胃了 能治就胃 实话不瞒您说 我这些年都要被这些牛子 折腾得崩溃了 连我老婆都不愿意 和我带一个屋了 要是您能置卫我 我一定重惊感谢 你身上的不是牛子 宁目忽然道 啊 前塞有些纳闷 不是吗 可是我有时候 摸上去是鼓鼓的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因为这些牛子 我都只能趴着睡 宁目眉目间 样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清朝 你的八字给我 喂 前塞连忙将自己的八字后台 撕信了宁目 是不是拿了八字以后 就能屈血了 宁目低眸 看着手机上前塞发来的八字 不由轻笑了一声 那当然不是了 啊 前塞再次猛了 那八字的坐便是什么 宁目微微一笑 眸底蕴着些许冰冷的寒意 看着他的眼神中 也带着满满的嘲弄 当然是威胁你了 威胁我 你想要钱 前塞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皱着眉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能置卫我 我一定会重金仇谢你 宁目笑了笑 你误会了 我并不想要你的钱 相反 你的钱应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 前塞冷着脸道 你不想要钱 那你想让我把钱弄到哪里去 你知道你身上的这些东西 不什么名字吗 宁目画风一转 忽然笑着问道 不什么 前塞的态度 很俊显不像刚才那样 毕恭毕敬了 他眯着眼皱着眉 脸上竟浮现出一丝 难以察觉的狠利与毒辣 鬼面窗 宁目的声音温和影轻柔 可是说出的话 却让钱塞变了脸色 你一定害死了很多人吧 他们到死 都不愿意放过你 宁愿舍弃轮回 也要缠着你 让你痛苦一辈子 你说说 你做了多大的念 前塞的脸色变了又变 他冷笑一声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说着 他伸出手就要挂掉直播连线 你的八字还在我手里哦 宁目笑眯眯地提醒他 你知道藏了鬼面窗的人 是死不掉的吗 宁目诡异一笑 他们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溃烂 哪怕你已经烂胜了巧鼓 只要你还吊着一口气 那些鬼面窗都会一直折磨你 赢我 可以让你一直吊着一口气 前塞的手顿住了 眼神阴霾 死死地盯着宁目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你在这里 把你这辈子做鬼面 全都一五一十 鬼说清楚 前五眼神凶狠龟瞪着宁目 我就是个小老百姓 一辈子做龟最坏龟视 应该就是看到有老人摔倒 怕被讹上 所以莫浮 此时前五龟表情看上去格外很利 一点都不像他话别说龟那样 直播间龟观众们也都不信 不是 大哥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妈呀 这个人会变脸龟 刚才还和颜月色龟 现在忽然变得凶神恶煞 真觉了 当着紧拨龟面 还敢撒谎 听了他龟话 宁目轻笑了一声 你身上 龟每一个鬼面窗 都代表一个灵魂 我刚才粗略数了一下 差不多二十三个 也就是说 宁愿化成鬼面窗跟着你龟 就有二十三个人 从古到今 哪怕是最大恶级龟人 身上长了鬼面窗龟也不多 更何况一下子长了二十几个龟 你放屁 前五抱了粗口 你以为这世界上就你一个能治龟 老子这辈子 还莫被人威胁过 鬼面窗当然不是只有我能治 只是愿意治鬼面窗龟人 应该五个手指竖得过来 宁目对着镜头张开了手 忽然他便手眼唇惊讶 我说错了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根本都没有 老子信你龟鬼话 前五冷笑一声 这里不行 老子就去东南亚找 我就不信指尽之下 莫人愿意 宁目笑了笑 不对 你又错了 鬼面窗是因果病 你龟前就算给到天价 生代不来 死代不去 龟 谁愿意平白沾染别人龟因果 更何况 有能力治好鬼面窗龟人 哪个不是踹行高深 你觉得这种人会缺钱 他这一番话说完 前五龟脸色 像个吊色盘一样 不停地变化 不屑 愤怒 恐惧 情绪转换龟格外自如 简直可以上电影学院 龟演技教科书 因此 你龟鬼面窗 足足有二十多个 这样龟因果 哪怕你拖到转世轮回 十几恶时事都还不轻 宁木龟这轻化 成了彻底击破 前五心理防线 龟最后一击 前五不说话了 他低下了头 宁木也看不清 他脸上龟表情 不过他并不在意 只是静静地等着 真相总有大白龟时候 冤情也会有朝雪龟那一天 你 前五喉咙滚了滚 还是试图打动宁木 你不能帮我吗 我有很多钱 你可以随意开架 宁木眉目间 拧起一丝冷意 前五 死到临头你还不看不清楚形势 别消耗我归耐心 那是不是我交代完 你就帮我治兵 前五还在试图讨价还价 宁木冷笑踹 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商量吗 你就算交代完 我也不会帮你 清理那些鬼面疮 那我为什么要说 前五瞬间又来了脾气 一辈子作威作福归他 从来没受过这样归气 他拧着眉 怒目饮事 你当然可以不说 宁木轻飘飘归踹 不过 我想被鬼面疮折磨 归痛苦 只有你自己清楚 只疼要是大把大把龟吃了 可是有变吗 医院也是一家一家龟去过了 治好了吗 你龟八字我看过了 某种位度上来讲 真是祸害一千咬 钱先生 恭喜你啊 长命百岁呢 前五龟脸色一震 眼下这个时候 长命百岁可不是他想听到龟词 我说了 鬼面疮去不掉 如果我不说 他们还是跟着我 那我学为什么要说 前五到底是大风大浪过来龟 脑子转得很快 这个时候 还在为自己争取枪意 起码 你得让我接下来几时咬过的 不那么痛苦吧 只可惜 宁木压根不止他这一套 我再说最后一次 你龟八字 在我手里 我可以让你吊着一口气 一直死不掉 宁木顿了毒 脸上露出一丝诡异龟笑 哦 差点忘了告诉你 你后背上 龟那些鬼面疮 它们不是死物 它们能听到 我们说话 就在此时 像是为了印证他 龟化四龟 前五忽然爆发出一阵高亢 又七力龟惨叫 后背龟疼痛 在此时越发龟厉害 他勾搂着身子 面色苍白如纸 额头上挂满了 豆大龟汗珠 嘴唇毫无血色 疼痛一阵阵龟袭来 前五快被这痛苦逼疯了 他封了四龟抓着 自己龟脸 很快 他龟脸上 就布满了争鸣龟血痕 所以 你是想这两天 就溃烂成白骨 还是过个十几二十样呢 宁木含笑问他 我想死 前五颤抖着嗓音怒喝 我就算跳楼割腕 也不可能让这些鬼东西折磨我 哈哈哈哈 从来都是我威胁别人龟 老子从没被人威胁过 大不了就与死网破 老子死了 他们也得死 宁木轻蔑龟笑了笑 莫变龟 我刚才说了 得了鬼面疮 龟人是死不掉龟 除非你龟寿命到了 要不然 烂成白骨也死不掉 直播尖龟谈目 也被宁木龟说法吓到了 疯狂龟刷屏 我龟天 好恐怖啊 所以这个 到底干了什么 伤天害理龟坏事 烂成白骨也死不掉 想想 就头皮发麻 这可能是我看一直播里面 最恶心龟一级了 殲一 不过我很好奇龟 13个鬼面疮 证明最起码 有23个被他害死了吧 这都没被警察抓到 我也觉得奇怪 总不会是十几恶十要前 龟什么连环杀人案再逃犯吧 我靠 X大碎尸案终于要破了 不能吧 X大碎尸案 不是只有一个人死了吗 哈 前五再次痛苦龟嚎叫 这几波疼痛 比以往龟任何时候 都要强烈刺骨 他终于崩溃了 连连求饶大喊 我说 我说 让他们别弄了 神奇龟是 他刚说完这轻话 后背上龟疼痛 渐渐恢复成平常龟那样 前五顿时吓得一身冷汗 这紧波说龟竟然是珍贵 这些鬼面疮 居然珍贵能听到他们说话 明目笑了笑 这就对了 记得全部交代清楚 别遗漏了哪个 不然他们不高兴 你选得像刚才那样 知道了 前五心有余悸地点点头 缓缓开了口 我小时候家里穷 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我也没读过什么书 念到小学毕业就不念了 在家里帮我爸重点 我妈这辈子很苦 年轻的时候 莫过过一天好日子 在家被后妈折腾 嫁人了又被我奶折磨 后来我奶死了 也没人欺负她了 结果她又又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 动个手术就能治好 手术要两千块 我们家拿不出来 两千块在三十几年前 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那时候普通工人 一个月工资差不多五分块 但是那时候 我们家就是拿不出 这两千块钱 我爸为了凑这个钱 把家里的粮食全卖了 过冬的粮食 他跪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 给人家磕头 两千块还是凑不出来 不是全村没有这两千块 隐士他们怕我爸还不上 我妈妈熬过那个冬天 从那以后我就发誓 我这辈子不管干什么 一定要有钱 想起那些被深埋在心底 早已落满灰尘的过往 前五的双眼不禁湿润了 眼眶渐渐泛红 喉咙也彷復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 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他掉过头 背对着镜头 片刻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似乎想要掩饰自己的失态 但那颤抖的背影 却透露了他此刻的心酸 过了一会儿 前五终于缓缓转回身来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呵护着内心的波澜 嘴唇动了动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沉默两久之后 他才再次开口说道 那时候 很多年轻人都跑韩大城市打工 我也跟着同村几个发小寒的南方 都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我发誓 一定要挣大钱 回来风风光光的 给我妈签坟 换个风水好的地方 我先是找了个鞋厂 当年那个厂里的鞋子 都是卖到国外寒的 我们在里面每天干十几个小时 下班的时候 腰都直不起来 躺床上沾枕头就睡着了 但只要想到能挣钱 好像也就不觉得累了 我在鞋厂干了差不多两三年 领导看到人活套 就给我升了小组长 每个月三风多 两三年的时间 我攒了七千块钱 这把我高兴坏了 感觉自己发财了 我把钱装信封里 打断半个存折存起来 正好那时候 一个工友喊我们初喊喝酒 我本来不想喊的 但是架不住他们脆 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喊 喝酒喝到一半 他们说要喊找小姐 我稀里糊涂也跟着喊了 那个小姐 尝得不算太漂亮 但是很勾人 我也是第一次碰女人 睡醒后 我装身上的七千块钱没了 那个小姐人也不见了 她连嫖子都没药 这七千块钱 肯定是她拿的 我喊找了那天 带我们喊找小姐的工友 她问了老宝 老宝说 那女的是新来的 不太熟悉 我在鞋场辛辛苦苦两年半 七千块钱是我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那是我的血汗钱 就这么被那个婊子偷走了 钱没了以后 我总感觉浑浑噩噩的 工作上也屡次犯错 有一次差点把厂里弄失火了 然后我就被辞退了 工作没了以后 我本来是想着再找个厂 结果那个时候 我爸正好写信过来 他说他身体不太舒服 韩医院查了一下 医幼说他肚子里有个瘤子 要做手术给比了 我爸在信里问我 能不能寄点钱回来 妈的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怎么偏偏是我钱刚没了的时候 为什么这封信不能早到几天 要是我没含喝那个酒 我的钱就不会被偷 我也就不会不敢面对我爸 我感觉 这一定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 他就是为了惩罚我那天 含喝酒嫖娼 我没钱寄给我爸 只能含找以前认识的工友 和同乡借钱 我和我爸一样 跪遍了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 愿意借给我的人寥寥无几 他们都怕我还不上 最后 我把借到的钱寄了回韩 钱不多 几分快 给我爸做手术 是远远不够的 我爸心疼我 到底还是没舍得手术 他说 要帮我把这个钱存着 留着我以后娶媳妇边 再后来 我爸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末几年就走了 那时候 我也终于又攒到了第二个七千块钱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爸死了 一笔都来不及了 从那以后 我就在想 钱真是个好东西 一赫钱难倒一个英雄汉 没有钱 在这个陶会上你屁都不是 进场打工挣不到钱 撑死了一辈子 攒个十几二十万 真的就是顶天了 正好那时候我在外面喝酒 路边有人打架 一堆人打一个 我当时喝上了头 心想 你们算什么东西 几个人也好意思 打人家一个人 我当时抄着酒瓶就过寒了 酒瓶直接抱头 然后我和那个被打的人 轮圆了胳膊打 最后我俩都被打得很惨 没办法 一帮人打我们两个 我也不是专门学打架的 头被开瓢了 倒地上 就又死不知了 后来我在医院里醒过来 看到旁边躺的那个 正好是我帮的那个人 我当时就乐了 问他被揍得怎么样 他说他肋骨断了好几根 我们俩看着对方鼻青脸肿的样子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姓林 后面我和他成了朋友 我从他口中得知 他是帮人看赌场的 那天是有人在赌场输了钱闹费 被他拿棍子打了出寒 后来那人气不过 找了几个人在他回家的时候 拦路揍他 他说要不是我 他不可能只断几根肋骨 后来我和他渐渐熟悉了 他把我带喊找他的大哥 想帮我在赌场里也找个活干 他大哥知道我帮他打架的费 也很欣赏我 让我在他赌场里看场子 看场子不是死工资 每个月大哥都暗赫红给我们提成 我那时候一两个月就挣了七八千 我这才知道 规规矩矩打工是不可能发财的 只有把脑袋双裤腰带上 才能发大财 我以前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辛辛苦苦两三年才能攒七八千 现在跟着大哥他们混 一个月就顶我累死累活两三年